白象国、原白象商会前会长私人博物馆所在遗址 花旗国、东方谷国、东方联盟 以及白象国的联合调查团队入住了此地 对怪异母术造成的破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没办法 各大势力如今都没能和真正超凡建立起正常交流渠道 而那些代言人们不是一问三不知 就是故作神秘 让他们心中恼怒偏偏无从发作 也只能自己想办法尽可能通过多途径调查收集大量资料 来期望量变形成质变了 你们看 这是白象商会监控提供的画面 那位婆屋巫师在看到天空出现乌云后 就变得不正常了 那时候他应该就意识到自己身为邪修的身份暴露了吧 另外 从这些巫师们具备一定超凡能力来看 或许我们上古时代祭祀们的术法知识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有用 这方面我们多方都在汇总资料 不用多久就可以安排人手进行分析 山顶上的临时帐篷里 来自花旗国的专家 正为刚赶到现场的一批大人物们的心腹 介绍着调查进度 很遗憾 博物馆的监控 在婆屋巫师出现体型变化之后 就全部被破坏了 从最后能看到的 对方身上冤魂缠绕 以及樱花之国的情况来看 我们有理由猜测这些疑似鬼怪类的能量体 产生的立场对我们的电子设备会带来很大的干扰 乃至破坏作用 然后就是白向军方提供的无人机画面了 随着画音落下 帐篷里的数十人通过大屏幕 看到了怪异母树 顷刻间化作白米巨树 而后张开树藤化作大嘴 一口吞下了空中怪物的场景 这可是来自无人机提供的视频 比网络上那些可是清晰得多 也让在场之人们无不呼吸急促了许多 对那怪异母树的恐惧 甚至于超过了对婆屋巫师这些血修 心中也对买谷地鼠道人的评价 暗暗提升到了极度危险 不可招惹的程度 视频结束 一个东方联盟的人员举起手问道 对博物馆的藏品调查有结果了吗 对于部分专家猜测 是有藏品吸引了买谷地的说法 你们是否认可 专家文言摊开了双手探道 在那颗古怪的巨树消失之后 我们就赶来保护好了现场 脱最新科技产品的福 我们已经找到了 这个博物馆所有的藏品 很遗憾 不管是古画 还是那些古董制品 都没有不见踪影 就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 那位买谷地的超凡 并没有对博物馆珍藏有什么索取 所以 主要目的还真是倾缴那些协修 对了 还有那个大镇 帐篷里的人们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直到那些被剿灭的巫师们的惨状 还有驻地资料送来之后 这些人才安静了下来 跟着专家们一起 分析这些第一手报告 越看 一部分人就越不自在起来 这些被蜀道人剿灭地称为 协修的巫师们 自然都是桑尽天良之辈 尤其是一些祭祀手段 曝光出来后 就是这方面 老手也觉得有些残忍了 更不要说当祭品的 往往还都是无辜之人 这些家伙果然该死 我们之前都是被外表欺骗了 还让他们当了神秘学顾问 失策 失策啊 好在正义虽持弹道 这些家伙都得到了惩罚 是的 按照那些目击者的说法 这些巫师 还有他们的助手 都当场被灭杀了 并且灵魂也被那位蜀道人收走 想来 对这些邪修而言 死亡也只是刚刚开始罢了 专家们说到这 人们心中也稍微有些快意之鱼 也有点后怕 毕竟 死亡都不是解脱这样的事 对他们来说 还是有点恐怖了 并且谁又能保证 这种手段 只会用在邪修们的身上 一些人心中凛然 都打算回去之后 就让人查查自己的家人 务必要切断这些人 和那些神神鬼鬼之人们的联系 如今来看 这些人可未必是什么超凡机缘 更有可能是来自地狱的催命符啊 青木灌山腰 深水潭 苏平在离开了白象国后 回到了这里 开始了深夜垂吊 水潭附近 此时除了灌主外 别无一人 那灌主注意到了湖面的轻微波动 眼神一动下 耳畔听到了温和的声音 得知了是那位仙人又来了 而后 这位老灌主与苏平通过密语 交流起修行经验起来 他不由心中暗暗感动 仙人果然是垂青自己的 对自己的修行 感悟自然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苏平作为助基大修士 自然也多了许多见识 对老灌主的指点往往恰到好处 一夜畅谈之后 老灌主打消了许多修行疑虑 求道之心更坚 而苏平则是钓出了第二条灵光朦胧鱼 并让钓鱼经验提升到了 目前钓鱼等级 5级20105千 运气不错 灵光朦胧于到手 我又可以化身绝世天骄了 趁着今天运气那么好 就把恢复好的钓鱼点罗盘使用了吧 早使用也好早恢复 苏平飞上了高空 并未打算跑去其他国度 使用钓鱼点罗盘 毕竟不使用传送符咒的话 跑来跑去还是挺耗费时间的 能尽可能让钓鱼点在一个地区 对它节省钓鱼时间很有帮助 至于修仙界 出现高阶的钓鱼点 确实概率更高 可是 在知道修仙界 已经是邪气朝下的篓子之后 苏平已经对修仙界的存续 不抱太大希望了 如今也只是期望着 修仙界能多撑一会儿算一会儿 钓鱼点罗盘 启动 伴随着钓鱼点罗盘被启动 一道白光从罗盘处冒出 化作一道白光消失在了远方 这一次却要比上一次久了一些 十多秒之后 苏平脑海里 才慢慢地浮现出了一幅 每轮每样的画卷 那是 一片高原上的连绵雪山 随着画卷不断放大再放大 一座座雪山 从苏平眼里滑过 最终 固定在了 这片雪山区域里 最高的一处山顶上 这片雪山海拔都很高 大部分山头 都已经是云海之上了 苏平第一想法是 莫非云海也是海 自己也可以在云海里钓鱼 旋即苏平发现 自己想多了 他注意到 自己垂钓的这雪山的山顶附近 有着一片常年冰雪覆盖的小水潭 理论上用鱼沟打破冰面后 就可以垂钓到水潭里的鱼儿 出发吧 苏平收起了进入冷却时间的钓鱼点螺盘 身形一动 已然骑着葫芦 踏着云海 前往了目的地 沿途有那么一段时间 引身符消失 苏平坐在葫芦上 于高空飞行的样子 被一架客机上的客人们发现 旋即引起了一阵哗然 更是很快就让那片空域 出现了多架战机 这些战机都携带着龙骑兵系统 一架友人战机 搭配了四架无人战机辅助 再配合地面雷达战 和高空的卫星以及预警机 按道理 就算是最新款的隐形战机 在这片空域也会无所遁形 只是他们赶来之后 却是怎么也找不到 那位葫芦仙人踪影 也让专家们收集数据后 开始讨论 怎么升级探测设备 才能找到那些 动不动就 消失不见的超凡 一段时间之后 苏平直接从云海里落了下来 眨眼间 便抵达了目的地雪山的山顶上 这儿并非水蓝星第一峰 毕竟第一峰上 实在是没有钓鱼环境 钓鱼难者或许还有可能 不过环顾四周 到了这个海拔高度之后 四周也已经是雪白一片的雪山风景了 苏平身穿青色长袍 避风同时 寒暑不清 这片需要登山队员 全副武装的雪山环境 对苏平而言如履平地 苏平挥了灰衣袖 换出了一个白色蒲团 盘西坐在蒲团上后 苏平从储物灵器拿出了鱼具 看似右手轻轻一挥 鱼钩滑出了数十米 扑一声砸破了下方水潭的冰面 以激活新的钓鱼点 目前钓鱼点评价 二阶上品 目前钓鱼点已累积可钓鱼次数 二百二百 可垂钓鱼种 小刘文鱼 大刘文鱼 刘文金龙鱼 雪龙鱼 不是三阶钓鱼点 不过也很好了 至少是二阶钓鱼点 可以获得钓鱼经验 并且 特产鱼或雪龙鱼也很值得期待 会有什么特殊作用 苏平看了看信息说明后 带着笑意开始在这雪山之巅垂钓了起来 比起青木冠所在深水潭 这片雪山要宁静悠闲得多 也让苏平钓得很舒心 直到钓鱼点的两百次钓鱼次数全部耗尽 苏平也没遇到外人前来打扰 不过 这也是正常情况 雪山高原这边本就地广人稀 至于登山人员或者胆子大的游客 他们也主要是市区那么名山大川 比如雪山第一峰第二峰之类 极少会去其他泯然种山的雪山 苏平偷得这一清闲 钓完了这钓鱼点之后 虽然并没有第一次就成功获得了特产 却也在得到八十条大刘文鱼的同时 得到了一条刘文金龙鱼 苏平继续把这鱼货放养在了灵光鱼池之中 顿时手中有了两条这种二阶珍稀鱼货 之后苏平也着急回去 而是秉持着来都来的想法 前往了最近的一处高原城市 开始作为一个普通道士 在那儿享用了一番充满当地风味的美食 吃饱喝足之后 又打包了不少美食 这才回去了修仙界 修仙界里 短短数天时间 却是再度出现了大变 却是弃心中的那位 从北斗弃心中秘境回来的那位太上长老 再回来之后就宣布闭关 然后不久前太上长老的闭关洞府 突然发生了巨响 紧跟着就是邪气冲天起 据闻几乎把云山方式的天空 都给遮蔽了大半 如此一象 自然是遮掩不下去的 于是 一个惊人消息传了出来 却是弃心中的太上长老 走火入魔之下 被邪气入侵 随时有化作邪碎 乃至邪神化身的可能 弃心中如今 靠着宗门大阵以及各种宗门领保维持结界 勉强把那位太上长老困在了洞府之中 可想要将之镇压 单靠一个弃心中的力量 却是利有不歹 没办法 这位太上长老 才是他们弃心中修为最高深的修士 同时还掌握了宗门的好几件领保 乃至神兵 加上化身邪碎之后 往往还能实力暴增一波 邪气又克制诸多数法手段 这战在弃心中看来简直没法打 也幸亏那位太上长老不知怎么的 竟会在洞府里突然出了意外 提前暴露 使得弃心中的宗主和长老们 得以占了先手 提前启动了阵法 这才争取到了求援的时间 苏平作为九夜山方式的助击修士 也得了来自弃心中的求援令 当然 对方也没要求白鹤真人这样的助击 争取云山方式直面邪碎 而是希望能帮忙控制云山外围诸邪万剑阵 这一阵法 源自不亚于弃心中的天剑宗提供 又细分为千剑、百剑等阵法 以助击修士的修为 完全可以作为核心 控制一道诸邪千剑阵 为真正诸邪大阵提供助力 按照天剑宗的理论 这诸邪万剑阵 最多可叠加上万道细分剑阵 从而达到以万千助击 硬抗金丹大能乃至猿鹰老怪的效果 也因此 哪怕是助击也得到了弃心中的召唤 并许以了重力 如果没有记忆幻想 苏平自然是不去的 现在吗 苏平换出了白鹤童子记忆幻想 配上了各种法器和道袍 又用神石笼罩外表一圈 模拟出了助击初期实力 这才让其以白鹤真人身份 赶去了云山方式 云山方式此刻 已然充满了肃杀之气 天空一半血红 一半乌黑 怪异无比 同时 整座云山方圆百里范围 不断有邪气从地面 空间之中溢出 好在这片区域早就寸草不生 人口动物也基本迁移 去了各处聚集地 反倒是没有诞生多少邪碎 出来添乱 苏平的记忆幻想赶到的时候 云山四周 已经聚集了数千不同宗门的修士 地面上 数百柱基 正配合着大宗门的炼气弟子们 节阵激活诸邪见阵 高空 则是上千艘大小不一仙舟 四面八方 围住了云山的山顶 更有上百巨型金甲傀儡 作为缺乏强大体修的补充 金光闪闪地飞舞在天空 苏平刚刚抵达 就被一位炼气后妻修士迎接 而后成为了约莫二十多位天剑宗炼气弟子的临时领头 运转起了剑阵 云山方式上空 来自弃星中的一面青铜盾 和一面双龙铜镜 悬浮在半空 不时释放出一圈清光 镇压云山深处 涌出的邪气 整座云山大阵也在配合着这两件宗门领宝 不断释放出一道道雷霆 泯灭那些残留邪气 不过 阵法虽然还在运转 此刻的云山方式 却是一个宗门修士都不在了 不管是弃星中的高层 还是那些来源的高人 他们此时都没敢继续待在云山 而是选择了在一艘巨型仙舟甲板上 带着复杂的心情 盯着云山地貌的变化 短短几天时候 哪怕有阵法和灵宝维持 云山常人看不见的地底深处 却已经发生了怪异变化 那是涉及到地脉的一变 不久的未来 这篇地狱化作穆字狱 那样的邪狱也一点也不奇怪 呼 还要继续等下去吗 接下来的每一秒时间 都有一变突生的危险啊 甲板上 弃星宗的宗主 看向了如今的主侍者 天剑宗太上长老 剑老 剑老衣着朴素灰袍 灰白色头发 也只是简单地盘在头上 作为如今修为最高的原因大能 他抵达现场之后 就当仁不让地 接过了主事重任 诸邪剑阵被激活的数量 只是勉强过千 就算老夫请动神兵天剑助阵 也未必能一击成功 你们应该知道 一旦一击不成 军心立马动摇啊 剑老修为高年龄大 却也不纯 很清楚 一旦一击不成 那弃星宗太上长老 跑出来后 不管是弃星宗 还是天剑宗 或者其他大宗门的原因 或者金丹强者 都不可能联手遇敌 能把灵气一放 在边跑边 把大招扔出去 就算是圆了这份 同为正道之情了 凭着自我牺牲 也要除魔味道这种事 是不可能 发生在他们这些 从南荒跑来的 修行宗门内的 就算是顶尖仙门 那一档次 看起来大慈大悲 拯救世人的大惊光似 那些高僧们 到处救人封印邪碎 显然也因为有利可图 是某种大计划所需 并且就是他们 也不是什么邪碎邪神 都悍不畏死的 去封印净化的 不然 修仙剑呢 还有那些邪欲 和被污染秘境存在 众人心思各异 衡量着其中得失的时候 突然间 天空传来了一声 响彻方圆百里之地的巨响 甲板上的修士们 受惊纷纷看去 只见那一半 在黑色云层覆盖下的天空 忽然间 云层洞开出了一圈黑洞 黑洞里 先是冲出了 灼热的火焰飓风 旋即 一座有诸多人文痕迹 留下的小岛 从那黑洞里 好似被挤牙膏一样挤了出来 这小岛一被完全挤出 马上俯冲了下来 且速度之快 令人震惊 前一瞬间还在高空 下一瞬间 这岛屿就撞毁 并携带着撞击中的几艘仙舟 以及金甲傀儡 砸在了云山不远处的地上 哄 灼热的气流 随着这岛屿 撞击四散而开 一朵堪比云山的蘑菇云 更是随之腾空而起 尽管不是直接命中 整座云山大阵 却也随着余波影响 出现了剧烈的波动 阵法临时消耗速度 在那一刻更飙升了十倍不止 并且 撞击方位一些不凑巧的珠邪剑阵 也受到了波及 助击修士 虽然靠着各种手段得以脱险 却不乏炼器弟子 在余波之下死伤惨重 那时 寄托在这片空域的秘境 受到邪气侵蚀 维持不住秘境空间稳定 不得不显露了出来 剑老脸色难看得低声道 看到了吧 哪怕藏在秘境之中 也是会被逼出来的 更不要说 往往秘境本身 也在被邪气侵蚀 变得不适宜我等修饰修行了 剑老说到这 那坠落 砸出陨石坑一样的地方 树石头造型各异的斜碎 在爆炸下恢复了过来 开始本能地冲向了云山方式 这些斜碎 都是那陨落秘境 这几千年来 被污染之后自带的 每一头都属于 筑基境界的大型斜碎 对修士来说 击败容易 不断绞杀 然后封印 却是麻烦事 剑老身边 石坑叫来源强者 石坑左使 轻叹了一声 走了出来 这是一位看起来 如儒雅中年书生的男子 脸上戴着一张 挥着玄妙纹路的 直露出圆润下巴的面具 他伸出左手轻轻向前一压 天空突兀出现了一张 蓝色光焰组成的大手 而后这巨手 朝着下方一压同时 落地处出现了一股莫大吸力 竟是把来袭的斜碎 全部吸在了那掌落位置 一掌落下之后 没有爆炸 只是纯粹的蓝色火焰 在那不断燃烧 斜碎们被火焰烧为了灰烬 而后与地面上的蓝色火焰 一起被吸入到了那位 石方佐史拿出来的 一件琉璃瓶之中 这就是贵教派 绝技之一的大石方剧灭手吗 石方佐史身后 一个看出其中部分奥妙的 弃心中长老 泽泽称奇 心中羡慕极度不已 他修炼的功法和神通 都与这位石方佐史类似 可惜同境界下 对方却可以一个打他五个 我派绝技非石方剧灭体 拥有者不可修成 石方佐史摇了摇头 有些遗憾 这只是教主改进后 简化版的类似秘书罢了 这千年来 我将能发觉到的灵体苗子 越来越少了 石方剧灭体 更是已经千年未有 也不知道老夫有生之年 能否看到新圣子出世 重现石方剧灭荣光 说到这 石方佐史微微摇头 不再言语 在确认了刚刚的危机 被解除了之后 众人也把话题重新放在了 要不要动手上 见老一方 自然是同意 趁着异变没有出现 赶紧动手的 动手之后 无论成功失败 他们都可以说走就走 弃星宗方面 自然是希望能等等看的 时间越久 越多大宗门会赶来 哪怕没有金丹 多几个筑机增强诸鞋 见证威能 那也是极好的不是 苏平此时 则是端坐在九夜山内 隔空遥控着白鹤真人 记忆幻影 放开部分神识体悟 了解着珠邪见证 以他目前的二阶阵法知识 他只能看出 这见证的玄妙 已然超出了他如今的悟性和格局 不过这并没有关系 他也不求理解 只打算把一切见证相关都记下来 然后 等到自己服用了灵光朦胧鱼 化作绝世天骄之后 再举一反三把这珠邪万见证 给明悟出来 甚至说不准还能悟出全新加强版 又过去了一小时 忽然 红色天空出现了一轮太阳 旋即没多久 这太阳里飞出了一艘金灿灿的大型仙洲 伴随着仙洲出现 一阵阿弥陀佛的佛音 充斥在云山方式周围 许多对抗邪气 正心烦意乱的筑机和炼气修饰 闻听佛音后 无不脸色一松 感激地看向了天空之中的仙洲 是大金光寺的高僧来了 太好了 我等这次必定珠邪成功了 大金光寺出手 此事当十拿九稳了吧 下方的修士们兴奋地想着 天空中 甲板上 弃心宗宗主和剑劳等人 纷纷迎接了飘然而落的大金光寺高僧 不能再拖下去了 赶紧准备好珠邪大阵吧 这位披着袈裟 看起来白白胖胖 如四五十岁的胖高僧一落地 就说出了他的判断 盘龙尊者说的是 听到这话 剑佬连忙点头同意 并告知了其余人 这位胖僧人的身份 大金光寺除了枯木主持外 便是四大尊者修为最高 也地位最为尊贵 盘龙尊者相当于 其他大宗门里的太上长老 同时 也是一位元英大圆满的佛修 在对付邪祟邪神方面 要比同境界的剑佬还要专业得多 顿时 正在墨渝研究阵法的苏平 作为助击也收到了号令 开始作为一个阵法螺丝钉 发挥其自己的作用起来 从高空看去 云山方式方圆百里 亮起了1023处蓝色光点 每一个光点 都是一个被激活的珠邪剑阵 随着光点亮起 没多久便是一柄约莫三四米长 带着蓝色虚影的珠邪剑 在阵法上空成形 而后这一柄珠邪剑 无声无息地飞上了高空 与其余飞剑虚影会合 天剑 出鞘 剑老一步踏出 飞到了云山方式山巅之上 口中呵斥出声瞬间 一把青铜剑从它胸口飞出 迎风变大 化作了一把剑尖朝下的百米长剑 青铜剑身上 正反两面都有仙闻浮现出 整把神兵爆发出璀璨亮光 并伴随着如有实质的威压 笼罩了整座云山 那就是 天剑宗的护道神兵天剑 传闻天剑宗的绝学天剑诀 就是从这把神兵身上的仙闻里领悟出来的 甲板上 其余宗门强者 看着这幕都眼中火热 尤其是那些接触不到上品领宝的宗门修士 见到神兵之威如此恐怖 更是差点道心动摇 剑老捏出剑诀 人剑合一之下 神石瞬间拔升到了 他能承受的极限 也随之他看到了 藏在云山深处闭关洞府里的那位 气心宗太上长老 气心老人 剑老曾经见过这位老对手 在南荒的时候 大家没少为了宗门利益 隔空谈判 只是 如今在剑 剑老已然发现 这位老对手 早就不再具备人形模样了 他 或者说他整个人都化作了一滩乌黑软泥 覆盖在洞府的地面和墙壁上 不断蠕动着 似乎察觉到了剑老的神石 这趟乌泥正中位置 冒出了一个淤泥组成的 有着简单五官的脑袋 对望了回去 眨眼间 剑老就受惊一样 收回了神石 脑海里却还是多出来了 那弃心老人的疯癫话语 以及 一个真相 一个让这位原鹰老怪到心破碎 败倒在邪神脚下的真相 啊 休要乱我见心 天剑猪邪 万剑合一 剑老浑身爆发出纯白剑气 心随意动之下 上千猪邪剑 纷纷出现在了 他的眼前 而后 千剑合一 化作了一柄数百米长的 猪邪大剑之后 邪魔外道 接斩 剑老挥手指向了下方云山 顿时 青铜天剑与那猪邪剑影 也合二为一后 化作了一道 比太阳还要耀眼的剑芒 一剑直接披入了云山 直接破开了山体 打在了那洞府之中 这一剑产生的微能波动 远超过了之前的岛屿坠落 更关键的是 随着剑老动用了神兵 全力挥出了这一剑的铜石 四面八方 只要是金丹以上修士 都不再吝啬自己法力 施展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杀招 化作颜色各异的光芒 如暴雨一样砸了过去 让外围看戏的苏平 有了一种见证到了 修仙版宝和式打击的感觉 只是 修士们的杀招 显然是没有持久力的 合肌也就持续了两三个呼吸间 也就停泄了下来 数百灵气 从已经消失的云山处飞了回去 剑老身侧 也仿佛顺翼一样 出现了那一把青铜天剑 赢 赢了 如此合肌 那么多金丹和原鹰大能出手 还配合了超大阵法 对方就算是弃心宗太上长老 也应该挡不住吧 外围的助击修士 小声嘀咕着 都觉得在刚刚那样的合肌下 没有谁能够活下来了 苏平却是心中微微一动 闪过了某种危险感应 动 眨眼间 苏平记忆幻象的身上 诚恶辟邪光芒一闪而过 挡住了一滴 从地下突袭而来的淤泥 只是 这袭击不只是针对苏平记忆幻象 苏平立即发现 他所在法阵的那十多个炼器修士 也纷纷被淤泥突袭 而后眨眼间浑身邪气缠绕 痛苦喊叫着 在苏平眼前化作了一滩淤泥 啊 与此同时 四周传来了此起批伏的惨叫 显然 受袭的范围很大 很可能覆盖了整个战场 虽然只是记忆幻象 苏平还是想多活一会儿的 于是 几乎没有犹豫 苏平便开始操控 记忆幻象后撤跑路 期间 也遇到了一两滴淤泥 抱起偷袭 却好在辟邪祝福一直起笑 挡住了这些偷袭 期间 苏平路过看到了一个助击修士 他右腿被偷袭后 马上当机立断斩断了右腿 只是不等着修士松一口气 斩断的右腿 化作了一头小狗大小的淤泥跳虫 直接扑在了他的脸上 天见之下 对方应该一丁点不胜了才对 怎么会 剑老看着这幕 心神震动之下 手中却是不慢 不断释放剑气 把下方冒出的成形淤泥击散 四周大修士们也纷纷各自施展手段 想要防止情况继续恶化 阿弥陀佛 盘龙尊者坐在了连台之上 身后浮现出一尊 至少千米的三头六臂金刚怒目菩萨法香 法香一出 佛光普照之下 倒是令那些淤泥行动迟缓了几分 给了后续助击们求生之机 至于炼器修士 在一开始便已经全部化作了淤泥 结结结 山峰已经消失 只剩下大坑的地面上 涌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乌黑淤泥 笑声也从淤泥里传出 剑老 盘龙尊者 你们以为求得真法的老朽 会那么容易被你们阵法困住 然后等着被你们神魂俱灭 你们根本不知道 真正的伟大存在 有何等的伟力与大自在 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得到他们的可怜 才是我等修士唯一的出路 在你们布阵之前 我就已经和这片地狱的地脉 融为一体了 你们千辛万苦剿灭的 只不过是老朽区区 一具肉身皮囊罢了 没了那皮囊 正好让老朽更加地明白了 身为高等生物的玄妙与快意 原是云山所在的大坑里 淤泥化作水潭 而后变成小湖泊 之后 从湖泊里冒出了一具 至少千米高的乌黑淤泥 巨人扬天咆哮 苏平远远看着 只看到伴随着一声阿弥陀佛 和诸邪呵斥声 有金光菩萨法香 和那乌黑巨人撞在了一起 大地在这股冲击余波下 不断裂开 下沉 十米 百米 千米 云山方圆百里之地 赫然逐渐改变地形 从山地化作平原 又从平原变成了大盆地 最后 当天地之间 猛地被一团白光炸了下 一下子恢复平静后 苏平发现 远方已经化作了一个阶梯状大盆骨 最深处 也就是那双方交战处 早已深入地底 至少三四千米深度 而在那处地底深处位置 乌黑巨人 已然化作了一滩烂泥 旋即被石方左矢 换出蓝色火焰 烧了一个干净 之后 看着似乎干净了的战场 出手的各门 各派原因强者们 却是一个个脸色不好的 听着地底里的心跳声 表情变得越发凝重 他 没有说谎 他真和地脉融为一体了 不摧毁此地的地脉 我等杀他一百次他 也能恢复如初 此地不宜久留 在想到摧毁地脉办法之前 我等还是先撤为妙 天剑宗的一位长老 在剑老的事宜下率先开口 打破了平静 顿时 其余看出问题所在的 纷纷附和 阿弥陀佛 盘龙尊者也叹了口气 转身飞回去了仙洲 顿时 一道道光芒 从这深坑里飞出 落入各自仙洲 有外围的筑机看到这幕 加上四周邪气都消失了 还以为是成功了 正要说什么 忽然 大地如同翻滚了一样 拨动了起来 紧跟着 一只乌黑巨手 冲破了深坑的地面 抓向了天空 这巨手不下万米 不仅从深坑里伸了出来 还直接张开手掌 妄图一把准备逃跑的仙洲 与众修士握住 乌黑巨手 游远极尽的时刻 天空中的仙洲 都被笼罩在了 某种恐怖威压之中 其内的无数修士 皆都有了一种 大难临头的感觉袭来 还不快走 剑老剑壮一声怒吓 声音震荡之下 仙洲上其他修士们 纷纷被这一怒吓 震动得如梦初醒 他们赶忙运转 仙洲腾一阵法 企图躲开下方张开的 乌黑巨手 也有对自己作嫁 不信任的金丹修士 腾空而起 离开了仙洲 旋即换出灵气 或者福宝 企图顿走 至于抵抗 在发现无法消灭 这融合了地脉的 邪碎存在之后 这些来自各门各派的 强者们 就已经不想继续 浪费法力和灵物了 只是 眨眼间 施展顿术企图 远离的强者们 就都变了脸色 发现了他们的各种 逃命顿术 竟然失效了 甚至弃心中的 副宗主 在动用了 秘宝施展空间 瞬移之术 成功消失后 不等别人心中一喜 就发现 这位成功者 却是直接出现在 那乌黑巨手的手掌心里 掌心淤泥涌出 覆盖了副宗主的下半身 使得其护体光芒 飞速暗淡起来 怎么回事 为什么顿术失效了 可恶 还傻呆着干什么 运转攻防大阵 绝不能让那巨手 靠近仙洲 发现顿术失效 诸多修士 无不身心俱阵 脸上浮现出了 惶恐不安表情 好在大能们 不至于如此不堪 见多识广的他们 很快恢复过来 天剑 出鞘 剑老再度出剑 白米青铜天剑 眨眼间 撞在了乌黑大手上 令那不断升高的手掌 随之猛的一顿 撞击 也使得一圈气浪 也随着于高空出现 扫向了远方 便是躲在九叶山方式的 苏平本体 也能隐隐看到 天边出现的这一臆象 随着青铜天剑这一击 气心中的副宗主 也得以剑机脱身 赶紧退到了宗主身边 剑老一击 阻挡了巨手 却也心疼不已 那天剑的白米剑身 此时已全部缩了回去 整剑神兵 已然化作了 朴实无华的青铜短剑 诸位还等什么 剑老低声喝道 不把这鞋神化身击溃 破开空间禁锢 我等皆要葬身于此 所言甚是 盘龙尊者也点了点头 脱下了袈裟扔了出去 那红色流金袈裟 飞出仙洲后 瞬间变得遮天蔽日 一样大了起来 随着一声阿弥陀佛响起 盘龙尊者所在 金色仙洲里 上千佛门弟子 盘膝闭目 双手合十 念出福摩佛经 袈裟也随之大放金光 使得下方乌黑巨手 仿佛遇到了浓酸的金属一样 不断冒出了黑雾 黑雾冒出同时 隐约可以聆听到 成千上万冤魂的痛苦哀嚎 见到佛门领保有效 弃心宗的长老们 也赶紧配合 打入法力支持 弃心宗的宗主 则是吞服珍贵丹药之后 再度换出宗门至宝双龙铜镜 让其照向下方袈裟 下一呼吸间 正面双龙铜镜 出现了两条暗红色的 千米长神龙虚影 这两条神龙虚影眨眼间 就落入袈裟之中 碰 袈裟除了佛光 更是冒出来了烈火 这来自神龙的火焰 比起其他火焰 多少能对斜碎起效 远远看去 仿佛有一团覆盖方圆百里的火烧云 在缓缓下压 而那一手撑天的乌黑巨手 正因为天塌下来了 在节节败退 我佛慈悲 金色仙周里 坐在最前方的几位大和尚 念了一声佛号 身上冒出来金色火焰 竟是牺牲自己肉身化作了佛光 落入到了下方的袈裟之中 不过这些高僧 也不是真的死了 牺牲肉身之后 他们的神魂虚影 浮现在了原地 并在与身后弟子行礼告辞后 化作了一颗颗佛珠 这些佛珠 带回大金光寺庙之后 他们都可以得入佛国秘境 继续修行佛门秘书 重铸肉身 或者直接如香火神那样 成为佛门的金刚罗汉 盘龙尊者也借着这一加持 让袈裟下压速度得以加快 十方左使 也不再吝啬自己底牌 知道此刻乃生死存亡之客的他 也把保命底牌 来自教主赐予的一张 俘虏扔了出来 这俘虏寄存了十方教 最后一任圣子的十方俱灭大神通 俘虏在空中裂开了之后 淡蓝色的虚影大手浮现在了高空 而后如山月一样俯冲落下 却是穿过了化作火烧云的袈裟后 砸在了乌黑大手上 令这乌黑大手 整张手掌 竟是齐刷刷溃崩塌 而后是手腕 之后是整个手臂 呼吸间远远看去 苏平便看到那一片火烧云 刷一下压碎了乌黑大手后 直接没入到了那深坑之中 再度令大地剧烈摇晃 并如同大地震一样 产生了一阵又一阵波动 快走 感觉到四周空间静骨消失 早就筋疲力尽 由静灯杆感觉的剑脑 最先转身离开 声音传出之时 他已经化作一道顿光消失不见 其余宗门也是纷纷逃离 生怕慢了一拍 就又走脱不得 苏平望着这幕发声 看了看快要到时间的记忆幻想 他也就不跑了 只是让幻想待在地下 用神识继续观察 果然 哪怕动用了那么多强大的灵宝和秘书 还是无法打杀那位七星中的太上长老 没多久 深坑里就再度冲出了乌黑巨手 随着这乌黑巨手 似乎察觉到了 敌人都已经离开了 乌黑巨手在半空融化为了一个 好似淤泥怪的大脑袋 而后这如山的大脑袋 朝着某个方向 发出一声嬉笑 咔嚓 只见淤泥怪前方 浮现出了一座九层宝塔 伴随着九层宝塔 闪烁了几下蓝光 宝塔里传出了剑佬声音 你怎么可能还可以 催动得了一星宝塔 结结结 淤泥怪张嘴发出嘲弄声音 剑佬 只是强大一点蝼蚁的你 又怎么知道主人的伟大之处 在主人的恩赐下 我已明误了真正的力量使用办法 我以前那些灵宝 自然也可以用这力量进行催动 只可惜时日还短 还有一些麻烦没能解决 不然 这一次 你等蝼蚁 没有一个可以离开 天剑诸邪 九层宝塔里 剑佬并未放弃 而是驱动神兵开始反抗 一型宝塔 乃弃星宗太上长老 掌握着的宗门至宝 有一型幻影的能力 可以隔空锁定目标后 将对方禁锢在塔里 很显然 剑佬在之前出剑时候 就已经被这位 弃星宗太上长老给锁定好了 成为了谁都可以跑 就是他跑不了的那位信女 只是剑佬中就是天剑宗的太上长老 哪怕遭遇险境 也没有心慌意乱 而是在抵抗宝塔里涌来的 如同实体的邪气同时 竟是找到了宝塔的破绽 伴随着一道剑光 刺破了宝塔墙壁 打出了一个缺口 剑佬身形眨眼间 出现在了宝塔之外 而后独自一人 面对着宛如一座高山的淤泥怪物 剑佬靠着青铜天剑 施展出了毕生所学 剑气纵横千里 划破了大地 撕裂了天空 也多次把高山一样大小的淤泥怪物 切成了七八块 只是剑气再锋利 还是杀不死对方 这一次 更是连空间禁锢也无法破开 使得剑佬哪怕击败了对手 也没有机会顿走 又一次拼尽全力 压榨自身原因极限 挥出了一剑 把眼前怪物一分为二 剑佬盘起来的长发早就散开 并且已经化作没有光泽的暗淡白发 他的皮肤也布满了皱纹 并且毫无弹性 短短数分钟的激斗 剑佬赫然化作了 垂垂老矣的将死老人 倒地的淤泥缓慢如动 把刺入体内的剑气 缓缓排斥出去 你已经挥不出下一剑了 感觉到了将死之刻了吗 别以为死了就能解脱 你的神魂会成为 我修补宝塔的原料 除非放开心房 与我一起和伟大主人 融为一体吧 你应该看到了 融为一体后的我等 该有多么强大了吧 弃心中的太上长老 蛊惑着剑佬 只是剑佬却是带着怜悯地 看了看对方 你还要欺骗自己 到什么时候 你们现在连一头狗都不如 不过是对面 一具随意揉捏的化身 你就连自己的记忆 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却还幻想着 可以有未来可言 哈哈 老夫一生从来不把希望寄托于他人之上 想要吃我 就看你牙膏好不好 剑佬说到这 忽然整个身子冒出了刺目白光 下一瞬间 这位剑佬化作了千米高的白光组成的剑仙 这剑仙模样 似乎是剑佬之前模样 他剑指一挥 四面八方的天空 无数道猪邪剑影便再度出现 且齐齐对准了深坑淤泥 万剑猪邪 出剑 伴随着剑佬虚影发出的声音 响彻了大半个金字语 万千剑影齐齐落下 几乎把云山范围 化作了白茫茫一片剑气纵横之地 苏平也被这原因绝技看呆了 这样的绝技放在水蓝星 怕不是可以一击灭国了 各大势力拥有的大当量核弹 无论是破坏力还是毁灭范围 都无法与之媲美 唯一有胜算的 或许就是核爆最中心区域 那网如太阳的极度高温了吧 剑气在持续了数十秒后才缓缓消散 随之消散的 还有那位拒绝了蛊惑的白发剑佬 九夜山方式 苏平却是思考了下后 果断举起记忆权杖 把第二个记忆幻想召唤了出来 然后 女武神空一出现 就眨眼间消失在了九夜山 前往的却是剑佬施展出那最后一件时候 为了避免神兵遗落给了邪神 催动了那把青铜天剑 让其在万剑珠邪 破开了空间禁锢的刹那间 化作一道流光顿离了云山范围 苏平靠着记忆幻想 看到了这流光的方向 心中知道这必是剑佬遗物的他 在原因遗物诱惑下 还是没能忍住 决定了派出记忆幻想 前去夺此机缘 天剑宗的仙舟中 忽然响起了一阵痛苦呼唤声 紧随其后的弃心中仙舟 也听到了这些哭声 宗主和长老们纷纷 感慨不已同时 也对天剑宗起了愧疚之心 毕竟 剑佬会陨落 也和他们弃心中求援有关 数个呼吸间后 天剑宗的仙舟 飞出了十多道剑光 却是准备去寻找剑佬留下遗物 只是在那个时间点 剑佬催动神兵天剑顿走 已经用了最后一点法力 加上空间禁锢一直存在 想要给自家宗门留下信息 已然没有那一机会 不知道具体位置 哪知方向 只知道 一定会有的天剑宗弟子 剑光 很快奋出了五六支队伍 前往不同方位 以天剑宗秘书 他们也有自信 耗费一定时间后 一定能找到剑佬遗物 弃心宗的宗主心中 也明白了其中情况 想到了那一把青铜剑 他也心中闪过那么一丝贪欲 只是最终还是摇头 放下了这一贪欲 弃心宗现在连宗门主风都没有了 弟子死伤大半 这时候再去招惹 同阶大派为敌 那就真的太蠢了 其余仙舟上的宗门 也多多少少有类似的想法 便是猜到了 天剑宗去做什么 都没有去横插一脚 但是压根不清楚 发生什么的小门小派 还有苏平 自然是不管这些的 当女武神空 抵达了流光落地的一片 暗灰色山脉处时候 就在附近看到了流光的周边 小门小派 也感觉到流光留下气息的不凡 意识到了仙缘不凡的他们 激动地带着家底就赶了过去 仙缘从天而降 必然是有缘之人自取 我等也都是老相识了 不如定下章程 让年轻一辈去碰碰运浅 山脉上空 几位筑基代表各自家族和门派 聚集在了一起 互相试探 他们都看到了流光砸破了山壁 进入到了其中溶洞之中 于是都纷纷心动 想要找机会 占为己有 一位家族筑基提出建议 立马受到了其他筑基反对 原因也很简单 这位家族筑基的年轻一辈里 有一个斗法天才 明明只是练气后期 却在斗法上极有天赋 筑基之下 没人是他对手 气氛随之僵持了起来 筑基们眼神飘动 都清楚 仙缘之下 时间不等人 他们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短短时间 筑基们就分为了两派 眼看着就要剑拔弩张之时 忽然 一道身影突破了远方弟子们的封锁 直接出现在了山脉上空 这是一个白发红眼的绝美少女 少女目光扫过四周 目光更是压根没有停留在这些筑基修士们身上 就定格于了神兵天剑杂魄的洞口 女武神空看到了目标 正要动手 等等 提议年轻一辈的家族修士赶紧开口 同时心中恼怒 大家都是筑基修士 就算你这少女看起来背景深厚 也不能如此轻视他们等人吧 嗯 无聊 女武神空压根不给那筑基接下来开口时间 右手食指向前一点 碰 开口的家族筑基修士 整个人就好似大炮的炮弹一样飞了出去 没入到了对面的悬崖峭壁之中 直接砸入了山体 这是哪里来的妖女 看到女武神空一言不合 直接动手 其余筑基都有些猛逼 在他们筑基之后 他们就意识到 修行不是打打杀杀这一道理了 大家都洗命 一般情况下 不会和同境界的动手 眼前这红眼白发少女的动作 却让他们回忆起了练气期时候 那些糟糕的记忆 这妖女是要独占先缘 先动手拿下她 她先动手 我们不会理亏 剩下的筑基修士们纷纷企图出手 却不想女武神空动手击飞一人时候 已经把在场所有筑基当作了敌人 不等四周筑基修士们拿出法器符录 伴随着女武神空右手打响了一个响指 啪 筑基修士们无不因为突兀而来的空间爆炸 直接断胳膊断脚 失去了神通与法力庇护后 惨叫着坠落向了四周 女武神空心中一动 左手一抓 把那些落下去的筑基修士们的储物袋 统统拿走 算是打扰她的补偿 四周 那些被带来的练气修士们 一个个看呆了眼 无论如何都没有能够想到 他们眼里一直说一不二的筑基大修士们 竟然如此轻易地 就被一个少女给解决了 好 好厉害 这才是大宗门甚至仙门的天骄吧 同境界无敌 这肯定就是小说里 同境界无敌的天骄修士啊 弟子们羡慕地望着女武神空 面对如此存在 这些人连极度之心都难以升起 而女武神空也在解决了四周杂鱼后 身形一动进入到了溶洞里 旋即看到了插在地上的青铜短剑 这把神兵天剑 如今只有一米长 剑身暗淡无光 甚至出现了绿色秀剑 女武神空伸出手握住了剑柄 立即感觉到了 这把神兵对自己的抗拒 劈啪 女武神空白发刷一下散开 飘浮在了头顶 空间天赋全开 青铜短剑也随之矩阵了起来 在他作为神兵的朦胧意识里 忽然惊讶发现 眼前这抢夺自己的人 虽然不是修炼了天剑爵的修士 却好像比自己的每一任主人 都还要天赋卓爵 剑老留下的一抹印记 想要影响 抗拒飞天剑宗弟子夺取神兵 却是在持续了数秒后 反而被神兵本身意志给压下了 确认了女武神空的天赋后 天剑神兵忽然觉得 换一个主人或许也挺好的 天赋异能全开的女武神空 得到了这把天剑神兵的认可 随即一下子把 这把青铜短剑拔了出来 可惜青铜短剑 因为之前拼斗 早就一点灵力都没有了 并不能造出什么异象 来为新主人助助性 女武神空也不在乎这性质 得到青铜短剑完成任务的下一瞬间 他便使用了传送符咒 直接消失在了这座地底溶洞之中 直接出现在了苏平面前 并进入到了湖中洞天之中 苏平也紧随其后 进入湖中洞天 开始研究这把天剑宗的神兵 天剑神兵第一时间就发现 主人换了一个 正要反抗呢 翁明生确实才想了一下 就哑然而止 因为这把天剑神兵 有些迷糊地发现 眼前这位新主人的天赋 好像也挺好的 苏平得到了天剑神兵的认可 而后沉下心来 与这把神兵缓缓沟通了起来 随着沟通加深 苏平得知了 这把神兵的剑灵诞生的时候 处在他也无法分辨身在何处的 朦胧混沌环境之中 而带到他重见天日的时候 已然是从天而降 插在了一座高峰的山巅上 天剑宗的开派祖师 最先发现了他 并通过分析其剑身上的线文 创建出了天剑爵的早期版本 再跟着 这位祖师 因为这把神兵遭受了追杀 不得不逃去了南荒后 痛定思痛开创了如今的天剑宗 并把这天剑神兵作为宗门传承圣物 传给了下一代宗主 也因此 剑灵也随之记录了一代又一代宗主 或者太上长老的一些剑姐 自然 这些剑姐全便宜给了苏平 苏平对里面的剑爵 兴趣不是很大 毕竟他已经有不逊色于任何绝技的 北斗贪狼神功了 不过这里面的剑阵却让苏平心动了 天剑神兵里记载了十多道剑阵 其中便有曾经在云山一役里的诸邪万剑阵 苏平用神识强行记下了这些剑阵的知识 他感觉这里面最差的剑阵 也是三阶阵法以上的存在 诸邪万剑阵 更是至少有四阶上品阵法的程度 甚至理论上 真能达到万剑层次 或许能触摸到五阶阵法的层次 五阶在修仙界意味着化神境界 而这已然是如今的修仙界修士 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了 目前公认的化神修士 也只有赤渊仙人和大金光四神僧两人 是实打实的化神 至于其他县门的化神之力 只能算是靠着各种抵御秘法 创造出来的临时化神手段 算不得真的化神修士 苏平在湖中洞天研究神兵时候 女武神空消失的溶洞外 天剑宗的弟子们出现在了天空 为首的金丹女剑修问完了话后 立即化作一道金光进入溶洞 却是只看到一个剑坑 她立即意识到 这是天剑神兵被带走了 第一反应是不可能 她立即取出了一枚剑符捏破 刹那间 数十道淡蓝色剑光虚影飞了出来 向着四周旋转飞舞 这些剑影都是天剑神兵的投影 与本体有着天然联系 也是天剑宗寻找神兵的手段之一 可是现在 这些剑影旋转来旋转去 却都找不到本体所在方位 让金丹女剑修呆了呆 想到了一个恐怖的可能 宗门阵派神兵 是被底蕴不亚于天剑宗 不对 是远超了天剑宗的不知名 仙门强者给夺走了 并且将之重重封封印 到了某处洞天秘境之中 不然便是带去了秘境 剑府也是可以寻到一点蛛丝马迹的 怎么会如现在这样 什么都没有发现 悲愤之下 这位金丹剑修 换出了一道金色剑光 眨眼间 把还在周边没有离开的筑机 和那些练器修士们 屠戮殆尽 他还觉得不够 还打算屠戮这些筑机的家族 或者宗门 总算被身边反映过来的几个面手 一起劝阻 这儿可不是无法无天 将下面门派 当猪圈羊圈的南荒 上面也还有仙门与大金光寺在看着呢 闹大了 终究不太好看 于是 随着一场大火 隐藏了一切暴行痕迹 这些天剑宗修士 急匆匆地离开 失去了筑机的家族和小门派 却也没有时间去寻找凶手了 在天剑宗离开没多久 这片靠近云山的地狱 就不断发生着地震 并且地震的频率和强度还越来越大 以至于许多驻地的护山 大阵都开始出了问题 一座有着一阶上品灵脉的方式里 方主刚刚发现自己 派去寻宝的大儿子浑灯消失 正悲愤之间 他忽然发现脚下发生了一变 整条灵脉仿佛凭空消失了 而后世冲天起的邪气 替代了灵气 充斥在了这座方式四周 轰轰轰 大地震随之袭来 伴随着方式大震哀鸣破碎 山脚下突然间凹下去了 一处深不见底的深坑 那位方主驾驭飞溅到了高空 只是看了眼深坑 便头皮发麻 只是回头喊了一声快跑后 就细软都顾不得收拾地 逃顿向了远方 深坑里 邪气如有实质地冲上了深坑 远远看去 仿佛有生命地 不断爬动出来的黑色淤泥 这些黑色淤泥 很快就覆盖了整座方式所在山峰 不过几分钟时间 这方式除了那位房主得以逃跑 其余人等 全都被淤泥融为一体 这样的状况 不断在云山周边不同方位的方式 或者家族驻地发生着 他们的共同特点 便是灵脉与那云山下的地脉 连为一体 随着那位弃心宗太上长老 在剑老最后一剑下恢复过来 这位邪神化身本能地 开始顺着地底不断蔓延过去 并吞噬了沿途的一切生灵 吃得越多 他就感觉到自己越发强大 飞速增长 并且仿佛没有瓶颈的充实感 令这位太上长老 不断以此肯定了 自己的选择并没有错 同时 哪怕没有地脉连接 云山四周也逐渐被乌黑淤泥侵蚀 虽然速度慢了许多 每隔一天 依旧能看到大片土地 被乌黑淤泥覆盖 化作了邪气森森的境地 苏平从湖中动天回来 第一时间察觉到这一情况之后 苏平叹了口气 立即下令让整个九叶山方式 做好迁移准备 而后 苏平自己凌空飞行在了高空 迎接上了从远方逃难一样跑来的几位助击 这些都是靠近云山范围的方式主人或者小门派掌门 同时也多为气心中的客亲 在诸邪万剑阵启动的时候 大家也是一起出过力的 只是气心中跑路的时候 显然没有把他们也带上 他们一开始还庆幸自己逃得疑难 结果还来不及打坐恢复法力 就发现那可怕的邪气要赶来了 只能赶紧逃跑 好在他们的驻地不在地脉上 倒是得以带着心腹家族一起跑路 苏平与他们简单交流之后 谢绝了一起细软跑的邀请 他秘密太多 到时候还是一个人跑路 更方便一些 至于九夜山方式那些人 苏平能做的 也只能是派出记忆幻想照看一二了 这些人看白鹤真人不肯同行 也不强留 纷纷告辞离开 入夜之后 云山淤泥还在蔓延 境地不断扩大 看不到自发停止的趋势 九夜山方式这边 附近的凡人们的队伍 也终于打着火把聚集了过来 这些被抛弃的凡人为主 只有散修和舞者维持秩序的队伍们 都听闻过九夜山方主 善良仁慈的名声 在遇事不绝之下 选择了主动投奔 紧赶慢赶 瞧见九夜山方式 还有烟火器的这些凡人队伍 纷纷松了口气 他们生怕九夜山的那位大人物 也抛弃了他们 任凭九夜山自生自灭 而看现在九夜山还有秩序 一看就知道 那位大人物还在九夜山 九夜山方式的管事们 也接到了苏平的命令 带着人马接收这些逃难来的凡人队伍 为他们准备了车马帐篷 食物热水 而后就是进行编队 进入到了九夜山的迁移队伍之中去 这一过程 为了效率 不得不使用了许多体面的手段 把那些不给管事体面的人 全部给了体面 一些想要浑水摸鱼的 发现九夜山不好惹之后 也默契地变成了忠厚老好人 苏平本以为九夜山离得够远 还能多一点时间给他们准备 却发现 随着那些乌黑淤泥蔓延 可不只是地面上受到了污染 依靠那片地狱的秘境 也受到了影响 维持不住显露了出来 并且不只是出入口出现 一些维持不住秘境空间的 直接浮现出在了空中 然后如同凭空多了几十座山峰一样 砸落了下来 那些原本被禁锢在秘境里的邪碎们 也随之被释放了出来 天没完全亮的时候 苏平就察觉到了几头具备主动性的邪碎 循着人气跑了过来 而后被自己唤出的驱魔法式云空提前狙击 把他们冻结成为了冰雕 然后打成残骸之后 用储物袋收了起来 走吧 九夜山不能呆了 其他地狱也不太行 赤原主风那感觉还藏着一个大雷 那就 只能是先去海外诸岛了 苏平打开了地图看了看 目光放在了靠近南荒的海边诸岛 那儿同样是灵气西渤之地 并且远离了金字域云山区域 和那片有北斗七星宗秘境的海面 沿途也多人寄罕至 资源贫乏 没有大宗门和大行方式 也就不太担心路途上遇到大宗门修士 横插一脚打自己的主意 至于小门小拍的吗 苏平觉得自己还是有能力让他们通勤达理的 苏平下令开始撤离之后 直接换出了紫皮葫芦坐了上去 而后心念一动 灵鼠小白小灰带着数百精英大鼠担任赤后分布四方 之后 队伍便在一声声呵斥命令下行动了起来 苏平车马足够多 还有散修们领了分发的补充法力的丹药 帮忙解决突发情况 队伍虽然庞大 行进速度却并不算慢 沿途甚至还吸收了碰到的其他几只迁移队伍 这些队伍来自有远见的练器家族 没有助击带队的他们 见到了这庞大的车队后 领头的二话不说 就是双腿跪地请求收留 对修士 苏平也不嫌多 只要神石扫过不是邪修 便来者不拒 中途 地面又掀起了一阵阵的剧烈波动 让得行进队伍脚步不自觉地又加快了少许 苏平一直闭目冥想 只有赤后发现不对劲时候才会睁眼起身 三天后 随着队伍扎营默默烧水啃食干粮 苏平忽然察觉到了远方云山方向的天空 突然间亮了起来 某种战力感随之从苏平乃至四周每一个修士的身上冒出 这事 终于有大能抽出空来要处理云山之势了 苏平心有所感 喃喃自语间 哄 天边忽然间出现了雷鸣声 而后 雷鸣越发地频繁和剧烈了起来 哦 哪怕已经隔了云山数千里远 苏平这边赫然也听到了那天边的凤鸣声 也是这声音传来后 曾经是仙门外门弟子的修士们脸色战红 发出了惊呼 是赤渊之声 是赤渊仙人出手了 仙人出手 邪魔外道 此战必定神魂俱灭 这些看着赤渊仙人传说画本长大的外门修士们 纷纷在心中涌起了名为希望的情绪 事实上 不仅仅是他们 就是那些被抛弃来抛弃去 经历了那么多场大难的凡人们 从老人到小孩 在得知可能是赤渊仙人出世后 也都有了一种赤渊仙人出手 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念头冒了出来 苏平放开神识 感应着远方飘散来的能量波动 心中却知道 没那么简单 想了想 苏平提升了高度后 换出了记忆幻象驱魔法师云空 而后让其使用传送符文 直接出现在了九叶山附近的传送秒点 在那儿 有一只无辜的蚊鸟 待在鸟笼里 他因为感觉到了危险 拼命想要逃离 却被加固的鸟笼死死拦住 驱魔法师云空传送到此地后 也不停留 直接就仗着不怕死奔去了现场边缘 路上 苏平很快就注意到 乌黑淤泥 已经蔓延到了 离九叶山不到百里的地方 这扩散速度 也难怪仙门们忍不住动手了 毕竟同样是禁地 木自豫 也就邪神降临那片地区 不断冒出邪气 在仙门看来 属于暂时可控的污染区 可云山这边地区 却相当于是在疯狂扩散 每一天都在变大的肿瘤 面对这样的 每天都在做大的肿瘤 如果有什么先后缓急 这必然是优先级最高的事项之一 苏平能看到 原本一半血红 一半乌黑的天空 血红那边已经化作了白光 光芒下 乌黑淤泥明显在干裂崩溃 一些逃出来的斜碎 更是化作了斜碎残骸 洒落在了各地 而后这些残骸 被一道道金光照住 吸入到了白光之中 驱魔法师云空 看向了高空白光 隐隐约约能看到 那白光之上 坐着一僧一道 僧人道人 都是虚影化身 并非本体 看起来极为模糊 连五官都难以分辨 僧人手中有着紫金钵鱼 白光还有收取残骸的金光 都来自这件灵宝 道人双手平放 捧着一柄长剑 长剑雪白一片 唯有剑柄 是暗红色宝玉雕刻而成 好 云山深坑里 那位太上长老 再度化作了乌黑巨手 想要抓向白光上的虚影 只是这一次 乌黑巨手 甚至没能升到一半高度 就随着一声奉鸣 一道剑光批出之后 整具乌黑巨手 刹那间崩溃 为了数不清的碎末 而后哗啦啦跌落回去深坑 深坑里 夹杂着不同人的怒吼声 哀嚎声不绝于耳 白光却是趁机再度扩张 竟是把乌黑天空推了回去 如果目光看得更远 那就能看到 白光所在空域 已然推到了大海之上 那秘境所在岛屿上空 等等 也是这一刻 刚刚化作淤泥怪物 从深坑里冒出了 脑袋的气心宗太上长老 突然发出了惊恐的表情 并发出了祈求声音 我可以应付 他们并非青睐 只是两句化身 不 不可以 这何说的 话音没能说完 淤泥怪物 已然气息大变 同时模样 也在扭曲了一阵后 变成了苏平 曾经在秘境地底灵墓里 见到的那位邪神尼谷模样 显然 察觉到修仙界 大能动手的邪神尼谷 选择了直接用那太上长老的身躯 亲自上阵 至于什么独立个体承诺 邪神尼谷自然是不会食言的 如果有机会 他不介意在以后复制一份相关记忆 给自己的其中一句化身 邪神尼谷仰起头 飞出了深坑 看到白光里的虚影 咧嘴一笑 赤渊仙人 这个世界里最强大的智慧个体 终于可以和你交手了 虽然有些遗憾 只是一句化身 不过 我也只是一句化身而已 化身对化身 我等此战 还是很公平的 沙 白光之上的道人 忽然起了身 右手握住了长剑 向着下方猛地挥出了一剑 比之前劈碎乌黑巨手 还要刺目的剑光 突然间出现在了空中 并在下一瞬间 剑光棚涨到了遮天蔽日的程度 让邪神尼谷表情错愕 脑海里只有那么一个念头 不是说 这个世界最强个体 只有五阶吗 你管领悟了这等绝技的怪物 叫五阶 剑落而万物碎 伴随着凤鸣声 响彻万里天空 云山的深坑 充斥了最纯粹的剑气 并在剑气下 大地不断撕裂下沉 并最终 达到了地脉所在 云山下方地脉 已然巨像 化为了一具 直径超过千米的乌黑球体 这球体面对剑气 只是出现裂口 旋即就恢复过来 显然 哪怕是赤渊仙人的剑气 也无法磨灭掉这一方地脉 地脉形成的乌黑球体 在剑气下突兀地跳动了起来 仿佛蕴含了 某种生命体的胚胎 方圆百里 原本因为白光消失的邪气 又重新从各处地缝里 悄悄地冒了出来 见到这幕 持剑挥出那一剑的道人虚影 发出了一声悠长的轻叹 苏平只听到这声音 脑海里就不由地浮现出了一抹 带着悲伤与不甘之意的女修身影 而后 情况再次凸起变化 却是白光之上的道人虚影 把长剑直接从高空之上抛了下来 长剑飞出白光高度之后 立即化作一道残影 插在了数万米深坑处的 那乌黑球体之中 长剑的剑身 完全没入了乌黑球体 只剩下红色剑柄在外面 这剑柄爆发出了 照亮深坑的刺目红光 随着凤鸣声音出现 一头赤红赤渊虚影浮现了出来 而后化作了一道赤红封印 包裹在了乌黑球体四周 让这球体表面 好似纹身一样 出现了赤渊图案 随着这图案 印在了乌黑球体上 四周原本还源源不断冒出来的邪气 一下子后继无力起来 从而很快被白光消融 厉害 被封印的乌黑球体里 浮现出了邪神尼谷的脸庞 对方仰着头望着天空 赞叹不已 明明只是五阶的修为 却做到了这种程度 地阶生物里 竟然也能有这样的天才 我必须承认 你们这个世界的生灵 让我刮目相看了 可惜 你生不逢时 诞生在这个 注定会被母神消化殆尽的世界 你们脚下的每一个地脉 都已经被污染了 你们 已经没有更进一步的可能了 可惜 实在是可惜啊 付出那么多那么大代价的你们 最好的结果 也只是延缓了在我等眼里 不值一提的用餐时间罢了 你们想要拼命守护的这个世界 注定了会步入毁灭 杰杰杰 你们就继续垂死挣扎吧 你们在世界毁灭前 挣扎到绝望的过程 可是我等最喜欢的调味料啊 哼 乌黑球体的表面 赤渊纹身红光 越发刺目 并伴随着嗡名声 让邪神尼谷说出的蛊惑音 一下子消失无踪 不过随着这红光增强 白光之上 也随之没有了那位道人虚意 僧人收起了灵宝 看向道人消失的方向 阿弥陀佛了一声后 这位高僧忽然一掌拍下 深坑里突然间出现了一道金光照 照住了被封印的地脉 以防止有修饰意外破坏了封印 做完这一布置之后 这位高僧也瞬间消失在了高空之上 这两尊化神虚影消失不久 天空中白光消失之后 这片天空竟然露出了正常的碧蓝色 清风徐来 空气似乎也变得清新了许多 除了云山方圆百里 都已消失化为了万米深坑 且坑洞里明显成为了 禁地之中的禁地外 四周一切仿佛恢复了 一变之前的正常环境 不过苏平知道 正常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白光确实消除了 当时在场的邪气和邪碎 封印了这处被污染的地脉之后 也不再让邪气大规模地冒出来 污染这片天地 可是已经破坏的各处环境 买至灵脉 都已经无法恢复过来了 这片天地的许多秘境 也已经处在摇摇欲坠状态之中 什么时候有妖魔鬼怪 从里面跑出来了 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不过 终究这片地域最大的麻烦被解决了 也就重新有了 入住恢复生产的价值 并且 这处封印不比其他 肯定是要防止邪修们前来破开封印的 汽星宗的仙舟 在不久之后便重新飞了过来 最大的几艘仙舟 互相连接在了一起之后 竟然变形为了一座高七八百米 占地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的空中仙宫 这仙宫成为了汽星宗的宗门主封所在 而后整个宗门以此为据点 成为了镇守此地封印的宗门 除了汽星宗外 大大小小其他宗门 也都派出了一些弟子和族人 前去那些灵脉还算完好的地方 种田开矿 没办法 对于大部分修士来说 只要还没死 生活中就要过下去 那就必须得把林田开垦起来 把林矿开采起来 便是苏平的九叶山 也在一段时间之后 遇到了来查看的宗门修士 好在苏平靠着记忆幻想 提前发现了这一变化 本着好歹也有林田可以耕种 有方式可以开 可以获取情报的想法 苏平带着提前说清楚了情况 还是愿意在九叶山种田的修士们 使用了藤云架物 俘虏带着他们回去了九叶山 然后把大阵的核心节点修补好 安装好中品临时之后 大阵一开 见到阵法处在激活状态的宗门修士 立即放弃了巧取豪夺想法 再加上知道 这位白鹤真人 占据的只是一处一阶下品林脉之地 他们说话声也都温和好听了许多 苏平让东方管事 成为了九叶山的大管事 手握阵符 管理那些散修为主的种田雇农 而后 自己则是再度赶回去了 九叶山迁移的队伍之中 修士机动力强 也确实有不少修士 愿意为了继续修行的机会去冒险 所以他们肯回去九叶山 这些已经迁出来的数量 已经有小几十万的凡人 却是更希望能前往一处安全一些的地方过活了 苏平也打算继续迁移计划 把他们带去海外群岛 迁移路上 苏平不时接受到了在弃心宗认识的同道中人的传信 甚至还有一些中小宗门组成的修行联盟 故意散发存有时事消息的预见 墓地自然是希望能让阅读的助击修士产生危机感 从而倾向于和他们一起抱团取暖 也是从这些信息里 苏平得知目前的修行界里 几乎大大小小的宗门都得知了赤渊仙人出手 封印了那位弃心宗太上长老入魔之后 化作的邪神化身一事 对于赤渊仙人那么多年后 再度展现仙威之事 大宗门以上都是在拼命宣传 企图以此安抚人心 并威慑住那些妖兽 魔道以及邪修们的 至于那些夹杂了魔道和邪修们的中小宗门 自然是做出了反击 关于出手的并非赤渊仙人本人 只是赤渊仙门吸取了赤渊仙人杀招的秘宝 显化而出的赤渊仙人化身在动手 等到秘宝耗尽储存的赤渊仙力 赤渊仙人化身也就再也不能出事了 而真正的那位赤渊仙人 现在还在主封里生死不明呢 不然 为什么赤渊仙门主峰依旧山门紧闭 且金丹之上仙门弟子 全都聚集在了山上 不得下山 苏平心中也偏向于认可这一猜测 如果赤渊仙人真的出关了 不用多 直接遇见在这片大路上飞一圈 各地立马就可以重现到掌魔肖之驱使了 十万大山的妖兽们 估计也会重新缩回去 选择继续观望吧 苏平叹了口气 忽然发现海边到了 他飞了过去 看向了提前抵达的管事们 准备好的楼船 大部队停留在了海岸边 安营扎寨 由楼船做主要运输工具 负责将这些凡人们 运往远方的数十座大小不一岛屿 这些岛屿有一半 都已经有了见机不妙 提前跑路的家族修士和骑族人 只不过这些人多的只有数千 少的只有几百 在看到楼船破开海面来之后 纷纷在武力抗拒和妥协谈判两条选择上 选了后一项 而后没有多久 这些家族就颇为庆幸 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苏平赶来之后 神石一扫 便帮他们找到了藏在里面的邪修 这些邪修潜伏在这片灵力不足之地 等待时机 等到什么时候 这片海面的微量邪气开始多起来了 或者他们找到机会了 就会进行祭祀 把这片地狱化作邪狱 苏平找到他们之后 直接动手镇压 其中甚至有一位邪修 坐到了家族的组长位置 更是合纵连横 当上了附近几个岛屿家族联合起来的盟主 这位盟主 有炼气圆满修为 还有一件上瓶法器护体 加上邪修手段 遇到一般助击 至少也有纠缠一二的机会 可惜遇到了 已经助击中期的苏平 在暴露的下一秒 天空还想着真神助我的声音 那邪修盟主本人 已经被苏平一拳隔空打爆了整个身子 直接结束了这场 全打幼儿园都不如的战斗 我助击中期 还用了北斗神功 似乎在这片炼气后期 都极稀少的海外群岛 有点降维打击了 苏平一拳 镇压了邪修盟主后 立即发现 接下来没他什么事情了 对此微微一正 深入思考之后 也就不觉得意外了 毕竟海外群岛是什么地方 炼气中期 在这里 都会因为灵气环境 不得寸进的穷乡辟演 也就是现在大环境太危险了 不然这些地方散修都极少会出没 那些修行家族派来的 也多是分家和知脉 族人也以凡人为主 便是有那么几个筑鸡带队 筑鸡本人也是不会长久 停留在附近的 久而久之 海外群岛大部分时候 最强战力都在炼气阶段 那被一拳打死的 炼气大圆满 在这里 就已经是极为罕见的最高战力了 苏平选了一处面积最大的岛屿 这岛屿差不多有700多平方公里 通过储物带和储物灵气运输泥土 岛屿大部分地方 也可以种田种树 水源也靠着苏平布置的 蒸馏海水阵法 可以自给自足 修建了简单的办公地点 在岛屿上布好了阵法 将其命名为了云来岛 苏平宣布了 自己今日起 便是云来岛主的新名号之后 感觉总算得空的苏平 再度回到了湖中洞天 然后 见识了赤渊仙人大战 携身化身的苏平 迫切地想要提升自保能力 同时也觉得自己这段时间 积累了不少新建设 确实需要整理与举翼反三 苏平做好了丹药等准备之后 取出了上次钓到的灵光朦胧鱼 这是他钓到的 第二条灵光朦胧鱼了 已经知道具体效果的苏平 相信自己这一次 可以把鱼的效果用得更好 苏平选择了使用 顿时手中的胖头鱼 身子猛地跳跃了下 玄机在苏平前方 化作了一个直径 超过五米的七彩泡泡 朦胧幻境已经开启 剩余时间 24小时 不敢浪费时间 苏平左手一握 把那正躺在房间里吸收灵气的天剑神兵也给取到了手中后 立即步入进去这七彩泡泡之中 出现在了还算熟悉的空白房间里 感觉到绝世天骄的自己又回来了之后 苏平为聪明的自己喜极而起 他盘膝而坐 含着了一枚丹药后 苏平开始整理分析脑海里那些强行记下的不明确立的阵法知识 这其中 重中之重的便是天剑神兵的剑灵里继承的那些剑阵 这些剑阵乃天剑宗的金丹 原因高人们几百上千年的经验结晶 苏平将他们学习吸收之后 在脑海里整合推演改进 十剑 百剑 千剑 万剑 对应了一阶 二阶 三阶 四阶阵法难度 诸邪剑阵的奥妙让苏平大开眼界之余 其难度也是同样惊人的 哪怕有前人的注视 苏平还是用了一半的朦胧灵光时间 这才做到了融会贯通 而后在万剑之上 结合天剑神兵的仙闻启示 以及曾经见到的赤渊仙人 那撕裂天空与大地的一剑 悟出了四阶之上的五阶阵法 万剑归一之 一剑破万法 五阶阵法 要是被外界之人知道一个注击 可以悟出来五阶阵法 一定会以为我其实是邪神化身吧 不过 这也是我的机缘如此 毕竟修仙界里 真有阵法一道绝世添交 也不可能有我这样的机遇 能在注击阶段 就接触到那么多的阵法秘密 苏平没有继续深究五阶阵法奥妙 底蕴和基础都差距太大 接下来每一丝进步 都会耗费大量的精气神与时间 且大概率还得不到什么有用的 苏平也不敢继续贪心下去 在摸到了五阶剑阵的边之后 他把时间用在了其他阵法知识上 把整体的阵法境界 从二阶提升到了三阶 有了对三阶阵法举一反三 推延改进的能力 并有了以助击之力 布置成功四阶阵法 然后靠上品零食来启动的可能性 至于朱鞋剑阵的五阶阵法 则是因为这一套剑阵的特殊性 布阵涉及中小节点越多 范围越大 也就越容易让最后阶段的万剑 皈毅成形 从而发挥出五阶剑阵的神威 苏平趁着还是绝世添交状态 在最后一点时间估算了下 发现 如果是助击修饰主持的朱鞋百剑阵 自己需要一万个这样的助击剑阵 才有机会成功万剑皈一 而换成练器主持的练器剑阵 那会因为练器剑阵的差别 而波动极大 或许得百万为单位的剑阵 才有机会让万剑皈一出现了 百万剑阵 那岂不是得找上百万的练器修饰 不止 如果算上辅助的修饰 这个数量还要翻三到五倍才行 当然 助击修饰主持剑阵 只需要练器修饰辅助 练器修饰主持的剑阵散修 也可以辅助 这所需的修饰数量 还是足以让人头皮发麻了 也难怪天剑宗这一代的那位剑楼 没有继续推演下去 之前那一次 费那么大力 也就找到了一千多点助击主持剑阵 现在的修仙界 已经没有施展这种诸鞋剑阵的条件了 并且 对修仙界来说 性价比明显也不划算 毕竟最后 也只是相当于化神剑修饰机之位 而同样的化神手段 其他仙门多多少少 也是有底牌 可以实现类似的效果的 不过 却也算是我的底牌了 毕竟五截的万剑 皈夷不容易实现 不还有万剑 千剑吗 那也是足以改变地貌的伪力啊 外界一日 朦胧幻境一月 七彩泡泡 突然间破裂消失 素平重新出现在了湖中洞天 感觉到了四周涌来的灵气 同时或许是因为领悟了的剑阵 某种意义上也是 和这把天剑神兵息息相关 素平能感觉到 这把神兵与自己亲和了许多 同时 看向剑身时候 脑海里也能浮现出 相关剑诀纤文 只是 离开了朦胧灵光幻境之后 素平的脑子 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对这些先文的理解能力大减 以他如今悟性 是做不到如天剑宗的开山祖师那样 悟道出天剑诀了 从绝世天骄状态 跌落回正常状态 哪怕已经体会过一遍了 现在还是有很强的失落感喜来啊 好在我现在 也算是货真价实的三阶阵法师了吧 就算跑去仙城那边 也能称一生阵法大师了吧 不过 便是有了阵法能力 没有足够灵石 阵法也会是无缘之水 想要充分发挥出我阵法大师的能力 灵石必不可少 之前一段时间 靠着好心修饰的馈赠 我有了不少灵石积累 甚至不乏中上品灵石 但是 想要布置高阶阵法 这些积累远远不够 素平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优缺点 在心中把赚取灵石的优先级提升到了首位 好在现在管辖凡人都集中在了相对安全的海外诸岛 在这些地方 他布置的阵法足够庇护这些凡人了 他没有了后顾之忧 完全可以主动出击去赚取灵石 素平一直很清楚 平平无奇的自己能够达到如今游刃有余的地步 完全是因为得到了钓鱼系统垂青 不断钓鱼 提升钓鱼等级才是自己最大正途 只是 没有钓鱼罗盘指引的情况下 寻找新的钓鱼点和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 差不了多少 素平一直没放弃过 不依靠钓鱼罗盘寻找新的钓鱼点 然而 从得到钓鱼系统垂青 然后得到相当于新手福利的两处一阶钓鱼点以来 除了位置确实特殊的玄规岛之外 素平并没能复刻成功路径 从而找到第二处钓鱼点 哪怕是逃难途中 素平也没少对着那些野外溪流 水潭扔出鱼沟 他不是不想一只钓鱼来刷经验 而实在是找不到更多钓鱼点啊 每周 每月刷新的钓鱼次数 素平也肯定是不会浪费 但是这些锤鱼 已经算是素平实力抵运的固定收入了 除此之外 还想要继续在一定时间里扩大收入 自然就成为了素平接下来的主要目标 这目标在之前 除了修炼和寻找天才地宝外 素平也找不到更好办法 但是随着这第二次灵光朦胧鱼的使用 让他学会了诸邪万剑阵 在配合之前的天罡地煞护道神兵 让素平看到了利用好这些可以提前布置好的大威力阵法 然后越阶打高难度BOSS 从而提前获得大量钓鱼系统资源的可能性 之前的素平也就挑战一下普通难度的深渊挑战 还得选地脉浓度稍低的那种 毕竟普通难度的深渊已经出现驻击境界的怪物了 按照钓鱼系统一贯以来的尿性 第二难度困难对应的应该就是三阶也极是相当于精丹境界的怪物了 第三难度极难对应的估计便是四阶原因境界怪物了 第四第五难度 目前的素平已经想都不愿意去想了 可是现在有了这些阵法加持 稳妥一点不去挑战第三难度 以四阶阵法围杀第二难度的精丹境界怪物应该是稳妥的吧 一旦成功越阶击杀 爆出来的钓鱼硬币和经验书 怎么也该比普通难度的提升一个数量级吧 又因为丰饶灵水的存在 钓鱼硬币几乎可以等同于修仙界有价无市的千年买至万年灵药了 而这样的灵药别说炼丹了 就是生吃也能让自己修行速度直接鸟枪换炮 再配合湖中洞天的修行环境和进化灵药帮助排斥难以吸收的杂质 那自己还得直接起飞了 只是想要在水蓝星的环境搞出阵法 还是大范围的大型法阵 那欠缺的归根到底便是普通灵食了 以及可以作为核心的中品以及上品灵食 苏平回去了一趟水蓝星 先把水蓝星里的钓鱼点钓鱼次数刷完 而后带走了这段时间进化好的封印法器 这才重新回到修仙界 并边飞去九叶山边盘算着 如何短时间搞到手大量零食 九叶山 托护山大镇还算完好的福 这儿的方式反倒是在四周区域里最快恢复生气 那些冒险返回来的中下层修士们 比起前往其他地方 显然更乐于在九叶山这有基础秩序的地方 休息和交易 东方管事盘袭在半公楼的二楼阳台上 喝着下面人供奉的灵香茶 望着下方的方式 只觉得自己堵这一步算是走对了 如今的自己已然是九叶山的大管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哪怕修行天赋不够 也能积累足够资源 为以后必定能有的孙子 被之中有灵根者助一臂之力了吧 东方管事他们这些最底层的修士 显然还以为困难只是一时的 邪其朝过去之后 一切又都能恢复正常 而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这些抓住了机缘的修士 就能如曾经的那些大家族开创者一样 在修仙界留下一个大大的家族 也让自己的名字成为每一个族人 每年必定要祭拜念诵之名 嗯?有人闹事? 东方管事正喝着茶想着美食 忽然靠着振服感应到了一阵法力波动 他二话不说 已经能熟练使用振服的他 马上换出了一团云雾 冲向了事发地 那是几个抱团的家族修士 想要从一个散修手中巧取豪夺 结果 散修士知道九夜山规矩的 坚决不肯 顿时起了冲突 家族修士这边刚刚拔剑 释放出法力威压 云雾就袭了过来 袭卷了这闹事的几人后 扔进去了监牢 监牢里 几个家族修士一脸猛逼 他们长那么大 还是第一次欺负伞修士后 被外人主持公道 九夜山的规矩牌 你等入山时候不读一读吗 监牢内 一个也是出身修行家族的修士 看着这几人微微摇头 等会问话时候老实认错 罚一笔零食之后 下山去吧 九夜山的规矩 这几个现在才反映过来的家族修士 有些恼怒 其中一位气宇轩昂的更是骂道 我来自镇守仙城 家族里有的是住击老祖 快放了我们 否则有得你们好受的 你这九夜山 不就是一个刚刚住击 没多久的散修吗 哼 见到对方不听好人言 那位修士也摇了摇头 开始秉公办理了起来 没多久 事实清楚 态度恶劣的这几个家族修士 就因为储物代理临时不够 直接包掉了全身值钱之物 几人被迫换上了凡间的灰色长袍后 被踢出了九夜山 对了 他们还拿好了扣押单 只要回去凑齐临时过来 就能换回扣押的法袍与法剑 东方管事没有出面 却也认可了这一处罚 至于那些家族修士的威胁 他们都不放在心中 这些跟了白鹤真人的老人 虽然看不透住击的修为 却也从这一段时间 白鹤真人的多次出手 意识到了 他们跟着的这位住击 恐怕不是一般的住击修士 再联想到 弃心中小木真人等 对白鹤真人的关注 他们纷纷觉得自己等人 这次是抱住一条真大腿了 而那叫让自己 来自什么镇守先程的 就算一句假话都没说 至少也藏了真话没全说 住击老祖宗 估计是有的 但是他这一房能不能请动 就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了 毕竟真得宠的 哪里会隔那么远跑 来着受灾严重的金字玉 莫非真有相信 那些旁门左道传出的谣言 说什么能来这边 感悟赤渊仙人见起 从而有机会得赤渊仙人看中 成为其关门弟子 并且东方管事在接触到了镇服后 也深深震撼于了 这九叶山镇法的神奇 他是去过东方一族主家的 护山大镇的 在他看来 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可比性 苏平来到了九叶山 也正好见到了这幕 他对这些家族修饰的处理结果 并无意见 甚至还希望他们 这些小的被欺负了 真能把老的也带过来 只是从他们气馁消沉的气势来看 不太像是去找大人帮忙的模样 苏平看了看九叶山方式的经营状况 而后联系上了 已经去气心中仙宫帮忙的小木真人 当天夜里 小木真人便飞来了九叶山上 找到了苏平 嗯? 小木真人注意到 这次苏平没有用神识包裹全身 而是大大方方地展露出自身修为 顿时 小木真人移了一声 落地之后就拱手恭喜道 几日不见 道友竟然突破到助击中期了 实在是让在下羡慕不已啊 说着 小木真人感觉了下衣袖里的避邪法器 并无一样 看来这位小兄弟并非用了邪术 心中也不由松了口气 对如今的气心中来说 只要不是邪修魔道 那就都是可以笼络的盟友 在小木真人看来 白鹤真人 应该是之前那场大便里 又得到了某些机缘 从而得以突破助击中期 这对他来说 也是好事 一个助击中期 斗法还厉害的修饰朋友 无疑可以在现如今的环境 更好地活下去 交流会自然可以继续办下去 虽然老的会员走了一些 却也来了不少新助击 我们气心中这次算是灾了 除了镇守地脉封印 也就剩下开拓那处秘境了 其余的灵地灵矿 全都可以分给别人分享 也算是 以此吸引了不少 其他地域的助击过来帮忙 苏平文言点了点 而后拿出了一个储物袋 小木真人笑了笑 接过了储物袋 一开始不以为意 只以为是这白鹤真人沿途捡到的 神石探了进去 小木真人便微微一正 深深地看了看苏平 怎么那么多中尚平法器 你是去打劫了哪几个修行家族的驻地了 听到这话 苏平板脸很严肃地道 我可是正经修士 怎么会去打劫别人的家族驻地 我可以保证 这些法器都是我从没人要的地方 捡到的无主之物 苏平在无主之物这词上 加重了语气 苏平这话也不算错 他在秘境里还有那些邪气禁地里 捡到的储物袋里发现的这些法器 确实是无主之物 他们的原主人不是邪碎 就已经成为邪碎食粮了 怎么也算得上是无主了 可是要以物换物 小木真人不置可否点了点头 继续询问 苏平微微摇头 手中又浮现出一个储物袋 不过没有给小木真人 只是淡淡道 我打算全换成零食 最近越来越多中小型 秘境不稳坠落 暴露在野外 我想跑来的各家修士们 应该是不吝啬 在保命法器上花零食的吧 卖得越快越好 我这边捡到的无主之物 也能越多 小木真人看了看苏平取出的储物袋 心中有种对方 是不是找到了 哪家恋气宗门的遗址了 不过他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赚零食吗 何必管那么多 至于说独吞什么的 在看到对方筑基中期后 小木真人就没这心思了 更不要说来到九叶山后 他隐隐能感觉到 这护山大镇也对自己有着威胁了 要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断了这一条裁员 亏大的可是自己 而要是找宗门其他师兄师姐帮忙 大头可就轮不到自己了 毕竟 如今的云山 自己已经不是什么说一不二的云山直视了 只是弃心中先公某去的内门弟子罢了 趁着现在局势稍稍稳定 为自己多赚零食 从而买到更好的护道法器 乃至零器 才是正理 小木真人 经过太上长老这一遍 已经隐隐感觉到了 现在的修仙界 怕不是好不了了 下次地脉封印出问题了 恐怕也就没有什么弃心中了 想要活命 活久一点 没有什么比赚零食 然后买零器更重要的了 反正这段时间 这些无主之物来源 那叫一个五花八门 自己也不过是为这些无主之物 重新找一个好主人罢了 苏平把手中多余的法器 交给了小木真人来处理 不过这显然还是不够 只能算赚零食的其中一条途径 送走了小木真人后 为了得到终上品零食和更多零食 苏平便再度踏上了 前往镇守仙城的道路 这一次 不只是镇守仙城所在地狱了 就是金字狱 也已经把万里无人烟变成了现实 飞了一天 苏平忽然在一处悬崖峭壁处停了下来 这片光秃秃的山体外表看起来 似乎没有什么异常 在接受了血神教知识的苏平 却从这些峭壁的几处 不经意的人工划痕 看出了 这是血神教的记号 最隐秘的教派 往往采用最原始的秘法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血神教不说 人人喊打吧 也算是那过街老鼠了 活跃在这片中狱的那些正道高阶修士 一旦遇到了 肯定是要被顺手消灭的 血神教 也就只好把以前的土办法拿出来使用 以免自家那点秘术 因为自己那独特香火神力 反而引来大能 苏平回忆了下记忆里知识 确认留下记号的应该是驻击境界的堂主 和他带领的团队 苏平立马觉得自己又可以为民除害了 这一次 苏平直接召唤出了驱魔法师云空 和火之骑士爱尔文 本体则是躲在了地下深处 两个记忆幻想则是收敛气息 快步前往了目的地 那是一处在金字域与木字域之间的大峡谷 放在以前也算是藏在森林深处了 现在却因为草木都已经枯死 变得宛如高原上的荒芜山地 血神教的墨图堂主 看起来像一个高僧 光着头还披着一件暗金色袈裟 他带着的弟子们也同样做僧人打扮 一个个似乎比那些小金光似的弟子 还像僧人 墨图堂主最近有些忧伤 他是不太愿意离开南荒 跑来中狱的 在他看来南荒虽然环境恶劣 可是哪有中狱如此危险 这儿的高阶大修士实在是太多了 他这个血神教堂主 在这里实在是害怕啊 可是自从教主突然发疯一样 高喊着什么血神圣子出事 然后强迫着他们各个分堂 赶来这片地狱 他就觉得日子没有好起来过 先是怎么也找不到 那个什么圣子的痕迹 剧文还因此 让两位教内长老神识重创 然后就是遇到了气心中大便 邪气爆发不说 还把他们血神教悄悄开发 而后作为中狱据点的秘境 给影响到了 秘境空间破碎 他们这些人也暴露在了外界 不少弟子受到了邪气入侵 好在他们血神教香火神术也算玄妙 借助血神恩赐损失不大 不过 接下来赤渊仙人出手 可就真把他们吓住了 那远远看去 也能感觉到毁天灭地之意的一剑 让他们自发地远离了云山所在地狱 便是教主和那几位长老 也冷静了下来 宣布了以狗为主 寻找圣子为铺的主张 墨图堂主躲在了这处峡谷 在四周刻下了核心弟子才知道的记号 也靠着这接收了几只逃来的队伍 并从他们手中知道了一些情报 刷 这位墨图堂主打开了大地图 目光看向了海外诸岛 他们香火神道比起其他旁门左道 更需要人口 这次急匆匆跑来 大部分信徒都已经被提前献祭给血神了 想要继续施展成功血神秘术 也是该补充一点祭品了 我神慈悲 这些地方灵气稀薄 遇到高阶修士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低的 动手之后立即脱身的话 应该没那么倒霉 正好遇到麻烦吧 墨图堂主收好了地图 看向峡谷里的营地 正打算吩咐他们做好离开此地准备 他忽然发现天空飞来了一道火红身影 先是疑惑叫那哪位真传修的是火焰神通 旋即他意识到来者不善 阿弥陀佛 小崽子们还不给我起来 不震 一声低喝 墨图堂主身后的那些光头们 全部露出了胸向 一个个站起身后 身上僧袍脱落 露出了肩膀上 背上的暗红色血神纹身 这些纹身一个个开始发光 顿时在他们身上 浮现出了一头头暗红色的鬼影 配合墨图堂主 突然膨胀了一大圈后 变成一个大度罗汉模样之后 身上同样冒出的暗红鬼影 这些鬼影凝聚在上空 化作了一头高约百米的三头六臂模样鬼神 眨眼间 苏平眼里 眼前这些血神教的余孽 便结阵之后 多出来一个助击站立 只是 看了看自己 对这些邪魔外道的克制手段 苏平叹了口气 决定这一把 又是一场稳赢局 墨图堂主 在看清楚了火之骑士爱尔文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 今天得到血神保佑 竟然什么都没做 就等到了教主清定的圣子跑来了 感觉到 对方也就助击出七 修为的墨图堂主 大喜之下 甚至密语了身后的弟子们悠着点 可别把未来的圣子 给不小心打死了 然后 墨图堂主就发现 被不小心打死的那人 原来是自己等人 伴随着冰晶组成的陨石 从天而降 陨落在了大峡谷里 打响了战斗 刚刚被冰冻寒气 克制了自身的香火神力 只觉得石层功力 发挥不出七八成的时候 他们便又见识到了 来自火之骑士的火凤燎园 顿时体会到了 冰火双重地狱的滋味 墨图堂主身上的血红鬼神 很快就飞灰烟灭 而墨图堂主这一对血神叫余孽 也紧跟着在冰火交错间 惨叫着 被不小心打死在原地 收起了这些余孽的无主之物 苏平让驱魔法师云空 和火之骑士埃尔文 仔细地寻查了一遍这大峡谷四周 再三确认了 没有落网之余之后 这才让他们回来会合 而后苏平从那位墨图堂主的 储物代理发现了血神教 对自己的悬赏令 这才得知了不知不觉之间 自己竟然成为了血神教的 圣子候选者 苏平对此自然是不屑一顾的 就这种混得和邪修 差不了太多的香火神道 也配让他去当圣子 就是去当教主 他也不愿意去接这一烂摊子 不过 对方那血神还是有一点实力的 不能不防一手 苏平也是熟悉血神教秘法的 很快找到了墨图堂主的血神符 破解之后 从里面发现了 那血神教的教主等人 给出的几处藏身之地 苏平把这些藏身之地记住 录入了几个传承御检之后 便在连夜赶到了镇守仙城的时候 换出驱魔法师云空 让他当了那位 做好事不留名的好修士 匿名把这些传承御检 送到了大金光寺 在镇守仙城的寺庙内 寺庙里的主持 对此并不意外 每年不知道有多少人 出于各种目的 送情报过来大金光寺 这些信息真真假假 绝大部分不值一提 不过神识烧炭 发现是血神叫着香火神道 主持马上表情严肃了起来 除了十方教的香火神道 可都在大金光寺点名的 必诸名单啊 主持马上请动了 在庙宇里闭关的长老 长老先施展了简单的秘书 确认了传承御检的法力 纯正中和 绝非邪修魔道所为后 他也对御检内容心动了起来 想了想 还是觉得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这位长老 带着清传弟子 便腾空而起 去了御检记载之地 看着寺庙里没一会 就飞出了数十道金光 远远地去了弃星宗方向 苏平觉得 大金光寺看起来比自己想的 还重视血神教 他本来觉得 能让大金光寺帮忙传递讯息 给气星宗等活跃在金字域的大宗门 给血神教增添一些麻烦 也就不错了 现在看来 血神教要遇到的麻烦 或许能更大一些 苏平真诚希望 血神教的主力 没那么快转移 正好和大金光寺的高僧对上 做完这一好人好事之后 苏平没着急去功德杯兑换物品 而是把自己 当作一个想要发财的普通筑基 逛起了镇守仙城 和荒芜的金字域不同 镇守仙城的城区 看起来一切都繁华依旧 除了城区居民在茶馆时候 不时会抱怨生活物资越来越贵外 这儿的居民们 完全不用担心 有邪修作乱 有妖兽突袭 十万大山的妖兽们 这几十年 尽管不断对镇守仙城发起了攻击 却是没有哪一次 针对城区之人 造成什么实际影响和破坏 仙城外与仙城内 某种意义上 已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了 也因此 仙城居大不易 哪怕不是居住有巨弃镇的洞府 寻常旅设的价格 也是每月都在不断涨价 使得越来越多 赶来镇守仙城的小家族小门派 选择了解散弟子门人 以方便 他们可以投靠仙城内的本土豪门世家 从而求得一席安身之地 苏平派出在外面逛的驱魔法师云空 也算是筑基修士 加上明显是外人 在茶馆喝茶时候 就碰到了几位本土大家族的管事 前来邀请 显然 哪怕是镇守仙城 筑基也依旧不是大白菜 还是很有被争取价值的 苏平还去了一趟千奇万法阁 这次自然不是去找他们制作灵器 而是去参加了 这一先门举办的一场小拍卖会 并在会后 找到了一位执事 说明来意之后 花了一点零食 得到了下次拍卖会 乐意即拍的珍奇图测 苏平还顺路得知了 千奇万法阁的下次大型拍卖会 将在一个月后举行 当然 平时的小型拍卖会 还是会按照三到十天的时间标准 继续举办的 苏平记在心中 不断翻看得到的图鉴 重点放在了年限越大越贵的灵药上 寻思着 怎么利用自己的丰饶灵水 培养出珍贵灵药来赚取灵食 短时间 不偷不抢 获得大笔灵食 目前来看 无疑是有什么灵物 拿去拍卖会上拍卖 最划算了 至于什么白糖 食物等生活物资 赚点小灵食可以 想要赚大钱 并且可持续发展 现在的苏平没那背景 便是拍卖会 苏平也是做好了 趁着对面在镇守仙城的药脸 然后利用传送符文 赚够就跑 然后利用湖中洞天 隔绝对方可能追踪的一切可能性 并且做好了拍卖会得到的灵食 全都只在水兰心花 不在修仙剑拿出来的心理准备之后 这才定下了这样的计划 苏平忽然眼前一亮 看到了一种符合她需求的灵药 月灵草 一种百年才堪堪成熟 可用于制作筑基突破金丹 所需护到灵丹的主材料之一 同时也是许多增长法力的丹药的重要辅料 因为生长环境苛刻 要求诸多 大部分月灵连堪堪达到百年生长期时候 就会采摘出来作为珍贵灵药使用 只有吉少仙门洞天秘境之地里 才会选择培育500年乃至800年份的月灵草 500年份的月灵草炼出的灵丹除了抵消突破失败副作用外 还能提升一两成筑基突破金丹的成功率 而一旦培养出800年份的月灵草 这灵草将出现质变 从而被称作月神草 这种灵药除了增长法力 还有一大作用便是为金丹大能突破原因时候提供帮助 能让金丹大能突破失败之后不至于走火入魔 可谓是能让金丹乃至原因都会动心的灵药了 当然 这些让高阶修饰心动万分的灵药作用 在苏平看来却是统统不如自己的进化灵药 自己要突破时候 压根不需要这些辅助突破的灵药 直接忙就是了 突破失败了 就喝一瓶净化灵药 一瓶生命灵药 然后休息一下 便可以再来一次 次数多了 总能突破成功 还是画本里不靠灵丹 而突破成功的那种修饰 这种修饰画本里 那都得称作天道筑基 天道金丹 是主角或重要配角才有的待遇 苏平还注意到这月灵草 因为主要产地之一 就是赤渊仙门的穆字玉 而那片地狱现如今都已经化为邪狱 市面上已经几乎没有百年份的月灵草流通了 拍卖会上的百年份月灵草 价格比之以前也多上涨了数倍不止 苏平让驱魔法师云空离开了镇守仙城 自己则是化作白鹤真人模样 去了功德碑处 把净化好的封印法器换成了功德 而后又将这些功德换了一部分中上品灵石后 从功德碑处兑换到了月灵草的一小盒草子 这一小盒大约有50颗草子 价值和一枚中品灵石差不多 在阅读了配套赠送的种植建议后 苏平有些明白 为何这月灵草作用那么大 却没能在修仙界铺开了 月灵草对灵地要求极高 至少也要有三阶下品灵脉诞生的灵地 才有资格种植这种灵草 然后就是月灵草种下之后 生长过程颇为娇贵 甚至在某些时候 会有心情不好 需要音乐大师演奏音乐的需求 这也算了 更关键是百年后达到成熟期之后 月灵草随时有可能诞生出5到20颗草子 而一旦诞生草子 也就意味着这一根月灵草进入衰老期 不仅活不过下一个百年 本身药力也会每每况愈下 通常来说 培育月灵草的宗门 会在月灵草有草子之后 一二十年内采摘这灵草用于制药 在建议里明确提出了 没有种植相关灵体地子 来阻止月灵草诞生草子 想要培育出更高年份的月灵草 那是做梦 苏平有自然灵体打工人 特蕾莎 不过就特蕾莎现在的修为 显然是不够格培养月灵草的 好在 苏平也没打算靠特蕾莎 培养出500年份乃至以上的月灵草 回到旅店房间 布置了多重屏蔽阵法之后 苏平进入到了湖中洞天之中 来到了正和黑猫玩游戏的特蕾莎身边 白鹤真人苏平的突然出现 让特蕾莎吓了一跳 赶紧站起身 猫 黑猫也落地之后 把脑袋埋在了泥土里 不敢直视苏平这位真正主人 苏平扫了他们一眼 目光看向了大片灵田 这些灵田里的灵米和灵药 大部分都已经进入到了生长期 苏平挥了挥手 储物灵气开启 把大量灵土倾倒下来 化作了一亩灵地 而后 苏平取出了一粒月灵草的草子 让其没入灵土之中 而后在苏平温和鼓励下 身穿修女服的特蕾莎 靠近了草子落地处小坑 伸出双手 对准了她 开始默默祈祷 一丝丝 目前只有苏平能看得到的绿色光芒 从特蕾莎的身上冒出 没入到了草子里 伴随着一阵清风 吹过这片山峰 伴随着特蕾莎的祈祷 一抹绿光冲到半空 化作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落在了草子四周方圆一米泥土上 润湿了这片灵土 就这样过去了几分钟 草子破崖而出 化作了一株小小的月灵草幼苗 可以了 苏平看到幼苗冒出 微微汗手后飞了过去 对着这幼苗 使用了风饶灵水 伴随着钓鱼硬币开始消失 化作了风饶灵水 没入月灵草幼苗身上 这一株月灵草身上 冒出了淡淡白光 四周灵气 好似遇到了一个漩涡一样 涌了过来 不断被月灵草吸收 一年 三年 十年 五十年 短短七八秒不到 在丰饶灵树帮助下 这月灵草赫然化作了 百年份的成熟灵草 成熟了 那就该考虑繁衍下一代了 月灵草如此想着 却发现 他根本没时间培养出下一代 就莫名其妙地成熟过了头 直接化作了两百年 三百年 最后定格为了五百年份的月灵草 五百年份的月灵草 通体宛如蓝紫色的玉石艺术品 散发出晶莹剔透的美丽光韵 一股奇香也散发了出来 让特雷沙等炼气修饰 忍不住沉迷在香气之中 陷入了某种玄妙幻想 这就是五百年份的月灵草了吗 看起来就极为不凡啊 看来 我的办法是可行的 只要不给这月灵草 繁衍和提要求的时间 这月灵草在娇贵难养 又和我有什么关系 苏平神识一动 成熟了的月灵草 就被连根拔出 收入到了专门的白玉盒子之中装好 虽然八百年的月灵草 无疑更加值钱 可思考再三 苏平还是决定用五百年份的 拿去拍卖就可以了 五百年份 虽然珍奇稀有 目标人群终究是筑基和金单 而八百年份的 已然能牵连出原因老怪 一方面 苏平有些担心 千奇万法阁这位拍卖方 终究只是一处分布 有可能都不住这样大的奇物 另外一方面 影响一大牵扯一多收款 就跟着会卖 苏平可不打算在镇守仙城等那么久时间 并且 苏平也不打算只卖这一株 有了一开始的培养经验 靠着风饶灵水 苏平的手中 很快就多出来了三株五百年份的月灵草 看着这些作用 对自己来说 不如净化灵药的月灵草 苏平露出了笑意 镇守仙城 千奇万法阁 牛掌柜大笑着地 接待了本地大家族 皇家的家主 在亲自把定制的一件灵器 交给这位家主后 牛掌柜忽然开口道 皇家主可打算参与明日的拍卖会 嗯 皇家主微微一正 知道这位老朋友 不会无地放始的他 笑了笑收好了盒子之后道 哦 可是这次千奇万法阁 收到了好货 对别人或许未必很好 但是对皇家主 应该是好东西 牛掌柜回忆着 早上几个掌柜写出来的话术 对着皇家主道 这次小型拍卖会上 我们这边会有三株月灵草上拍卖会 嗯 月灵草 等等 能上千奇万法阁拍卖会的月灵草 皇家主反应过来 有点激动 八百年份的 嗨嗨 怎么可能有那等神物 五百年份的 月灵草百年一到门槛 八百年的 你得去上古先门洞天 去找 才有机会啊 还得是没有被污染的上古洞天 那牵扯可就大多了 五百年份的也挺好的 这次贵阁可是要发财了 皇家主恭维了几句 又感谢了牛掌柜通知消息 这便急匆匆离开了千奇万法阁 他对这五百年份的月灵 草起了必得之心 最少也要得到其中之一 如此再请洞仙城炼丹师 帮忙炼丹 那 自家的 驻基大员满劳祖宗 就有那么一线机会 可用此丹 尝试着突破金丹了 而一个金丹大能对家族的帮助 恐怕没有比这些 在镇守仙城看久了 实事的各大家族 更能理解了 虽然就现实来看 哪怕得到了这五百年份的月灵草 炼出了灵丹 突破几率还是极低 可是在知道了 有这样的可能之后 哪一个大家族的家主 能忍住 不去赌一赌 又过了一会儿 千奇万法阁里 牛掌柜苦着脸 摇头拒绝了镜子里一位长辈的说情 那也是千奇万法阁的一位高层 在得知了 有珍惜月灵草之后 这位高层联系上了牛掌柜 希望能够通过 以物一物的办法 换取一株月灵草 只是 牛掌柜对此颇为无奈 摇头拒绝 倒不是 他不肯帮忙 而是那位白发少年露了相 拿了凭证之后 就不见了 据文 最后目击者看到那位白发少年出了城 他牛掌柜也没有办法联系上对方 自然也只能按照协议那样 只能上拍卖场进行拍卖 牛掌柜只能好心提醒 这位高层前辈 真想要的话 就找一个代言人来参加拍卖吧 并且 最好多准备一些零食 这次的卖家 拒绝一物一物 只要零食 很快 当夜晚到来的时候 千奇万法阁 有五百年份月灵草的消息 已然悄悄在各大家族圈子里流传开来 再跟着 内城区监察福底里 身披七彩法袍的临时监察女修 便也从监察先程的灵鬼口中 知道了这一去世 千奇万法阁 这次居然找到了好东西 倒是难得 月灵草啊 可惜八百年份的月灵草太难得了 吩咐下去 加强戒备 不得让有些人 坏了先程的规矩 五百年份的月灵草 按道理是有资格上大型拍卖会的 千奇万法阁的牛掌柜 也曾经和那月灵草的主人建议过 只是对方坚决不肯等太长时间 让牛掌柜也略微有些遗憾 毕竟千奇万法阁也是有业绩要求的 如果这五百年份的月灵草 能在大拍卖会上拍出天价 它今年怎么也能被评一个优秀了吧 时光飞逝 很快就到了千奇万法阁 举行小型拍卖会的日子 街道上的茶馆里那些常客 还有商贩们 很快就发现了一场 咦 那是皇家老爷子的坐骑飞云狮吧 不止 还有东一家的双头吞火焦也来了 嘖嘖嘖 今天是千奇万法阁开拍卖会的日子了吧 居然来了那么多老祖 这是有什么好东西出来了 现在修仙界大环境越来越恶劣 好东西是越来越少了 各大宗门得到了也是多自用为主 可惜了 这次拍卖会的邀请函 我没去抢 看不到乐子了 茶馆里的修士们 喝着茶吃着小吃猜测着 在参与拍卖会的客人 差不多到齐了之后 忽然这片城区一股莫大威压落了下来 众多修士连忙看向了天空 发现赫然是一位长相阴柔的少年公子 踩着一朵红云而来 云团上除了这位公子 还有两位持剑侍女 他们身上的衣裳纹饰 另看清楚的修士 无不脸色微变 室内城区朱妖府那位辅主家的公子 朱妖府并不是镇守仙城的本土势力 和监察府内那位大人一样 都是镇守仙城原本金丹之上修士 都映照去了赤渊主峰后 接受了邀请入驻镇守仙城 充当高端战力的外来势力 而今的镇守仙城里 唯有他们这些外来修士 才有着金丹大能 仙城本土的各大世家 则是拥有着去了主峰的老祖宗留下的部分抵运 和对仙城镇法的部分控制权 来勉强保证了他们不会被过江龙给 直接撕碎侵吞 只是随着金丹以上强者们 长久没有回来 哪怕尚未者处事还算公道 也从来没有真出手帮着打压 仙城本土势力 依旧被他们带来的外来势力 慢慢侵吞打压各处产业 被接收各种人才 五百年份的月灵草 我也是很有兴趣的 正巧 在下此次闭关之后 又成功突破 已经可以为结单之事进行准备了 这位公子轻轻落地 声音故意响在四周 让其他人心中一领 而同样落地的旁边一位侍女 踏前一步之后 手中浮现出了三张邀请函 拍卖回认卷不认人 迎兵们见此连忙攻迎 很快 这三人就在四周 心情复杂的目光里走了进去 看起来 我这月灵草还是挺受欢迎的 苏平坐在茶馆二楼 看到这幕后 他摸了摸下巴起身离开 并在估摸好时间后 再召唤出了驱魔法式云空 出现在了外城区街道 不起眼九楼的同时 作为本体的自己 快步离开了镇守仙城 待到千奇万法隔拍卖会 在牛掌柜的吆喝声里 正式开启的时候 苏平已经远离镇守仙城 数十公里之远 并且 这距离还在快速提高着 同时间 驱魔法师云空 也离开了九楼 暴露在了人前 因为五百年份 月灵草的缘故 早就有来自不同 仙城势力的探子们 在寻找着这位白发少年 发现了云空出现之后 这些之前一段时间 一直一无所获的探子们 都一脸猛逼 不可能 那片街区 我们至少搜索了十次 监视附近街区的 也没有看到对方出入痕迹 这位住击少年不简单啊 废话 能拿出五百年份 月灵草的势力 派出的弟子 有哪个简单的 现在问题是 他到底是哪一个宗门的弟子 为什么我们一点思绪 都找不到 这些探子 和他们幕后之人 都很迷惑 越想越觉得一阵头疼 而在镇守仙城的监察府 那位七彩仙子 同样对驱魔法师云空的出现 产生了一点兴趣 因为 他监控全城的灵鬼们 同样没有发现 这白发少年 是怎么突然出现在那片街区的 没有痕迹 本身就是最大的痕迹 片刻间 这位金丹大能 脑海里 已经闪过了几十个势力的名字 这其中有盟友 也有敌人 苏平操控着驱魔法师云空 大大方方地 前往了千奇万法阁 这期间 有得到命令的探子 起身打算前去问话 却不想刚刚起身 还未行动 就被一道剑气给拦住了 这一场 马上吸引了其他探子注意 然后他们发现 出手阻止的 赫然是东黎家的探子 东黎一族 在赤渊先门 也算大足了 有金丹老祖东黎求道 在赤渊主封听令 在各大仙城 也有分家知脉留下 喂 为什么要阻止 被阻止的修士 面露不解 阻止他的东黎修士 同样苦笑了下道 此乃老祖宗之令 我等一族 必须守护那位白发少年修士 得罪了 说完 东黎修士 目露坚定之光 听到这话的其余探子 却是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东黎一族 他们并不惧怕 但是从对方 故意透露的一些细节 却让他们细思极恐 东黎家老祖宗 东黎求道 那可是赤渊主封一脉的 金丹长老 他们纷纷毛骨悚然地怀疑了起来 这白发少年的背后势力 得是东黎家老祖宗 这种仙门长老 才有资格接触的神秘势力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他们怎么查探 都查不出 这白发少年的背景原因 他们这些人的圈层 还是太低了 接触不到仙门 长老级别的隐秘 那实在是太正常不过 没被阻止的修士 也选择了目送云空 免得无意中为自家势力 招惹上大敌 苏平并不知道这些 在进入到了千奇万法阁之后 他甚至没去大厅 只是在提供的贵宾间里 喝着灵酒吃着糕点 等待着拍卖结果 不时的 苏平能听到会场里 传来有些激烈的叫价声 靠着500年份的月灵草 吸引了那么多有钱修士 牛掌柜也把不少好东西 塞到了这次小型拍卖会 上品法器 储物灵器 有特殊作用的灵丹妙药 一件件拍卖品摆上台面 然后卖出了一个个不错的价格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拍卖会终于迎来了重头戏 500年份月灵草 第一株开拍 牛掌柜把拍卖顶尖上品 单要才有的待遇 用在了月灵草的身上 选择了一株一株来卖 面对着第一株月灵草 前来参与拍卖会的大部分修士 都是在必得 很快就把临时价格 拍到了一个对普通宗门来说很大的数字 正常情况下 500年份的月灵草 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的 可是如今的镇守先程状况 实在是微妙 尤其是对于本土修行世家来说 这次的月灵草代表了他们 是不是可以有金丹老祖宗出世的可能 金丹之上都去了主峰 看不到几时能回来希望的这些修行世家 对出现一位新的金丹称场面的渴望 是旁人想不到的 而以那位朱邪府公子为主的外来修士们 对500年份月灵草的需求并没那么大 不过他们对于让本地势力拿不到 或者没那么容易 拿到这月灵草的兴趣 还是很强的 牛掌柜看着拍卖会气氛 暗暗感慨 那位卖家这一次拍卖 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弃全了 这次估计能赚大把零食在手了 牛掌柜却不知道 这世界哪有那么多的天时地利人和 如今的这一切都在苏平的计算之中 正是因为看到了镇守先成内外环境如此 苏平才选择了月灵草 并在考虑再三后 放弃了利益最大化的800年份 选择了同样能刺激消费 却又不至于让原因老怪们 撕破脸下场的500年份月灵草 最终 三株月灵草都被本土势力拿到手 比零食 还是这些盘踞了镇守 先成上千年的世家们存量更丰厚 并且他们之前也是有金丹老祖宗坐镇的 各种秘书 秘方还有人脉关系 同样不缺 就是拿下的价格 只要稍稍查看一下500年份月灵草之前的平均交易价格 这些世家的家主们 心就在低血 财大气粗 还是得看你们这些先成老牌家族啊 几个外来派系修士笑了起来 虽然没能阻止成功 看到对头浪费零食他们 还是很高兴的 那位公子走出了拍卖会 腾云而起之后 便密语了随从 想要追踪那位 赚了大笔零食的白发少年 玄机他就听说了 东黎家老祖宗 下令务必保护好此人的小道消息 微微一正之后 这阴柔公子 却是对驱魔法师云空更感兴趣了 莫非是那几个影修宗门的弟子 无妨 只要不动武 装作不知即可 到时候 我正好带着礼物告罪裴礼 天空中看不见的随从连忙得令 而后神识锁定在了千奇万法阁门口 然后等啊等 就在他们发现 牛掌柜接触了那位白发少年铸鸡 看起来是完成了交接 应该是要出来之后 忽然 这些精通追踪之术的修士们 纷纷察觉到 那位白发少年铸鸡气息突兀的消失了 怎么回事 这一异常 不仅让这些修士们惊讶 便是一直关注着的几位金丹 也纷纷现身了出来 不可能 这可是镇守先程 大镇在此 怎么会有人能施展顿术 直接消失 七彩金丹女修 脸色微变 执掌大部分镇守先程大镇权限的他 比更多人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 毕竟对方可只是一个筑击 一个筑击都能在他眼皮底子下顿走 岂不是意味着 这先程大镇对这顿术毫无反应 万一有妖王知道了这样的顿术 突然顿进先程之中 那这美差可就变成要命的活了 家主 与此同时 得知了白发少年消失不见的皇家的家主 取出了一件族里老祖宗留下的灵宝 企图以此查探出他交割的大批灵食所在何处 他拍卖到了其中一株月灵草 给出了大量的灵食 这些灵食里夹杂了数十枚 用了家族秘法进行标记的特殊灵食 他在知道了东黎家事后 就在心中吸了黑赤黑念头 却还是好奇的 想要知道对方消失后出现在了哪 然后去那儿了 是不是还能有类似月灵草的特殊灵药可以购买 这家主却没有想到 那位驱魔法师云空 得到了装满灵食的几个大型储物袋之后 便马上启动了传送符咒 直接出现在了苏平身边 而后马上顿入到了湖中洞天之中 这位皇家的家主 启动灵宝之后 立即因此受到了反噬 他甚至没能看到 湖中洞天外围虚影 就因为灵宝裂开 而双眸爆掉 口吐鲜血昏了过去 这让其他族人 纷纷惊呼出声 赶紧涌了过去 而后因为声势太大 这事自然是在上面圈子里瞒不住的 很快 随着这事发酵下去 各方势力对驱魔法师云空的身份 越发猜疑了起来 就是之前还有点自信的 先程金丹修士们 也纷纷对自己的猜测 自我怀疑了起来 按照他们的了解 便是那几个隐秘修行门派 也应该没有这样的能力 表现才对 他们之所以隐秘 是因为 作为曾经的化神宗门的他们 并没有新的化神出世 并且打不过其他入室的先门 只能认输狗在秘境里保留传承 为此 这些金丹拽去询问东黎一族 东黎家族对此却是同样迷茫 他们只知道 这都是老祖宗的命令 至于原因 他们也不知道啊 苏平让云空带着灵石 进入湖中洞天之后 第一时间收走了湖中洞天后 自己也为了安全动用了传送符咒 直接顺移到了海外诸岛 而后才从海外诸岛潜入海底 进入湖中洞天 在苏平看来 便是云空身上有问题 也在进入湖中洞天那一刻消失了 对方最多追踪到第一处会合点 之后就只能看着那片空队抓下了 湖中洞天之中 苏平先把这次 到手地装满零食的大储物袋拿了出来 专门堆放在了一处房间 以免自己以后零食多了 用错地方 而后 苏平看着这笔丰厚的零食存量 他开始寻思起 如何利用好他们的用法起来 赤渊主风 皇家的金丹老祖宗 从洞府里走了出来 他是元镇守仙城的副城主 算是仙城高层之一了 仙城皇家 也是在他庇护下茁壮成长 慢慢发展到如今地步 从而可以反哺他修行的 也因此 这位皇家老祖宗 还是很在意 他留在仙城里的族人们的 东黎求道这老鬼 确实有段时间没有出来了 莫非悄悄联系上了某个影修 如果真有此事 或许月灵草也来自某处影修秘境 皇家老祖宗想着 换出一阵黄沙 就瞬间飞到了远方 赤原主峰范围很大 整座主峰的占地面积和小半个金字域差不多 加上主峰每隔四五百米高 都有一圈绵延山体而修建的居住区和方式 甚至还有被拉扯过来的小秘境 赤原主峰的实际使用面积只多不少 皇家老祖宗也是赶了东黎求道的洞府 按照礼节请求 见面后没多久 本以为会被刁难皇家老祖宗 发现自己竟是很顺利的 就得以进入洞府之中 然后没有多久 这位皇家老祖宗就看到 已然形象大变的东黎求道 这东黎求道用黑布蒙着眼睛 浑身枯瘦如柴 只披着一件白色长袍 洞府四周 绘制了数不清的形态扭曲的纤纹 这些纤纹皇家老祖宗扫了眼 只觉得没有一个认识的 要不是四周没有半点邪气和魔道气息 这里还是仙门主峰 有神兵与四阶大阵镇压 一切不服 这位皇家老祖宗都要怀疑 眼前这位同道走火入魔 或者直接化作邪碎了 请坐吧 如你所见 我确实遇到了一点意外 但是并未走火入魔 也没邪气入体 看到对方点了点头 坐在了蒲团上 东黎求道 继续淡淡笑道 你的来意 我已多少知道了一些 关于那位的事 很遗憾 我不能告诉你 太具体的信息 不太具体的呢 皇家老祖宗 脸上表情不变 心中却是想起了 这东黎求道 可是主峰里有名的神棍 特别喜欢这些神神叨叨 故作神秘姿态 不过很快 这位皇家老祖宗 就猛地变了脸色 却是听到那东黎求道 一脸慈祥开口询问 道友 你可听闻过 有一尊真正伟大的存在 它是执掌时间 与万物记忆的至尊 可以毁灭一切 又重现一切的伟大至高 皇家老祖宗不等听完 已经头皮发麻 想要逃走 他浑身法力激荡而出 神通弥仙黄沙 也从口中吐出 只是四面八方的扭曲 先闻也在这一刻 发出了金光 一下子就压制了 皇家老祖宗身上的法力 同时 蒙着黑布的东黎求道长老 双手举着破裂的通灵宝镜 冲到了这位老祖宗面前 语气带着激动 看看吧 道友 这才是真理啊 破裂的通灵宝镜上 浮现出了东黎求道长老 曾经见过的虚影轮廓 虽然早就比不上 当时窥见的万分之一震撼 皇家老祖宗却是猛的一顿 望着宝镜里的虚影 深吸了口气道 你刚刚说的 都是真的 真有这样一位至高存在 皇家老祖宗并没有精神失常 被蛊惑成为疯子 而是作为一个被困在了赤渊主峰 已经多多少少明白了修仙界的真相 被绝望悄悄吞噬内心希望的金丹修士 他很清楚地知道 在这种时候 如果真能联系上一位世界之外的伟大存在 或许 真能成为势不可为之后 自己等人唯一的一条生路 水蓝星 樱花之国 已经是国师的阴阳师贺茂淳一郎 这几天都在樱花山附近忙碌着 这片因为深渊降临 早早被化为禁区的 原樱花之国知名旅游区 现在再一次受到了格外重视 原因无他 贺茂淳一郎再次写信 通知了樱皇和内阁大臣们 时空裂隙 依旧有在原地出现的可能 并且 这一次有可能出现更可怕的怪物 所以 为了尽可能保护整个樱花之国 很有必要把这附近化作永久防御攻势 并且不仅仅是樱花之国和花旗国参与进来 抵抗一届入侵者 是全人类的大势 所有有担当的大势力 都应该前来助一臂之力 这其中自然就包括了北极雄国和东方古国等以前 与樱花之国 花旗国关系都不太好的大势力 要是以前 花旗国肯定是要跳出来阻止 并表示自己就能解决好一切 可是现在 尤其是北极圈西望岛基地被海啸淹没 损失惨重不说 这一连串打击 也让花旗国各行各业的高层们 仿佛被一头冷水倒在了头上 面对着神秘力量的诡异强大 而不得不清醒了过来 再加上来自神秘一方的警告 和越来越多的证据 证明了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人类大联合的趋势 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除了经济 科技重新合作 军事合作也就成为了意料之中的事 也因此 当贺茂纯一郎 在临时修建成功的黑鸭神庙宇里 结束了冥想 视察前方工地的时候 遥望四周 能看到十多个不同势力的 旗帜飘扬在这片土地上 并且 每隔几天 都能瞧见这些公式里 多出来一些 平时只出现在科学杂志和宣传封面上 现实却很少装备的新型武器 能发射超过100公斤特制炮弹的电磁炮 可以释放超高温等粒子体的粒子武器 甚至还有挂在于改装好的 重型无人机下方的 疑似牵引光束的光子武器 一种种贺茂纯一郎听过的 没有听过的 一知半解的 乃至一窍不通的武器 出现在了这里 让这位阴阳师大开眼界之鱼 也隐约意识到了 各大势力 估计都在把家底里的东西拿了出来 希望能够在战场上进行测试 从而找到能有效对抗那些怪物的武器 贺茂纯一郎一方面 希望这些科技武器都没有办法对抗那些怪物 从而让自己这样有超凡传承的超凡者地位 更加稳固崇高 一方面又希望着人类的科技武器能够起效 从而抵挡住意界入侵 避免自己熟悉的世界因为这场灾难 而一步步走向满目疮痍的战乱世界 苏平也通过贺茂纯一郎 了解着樱花山地区的变化 对各大势力的科技武器 他也是乐见其成的 要是真有好用的科技武器 苏平也不介意学习并借用一二 此外 虽然他召唤贺茂纯一郎来湖中洞天时候 提醒了对方樱花山还会继续出现深渊猎袭 却没有打算 这几天便继续在那使用时空猎袭挑战卷 苏平打算等一等 让贺茂纯一郎把阵法布置好 也让各方势力多一些准备时间之后 这才好方便自己开启更高难度的挑战 从而获取更多的奖励 当然 这段时间旅行商铺出现了普通挑战卷 苏平也没放过 只不过 对于这些普通挑战卷 苏平没再继续与水蓝星搞出什么大动作 寻一处人际罕见的地脉之地 开启后 待怪物出现之后 便直接出手剿灭即可 也让用卫星后知后觉 发现了这些时空猎袭的各大势力官方知道 超凡势力还是有在努力做事的 需要通知他们拖延时间的时候 那也是真的短时间抽不出人手出来 太大洋 旅游圣地毛衣岛 这儿曾经因为山火化作废墟的大片街区 如今都已经修建成了别墅区和酒店 大量游客一如往常那样 聚集在了这儿度假 不管是神秘事件 还是激烈气候变化 似乎都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性质 甚至还有报道不断宣传着 包括深渊烈西在内 神秘事件都只会在北半球出现 所以 现如今南半球才是水蓝星更安全的地方 也更值得人们投资与生活 毛衣岛外海 一艘游艇上 几个一看就业余的潜水员 欢笑着从游艇跳了下去 准备来一场在海下进行的毕业旅行 带头的一沉入大海 就感觉到了异常 它感觉到体表一阵刺疼 不是因为海水寒冷 而是仿佛水流里有尖刺在刺激皮肤 同时 从海底深处看去 远方似乎有什么暗红色的光芒 出现在了海底深处 那光运带着不正常的诡异 只是远远看去 都能让人本能的脊椎骨生寒 这人感觉到了不对劲 赶紧浮了上去 然后 这人就看到那些同学 一个个也冒出了头来 脸上带着一丝惊恐 显然这不是自己 得到了潜水幽臂症 看到了幻想 有点奇怪 我们还是先上船吧 沉默了没超过一秒钟 便有一个留着棕色短发的女生 开口提议 并马上得到了复合 这个时候 并没有人如恐怖片的配角那样 哪怕害怕得不行 却还想要好奇心爆棚跑去查看 他们只想上船远离这片海域 然后赶紧上报 至于是机遇还是危险 那还是交给上面的大人物们 去承受吧 这些业余潜水员们刚刚上船 就有人看到了海面上的变化 发出了惊呼 却是看到无数鱼群突然间冒了出来 而后想要拼命地逃离海底红光方向 这里面甚至还有大型鲨鱼等鱼类 并且 它们仿佛疯了一样 不断撞击在游艇下方 让这艘游艇不断摇晃了起来 引起几人发出一阵尖叫 哦 古怪的鸣叫声随着海洋传了出来 紧跟着 一颗又一颗蛇脑袋从海水里冒出 直到九个蛇头都冒出来之后 才没有更多脑袋出现 这些蛇头每一个都有那一般的游艇大小 而带到那铺满了墨绿色的鳞片上半身冒出 远远看去更是差不多和一座小山大 圣主在上 快看那边 那是什么怪物 沙滩上正在一边晒太阳 一边用望远镜观察风景的人们最先发现了异常 而后在他们的惊呼声下 这些人的恐慌散布到了其他人的身上 该死 UP主门不是说 南半球不会遇到怪物吗 完了 这下完了 我才在这儿投资了酒店 快跑啊 那怪物掀起海啸了 很快 沙滩上的人们就看到 随着那九头蛇扬起了脑袋 竟是掀起了巨浪 在海里游泳的人们 这下不得不加快了上岸的速度 然而 在赶来的救援队伍们看来 这些人的速度都太慢了 他们的速度是比不过已经成型的海浪的 并且 比起这些游客 救援人员们更担心远方海面上的那头怪物 并不断有人发出疑惑 为什么这一次怪物入侵 他们没有收到警告 难道这种等级的警告 也要被延迟推诿不成 毛衣岛的管理们同样一脸猛逼 并在第一时间联系上了附近的军事基地 只是 基地里的花旗国军队 在得到第一手资料后 却都迟疑了起来 尤其是那些知道北极圈细节资料的将军们 更是对和海上的怪物打交道 充满了恐惧 人类如今能有效在海里起作用的手段 终究还是太少了 对方正面打不过 直接潜水用特殊能力来作战 可怎么办 将军们还是第一时间 让舰队行动了起来 只是却不是打算正面迎敌 而是打算向后方发起进攻 当然 舰队动起来同时 军事基地里的无人机 倒是不怕死的 先飞了起来 同时 数十枚一直处在戒备状态的导弹 从各种射尸里飞出 射向了海面上的九头蛇 只是 九头蛇的千米处 浮现出了淡蓝色的水波护罩 导弹落在这些罩子上 就如同进入深海 只前进了几百米不到 就失去动力 开始跌落 便是有爆炸的 也在罩子里威力大减 压根影响不到九头蛇躯体 反倒是海浪开始靠近了岛屿 并在越接近沙滩的时候 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哦 忽然 海浪被两股突然冒出的漩涡力量 吸走 形成了两股直冲天空的水龙卷 而后伴随着宛如远古巨兽的咆哮声 一头如山如月的玄规巨兽 在两股水龙卷之间冒了出来 这头海上巨兽刚刚冒出 不等那些沙滩上的猛逼游客们 惊呼出声 这头玄规巨兽 就携带着水龙卷 直接撞向了海上的九头蛇 两头海上巨兽 撞击在一起 刹那间 就让人感觉到了 什么叫天昏地暗 日月颠倒 大量的海水被寄得冲天起 席卷天空 仿佛把天空也变成了大海的一部分 花旗国的军方在数十秒后 通过对玄规巨兽的智能对比 他们99.9%的可能性 判断了这头巨兽 很可能就是北极圈 引起他们惨重损失的那一头 花旗国军事基地的舰队 逃跑的速度变得更快了 海底深处 苏平则是看着出现在海底的时空裂隙 同时进行着蓄力操作 那海上九头蛇自然是苏平 通过深渊普通挑战卷 召唤出来的深渊boss 之所以跑来着毛衣岛的地脉 却也是因为苏平上网看到了 有人紧紧有理的推理 认为南半球到目前为止 一直没有遇到真正的神秘事件 这不正常 可能是因为以下多种原因 苏平为了不让他们乱想 觉得可以把这次得到的普通挑战卷 用在此处 然后苏平发现 时空裂隙并非都会出现在天空 像这处时空裂隙 就是从海底深处出现 并蔓延到潜水区位置 从而让外面短时间里 没能发现这一处特殊意向 因为是在海里作战 苏平直接换出了青年玄规和大黑来帮忙 目前来看 青年玄规的战力 还是非常靠谱的 哪怕是遇到了各方面属性 都要比同境界强悍的深渊暴死 自己这青年玄规依旧不落下风 甚至打持久战的话 必定能拿下这场胜利 青年玄规虽然攻击力低了点 撕咬和喷出的吐息 都难以重创九头蛇 却至少还能造成伤害 而九头蛇的蛇脑袋 却是对青年玄规毫无办法 他的毒牙连皮都破不了 至于水系术法 那就不说了 双方调动的海浪 水龙卷或者暴风雨 却是双方都破不了防啊 苏平神识全开 锁定了目标 趁着青年玄规 一口咬住九头蛇最中间的脖子 同时双爪张开 死死抓住了九头蛇庞大身躯 苏平从九头蛇的下方 轰出了北斗贪狼拳 轰的一声巨响后 海面腾空而起大量的水蒸汽 伴随着提示音响起 苏平收了青年玄规 和面对深渊BOSS时候 起不到作用的大黑 便转身离开了这片海域 至于见到了这两大海兽 大战了一番后 这片地区会如何 却是不关苏平任何事了 随着大量水墓落下 发现海兽们都不见了的游客们 在一阵大呼小叫之后 没有多久 旅客们纷纷 想要上船之前拍到的视频 但是 很快他们就发现 这片地域已经断网了 周璇作为仙门行走 完成了对北地各法脉的一次 简单游走 在被苏平召回去湖中洞天的时候 苏平从他口中得知了 最近一段时间 水蓝星各地怪病丛生 周璇也是受人之托 想要询问云莱仙人 这是不是与什么邪魔外道有关 苏平文言却知道 这些事和他可没有关系 他也不屑把这些各种原因的怪病 都归咎于邪魔外道 不然等专家们找到真正病因后 多尴尬 不过 苏平取出了一叠区会符 给了周璇 让他试试看 能否用此符治疗 非天生而是感染为主 导致的怪病 苏平很清楚 在修仙界修士们认为 是晦气积累才让凡人得病 所以 驱除晦气增强正气 很多病就可以不要而遇 这在苏平看来 就是增强自我免疫力来治病 不过也因此 苏平回忆起了血神教理 对凡人里香火童子的选拔之一 就是晦气缠身之人 苏平当然不会那么毫无底线 把人恋为香火童子 不过这些晦气缠身特利之人 在香火一道看来 体质也算相对特别 或许能在运转大阵时候 助自己一臂之力 周璇带着福禄 回到了现实世界 然后便出现在了 最近处的一家医院内 周璇也是有点小私心的 询问师尊一个原因之一 便是他的亲人里 也有人生了怪病 周璇身穿道服 在医院里颇为扎眼 只是有人靠前想要询问 往往会在与对方对视瞬间 就又忽然忘记了 自己要来干什么 数分钟之后 周璇便出现在了一间病房里 并在那看到了自己的父母 以及二伯 三伯等人 这些人看到周璇 都情不自禁地站起了身 他们都在周璇身份暴露之后 第一时间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小侄子 成为了不得了的重要任务 看向周璇的目光 充满了羡慕和嫉妒 周璇行了一礼 看向了病床上的病人 大伯家的小儿子 不知怎么的 脸上身上起了各种小包 然后这些小包还像肿瘤一样 会慢慢长大 去了好几处医院 都无法判断病情 大伯他们也找过跳大神的 结果那些人收了钱 发现没起效 都借口邪魔太厉害而逃走 没办法 也只能求到 在他们看来有真本事的周璇身上了 周璇心中 其实也在打鼓 师尊说得很清楚 这些怪病 大概率和邪魔外道之术无关 这年头 有真本事的旁门左道 也是极少的 并且大部分都守规矩 他也只能提醒了伯父一家 他只能尽力 取出了一张福禄后 周璇念咒施法 然后福禄化作了一道金光 没如到已经昏迷 靠着呼吸间延续生命的病人身上 去慧福开始起效 病房四周 人们瞪大眼 发现小孩子身上那些小包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一个个人激动地大呼了起来 起效了 真起效了 果然还是得找正宗的道门真修啊 无量天尊 感谢天尊 周璇看着大伯家小儿子好转 心里也松了口气 他谢绝了亲人们的谢礼 却是在离开了病房没多久 便再度被调查组人员找到 想到仙长给了福禄之后 也有吩咐自己 多尝试看看 能对哪些怪病起效 周璇点了点头 答应了调查组的请求 化身为了小神医 周璇拿着去慧福 在调查组的帮助下 前往了一处又一处 治疗怪病的医院 去慧福起效的地方 自然是房间里想起了欢声笑语 周璇小神仙之名 在病人家属口中传唱 也有不起效的 有病人家属不肯接受 甚至跪下 希望能够再试一次 对此周璇也只能狠心拒绝 去慧福要是有效果 他自然也不介意 多用一张 让病人战胜病魔好起来 可要是无效 继续使用 很容易让福禄力量 超出凡人身体承受极限 到时候要是出其他状况 他周璇可没那本事治好 那就不是治病 而是在杀人了 好在调查组一直跟随着周璇 病人家属们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招数 并不需要周璇去面对 神医啊 洛洛 你快感谢大哥哥 一处位于大山里的医院里 随着周璇又找到了一个 去会扶起效的病人 周璇再次听到了熟悉的感谢声 虽然已经听到很多次了 这次被感谢被赞美的感觉 还是让周璇心里暖洋洋的 接下来 周璇谢绝了当地土豪们的宴请 去了一处道观挂单 深夜 周璇正在冥想 随着手腕处法器里 灵气散发了出来 被吸收 周璇心中一动 却是出现了灵魂出窍的状态 这种修行状态下 能隐约感悟到 四周天地间的各种玄妙 周璇也能因此深深感觉到 天地间灵气之匮乏 暗叹修行之大不易 忽然 周璇感觉到了道观东南方向 这座城市的一角 隐隐间有雪光冒出 回忆起师尊扔出的传承知识之后 周璇意识到 这地方或许存在邪魔外道 他收回了神魂 只觉得脑子有点晕乎乎的 赶紧调戏了下 这才恢复了过来 而后直接离开了道观 静止离开 周璇如同武林高手一样 轻轻一跃就能踩在树干上 而后踩着树枝就化作了残影 只不过没有隐身符 这点轻功手段 自然是瞒不住调查组的 调查组也就远远看着 倒是没有不知趣地 跑去询问对方 大晚上要去哪里 杀 周璇迅速地来到了 察觉到异常的地方 邓大眼看到了这地方的名称 好又快屠宰场 周璇注意到 这屠宰场的工人并不多 大部分操作 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化和智能化 甚至还有轮式的机器人 配合着穿戴着外骨骼的工人 处理需要重体力的杂物 好像特工一样 悄悄探查的周璇 在进入场区数分钟之后 身子一顿 看到了一点都没隐藏 就摆在屠宰场里的神像 和贴在神像上的符录 只是第一眼看去 周璇就明白 这些俘虏都是真火 再看看自动化传送带上 一头头戴载的家珠 周璇嘴角抽动了下 脑子里想到了 邪修们也学会了现代化知识 开始利用科技 来加快他们的邪修法器 或者法术来修炼了 他没有冲动的第一时间 就跑去砸掉神像 而是准备先悄悄回去 然后问一问 调查组织不知道这里面的事情 并准备下次见到师尊时候会抱上去 只是 他刚刚打算扭头离开 就瞧见门口站着了十多个 戴着头盔 身穿外骨骼的工人 为首的那高约一米八 体重至少三百斤的大胖子公头 带着疑惑 不断打量着周璇 大声道 看起来 还真像一个道士 不过别说道士 就是和尚 也不能乱闯场区 说说吧 那么晚跑来干嘛 我给你说 快点老实交代 我们可是已经抱上去了 立下安子之后再撤销 可就不容易了 公头这话说得很熟 显然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小偷小摸了 周璇却是微微一正 再次回头看了看 那怎么看都有问题的神像和俘虏 又看像怎么看 也只是一群正常人的工人 微微皱眉 你们居然还敢抱上去 周璇听到这话错愕了下 璇集意识到了 这些人压根没带怕的 一看就知道背景深厚 他也不继续和这些普通人纠缠下去了 身形一动 就化作残影 从这些工人眼前一闪而过 那大胖子 公头张了张嘴 看着周璇之前所在地面 吞了下口水的他 想起了老板的吩咐 赶紧拿出了手机 打起了十元一分钟的卫星电话 另一边 周璇回到道观时候 就见到了调查组的人员 在那等着自己 周璇也不掩饰自己晚上遭遇 进入房间里抛好茶之后 说出了心中疑惑 嗯 调查员显然对周璇口中 神像和福禄有血光 很感兴趣 并着重记录下来 不知周道长可觉得 那些神像吸取血气久了 会不会引起什么祸害 这 我却不知 周璇文言摇了摇头 老实回答 身为修行之人 可以真话不全说 假话则是绝不能说的 我只是知晓 这种吸取血气生魂的手段 属于旁门左道 并且精通此法者 往往守不住底线 会沦为邪修 那就是说 这法术本身 并不会造成祸害 只是按照道长你了解的知识 大部分施展这种术法的 有可能是邪修了 是的 周璇再度点头 而后问出了他 好奇的问题 那就是 这屠宰场 到底是何方式里 随着调查员解答 周璇也得知了 为什么那场子 敢那么大大方方的 祭祀神像 并且还敢公事公办了 其背后势力 赫然是如今 火得不得了的 尼尔伯加德士 那位买谷地道人 记名弟子们的产业 随着拍卖会 和白象商会等事迹 逐渐发酵 买谷地在上层圈子里 可是炙手可热的 毕竟其他超凡势力 都实在是 太虚无缥缈 难以把握了 而买谷地这边 虽然看起来就知道 透着一股子 小门小派气 在超凡圈子里 估计也算不上 什么好档次 可别人清明 并且走下沉市场啊 也是他们这些人 最有可能接触到 超凡的势力了 在周璇看来 那些神像 俘虏显然 也是那买谷地道人的手笔 并且周璇 从调查员口中得知 不只是这座城市 在买谷地 既明弟子们 搞出了拍卖会之后 随着他们 与各方势力 加强了合作 许多自动化程度 比较高的大型屠宰场 就接受了 来自他们的改装 也就是安装上了神像 贴上了俘虏 然后都不需要 他们吩咐 便有工头带着工人们 早晚前去上乡 至于副作用吗 目前来看是没有的 甚至那些既明弟子们 带头采购 这些屠宰场的肉制品 拍着胸脯表示 担心的话有多少 他们收多少 说是 就算他们自己吃不完 他们的师尊 那养了大肚王灵兽 多少肉都是 不够填饱其肚子的 买谷地虽然是旁门左道 却也算是守规矩的旁门 也因此 仙门还有其他大派 都默许了那位道人的 种种动作 我这一派也不例外 周璇低语道 既然是买谷地 那看来是我虚惊一场了 了解完了情况 周璇正要送客 却见调查员似乎耳机听到了什么 顿了顿 旋即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调查员把手机拿出来 放在了桌面上 周道长 是买谷地的黄总找你 黄总 买谷的记名弟子里最常出镜 名气也是最大的一位了 周璇自然也是知道的 微微点头接了过来 电话里并没有什么威胁之语 只是简单问候之后 主动介绍了他们买谷地 与各方屠宰场的这一合作 并再三保证了 那些神像会定时更换 绝对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发生 之后 又以东道主身份 想要邀请周璇这位同道中人 来迦德试看看 对买谷地 周璇自然是好奇的 自是想到师尊的任务 他摇头谢绝了这一提议 调查组这边则是悄悄松了口气 无论是周璇一方还是黄总那一方 都是他们定下调来要合作 不要争斗的合作伙伴 配合如今大环境局势不明朗的大背景 对于这些站在维持秩序一边的超凡势力 自然是希望他们可以一起携手合作共赢的 迦德试正在舒舒服服泡澡的黄总挂断了电话 对那位周璇小道长他还是颇为羡慕的 毕竟那可是遇到了现缘的道门种子 据闻去了北地后 还收服了一头白虎当作棋 实在是威风凛凛的 让他好生羡慕 他在接到了公投的电话之后 赶紧急急忙忙找人 希望能联系上周璇 便是怕对方年少轻狂 学了点本事之后 把他们买股地的布置当邪魔外道给斩了 虽然他们买股地看起来 确实反派了一点 但是天可连剑 除了对待坏人手段残酷了一些 对待普通人 他们可都是大善人来着啊 从来到迦德市投资发展到了今天 他们带动之下 直接或间接都不知道救活了多少人的饭碗 要是放在古代 怕不是长生排位都立起来好几座了 黄总现在做起事来 也是越做越问心无愧 就是 每次瞧见那些运回来的神像 他还是有些心计 不过随着消息再次响起 黄总也不得不结束最喜欢的泡澡运动 换好衣衫 前往了会议室 在经历了一番激烈 却又友好的辩论后 记名弟子们 以抽签的方式 确定好了这一次前去负责运输的重任 由黄总来担任 黄总叹了口气 当天就坐上了私人专机 抵达了越国的首府机场 在给来迎接的代表 送上了一些礼物后 黄总就待在了 机场那专门为自己准备的运输机面前 从那大型运输机 打开后方舱门那一刻起 就全神贯注地盯着 从外面朝着运输机 运来的一个个大木箱 这些木箱里 都有着贴着的符路 完全变成红色的神像 按照要求 这种神像都需要撤换新的 而后运回去加德市进行处理 按照蜀道人的要求 为了保证安全 运输过程必须有至少一位 买谷地的记名弟子 手握法器与符路坐镇 黄总注意到 这次的运输量比之前多了不少 稍微打听了下 便得知 这段时间周边地区的合作方 也把神像运来了越国 此外 因为有他们补贴 以及来自东方的神秘技术改造 升级的关系 合作方的生意更好了 效率也更快了 也就让神像们变红的速度加快了 黄总望着逐渐装满了的运输机 心中莫名地有了一点点担忧 这些变红的神像 只是一两座 其实还好也没有什么异常 所以 那些研究机构 偷偷藏起来一二句 怎么研究也研究不明白 这东西有什么古怪 最后也只能 又悄悄送回来 至于想要破坏性地研究 神像符路 嗨嗨 符路一被强行破坏 晦气爆发四散 相关研究人员 立即倒霉了一大片 最后求爷告奶奶 赔礼道歉 又把涉事人员处理了一大堆之后 越国这边 才算是把事情重新处理好 也让其他来不及行动的各大势力 心中凛然 意识到这里面的水深 然后 这些变红的神像 在一段时间后 他们有几率对四周环境产生共鸣 让周围人不适感放大 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在炼气入体之人 才能看到的血红光焰产生 而一旦发现这些光焰出现 最好第一时间使用符路或者法器镇压 这也是静明弟子们不得不过来护航的原因 那就是尽可能避免出现意外事件 水蓝星确实没有灵气 但是这些被吸纳的血气生魂 某种意义上也能产生违心的影响 理论上有可能引起幻觉 黄总登上了运输机 吩咐了驾驶员起飞后 他便盘膝在了机舱里 独自面对着数百装着神像的木箱 也不知道是不是幻觉 看着这些木箱 黄总感觉自己好像具备了透视能力 感觉能看到那些箱子里的神像 这些神像高约一米 用石头为主 并留了一层黄金 造型各异 不过多为三头六臂 或者双头双臂 做威吓状鬼神 他们身上贴着六张三寸长的符露 符露上的纤纹 此时全都血红一片 配合着神像不断溢出的血丝 黄总连忙举起了法器 一箭青铜铃铛 摇动了起来 叮当叮当声响起后不久 黄总便恢复了清明 再看向木箱 也再无什么异常 只是 下一秒 运转法力在双眼的黄总就发现 好几处木箱 竟然都出现了红光 并且 一些木箱里 开始晃动起来 发出了响声 这有点惊悚的一幕 让黄总不得不再次摇动铃铛 镇压神像异动 然后他也不太慌乱 毕竟一切可能出现的异常 之前去买谷地学习的时候 蜀道人给的预检里 都有相关记载和处理办法 有法则可以依靠的黄总 摸出了手机 开始提醒同伴 这次回收遇到异常了 看起来像是师尊提过的 质量太好了 然后又遇到了 我是入了门的 身有法力 所以受刺激了 你们来的时候 都记得把法器带过来 我不想抵达加德事后 闹出什么大动静出来 黄总说完 盘西在了机舱里 时不时摇动一下铃铛 等待着飞机降落 好在越国与尼尔博并不太远 一段时间之后 运输机就得以顺利进入了加德市 之后便降落在了提前清空的 临时机场之中 数千全副武装 身穿外骨骼装备的安全人员 来到了这里 在几个记名弟子的指挥下 小心翼翼地搬运木箱 这期间隐约有安全人员神色恍惚 他们马上就被记名弟子发现 然后换人下场 靠着人多好办事 加上车辆器具足够 木箱通通被存入到了 工厂区的地下二层 这期间自然也吸引了 不少好事者的目光 更有手眼通天地知道 木箱里装着的 是最近一段时间 这些人分发出去的神像 从目前那些 记名弟子的动作来看 这买骨地对这些神像 还是相当重视的 只可恨 他们手中养着的全都是废物 没有一个能够通过研究这些神像 重现自家产物 又或者研究出 怎么利用办法来的 使得他们无奈之下 也只能希望于 能在合作之中 可以奋一杯羹 从而得到通往超凡的钥匙 地下二层 随着这批神像 从木箱里运出来 安放在了这里 黄总打开了灯光 看向了这足球场大小的地下空间里 好似教场阅兵一样 摆放整齐的数千血红神像 黄总和跟着他一起下来的其他人 都微微一正 有些失神 却是随着这批神像落地 其中几座神像 好似其他神像的主星骨一样 眨眼间 整片神像 仿佛产生了共鸣一样 连成了一片 使得不仅是普通人 就是黄总等记名弟子 也看到了幻象 仿佛看见了眼前的地下空间 化作了一片血海 然后这血海里 一尊血液组成的人形 巨神正缓缓地 从血海里冒出了头来 并伸出了右手 想要抓住海岸边 从而把整个巨大身子撑起来 哇 突然 一道刺耳轰鸣声 在地下二层里响起 让这血海幻境 刹那间崩溃 旋即 清醒过来的黄总等人 赶紧跪了下来 恭迎师尊清零 一生破开幻境的 自然是从南半球 打完了怪兽跑回来的苏平 他也收到了来自黄总的留言 得知了神像异常后 也心中一动赶了回来 这些神像 算是苏平学会了 血神教秘法之后 琢磨出来 能在无灵器环境下 尽可能利用起来 本地优势的一个尝试 香火神像之术 配合血神秘法 得以吸取那些牲畜们的 血气生魂 反正这些东西他不吸取 也会在无灵环境下 渐渐消散于无形 却没想到 还是遇到了惊喜 随着神像里 吸取的生魂之中 又成为灵兽底子的生魂 越来越多 特别是这次带来的神像里 更是有一头 堪称灵兽之王底子的 相当于人类里 有灵体之人的 家诛生魂 那相当于 诸王的魂魄 在血神秘法里 成为了主魂 本能地便引起了共鸣 使得黄总他们也中了招 一时不察 陷入了幻境 不过 即便苏平这次没在 其实问题也不大 福禄里的法力 只能勉强保持 神像内生魂存活 便是结阵了 也就吓唬一下黄总他们 幻境没有支持 也很快就会解除 地下二层 存放神像的房间里 化作蜀道人打扮的苏平 走进来后 轻轻一笑 举起拐杖 敲在了地面 顿时大量黑雾 从他身上冒出 眨眼间充斥了 这足球场 大小的地底空间 同时 黄总等记名弟子 也听到了 蜀道人 退出去的命令 虽然心中有些不甘 却是没人敢 违背道爷的命令 全都第一时间 乖乖地退出了房间 最后离开的黄总 还贴心地 把大门关上 吼 大门一关上 里面就传出了 猛兽的嘶吼声 镇的铁门 和墙壁都在抖擞 让黄总他们 纷纷握紧了 手中法器和俘虏 赶紧加快了 离开速度 免得成为 斗法余波的受害者 房间里 随着苏平 释放出黑雾 启动了阵法 提供灵气 神像里 原本被压制的 生魂们 纷纷躁动了起来 在苏平的神识下 能轻易看到 神像发出的 红光深处 有一头体型 壮瘦的夹珠 血色虚影 在对着自己 所在位置咆哮 这头生魂的咆哮 数以十万计的 其他同类生魂 似乎也被刺激着醒来 并本能地听从着 这头家猪虚影的召唤 还真是天赋一禀的 猪类生魂 可惜生不逢时 出现在了 没有灵气的水蓝星 天赋再好 也免不了进屠宰场 成为人类口中美食 要是在修仙界 他刚一出生 就能让同类妖王心有所动 然后寻踪找到后 在十万大山里 悉心培养成为 下一代妖王种子了吧 不过这也说明了 我这血神秘法 在水蓝星不仅能用 效果还能超出我的预想 也说明了 只要数量上去了 总是能出现几头一数的 我的护道神兵进度 能比我预计得更快了 然后护道神兵有了 猪邪万剑阵 也就不远了 苏平神通画出了三头贪狼 冲进了血海之中 直接咬在了 那家猪生魂身上 这头猪中之王受到攻击 发出了更加响亮的嚎叫声 同时身上血气爆发 使得充斥黑雾的房间里 也冒出了一道道诡异红光 地面上也随之出现了轻微震动 引起了许多有心人的猜测 破 苏平看着三头贪狼 咬住了对方 竟然还差了那么一点 取出了天剑神兵 向前一挥 剑光划破黑雾同时 也斩断了那猪王与血海阵法联系 失去其他血气生魂辅助 猪王生魂当即被三头贪狼 咬破了皮肤 并撕碎了身体 碎裂的血物身躯 很快就重新恢复原状 只是重新恢复不过一瞬 就会再度被贪狼们围攻撕碎 每次撕碎之后 再恢复的猪王生魂 体型都会小一圈 血物也淡一些 如此重复十多次后 苏平才收回了贪狼神石 那猪王生魂却已经化作宠物猪大小 并且整个意识浑浑噩噩 早已失去了仇恨不甘等概念 苏平神石轻易没入到了对方额头 血神秘法一运转 在这头受控小猪王的辅助下 房间里的神像全部受到了遥控 而后一道道红光 从这些神像里飞出 没入到了这头作为核心的小猪王身上 并化作了一颗血红色的球体 随着这球体已虚化时 球体本身也渐渐缩小 最终化为了一颗 和葡萄差不多大的血色珠子 收了血珠 神石扫过下方神像 把几个有破损的福禄换了新的之后 苏平满意地用神通打开了大门后 走了出去 下面的神像都变干净了 可以拿出去做更换用了 苏平走到地上 便看到在等着自己的寄明弟子们 他微微汗手 认可了这些人的孝心后 吩咐道 另外 此次用香火傀儡之法 吸取血气之术 目前来看 效果还是不错的 可以加快猪邪大阵的布置 说到这 苏平顿了顿扫过黄总他们道 可以不限于猪了 其他斩杀牲畜的地方 也是可以布置的 数量方面 你们也不用担心 下次我会带更多的神像过来 苏平说完后 忽然转头看向了黄总道 我听说云来仙门的那个凡间行走在查我们这事 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们不起邪念 不做坏事 那些仙门也好 佛门也好 也都是通情达理的 说完这些后 苏平消失在了寄明弟子们面前 对此 黄总他们也都已经习惯了 连忙安排人将神像从地下二层里运出来 看着恢复如初的神像 黄总他们嘖嘖称奇 心中知道 那些血气生魂应该是都被师尊给带走了 就是不知道 那么多的血气生魂 还有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搞那些大阵 也不知等到最后会展现出多么惊艳的效果 苏平收了血气珠之后 隐身前往了白相国 视察了一番大阵修筑地点 靠着灵光朦胧于 已经算三阶阵法大师 并且精通了珠邪万剑大阵的苏平 很快找到了许多改进之处 带到夜色降临把那白相商会的会长招来了买谷地后 苏平给出了改进方案同时 拿出了已经经受了试验的神像 交给了对方在白相国等地推广 再跟着 棒子国和樱花之国那边 也通过启明新教会的力量 对神像进行推广 同时为了阴帝质疑 神像模样也不再是三头六臂的鬼神模样 而是各种魔改版的圣母神像 或者受难神像 至于樱花之国的贺茂纯一郎 苏平目前则是更关注 他那幽冥鬼体帮助下 对邪祟残骸为架构形成的香火神 因为珠邪万剑大阵 对目前的苏平来说 数量比质量更重要 苏平准备加大对贺茂纯一郎的投入 从而可持续性压榨其幽民鬼体的能力 为自己批量生产可控的低阶香火神来 担任见证节点 又因为香火这东西 在水蓝星产量有限 且保存不易 那些神像也好 各种所谓的神圣仪器也好 当时的信徒们再怎么虔诚 寄存的念头 也会随着时间快速消散 不然也不会当初聚集全樱花之国之力 还借助了对方樱皇的旨意 才勉强把黑鸭神给凝聚出来了 苏平也打算顺便尝试看看 能不能用血神秘法的血气生魂替代 毕竟血神教能用这些东西 给血神补充能量 没理由其他香火神不能用 月明星熙 贺茂纯一郎 正在樱花山外围的寺庙里修炼 运转了数个时辰之后 感觉疲惫的贺茂纯一郎 摇晃了下脑袋 站起身来 他感觉到 自己体内几乎没有增长的法力 有些难堪 虽然他在小黑屋时候看到的传承知识里 确实有提及过 修行与大环境息息相关 在洞府里可一日千里 在灵气稀薄之处 却是寸步难行 然而 这都不是寸步 是一动不动了吧 难道自己修行天赋 其实没有多好 贺茂纯一郎想到这 赶紧摇了摇头 不可能 我可是 能被胡神大人看中的阴阳师啊 怎么会天赋不好 一定全都是这个世界的错 一定是的 这个世界出问题了 所以才会那么长一段时间 超凡绝技 贺茂纯一郎自我安慰着 同时心念一动 身上冒出了黑鸭神的虚影 感受着力量充斥全身 这位大阴阳师 这才算恢复了平日里的心境 咯咯咯 贺茂纯一郎 忽然听到了一阵吃笑声 身子微微一震 正打算让黑鸭神现身的他 忽然注意到 房间里多出来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湖面巫女 双手合拢在宽大的巫女府里 正歪着头看着自己 巫女大人 贺茂纯一郎 连忙弯下腰行李 并在心中有些遗憾 怎么没有召唤自己 回去那处小黑屋洞府 他实在是怀念那种 每天呼吸都能感觉到 修为在提升的美妙感觉 勤奋修炼很好 可惜你天赋一般 这处环境也差了一些 你现在进度 想要修成三千黑鸭世界 也不知道得等多久 请巫女大人教我 听到湖面巫女提到修炼 贺茂纯一郎 扶置心灵连忙跪下 咯咯咯 湖面巫女笑得更开心了一些 望着跪在地上的贺茂纯一郎 她慢慢地松开双手 而后右手轻轻一抖 宽大衣袖 三瓶碧绿色的小瓶子 出现在了贺茂纯一郎双眼之间 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湖面巫女手指轻轻一点 小瓶子的盖子就扑一声打开 散发出了诱人的药箱 如果周旋在这里 估计就能察觉到 这些小瓶子里的丹药 都是她前段时间炼制的 培元丹和聚气丹 这一瓶是可以增强修为的丹药 另外 两瓶是快速回复法力的丹药 三千黑鸭世界 需要炼制三千黑鸭神分身 你现在自然是没这本事的 湖面巫女说到这 又取出了一枚传承玉剪 放在了贺茂纯一郎面前 不过 简化版的黑鸭鬼族 现在的你 应该没有问题吧 黑鸭鬼族 贺茂纯一郎微微一震 没敢马上点头答应 毕竟答应了 发现自己做不到 那不就撒比了吗 她握紧了玉剪 闭目读取了画后 发现 这和炼制黑鸭神的时候 没多大区别 甚至还简化了许多步骤 另外就是炼制出的 黑鸭鬼族控制权 自己的主动放弃了 并且一些 她做不到的步骤 也会有巫女大人帮忙 她想了想 点头答应了下来 然后 她开始为第一次 尝试炼制 而行动了起来 贺茂纯一郎摸出了电话 打给了专线联系的 那个大臣 没多久 贺茂纯一郎 就乘坐一架直升飞机 腾空而起 离开了哪怕在夜晚 也依旧灯火通明的 建筑工地 为了尽可能在未来的 一届入侵战争里 占据先机 这片防御攻势 早已开始了 三班岛的007模式 贺茂纯一郎回到了英都 马上宣布 要进行黑鸭神的庆典仪式 因为一切从简 不过一天 仪式就在一处 大型神殿里布置完毕 而后贺茂纯一郎 再次于祭坛上 开始了祭祀 并有数百巫女 身穿白衣 护卫在四角 整个过程也并未直播 算是最符合那些 樱花之国原神官们 心目中的祭祀庆典了 开始了 苏平落在了祭坛旁 同时 记忆幻象湖面巫女 也悬浮在了空中 挥手赐服了贺茂纯一郎 给了下面干活的贺茂纯一郎 很大勇气 随着阵法启动 灵器出现在了这祭祀场所 贺茂纯一郎 马上感觉到了神清气爽 开始按照步骤 运转其法力 苏平也算熟门熟路了 随着法阵运转 他释放出了邪碎残骸 能形成相当于 筑基站里黑鸭神的残骸 很快化作了 一百道小型残骸 而后这一次 并没有依靠贺茂纯一郎 吸取方圆百里的精神力念头 而是用上了苏平 收集的血气生魂来替代 苏平拿出了血气珠 伴随着一头珠王虚空咆哮 万千雪光飞 出落在了那些邪碎残骸身上 开始按照邪碎残骸 为骨架构建神区 苏平注意到 这样的香火鬼族 眼神呆滞 神光暗淡 如果是黑鸭神 那样的主观能动性 是一百分 这样的香火鬼族 最多能拿一分 也难怪大金光寺那边 没有考虑过这种 快捷替代香火念力的 邪道办法 显然一方面这样做 和他们的正道理念不同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样 搞出来的香火神 很显然是不满足他们需求的 只是对苏平来说 这种傻子神 只要确实能具备 炼器初期修为 并且还能听简单命令 那就可以一用了 自己只是拿对方 当珠邪剑阵启动傀儡 只要满足这点 其他问题再大 也没关系 一试进行中 贺茂纯一郎脸色一白 赶紧吞服了一枚丹药 而后脸色红润了起来之后 贺茂纯一郎继续催动法力 随着第五枚丹药入肚 天空中 一百头大约只有半米高的 黑鸭鬼族凝聚出了实体 丫头双眸冒出了血光 同时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贺茂纯一郎和四周 当背景版的巫女们 都听到了猪叫声 性不如命 看到天空中成形之后 自己不再运转法力 也不会散开的黑鸭鬼族们 贺茂纯一郎露出了喜色 并看向了湖面巫女方向 湖面巫女露出了笑声 缓缓落在了地上赞叹了一声后 挥手间就把屋主的黑鸭鬼族们 全部收入了衣袖之中 之后 苏平神识查看了下贺茂纯一郎的身体 知道他现在状态 怎么也得恢复一周 才能继续后 苏平也不吝啬给对方好处 让贺茂纯一郎 得以重回小黑屋里 修行三天 并借湖面巫女之口告诉了对方 他能在此地修行三天 可是花费了巫女大人不小代价 让贺茂纯一郎扶置心灵 连忙感谢同时 也定下了下一次举行仪式 炼制巫女大人 所需黑鸭鬼族的日子 湖中洞天 苏平盘西在浮华如梦寺所在山峰 用神通帮助 在寺庙前方 绘制出了多种见证之后 他放出了黑鸭鬼族 和多种傀儡 首先是傀儡术里的力士石像 比起那位学了皮毛的主教 苏平这些来自倒霉修士的无主之物 已经算是实打实的一阶造物了 只是 这些造物在剑阵中心又蹦又跳 却是都启动不了最简单的仪器剑阵 苏平对此也是早有猜测 如今只是验证了罢了 他放出了黑鸭鬼族 这些黑鸭鬼族修为在炼器三层左右 和苏平刚刚下山时候差不多 当然实际打起来 就这些笨拙的黑鸭鬼族 苏平自信炼器三层的自己 还是可以单挑打赢的 他们落在了剑阵上后 按照指令运转法力 马上就让剑阵亮了起来 苏平放出了十多具炼器初期 甚至中期的指人 哪怕是炼器中期指人 主观能动性超出了黑鸭鬼族几个档次 却还是激活不了剑阵 苏平没有放弃 收回了这些指人后 放出了另外一张指人 这指人体型与正常人差不多 做剑客打扮 和其他指人不同 这指人双眸血红 身躯隐隐有着血光 他的主人在炼制培养他的时候 又吸取大量血气生魂 使得他诞生了某种灵质 实力达到了炼器后期同时 却也入了魔道 化作了魔器 使用者稍有错漏 就会反噬主人 并滥杀无辜 苏平让这句指人落在了阵法内 也成功激活了剑阵 果然 神魂才是关键 这些非人傀儡 想要用他们充当剑阵节点 就必须让其吸取大量血气生魂 产生自我意识 才有资格运转剑阵 至于人剑合一 成功提供出一道 珠邪剑光虚影 苏平对此也另有准备 这方面倒是比阵法节点要简单许多 只要透露出去一点风声 愿意学天剑爵的天才们要多少有多少 到时候只需要一个简单法阵 这些虽然没修为 但是会天剑爵的天才们借助傀儡当法力电池 不仅能施展出珠邪剑光 还是天剑神兵提供的最正宗版本的剑光 威力怎么也不该比云山当时的炼器杂牌军们提供的要差了吧 苏平实验明白之后 神通一动 百米大手横空出现 一掌把那血红指人拍成为了飞灰 这种摩弃苏平也不可能长时间控制 拿去给水蓝星人用那更是不可能 还不如直接抹去罢了 至于能满足需求的指人 找到了办法 苏平相信借着水蓝星的资源 自己并不难批量生产 而后苏平便回去了修仙界 开始寻找制造指人和各种傀儡所需关键材料 九叶山方式 没有了数十万计的凡人之后 方式显得空旷了许多 山脚下大片建筑无人居住 成为了蛇虫鼠蚁们的乐园 更有生命力顽强 又借助了九叶山阵法 避开了之前多次灾难的草木藤蔓等植物 很快蔓延了过来 穿插在房屋之间 也就开辟出了林田的山腰间 能看到人影 却也托了人少的福 来务农的散修们 都可以分配到独门独院的房子 方式内也早已没有了 当年人来人往的盛况 每天会过来方式的外来修士 不过超过双手之数 并且大部分是其他宗门的修士小队 以过来借地方修整为主 苏平让东方管事 把自己所需材料挂在了万宝楼外 价格则是参考试价 稍微加多了两成 两成力足够让看到消息的修士 顺带着赚这一笔外快了 而后苏平整理了下手中可以出货的物品 离开了九叶山方市 前往了汽星宗的仙州 在仙宫镇压 地脉封印之后 为了防止意外 不是心腹 已经很难进出仙宫 对外互通有无 却又是必须的 于是汽星宗便分出了四艘巨型仙州 分别布置在了四处固定位置 以接待各方修士 算是属于汽星宗的天上方式 苏平前往了其中一艘仙州 才采购了一些可用材料 苏平就听到了仙州 响起了钟声 苏平先是一惊 怀疑自己是不是那么倒霉 刚刚出来 就又遇到袭击了 玄机发现 后续钟声并不急促 幽缘缓慢 看起来更像是发布重要通知 苏平随着人流出了船舱来到甲板 好奇地看向仙州顶端 果然 那出现了一卷悬赏榜单的虚影 虚影里金色大字清楚写了 最近一段时间 有血神教妖人 潜入到了附近地狱 疑似有危害到地脉封印之可能 是一切正道修士之死敌 所幸 有大金光寺高僧 发现了妖人踪迹 多番激战下妖人强者 非死即伤 如今这些血神教妖人已被打散 正是正道修士成圣追击的时候 所以 只要能提供线索 或者亲自打杀妖人者 皆有重赏 看来我提供的线索起作用了 可惜那时候 还没这悬赏 苏平看到这悬赏 心中一动 倒不是打算客串修仙界的赏金猎人 而是目光放在了血神教妖人 不死也伤赏 血神教的传承知识 苏平还是很有兴趣的 并且从血神那得到的部分传承记忆来看 这血神教 还有好几件灵宝 是历届教主汇聚全教之力炼制而出 专门用来配合血神秘书的 要是有机会得到那些灵宝或者秘书 对自己的越阶作战 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苏平装作因为悬赏而异动 并为此前往了仙洲里的联络铜镜 花费零食 询问了小木真人了解情况 小木真人对此了解不多 只知道大金光寺的高僧 突然间出现在了仙宫上空 然后弃心宗派出了三位金丹长老 手持了三件灵宝 前去助阵 据闻那一战 同样是打得天昏地暗 地陷三尺 附近的一处城市废墟 更是被夷为平地 就是大金光寺的高僧 也因此受了内伤 不得不放弃追杀回去休养 不过血神教一方则是有多名长老 直接神魂俱灭 又被活捉了五六个堂主 他们可以速成不俗斗法之力 依靠的那尊恐怖血神 也被高僧以大法力 短暂封印在了秘境之中 使得剩下的血神教弟子们 十层力量至少没了七层 可以说如今的血神教 或许是他们成教以来最虚弱的时候 小木真人说到这也是一阵唏嘘之余 颇为疑惑 这帮子香火神道的妖人 怎么突然跑来忠誉凑热闹 难道不知道 此刻忠誉因为邪神降临各大仙门 都极为敏感 一被怀疑 或许和邪碎有关 就会被往死里打吗 莫非真把自己当成 逃顿之术一等一的魔刀 觉得他们可以自己上也行了 苏平对此也是如此认为 毕竟引起血神异动 获得大量血神传承知识的 是火之骑士爱尔文 和自己这个普普通通的筑基修士 有什么关系 苏平知道自己 在寻找血神教余孽方面 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恐怕没有血神教之外的修士 比自己更了解对方的众多隐秘了 苏平离开了仙州后 便寻了一处城市废墟 降临了下去 而后潜入地底之后 苏平才召唤出了驱魔法师云空 和火之骑士爱尔文 两个记忆幻象 让他们披上了遮住身形的黑斗篷 带好了有基础物资的储物袋之后 这才让他们分别前往不同方位 寻找血神教的痕迹 和那些瞎猫碰死耗子的修士们不一样 苏平专门寻找村镇一类的废墟 在奔波了两个时辰之后 终于眼前一亮 在一处只剩下一面墙壁的庙宇处 看到了血神教留下的痕迹 扫了一眼 苏平这次没有去通知高僧 选择了让记忆幻象亲自动手 元经建成遗址 折断了大半 只剩下一个建建 还在的广场中心旁 一间倒塌了一半的围房里 血神教的大长老 脸色苍白的 和几个青传弟子躲在这里 等待着救援 这些血神教修士 待在这里 也是无可奈何 之前那一战 他们输得很惨 也算是让年轻一辈们 再次意识到了 先门强者和一般势力 之间的巨大鸿沟 要不是血神教在香火一道上 抵蕴深厚 教主和长老们 拼了命施展了秘书 恐怕他们这些人 一个也别想逃出来 然而 哪怕逃出来了 他们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人人带伤 长老更是内伤严重 还有一道道佛光 在体内难以排斥 从而无法靠体质自愈 偏偏血神被封印 他们的各种续命疗伤秘书 全部失效 再加上丹药都早就吃完了 要是一段时间 没有其他还有丹药服录的弟子们 赶来会合 再加上 天空到处都是追兵 这片地狱又是灵气稀薄之地 连冥想聚气都艰难无比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还可以熬多久 这次要是能活下来 这终于我是 一辈子都不会来了 一个留着山羊湖的青传弟子 咳着血低声道 那个老和尚太恐怖了 我感觉 血神就算能完全现身出来 也打不过那老和尚 另外一个青传弟子 喃喃说到这 忍不住身子发抖 双眸隐隐冒出了佛光 甚至耳畔 还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幻听 不要回忆那和尚的模样 这会让你体内佛光爆发出来的 大长老阴着脸伸出了剑柄 敲了不争气的弟子脑袋 想死就出去 别在这里让我心烦 大长老说道 这顿了顿之后 又叹了口气道 那大金光丝的高僧 确实佛法玄妙 但是要说和匹敌血神 却非他一人之力 他那大封印之术 也是借用了某种 与血神颇为相似的力量 说到这 大长老目光有些迷惑 正打算继续深思下去 忽然 大长老耳朵微微一动 却是听到了 有外人靠近 注意 有羞氏落地声 对方应该只有一人 但是不可大意 清传弟子们低语着 都避气凝神了起来 他们这处地方 有着大长老 亲自布置的隐蔽法阵 还有着一件特殊领宝 提供法力 除非提前知晓 否则就是 金丹大能放出的神石 也无法察觉其中异样 只是有力就有弊 为了避免被发现 他们自己也不能 把神石放出去侦查 以免露出破绽 不对劲 对方静止过来了此处 难道是其他堂的弟子 看到我们留下的痕迹 找过来了 有清传弟子露出喜色 只是他们很快就脸色大变 出现在他们视线处的 不是任一名血神教弟子 而是一位身披铠甲 留着火红长发的 有神秘魅力的剑修 他发现我们了 与对方对视的第一眼 长老就做出了肯定的回复 下一秒 随着火之骑士 爱尔文扛着大剑出现在了广场 然后继续逼进那处微房 一道红光 从微房里突兀飞出 旋即打在了火之骑士 猛地双手握紧 护在了眼前的巨剑上 发出了好似炸弹引爆的 巨响音爆声 火之骑士后退了几步 旋即发现 爆炸产生的红光里 飞出了几十道红色冤魂 打在自己身上 这些冤魂 刚刚碰到火之骑士 体外三寸处空间 立即被一道道 突兀出现的雷光炸炼 浩强的辟邪法器 这人是有备而来啊 发现冤魂无效 大长老心中猛跳了下 却是低声道 不过 对方只是助击初期修为 我们虽然有伤 却有六人 助击初期 有清传弟子 脸色一喜 对方应该并不知道我们具体情况 否则这时候 该立即逃走才对 还不速速出手 以雷霆之势拿下对方 万一对方回神过来 顿走叫来追兵 我等下次能有几人逃脱成功 大长老补充了一句 同时握紧剑柄 挥手放出了一圈 红光在了清传弟子们身上 这五个清传弟子 纷纷感觉体内佛光 被压制得几乎无法感觉得到 而后也知道 长老所言非虚的他们 纷纷弹射而出 冲向了那伙之骑士 他们作为长老清传 每一位都至少有助击修为 虽然没了血神加持 斗法之力大损 但是他们觉得五打一 还是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这也能说 动 他们刚刚飞出了微房 显露出了身形 就齐齐脸色大变 确实看到了 那火红骑士身边 刷一下冒出了至少 石头具备助击气息的 紫光狐灵兽 并且这些紫光狐身上 冒出的雷光 隐隐约约间 竟然让他们再次想到了 那股催枯拉朽一样的佛光 这是一个层次的压制之力 哼 火凤燎原 火之骑士举起大剑 第一招就是大招 以表敬意 再配合紫光狐闷 齐齐牺牲停留时间 缓出天雷 那位刚刚凝聚秘书 准备逃走的大长老 猛地瞪大眼 发现他那几个清传弟子 竟是眨眼间 就全部倒在了地上 甚至 没把对方大招余波挡住 使得火焰 直接破坏了阵法和威防结构 让他这位血神教的大长老 直接暴露了出来 这位大长老也算果断 马上停止了转移秘书 转而喷出一口舌尖热血 激活了悬浮在半空的一面小棋 那一面小棋散发红光 便要释放出什么诡异 天雷却是再度落下 直接炸的小棋 红光消散 也让大长老双眼一黑 差点晕了过去 身上几处伤口 也冒出了金色佛光 隐隐有焦壶未传来 可嗨嗨 可恶 我堂堂神教大长老 金丹强者 居然会被一个小小筑鸡 逼得那么狼狈 血神在上 这次考验 看来老夫是没办法通过了 大长老喘着气 也不逃了 干脆盘膝坐下 好似放下了一切的垂死老者 只是双眸盯着火之骑士后 却是越看越是惊异不定 你 大长老嘴唇如动 却是认出了火之骑士 埃尔文就是那血神清定的圣子 他也明白过来 对方是怎么找来的了 恐怕是接受到了 某位教主的相关传承记忆了吧 嗨嗨 想不到我们找了那么久 付出了那么大代价 都没找到你 临死之前 却让你出现在我面前 果然是世事难料啊 这位大长老语气萧瑟 心中却已经重新火热一片 他打算找借口 让对方放松心房 于是开口道 你与我叫有缘 你能找来此处 便是证明 我已命不久矣 只是我掌握的神教秘宝和底蕴 不能就此丢失了 你 苏萍能猜到 对方接下来要说什么 只是接触了那么多传承知识的苏萍 更清楚 对方要做什么 邪魔外道 当桌 在苏萍操控下 火之骑士埃尔文 不给对方继续说话机会 大剑再度挥出了剑光 同时 紫光湖们也在奇迹消失的同时 释放出了十道天雷 砸了过去 这位血神教大长老 双眸露出不可思议表情 完全没想到自己 身为金丹准备脱孤了 一个柱姬居然肯放过如此大的机缘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一个修仙界吗 没办法 知道唯有一搏的这位大长老 在天雷命中自己之前那一瞬 神魂猛的离体冲向了火之骑士 这股神魂撞在了辟邪祝福上 直接给轰击的破破烂烂才得以通过 然后剩余神魂没入到了火之骑士身上后 却发现眼前这位助击修士的意识之坚硬 超出了他的想象之极限 这 这怎么可能 如此坚强之意识 这怪物压根没被血神打上印记 哄 这位大长老的神魂 在意识到了这绝望的事实后 在绝望之中消散 他的一部分记忆 却被火之骑士捕捉 成为了苏平的精神食粮 我就知道 这家伙不安好心 最后关头了 还想着使用秘术夺赦 不过这血神秘术夺赦成功率不高 并且副作用很多 这家伙也是被逼到了极点了 苏平让火之骑士爱尔文打扫战场 尤其是地面上那位大长老的储物灵器 和几件看起来特殊的宝物 打包带走之后 苏平回到了湖中洞天 才算放心 不会被其他人发现踪迹 从而打开查看 首先是那些清传弟子们的储物袋 零食 丹药 福禄 这些清传弟子的储物袋 一样都没有 显然之前都花光了 也是够惨的 这些清传弟子惨状 也让苏平坚定了 痛打落水狗的念头 金丹都那么惨了 其他住击估计也不好过 此时不打耕带何时 苏平从这些储物袋里 拿到了不少传承预检 和法力耗尽的法器 甚至还得到了一件 有些破损的灵器 这些东西 拿去水蓝星进化一下 自己施展血神秘术时候 正好能够用上 也算是专业对口了 苏平拿出了储物灵器 本以为金丹的储物灵器 自己也得拿去水蓝星后 才能打开 却发现 这件储物灵器 竟然是血神教里 传承悠久的灵器 由教主布置了后门 利用这一后门 加上苏平也会血神秘术 那就是灵器认可的教内兄弟 苏平只用了几分钟 便打开了这件挂式状的 储物灵器 看到了里面属于那位大长老的存货 同样没有灵食和恢复法力 与疗伤的丹药 不过 苏平从里面看到了 大长老掌握的神教秘宝 血神鞭 苏平把血神鞭取了出来 这是一把九节鞭 有七八米长 通体血红 取出时候 便疯狂吞噬壶中 洞天里的灵器 似乎饿了许久 同时 苏平也得以看到这把秘宝 有多处隐伤 只是注视 便能看到这鞭子忽然一顿 传送给了苏平他的记忆 记忆里 苏平看到了 天空被金色的光芒所遮掩 并看到在漫天的神佛虚影 浮现在了金光下 佛印下 又化作了千米高的 阿修罗神通法相袭来 然后苏平看到这血神鞭飞出 与那阿修罗法相交手 只是一招就被打飞了回去 而后眼前一黑 结束了战斗 苏平嘴角一抽 看了看这血神鞭 感情这对血神教来说 和灵宝差不多的秘宝 也就刚刚出场就完蛋了 仙门顶尖强者之威 还真是恐怖如斯 不过如此看来 能靠着血神让对方受伤 血神秘术也确实不差 苏平神识覆盖了血神鞭 抚平了他回忆起 那糟糕记忆产生的剧烈波动 旋即苏平把血神鞭 收入到了自己的储物灵气之中温养 虽然血神鞭表现得 有点差强人意 但也是诞生了 朦胧灵智的血神教秘宝了 全圣七再配合血神赐福 是可以发挥出灵气之上灵宝实力的 并且 这还是一件宫杀宝物 正好弥补自己这方面缺陷 苏平继续看向大长老的储物灵气空间 又找出来了大大小小上百件特殊法器 其中步伐有明克了血神教秘术的正气 看到这些正气苏平眼前一亮 他能看出来 这些都是可重复明克的高阶正气 以自己目前的正法大师能力 完全可以清洗后 明克出别的正法 从而让自己在水蓝星布置正法的时候 更从容一些 至少碰到意外 也可以随机应变 而不是预设战场了 除了这些外 大长老储物灵气里 剩下的却不是传承欲检 而是一大堆有小山高的眷博秘卷 这些秘卷用只有血神教高层才能看懂的秘文 秘密麻麻记载了血神教的各种秘密 以及前辈们的修行心得 苏平从一些眷博秘卷里 甚至还看到这位大长老 曾经和这代的教主 副教主们一起谈论过修仙界的未来 他们与血神联系紧密 也因此通过血神 感觉到了修仙界这千年来的变化 他们倒是没猜到 修仙界的天空是虚假的 整个世界都在某位不可知存在的位里了 他们只是敏锐地意识到 邪气潮的规模比想象的大得多 很可能整个修仙界都被邪气潮给包裹住了 如果邪气潮短时间还是不消退 修仙界未来可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大劫难 而血神教高层们也不是没有寻找退路 他们选择了血神寂宿的传承秘境 期望能通过不断加固那秘境 然后借助血神的力量保住这一秘境 从而让他们少部分神教高层 撑过邪气潮 为此 这位大长老还负责改进了冰封龟西树 以免秘境得不到灵气 他们也能熬久一些 真按照这些家伙的想法 大劫来临后 血神教灭定了 一旦世界崩坏 一托修仙界的洞天秘境 怎么可能独自存在 恐怕最快千疮百孔 而后被邪神化身入侵 沦为他们的食粮 反倒是便宜了我的话 这一传承 还有在另一个世界 发光发热活下去的机会 不过 传承我就笑纳了 人却是不能留 这些血神教修士走错路了 全都沉沦在了同类香残上 已经没救了 在水蓝星可持续屠宰成道 才是这修行途径的正途啊 趁着自己掌握了血神教的传承隐秘 这一先机 苏平在修整了会儿后 便继续行动了起来 他专门去那些城镇废墟 靠着大长老残缺记忆 找到了一处断壁 在那看到了另外一处痕迹 然后随着驱魔法师云空 与火之骑士爱尔文 两大筑基强者 带着石头紫光湖 强压过去 几乎没有什么悬念 苏平就找到了 另外一个垂死长老的藏身地 这长老伤势 没有大长老那么重 只是他实力没大长老那么高深 只是筑基大圆满的他 没了血神辅助战力 直接缩水一大半 面对天雷轰击 这长老相当憋屈地 被炸成了焦炭 至于跟着这位长老的 血神教弟子们 都不用天雷伺候 直接就被火凤燎原 与冰霜陨石 就给清场了 而在苏平得手后没多久 他本体所在之处 就发现天空忽然一暗 随即 一尊他记忆里 见过多次的血红身影 从地平线上冒了出来 而后急迟飞向远方 苏平正遥望红光离去方向 正疑惑 这位血神教的教主怎么回事 他就看到了答案 却是弃心中的一艘仙舟 爆发出金光 紧随其后地出现在了天空 并同样化作一道残影 没入天际 苏平发现 这艘仙舟同样是自己认识的 似乎是某位 弃心中金丹长老的坐驾 那位血神教的教主 同样也只有金丹修为 以前有血神支持 或许还不太怕同境界强者 现在嘛 只怕是凶多吉少 苏平眼神动了动 而后感觉所在地狱离的 还是有点近了 闪身从地底上冒出来后 马上向着九叶山方向飞奔 同时 本体虽然为了安全跑路 拿下了另一处目标的 驱魔法师云空带着收获返回 火之骑士 爱尔文则是静直地 朝着那血神教的教主 逃窜方位奔去 好歹都是南荒同道 要不要做那么绝 我等这次前来 真的只是找人 对你们惹出来的麻烦 没有半点兴趣 血神教的教主 此时早已没有了面容 浑身每一寸身躯 似乎都由不断流动冒泡的 血色液体构筑而成 这也是他修行的神通到了高深处的体现 某种意义上 他已经是血神的一部分了 只不过 他还具备自我认知与主观意识 动 回应这位教主的 是仙周上射出的一道金光 这金光没能击破教主挥手放出的血色护照 却也让其移动速度为之停滞了下 使得仙周眨眼间 就借此拉近了二者之间的距离 仙周甲板上 气心中的碧落长老轻笑了一声 而后呵斥了一声 他身后那些难修 连忙施展法力 催动了这位长老赐下的各种灵气 眨眼间 便有十多道灵气 或飞出 或释放出灵光 打向了前方血色人影 可恶 碧落 某某 你非要欲识聚分不成 抵挡着灵气轰击 血神教的教主身形越发不稳 发出的语气也越来越癫狂了起来 哈哈 就你现在状态 也想和我欲识聚分 碧落长老不屑倾笑了一声 你不配 同时 正在努力维持灵气的身后难修们 一个个脸色难堪 却又不得不在脑海里长老命令生下 不得不燃烧精气神 加大了法力输出 这些难修之中有法力的 很快就化作了身材干枯白发苍苍的垂死老人 而后 灵气回到了碧落长老手中后 被气交给了舱内赶来的替补 只是如今的气心中筑机同样匮乏 哪怕是长老能指使的筑机也是有数的 替补的虽然也是筑机 却是最近才服用了筑机单 然后运气好突破成功的新筑机 筑机法力都不一定有多稳固 运转起灵气 能发挥出一半威能也算是天赋一柄了 随着抵抗住了最开始的几波攻势 血神教的教主 马上意识到攻势减弱了许多 他得以有了余力 换出了一团血雾 笼罩所在空域 似乎想要逃走 碧落长老自然舍不得 这送上门的功勋逃走 他皱眉心中骂了一声废物后 踏前一步 整个人化作了一尊千米高的碧绿色青蛇 青蛇张嘴喷出了绿色火焰 覆盖在了血雾上 同时 蛇身盘旋而去 好似蟒蛇一样 缠住了那一团血雾的铜石 青蛇突然身子一顿 旋即好似受到了电击一样 身子剧烈颤动了起来 哄 伴随着千米青蛇崩溃散开 为了光丽消失 血雾也同样不见了踪影 血神教的教主 重新现身出来 身上长袍 已然消失无踪 露出了其完全由血色液体 组成的身躯 长老 甲板上 气心中修士们纷纷紧急喊出声 却是碧落长老狼狈地半跪在了地上 双眸和嘴巴都在不断滴落黑血 黑色血液滴落甲板 发出了滋滋的腐蚀声 好厉害的毒术 碧落长老咳嗽了一声 心念一动 背部杀裙破开 而后飞出了数十道绿光 避开了那些筑基弟子 墨入到了船舱里的炼器弟子们身上 随着船舱里响起了一连串的惨叫 靠着几十个炼器弟子的性命辅助 碧落长老才算是把那教主的毒术给转嫁了绝大部分出去 只是哪怕如此 他依旧有内伤难以治愈 需要回去闭关 借助灵气慢慢进化才行 越是付出惨重代价 这碧落长老越是对那教主势在必得 不然他这些苦不是白兽了 碧落长老动了真火 收回了筑基们手中的灵气 直接以金丹之力驱动这些灵气砸了过去 动 那教主也心中意识到 对方这事真不肯放过自己了 他也顾不得什么后遗症了 伴随着某种古怪密语冒出 这教主的脑袋 身体还有四肢 忽然冒出了一颗颗眼睛 这些眼睛看向了碧落长老和那仙周 刹那间 整个天空红光一闪之后 不管是仙周 还是那位血神教的教主 便都消失不见 火之骑士爱尔文 这时候正落在了一处高山的山顶上 看到了这红光一闪的一幕 苏平马上回忆血神教的记者 玄机意识到了 这是教主才会的某种拼命秘术 可以深化血神分身 而后借助这一联系 强行把敌人和自己 拉入到血神所在传承秘境 当然 现在血神被封印在另一处秘境 估计他们也会出现在那处秘境之中 碧落长老只是弃心中的金丹 而非仙门真传金丹 没有原因修为和手段 面对血神 恐怕是没有生还可能了 那血神教的教主 使用这秘术之后 因为血神影响 心智恐怕会陷入短时间的疯狂状态 运气不好 可能直接就回复不过来 完全把自己当成一具血神分身 也是有可能的 这对我倒是一个机会 苏平让火之骑士赶紧跑到了消失之处 而后自己也不吝啬传颂符咒 直接传颂了过去 取出了阵图笼罩了这处地狱的天空 刷 空间再度红光一闪 血神教的教主和已经空无一人的仙舟 出现在了原地 只是 这位教主马上发现 原地已经化作了冰天雪地的世界 夜空星辰璀 空中有刚风吹了下来 海面上混杂了寒冰重水的水龙卷 也呼啸而来 同时 更有二十头紫光壶 齐齐释放出了天雷 配合着天时地利 打在了这教主身上 这位教主 此时却是心智 陷入混乱状态之中 察觉到危险的他 只能靠着本能进行抵抗 如此抵抗 哪怕他还有着一定神通护体 却也扛不住如此多克制属性的合击 特别是寒冰重水 和先天清气所化刚风 让这教主的血液形体 眨眼间就被撕碎 被冰封 而后又被一一摧毁分解 正常情况下 血神教的教主 是极难被真正杀死的 他把全身都变成血神之体后 哪怕只剩下一滴血液 也有机会能够滴血重生 理论上 只要他到处留下血液 就几乎不能被对方杀死 只是 滴血重生最关键的是借用血神之力 他这次遇到的 却是直接把重生所需的本源 给封印了的打法 这也是为何血神教的教主 有这样的苟命神通 这段时间却如此狼狈拼命逃窜缘故 血神被封印期间 他死了 那就真的死了 便是血神破开封印 回到传承秘境 然后按照程序 把教主散布的血液 重新铸造出身躯出来 那也只是 造成了一具血傀儡罢了 苏平从教主形体消失处 取走了 对方留下的一枚血神珠 这是血神教的教主凭证 本身也能储存许多东西 对于知晓传承知识的苏平来说 这东西除了取出教主珍藏外 还有诸多妙用 然后 拿着珠子感慨简陋真快乐的苏平 看了看仙舟 神通一吸一卷后 便将里面的无主之物全部收走 只是可惜了 这艘仙舟实在是太大了 苏平无法收走 不管是哪一件储物灵器 都还做不到带走那么大一艘仙舟 至于分解拆开运输 时间却也不容许 苏平也只好遗憾放弃 而后收回正途的苏平 把包括正途在内东西 全给了火之骑士 艾尔文带着后 让他进入了湖中洞天 苏平这才再度使用了传颂符咒 却不是去九叶山 而是去了九叶山 凡人们居住的海外诸岛后 这才也回去了湖中洞天 刷 苏平离开之后 不超过三十秒 便有两位弃心中的金丹赶来 他们看到了碧落长老的仙舟之后 马上脸色一沉 赶去之后 便发现这仙舟 已经没有了生气 一位金丹长老 马上取出了青铜镜 照相四周 很快就在镜子里 还原出了仙舟遭遇 是血神教的邪朔 那教主百足之虫 断而不绝 竟然拉扯了壁落 去了血神所在 死 另外一位金丹听到这话 倒吸了一口冷气 以前这些金丹修士 并不在意血神教 只觉得 这些主公香火神道的 都是走错路的邪修 跟着大金光四高僧 前去镇压对面后 虽然大胜而归 他们却也目睹了 血神降临下的那恐怖神威 并意识到了这股力量 或许并不亚于 仙门顶尖强者的神通 只是 明白也晚了 他们可没有几百年 上千年的时间 并用好几代金丹 与助击修士的性命 去堆一具香火神 不过见识了这股力量的金丹长老 不少都心中起了贪欲 企图间接或者直接掌控这股力量 这也是为何弃星宗 选择了俘虏一部分 血神教修士 也为何碧落长老主动请阴 并在意识到有危险情况下 还是紧追不放 不对劲 除了血神教的手段 似乎还有什么残留了下来 仙周里没有人可以理解 血神不放过任何血肉 但是没理由除戴 灵气甚至灵石都不见了 或许是那教主没死 逃走前带走了 不对 那教主施展这种秘术后 气息已经混乱到了极点 不排除已经走火入魔风了 疯子也会拿走除袋 金丹长老看着镜子摇了摇头 并在下一个呼吸间后 脸色微变道 现场还有第三人存在 灵宝发现了 这人留下痕迹 等等 这人是 不能再看了 看到镜子开始卡顿 然后似乎有火红发丝出现 另外一位金丹 想到了什么 赶紧阻止 手握镜子的金丹长老 也是想到了什么 微微一正之后 倒吸了口冷气 意识到了 这似乎是和那位白发修士一样 背景深厚 不能探查 探查必被反噬的几人之一 他感激地看了同伴一眼 不再纠结仙周上 储物带的去向 他们看来 这是顶尖仙门的事情 他们这些宗门修士 还是不要参合了 之后没多久 他们也接到了宗门传训 通过突然痛哭的俘虏们 确认了血神教的教主 在不久前已然陨落 如今 血神教已经没有了教主之位 使得所有修炼了血神秘书 然后接受了那位教主烙印的 血神教修士 都有所感应 心中痛苦不已 两位金丹对视了一眼 都猜测出 那位血神教的教主 大概率是被那位火红长发修士 给斩杀了 这位修士 虽然喜欢顺手牵羊 至少还是站在他们正道一方的 湖中洞天 苏平把玩着血神珠 忽然意识到了 现在的血神教 不只是群龙无首那么简单 更大概率是 高层被一网打尽 到现在 或许只有一些助击初期 和炼器器弟子 还苟活着 待到血神破开封印 回归传承秘境之时 或许 自己会成为唯一的 能够继承血神教遗产的修士 那尊匹迪原因 能让大金光四高僧受伤的血神 确实值得我做一些准备 并顺便把竞争对手提前剿面 得到了血神教的教主传承之后 苏平直接用得到的传承知识 打开了那枚血神珠的封印 从而得到 有可能是竞争对手的血神教 余孽所在 排除了 应该是成为了俘虏 待在了弃心中先攻的那一匹 其余因为血神印记 从而能被血神珠感应到的余孽们 迎来了苏平的精准打击 山洞 地底空间 乃至某些遗迹废墟 借助斜碎之力 隐藏起来的血神教修士 还没能从失去了 教主的恐慌情绪里恢复过来 就在活雨冰的围攻下 化作了飞灰 这使得 接了弃心中的修士们 颇为迷惑 他们施展了各种办法 却是在接下来的时间一无所获 就好似血神教的余孽 几乎死绝了一般 弃心中的金丹 接到了这些报告 不由想到了那位火红头发的修士 于是给上报的直视 批复了一句 知道了 便应付了过去 随即这弃心中的高层们一合计 不再纠结血神教余孽 还剩下多少 转而贪图起那尊血神起来 那尊血神虽然被封印了 但是那封印只是暂时的 要不要多久 那尊血神就会破风而出 到时候 谁能继承血神教的遗产 成为新的教主 谁就能得到 那尊血神的使用权 哪怕弃心中高层们很清楚 这种香火神就算得到了 使用过程肯定会意外频出 甚至随时会有被反噬的风险 但是对于现如今缺乏 尖端战力的弃心中而言 拥有这样一尊强大战力底蕴 实在是太重要了 让他们不可能放弃 为此 俘虏里修为最高的艺人 被抓进了仙宫深处 宗主亲自动手 三位金丹长老一起配合 先是把那俘虏在不伤根基的同时 洗掉了对方的人格意志 而后动用了各种灵丹妙药 与特殊秘术 把这俘虏 好似一件法器一样炼制了起来 伴随着俘虏 扬起头张嘴 无声地嘶吼了起来 它的气息开始膨胀 飙升并且产生了质变 只是这股气息最深处 却有一股挡不住的死气在生成 一位金丹长老看到这微微皱眉 他知道 这次炼气不算太好 眼前这俘虏 最多能撑三个月 就会神魂俱灭 不过应该够用了吧 三个月时间怎么看那尊血神也该解开封印了 强行把它炼为容器容易 等血神解开封印之后 举行仪式接受血神考验该怎么办 宗主看到俘虏突破到了金丹修为后 便停止了施法 之后 他看向身边几位长老 宗主 你是知道我的 年龄最大的一位白发苍苍的金丹长老 吹着自己的雪白长须大声吊态 我进入容器的话 一定可以通过血神考验 然后将那血神化作我宗门的守护神 宗主 一位脸色蜡黄的瘦长身形长老站出来 要是让我进入容器的话 以我修炼的神通 说不定能让那血神化作我宗门的看门狗 宗主 师尊 另外一个 也是最年轻的一位金丹长老 也不甘示弱道 你是了解我的 我神魂最有活力 成功率才是最大的 并且 我的神通有辅修意志的功效 最能抵抗香火神道 侵蚀心神 我才是最适合的 看到三位金丹长老 都急切地想要争取这个机会 气心中的宗主微微皱眉 对麾下三人的态度 都有些失望 行了 此事之后再说 现在还是先做好其他准备吧 没有那血神教的教主传承宝物 血神仪式 需要多准备多种奇物 是 三位金丹纷纷点头应声 不敢继续争取机会 血神仪式里 关于教主认证 居然如此麻烦 不过大部分步骤看起来 都是为了控制和削弱血神 对智慧个体本能的侵蚀 保险起见 这些步骤 显然是不能省略下去的 至于后遗症 我有净化药剂问题应该不大 大不了一瓶不够 就多喝几瓶好了 嗯 这一世秘书有点意思 最低限制是万人规模的心头血 最高限制是没有限制 就是取血必须在阵法内抽取 然后马上保存才能有效 不然我跑去水蓝星各地血库一游 估计也就够了 苏平看了看一事所需 思考起了要怎么让水蓝星那边的人们配合 每一个人一滴心头血即可 对没有修行的凡人来说 比抽血检查受到的损伤 还要小许多 只是砸钱的话 无疑逼格低了一点 所以最好还是让别人求着 送上门来让自己取 取了之后 还要他们谢谢自己 想到这苏平决定 先把钓鱼次数 用钓再做准备 先是在领约湖钓鱼点 成功钓到了两条青龄鱼 使得湖中洞天的灵气浓度达到了 目前湖中洞天等级 三级 330500 之后 在前往玄规岛钓鱼的时候 苏平发现了玄规岛附近海域 已经能明显感觉到 邪气充斥在了天地之间了 这显然和封印了邪神尼尔的 秘境海岛 脱不开关系 这片海外群岛的凡人们 大部分也已经察觉到了这一异常 开始朝着其他还算安全的海域迁移 有些世家豪族开始庆幸 他们选择了住在船上 想走就走 最糟糕的 还是沿海那些港口和渔村 这些人本以为好日子要来了 随着涌来的人口越来越多 他们这些本地人靠着地理 想要不发财都难 可是这才没过几天好日子 怪事就频频出现 原本出手大方的老爷们 纷纷开始整理行装搬迁 搞得他们这些渔民 也一个个心中惊惧不定 很多心思灵活的干脆卖身为奴 也想要上老爷们的船 离开这片海域 至于说走陆路 早就听说了 这些从陆路跑来的人们的各种故事的本地人们 大家都已经有了共同认识 没有大修士保护 走陆路那就是死路一条 苏平抵达经常来往路线的那港口时候 港口里停靠满了各色各样的大木船 所有船只此刻都在呵斥着下人运送物资 并阻止下方普通人们上船 靠着这个世界 舞者和散修们对凡人的武力差距实在是足够大 哪怕大部分人都处在惶恐不安状态 港口依旧维持住了基本秩序 没有凡人大骂一声 今天就要换个火法 然后强行登船 有那么蠢的 在修仙界一般还没成年 就该去轮回了 你们的名字东家都是记得的 你们要相信东家 只要是在我们东方家务工有木牌的 都可以上船 那边的别说话 再说话就把木牌收了 一个管事站在临时用沙包堆高的高台上 用他那舞者的洪亮声音 对着下方挤满的工人喊着话 念到名字的都先过来 没念到名字的不要慌 这船走了还有下一船 都没有也没关系 不过是迟那么几天 正好吃好喝好养养身子 老爷心善 这段时间都算你们上工了 人人都有工钱哪 管事说到这 又重复了几遍 不做工也能有钱这一点 一下子让工人们安静了下来 那位管事冷笑了下 心中已经在琢磨 到时候要克扣几成了 同时也对那些胆小不肯接着任务的同僚 颇为鄙夷 哪有那么巧 就迟这几天这边就爆发邪岁了 他可是和小金光寺庙的胖和尚有交情的 私下多次询问 确认了在这些沿海城镇 都有辟邪法器和大量辟邪俘虏守护 邪岁的产生率比野外要低得多 赚钱哪有不冒风险的 比起邪岁 我呀更怕穷 管事心中嘀咕了声 旋即仰起头 发现了有几道剑光 划破了天际 他对那些飞来飞去的修士 极为羡慕 只可惜他没有灵根 这辈子能当舞者 已经是极限了 不过他想好了 等存够钱了 就多买几个老婆 然后和老爷们一样 拼命生孩子 只要家里能出一个能当散修的孩子 家里就可以翻身了 而要是能出一个能进宗门的 或许自己死前 也能被曾经同僚们 叫一声老爷 注意 小心 忽然 大海处传来了修士们的怒喝声 紧跟着 还有刺目的光芒和爆炸声 从那传来 这变故 立即让港口乱了起来 尤其是一个踩着飞剑的修士 狼狈地跑到了一艘大船上 这是东方家的剑修 此时赫然双臂 齐齐断裂 他看向了甲板上的亲人 脸色一变喊道 快上岸 海里面 有海怪出来 说话间 大海翻滚出了浪花 而后一头头长着手脚的碧蓝色海蛇 海鱼等怪物 乘着浪花冲了上来 这些海怪 全都双眸血红 身上有着邪气 似乎是海中的生灵 在接触到了高浓度的邪气之后 日积月累之下 终于变异化作了邪碎之后 被这些邪碎 感染操控的邪气傀儡 只是和陆地不一样 这些海里的邪碎们 竟然有那么强的主观能动性 竟然主动入侵附近的港口城镇 哗啦 有来不及靠岸的商船被袭击 眨眼间就被袭卷在了海水之中 化作了碎片 快跑 仙长救命啊 无数人开始下船 拼命逃离港口 十多个修士们从城镇里冲了出来 为首的几人看了眼海怪 就打了退堂鼓 他们这些家族修士最强的 也不过恋气后期 面对这种规模的海怪袭击 他们做出了自认为最正确的选择 这些家族修士纷纷冲向了港口 施展法力 把各自的亲朋好友 一卷一扔 抛出了港口后 便打算撤离 却是只见海面上突然间哗啦一声巨响 而后冒出了一头小山一样大小的大章鱼 模样斜碎 随即这章鱼 似乎看到了有着法力反应的修士 一根千米长的触须 突然从海里面抽出来之后 便劈向了下方 快躲开 没有一个修士敢去抵抗 纷纷做鸟兽散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那触须 拍向一艘木船 准备把船上之人打得粉碎 就在这时 赶来的苏平在发现在场居然就自己一个助击后 他化作一道残影飞了过去 换出了神通手臂 直接抓住了那摔下来的触须 并猛地一握 把其硬生生握断 而后苏平神识一扫前方海域 心中一惊 对方数量不少之余 倒也没那么惊慌 而是猛地没入到了海水之中 而后第一时间把青年玄规在大海里召唤了出来 玄规出现之后 马上化作了千米长的身躯 而后好似一枚鱼雷一样 冲向了大章鱼 哄 大海随着两头巨兽交手 掀起的巨浪冲上天空 而后化作了暴雨 洒在了四周 便是港口 也下起了大雨 摸了摸脸上有点咸的雨水 几个家族修士 瞪大眼看着海上产生的声势 纷纷失神了下吼 有人惊叹出声 刚刚那位前辈 也不知道是哪家宗门的真传 这声势 至少也是铸鸡后期的大修士了吧 铸鸡大前辈 都别傻待着了 前辈出手斩妖除魔 我等也行动起来 避免误伤无辜 正喃喃自语的几个家族修士 还待在原地 耳畔传来了蜜语后 他们赶紧神色大变 旋即行动了起来 在他们努力维护秩序 阻挡落下的水团 又过了一会儿 海面终于恢复了平静 区区一头刚刚诞生 没多久的海兽邪碎 体型再大境界 也就刚刚筑基初期 要是对付同样境界的修仙界修士 或许还能打一打 碰到青年玄规这种神兽 同境界下 就是被吊打的了 再加上还有苏平 在旁边打辅助 时不时清理一下杂兵 打赢是理所当然的事 收取了那海兽邪碎残骸 苏平却并没有多高兴 大海比起陆地 只是稍微慢一些 却不是完全不受邪气影响 随着一处处密境封印被破开 邪气入侵 不会放过修仙界任何一处空隙 大海的邪碎数量 恐怕不会比陆地上的少 如果都像之前那邪碎一样 有了上岸的主观能动性 在沿海的所有人 恐怕都要面临这些海怪入侵的风险了 苏平飞出了海面 轻叹口气之鱼 忽然回忆起来 刚刚那几个被自己救下一命的家族修士里 似乎有几位 还算眼熟 如今有空回忆了下 苏平想起来了 有两位修士 其实是和自己同期的先门外门弟子 好友算不上 却也有过一起合作 摇旗挖矿种田的经历 只是没有想到的事 大便之下 他们离开了先门 回到家族 成为了家族修士 然后差点被海怪袭击而殒命 自己 却是已经成为了筑基大修士 成为了他们 看到自己凌空之后 不敢抬头直视的存在了 跪在港口湿漉漉地板上的 那几个来自先门外门的家族修士们 感应着天空中 那位筑基大修士的气势 无不惶恐不安地低着头 不敢乱动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那空中的筑基大修士 其实就是他们同一期里 那位成绩最差的一位 都起来吧 此片海域已经不安全了 速速离开吧 苏平摇了摇头 没有去和旧石叙旧装逼的念头 在确认了海面 暂时没有了危机之后 便转身去了玄规岛 玄规岛上 这次垂掉苏平也不得清静 或许是因为 玄规岛已经处于深海区域 垂掉时候 时不时会有海怪出现 虽然大部分都只有练气漆的实力 靠着大黑就能轻松解决 却还是令苏平心中警惕了起来 要是危险程度不断加剧 难不成要自己放弃玄规岛 这钓鱼点不成 苏平有想过 是不是该在玄规岛布下阵法 却又很快放弃了这一想法 玄规岛本身并没有什么秘密 灵脉也早就消失 四周也没有秘境冒出来 只要没有苏平 这个钓鱼老在钓鱼 不管是海怪还是邪修 恰好路过也不会多看一眼 但要是苏平布置了阵法 岂不是让玄规岛成为黑暗里的萤火虫 那些路过的邪神化身 因此一时兴起 一掌拍下去 那就是画美不看了 钓鱼次数已耗尽 请下次再来吧 用了一页 把积累的次数全部钓完 苏平在看到信息 出现之后下一秒 便直接消失在了修仙界 回去了水蓝星 水蓝星 花旗国 顶级大都市之一的新约客室 随着环境恶化 以及社会发展 涌来这里寻找机会 和求活的人口越来越多 以至于 这聚集的有登记人口 便已经超过了三千多万 并且 泉水蓝星每一个种族的族人 你几乎都能在这座大都市里 寻找到他们的踪迹 新约客室不算好 也不算坏的环境区 圣主教的教堂 是这个社区最重要的主心股 和稳定器 教堂每周都会组织信徒们 一起分发食物 并为困难人士 提供一些基础帮助 同时 在神父牵头下 也是为了保证社区的价值 不会降低 居民们纷纷 出钱出力 支持建立起来了 寻防队维持区内的秩序 这些措施 降低了本地的犯罪率 也让教堂的权威得以延续 维克托神父扎根在这社区 快有三十年了 对一切感觉满意 勒布斯属的他 甚至在前几年 谢绝了圣主之城的召回询问 当然了 最近的维克托神父 肯定是有些后悔的 早知道回去圣主之城 可以得到学习超凡知识机会 他怎么会舍不得离开这座教堂 尤其是这两天 他们作为新约克士 表现最亮眼的教堂 得到了圣主之城那边表扬 然后 再换掉了建筑顶上的 那据说有百年历史的 银十字之后 两座大约一米半高的 黑色石像鬼雕像 被专人护送了过来 而后安装在了这座 环形区教堂的大门口两侧 好似两头守门神一般 注视着教堂外围 只是普通雕像也就罢了 维克托神父却是清楚 这两雕像 都是真正的能动的十像鬼 有惩恶辟邪的能力 最近开始分发 据说是伟大的缅下得到了启示 或许有恶魔在计划什么 于是赶紧分发各地 以便靠着各地教堂为据点 第一时间察觉到异常 神父 安德森家里又闹鬼了 维克托神父今天一大早起身 正打算如往常那样 去门口分发食物 顺便用自己丰富的神父经验 为一些人做心理治疗 他就听到 助手在门口 带着一丝紧张之意喊出声 又闹鬼了 维克托神父微微皱眉 脑袋都有些头疼起来 这也是超凡频发让他们这些 圣主教神父名声大噪之后 带来的副作用之一了 这些神父辖区的居民们 闹鬼了 被恶魔附体了之类的事情 也随之频发 只是神父们 捏着鼻子去处理后 往往会发现 对方大概率是头疼脑热了 大多喝上一两天 含有止痛药的剩水 就能不要而育 极少数严重的 也多为精神病 如果不肯去精神病院的话 最好待在家里疗养 安德森家就是社区里一个有精神病人的家庭 只是这家庭父母似乎不相信他们的儿子是精神病患者 坚持称他被恶魔附体了 超凡事件在泉水蓝星爆发之后 他们说起这事来也更加铿锵有力了许多 就是维克托神父一开始也有些不太确定 只是随着石像鬼到货 他和助手一起把对方带到了石像鬼面前后 确认了石像鬼 连看一眼这个胖小子的兴趣都没有之后 他就确信了这胖小子的事情不归圣主所管 好像不是那位小安德森 而是他们收留的一个亲戚 亲戚 他们接受了外面来的人了 是的 不过有报备过 助手点了点头 拿起手机查看了下后 低声道 好吧 维克托神父嘟噜了一声 穿戴整齐之后 想了想 还是把几瓶圣水带在了身上 虽然他很早就已经知道了 他们这种自己祈祷制作的圣水 只有心理作用 但是不得不说 人类是神奇的生物 心理作用有时候也能起到大用 开车到了安德森一家 刚刚下车 维克托神父一行人 就听到了一阵鬼哭狼嚎声 而后 他们走进了房屋里 瞧见了被绑在床上的一个黑皮肤男子 这男子不断扭动身子 嘴巴一张一合 双眸流下了黑血 维克托神父看了看皮肤 只是棕色的安德森一家 又看了看那位黑皮肤男子 这是你们 亲切 老安德森尴尬地露出白皙牙齿一笑 然后微微点了点头 这人是老安德森老板的亲戚 因为一些事需要找地方住一段时间 因为给的实在是太多了的缘故 老安德森也只能认下了这位亲戚 维克托神父走进了房间 立即感觉到四周光线似乎扭曲了起来 那床上被绑着之人四周 似乎流动着浓稠的黑暗 想要仔细看去 却是越看越发模糊 并且 房间的温度也在不断下降 维克托神父的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但是他还是不太确定 对方是不是真闹鬼了 于是拿起了胸口的十字 看着念咒 以圣主之名 一切邪恶都当退散 邪恶退散 干涸了几声 看到没什么反应后 他又拿出了装了圣水的瓶子 一边强调了 瓶子里的是得到圣主赐福的圣水 一边一股脑 撒在了对方身上 那黑人却是毫无反应 依旧不断地摇晃脑袋 张嘴嘶吼 这反应 让维克托神父 反倒是确认了 这家伙 最起码不是得了异症的信徒 如果是自我幻想 自己被附身的信徒 听到瓶子里是圣水 别管瓶子里圣水是不是真的 他们都会发出 好似被弄硫酸拨撒到的呀 呀惨叫 这时候 经验老道的神父 如果趁机打一顿 大概率就能把对方的异症 给治好了 维克托神父有些可惜 自己没能遇到 这样的大显神威的好事 确认了 这不是他的圣水 可以处理的事后 维克托神父决定了 和安德森一家 一起把这人连人带床 抬了出去 而后叫来了几个院子外 看戏的居民们帮忙 一行人把那怪人 运到了教堂 因为今天正好也是 发放免费食物的日子 教堂附近聚集了不少人 除了环形区的外 更有不少别的区 也跑来的居民 乃至流浪汉 他们都发现了这一异常 在看到从一辆 小货车里抬下来的病人后 纷纷发出了一阵惊呼声 有学生错愕了下 我同学好像也有 发类似的视频 好像医院里 也接受了好几个 这样的怪人 我知道了 那一定是世界末日要来了 丧尸 这肯定是丧尸末日 要出现前的预兆 兄弟们 能借我钱 让我囤积食物药品吗 那位学生旁边 几个狐朋狗友文言 连忙叫了起来 不等几个看不下去的大人 呵斥出声 教堂前方的两座 石像鬼发出的巨像 一下子让全场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敬畏地 看向了发出了巨像 并动起来的石像鬼 这两头石像鬼 张开了双翼 双眸发出红光 照向了下车的病人 说来也是神奇 伴随着石像鬼们 对其发出嘶吼 一直无意识乱叫的病人 突然间身子僵硬 然后 一阵黑气从这病人身上冒出 而后很快化作一道黑气 没入到了石像鬼的体内 世人都看到 病人似乎平静下来 石像鬼把附体的恶魔吸走了 老安德森看到石像鬼们 吞了黑气之后 重新蹲回去了原位 这才大着胆子询问 维克托神父沉默了下 想着一周前圣主之城 下发的驱邪秘露 他深吸了口气 走到了病人面前 看向了对方眼睛后 脸色微变 这人的双瞳 漆黑一片 在驱邪秘露也好 还是在历史悠久的 各种驱魔经典里也好 这都是标准的 被邪恶入侵后的征兆 并且 正常人绝不会有这样的症状出现 哪有人会眼白完全覆盖上一层浓稠的 似乎还能流动的黑色 送进去教堂 维克托神父马上做出了决定 在圣主的领域下 他们一定会没事的 吩咐了安德森一家和助手们 帮忙将这平静下来的病人 推进去教堂 看着十项鬼们 似乎对此并没有意见 维克托神父正要松口气 忽然有一辆花旗国安全部门的车辆 出现在了教堂门口 旋即两位精干的探员下了车 急匆匆跑向了维克托神父 在亮出了证件后 这辆探员说出了请求 赫然是希望维克托神父 可以前往新约科医院一趟 帮忙看看那边的病人 维克托神父本想说 他一个神父真的不会看病 看到递来的屏幕上内容后 他倒吸了口冷气 圣主在上啊 怎么会有那么多 被邪恶入侵的病人 经历了早上的变故之后 维克托神父已经完全认可了 圣主之城改编版的曲邪秘录 已经不再怀疑是电视台演戏 而是确确实实 城市发生大事了 他吞了吞口水 没敢去那医院送死 找了借口需要准备后 便小跑进去了教堂 准备闭门不出 然后希望这些探员们 另请高明 然而 维克托神父看到了 捧着电话过来的助手 想到什么的他脸色一白 终究舍不得如今的身份地位 他接过了电话 然后一脸苦笑着点头秤势 不过没多久 这位维克托神父 就疑了一声 脸色一喜 真的 特蕾沙圣女殿下 会亲自降临在这片混乱之地 带给我们赐福 圣主啊 我愿在地上念诵您的名 愿您的旨意行于地上如同天上 得知了圣主之城没有抛弃他们 会有那位被天使选中的圣女 不日前来 并且缅下那边 针对最近爆发在欧罗巴 和花旗国等地的邪恶入侵事件 也有了缓解方法 维克托神父在打完电话之后 换了一副表情 神情肃穆的正装而出 并对着两位探员点头微笑 等久了吧 我们这就出发 探员们微微一正 连忙点头 居民们纷纷让开道路 目送着维克托神父离开 然后他们又把目光 看向了刚刚真的活动了 而非摆设的两头十像鬼 在低呼了一阵耗力泄之后 不少人下定决心 下次礼拜的时候 一定要跑来参加 哪怕里面没位置了 也要站在旁边花园里 体会一下参与感 新约克医院 奋出了一栋独立的大楼 来安置这次突然爆发的特殊病人 几个德高望重的医生 正和掌握大权的调查员 分析着情况 他们已经知道 最开始爆发这次诡异症状的 是重刑监狱里的犯人 随即蔓延到了整个城市 目前已知的是 大部分病人症状表现 很像小说电影里的恶魔附身 并且有一定的攻击性 又让不少年轻人 担心自己遇上了丧尸之类危机 当然 要是真的只是丧尸 其实在座的 反而没有那么惊慌了 能被子弹打死的丧尸 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 人类都掌握了许多办法去处理 他们大部分人 每天会有一半时间 处在癫狂之中 一半时间则是恢复正常 但是却极为虚弱 出现症状的 没有年龄性别可分 一定要说共同点的话 或许是可考证的很大一部分 都有记录在案 对了 尤其是使用精神药剂 频繁地占了很大比例 说到这 一位医生推了推鼻梁上 昂贵的金丝眼镜道 有神秘学方面专家认为 这是因为这些人 长期享乐下 理智下降 从而更容易被邪恶入侵灵魂 因为神秘早已显盛 这些医生也好 专家也罢 事实上并没有抱着书本 高呼不可能 转而接受了新的世界观 并一直不放弃 用科学系统的方法来研究 只可惜 水蓝星并没有灵气 他们的研究 就好似三体世界物理学 遇到了质子一样 目前还处在 似乎知道了什么 又似乎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 各区的神父 还有那些灵能者们 都请来了 没多久 调查员办公室里 众人看向了 分出了几十个小屏幕的大屏幕 包括维克托神父在内 几十个被探员们 请进来的神父 灵能者们 有些局促地 进入了医院正门 和正装的神父们不同 自称灵能者的男女 那是各种奇装一服 加上夸张的发型 和各种妆容 把他们直接拉去 化妆舞会参赛 其实都没有多大问题 只不过这些人 却是活跃在花旗国各地 并且真能赚大钱的一种 新瓶装旧旧职业 灵能者们业务广泛 从寻找小猫小狗 到帮忙寻回前世记忆 再到驱除绝症 起死回生 似乎这世上 就没他们不能做的事 只是 这些灵能者一入场 他们还没来得及表演 一把花旗版本的跳大神 意外就马上发生 肉眼可见的黑气 从几处病房涌出 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没入到了几个 走在最前面灵能者的体内 这些灵能者 马上软倒在了医院大厅 冰冷的地板上 向大家表演了一番 足以惊艳四座的僵尸舞 监控室里 一个专家眼前一亮 灵能者使用精神药物的可不少 查查看 我估计 这倒地的几个 肯定是重度患者 医院大厅里 包括探员在内 众人纷纷后退 那几个探员 更是一边退一把 拿出了手枪 只等着一有不对 就习惯性清空淡夹 唯独有一个年老的神父 反而踏前一步 举着手中的银币 对准地上灵能者们 高呼祈祷词 维克托神父 本以为遇到同行 却没想到 对方原来是一个异端 看到那几个倒地 不起灵能者 弯起了腰 似乎要爬向那老神父 维克托神父 心中叹了口气 踏前一步 来到了老神父身边 而后 他高举起了胸口吊饰 口中高呼出了天使之名 顿时 如同石像鬼红光 笼罩效果一样 爬行的几个 灵能者双眸 瞪大身体僵硬停了下来 随即有黑气 从他们耳鼻口里冒出 消散 只是他们双眸还是漆黑一片 并昏倒在了地上 成为了医院里新增的病患 维克托神父叹了口气 旋即察觉到 四周所有人 似乎都带着复杂情绪盯着自己 维克托神父 嘴角抽了抽 也瞬间意识到了 原来偌大一个新悦客士 只有自己这一个是半真货呀 维克托神父 故作淡定地把卦室收了回来 并在心中赞美了圣主 以及圣女特雷莎 他很清楚 自己其实也和周边那些装神弄鬼之徒差不多 也并非什么超凡者 现在能够对眼前这些被邪恶入侵之人 展露出奇迹一样能力 不过是因为自己提前接到了电话 知道了如何借用圣女特雷莎的力量 来克制邪恶罢了 当然 维克托神父想破脑袋 估计也是想不到他的借用神力 不过是幕后黑手的设定罢了 圣主在上 这是哪个教堂的神父 竟然真有办法对付这些病人 似乎是环形区的是圣主之城认证的教堂 圣主之城吗 监控室里 专家们很快就意识到了 这位维克托神父为何如此特别 然后由此推论出了为何其他神父不行 大厅里 探员也好 神父也好 灵能者们也好 都站在了维克托神父的背后 将他看作了接下来的主心骨和带头大哥 维克托神父本就接到了 来控制邪恶入侵的任务 对自己的队友们都是拖累这一件事 只是故作失望地摇了摇头 心中嘛 其实却是暗爽不已 这种人前险盛 让同行们目瞪口呆 并羡慕极度恨盯着的感觉 他之前只在梦里感觉倒过 把他们扶起来 送去病房吧 维克托神父 看了看昏过去的那几位灵能者 尽量让语气平静地淡淡说道 而后他快步顺着通道指示 进入到了急诊观察室 观察室这儿 嚎叫声最大也最杂 一个个患者被捆在病床上 张嘴乱叫 天花板的日光灯散发的光线 能隐约看到扭曲的黑影 医生护士们努力地维持着秩序 尝试着用各种药剂来制服这些病人 只是 在不伤害患者的情况下 那些药物都收效甚微 而对某些重型犯进行的药物试验里 通过特殊药物 确实让对方安静下来了 可是同时也检查发现 对方的身体受到了药物破坏 哪怕最后好了 也会留下极大的后遗症 再加上 随着身体破坏程度加重 这些重型犯体内黑气 往往会离开大部分 入侵到其他人的身上 增加新的患者 这一方案最终也只能遗憾叫停 医生 镇静剂已经达到最大承受剂量了 医生 患者心跳突然加快 血氧含量正在快速下降 现在只有60了 乱糟糟的急诊室里 维克托神父带着一群随从 好似视察业务的大佬一样 出现在在门口 扫视了一圈急诊室乱象 维克托神父深吸了口气 用力地敲了敲大门 发出了巨响吸引了急诊室里人们注意后 维克托神父亲吻了下胸口吊视 高呼了一声 哈利路亚 以天使和圣女特雷莎之名 邪恶退散 维克托神父高呼出声 声音洪亮有力 响彻在了整个急诊室 旋即医生和病人们发现 那些哀嚎的病人突然间安静了下来 他们不由转头看向了门口的众人 并感觉那位维克托神父 好似周身上下都包裹在了一抹圣光之中 显得无比的神圣与神秘 一些信仰圣主的医生和护士 忍不住半跪在地上 如同羔羊一样 敬畏地赞美着圣主和眼前的牧羊人 维克托神父看到面对那么多人也确实有效 一颗心完全放在了肚子里后 他看向了看起来职位最高的一位医生道 我是圣主之城派来暂时控制局势的维克托神父 在圣女特雷莎殿下赶来之前 请把所有患者都集中在一个环境空间里 以便聆听到我的祈祷 啊?好的,没有问题 被问到的医生错愕了下 反应过来之后连忙点头 随着维克托神父不断展现奇迹 医院的危机暂时平复了下来 医生护士们松了口气同时 接送维克托神父前来的探员们接到了新的命令 让他们前往郊区帮忙护送病人 这命令令这两位探员忧心忡忡了起来 他们发现这一次恶魔附身的怪病 似乎出现在了越来越远的地方 并且从同行们悄悄透露出来的抱怨里 这几个探员怀疑不只是新约客室 很可能其他地区的其他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案例 圣卓啊,请不要搞成全水蓝星的噩梦 开车的探员感慨出声 让副驾驶的不得不赶紧安慰 并提醒其注意自己的精神状态 按照目前的研究来看 精神状态与会不会被污染息息相关 据文,专家组已经开始参考各种神秘知识和科学理论 准备编制出一套快速恢复精神状态的方法进行普及了 抵达郊区的一处早就废弃 然后被流浪汉,移民们占据的高层建筑 探员们一进去就感觉自己误入到了生化危机片场 楼道,建筑内的花园里 到处都躺着衣衫蓝绿 睁着黑色双眸,微微颤动的患者 另一边,不少人捂着手臂 肩膀的伤口紧张地大叫着自己会不会被感染 这不是丧失病毒 并不会通过血液传播 探员叹了口气 拿出特制的通讯设备安在肩膀上后 开启了扩音器功能 开始宣传降低恐慌 而后,他们与这片建筑群落的帮会势力 代言人接头 了解情况并通知相关单位 准备车辆转移受伤人员 嗨 我们老大希望你们能过来看看这个 正处理事情 一个卷发男孩小跑了过来 我去看看 之前开车的探员说了一声 便跟着卷发男孩进入到了一楼的楼道 而后看到了一间破开的房门 这是最早出现那些疯子的房间 你不知道之前的场面真是疯狂 还好我们人够多 不然就惨了 卷发男孩语速很快地说着 而后指向了房间里一处墙壁 探员看了过去 立即瞳孔收缩了下 那是用古希伯文写的警告 探员以前学过 后来超凡事件频发 尤其是圣主之城曝光出了神迹后 他们这些探员都饿不过这股希伯文 他低语了几遍后 发现墙壁上用血液写下的警告 是和圣女特雷莎有关的 加上维克托神父 此前也反复强调了 圣女特雷莎的重要性 这位探员谢特雷一声后 赶紧拨打了紧急电话 局长 我看到了被附身者留下的警告 他们很可能要去袭击圣女特雷莎 探员火急火燎汇报时候 搭乘着特雷莎的专机 也已经进入了花旗国境内 有些紧张的特雷莎 在两位修女和十多位主教 神父的陪伴下 不时望着下方的白云 他其实也是有些猛逼了 秘境里 他大部分时间 一直和猫猫狗狗们种种田 养养花 然后就是冥想修行 间歇间细耍一会儿 没想到前两天 突然有天使出现在了他面前 却是没有安排新的任务 而是告诉了他 人间出现了邪恶势力 大规模入侵的征兆 需要他这位被圣主选中的使徒 前去解决这次危险事件 并告诉了他 旅途或许有着危险 但在天使的帮助下 总能转为为安 下飞机 然后去市里大教堂 按照平时做的那样 驱除邪恶 最后就是为所有人举行辟邪仪式 想到仪式 特雷莎握紧了橱带 带子里有天使给予的震气 和相关法器 能让他具备自保能力 同时完成重要的仪式 嗡嗡 忽然 专机颠簸了起来 机长刚刚出声安慰 只是强气流 没有大问题 砰砰砰 飞机就遇到了飞禽撞机 响起了一阵砰砰砰声 这怎么可能 经验丰富的机长 看到撞死在驾驶室玻璃上的乌鸦 一年的不可思议 圣主啊 我是不是遇到幻觉了 这飞行高度 怎么会遇到乌鸦 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不好 又来了 刚刚惊呼完 机长这次终于发现 不远处的天空 忽然凭空出现了一些黑点 而后这些黑点急速放大后 终于看清了 是一群双眸血红的乌鸦 小心 通讯频道里 护卫的花旗国战机驾驶员 惊呼出声 并顾不得许多 动用了机炮 企图阻止乌鸦撞击 只是一切发展得太快了 很快 乌鸦群就和专机 再度亲密接触 这一次 专机的一处发动机 冒出了火光 并很快出现了爆炸与浓烟 再跟着 另一边的发动机 也同样冒火爆炸 使得飞机的速度 不得不减缓的同时 高度也开始飞速下降 怎么办 新约克室的调查员和专家们 第一时间得知了此事 纷纷手足无措 脸色苍白 尤其是那位调查员 他很清楚 要是圣主之城的圣女特雷莎 因为飞机失事而出问题了 他马上就得卷铺盖走人 并且很有可能失去保护之后 被愤怒的信徒们撕碎 然后出现在某小报上 因为背后被插了几十刀 而鉴定为自杀 飞机在失速 该死 他的落地区域都是城区 快联系机组人员 无论如何 优先让神职人员跳伞 不要管没有训练多么危险 通知所有飞行组成员待命 尽可能前往相关空域 准备空中营救 虽然知道成功率低得可怜 专家们还是马上想到了一些 或许有用的办法 就在他们急得好似热锅里的蚂蚁时候 调查员接到了来自飞机里的通讯 然后 办公室里听到了那位圣女特蕾莎温和的声音 确实让他们不要担心 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发生 他们只需要安抚市民 不要过于恐慌即可 哈 调查员微微一正 看着监控屏幕里 那已经从后市云层里跌下来的飞机 他咬了咬牙 开始让人发出了广播 新约克市的市中心 这座城市最繁华的路段 如今依旧繁华似锦 仿佛没有人在意异常事件在发生 广场上的大屏幕不断播放着 来自水蓝星各地的骚广告 许多视频up主也在这儿拍摄着素材 或者进行着街头表演 一个来自东方的小哥正在表演魔术 刚刚便没了一架纸飞机后 他就发现 包括自己安排的拖在内 观众们都在仰起头高喊飞机 正觉得下次要换一个拖的他 很快听到了来自天空的轰鸣声 他连忙转身仰起头 然后他张大嘴巴 发出了和身后众人一样的单词 飞机 好大的一架飞机冒着火光 就要掉下来了 妈妈 有人双眸含泪 失声发出了本能呼喊 更多人开始逃跑 大街上出现的连环碰撞 也在这一刻飙升到了 有史以来最高 只是就在这一架 在这圣女的飞机开始俯冲 几乎快要靠近高处建筑 不超过百米距离 吓得办公楼里的白领们 完全可以通过落地窗 看清楚驾驶员那扭曲夸张的脸容 从而也开始吓尿了的时候 光芒忽然包裹住了整架飞机 俯冲的飞机 奇迹一般地停顿了一下 而后调整好了姿态 开始缓缓地越过了一座座办公楼 一辆辆车辆的车顶 在不经意间 划破了办公楼少许木墙后 扑一声 停在了因为逃跑 而清空的大型广场上 轰轰轰 飞机落地后的惯性 使得他不断向前 撞击了不少广场上的杂物 甚至两侧机翼 都随之断裂在了一旁 机身 却是最终稳稳当当地 停在一间购物商场的正门处 救援车辆紧急赶来 大批探员全副武装冲了过来 进行清场 随着飞机舱门打开 圣女特雷莎从通道里走下了飞机 看到目标人物真的没事 调查员等人 这才真正松了口气 并暗暗感慨 天使保护着的圣女 还真是名不虚传 不过 按照提醒 这位圣女 可是被邪恶一方盯上了 那些万米高空的乌鸦 就是名正 现在恐怕也不能大意 正这样想着 调查员就得知了 整座城市的下水道出现了暴动 数不清的大老鼠 从下水道跑了出来 冲向了圣女特雷莎所在方向 同时 四面八方也出现了许许多多 凭空出现的乌鸦袭了过去 显然 邪恶势力们不达目的 同样不肯罢休 被天使选中的少女啊 滚出这座殿下选中之城 这是混乱与罪恶之地 不需要你身后虚伪天使们的拯救 涌来的乌鸦群里 有尖利的男生 发出了怒吼 城市天际线的上空 更有黑气浮现出了一道虚影 那是只有上半身的 邪神尼尔造型的虚影 这邪神尼尔 自然只是苏平借用造型的假货 投影放大下 更是没有半点邪气和威压 不过造型本身带来的视觉冲击 却也能让无数人印象深刻 并且难以怀疑 其是假的了 同时 鼠群们也出现在了广场四周 引起了一阵阵的惊呼声 特蕾莎不要怕 你是天使祝福之人 你有天使保护 一切都能转位为安 特蕾莎自然也看到了天空的虚影 心脏也吓得猛跳了下 好在天使赐予的储物袋 给了这位小圣女信心 她扶植心灵 双手合十 随着金光一闪 她的身上出现了洁白的长袍 同时 头上戴着了一顶纯白为主的花环 这两件圣物出现的瞬间 天空下去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圣洁的圣月响了起来 在圣乐下 云层忽然动口了一道口子 有阳光刺破了天空 照射在了那邪神尼尔的虚影上 刹那间 就让那恐怖的虚影 消散在了天空 不 乌鸦群里 尖利男生继续尖叫 可恶的天使 可恶的被选中之人 你们 声音还没说完 乌鸦群就随着阳光照了过来 而冒出了火焰 并很快燃烧殆尽 地面上的鼠群们 则是好似突然间醒了过来 纷纷做鸟烧散 却也令城市管理者们后怕不已 决心明天就把灭鼠提上日程 哈利路亚 赞美圣主 特雷莎圣女 召唤出了阳光驱除邪恶 这宛如神迹再现的一幕 却也深深印在了现场之人的眼里 许多人都朝着这位圣女 诚恳地鞠躬行礼 同时 躲在了商场里 办公楼里 却还是没忘记 直播拍视频的 也是大有人在 他们也让这一幕 得以流传到了全世界的网络上 一时间 特雷莎的名声 开始飞速飙升 很快有人查清楚的前因后果 高呼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危险了 因为他发现 不只是花旗国 欧罗巴那边 其实也有城市出行了类似的案例 好在这边有圣主之城 第一时间就派出了主教 并且 也在准备一些仪式 据说要给受影响地区的所有人 进行辟邪仪式 按照他说法 很多有钱人 哪怕不再受影响区域居住 也打算携家带口跑去参加 就为了能多一点安全感 然后有人晒出了圣主之城的官网 刚刚更新的消息 赫然是一位主教 在为大家科普驱邪仪式的原理 就好似打疫苗一样 只要完成这一仪式 就能大幅度降低被邪恶入侵的概率 不过 因为他们人力物力不足 加上受影响地区 才会有大规模邪恶入侵可能 圣主之城官网 还提醒大家 没必要抢着跑来参加 这提醒自然是起了反效果 虽然目前来看受影响的地区 只有欧罗巴和花旗国的几处城市 可是这种明显有好处的是 只要有办法的 哪一个不去争取 别说一事看起来 只是取几滴血了 就是抽一管血 愿意自费跑过去的 那也是大有人在啊 新约克市中兴广场 已经报废的飞机面前 挤满了探员和当地 紧急派出的工作人员 甚至有几位大人物 也亲自驱车赶来 以示尊敬 在见证了特蕾沙圣女之前 展现出来的神迹之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相信邪恶已退 一切都已经在他们控制之中 只是 就在大家拥护着特蕾沙圣女 准备乘坐一辆特制的 家常房车的时候 人们忽然间听到了一声沉闷的枪声 一枚特制的黄铜子弹 洞穿了附近办公楼的玻璃幕墙之后 刺向了特蕾沙圣女 也是在这大家都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特蕾沙圣女身后 披着神父长袍 戴着面具的一位神父 却忽然戴着残影 出现在了圣女的侧方 挥动左手捏成了拳头 砸向了来袭的子弹 子弹打在了这面具神父的拳头上 却是爆出了火光与金属撕裂的尖叫声后 弹头硬生生被拳头打飞去了远方 四周之人呆了呆 这才意识到 针对特蕾沙圣女的袭击还没结束 并且 对方赫然动用了现代化的科技武器进行偷袭 有经验的探员 慌忙转头看向发出声音的方向 却只能看到一栋栋高楼大厦 还有似乎是被子弹洞穿了的波兰木墙 有狙击手 在西南方向 离目标至少有三千米远 还好大型无人机也一直悬挂在高空 观察到了狙击手方向 不过那狙击手并非哪里来的坏人 而是一名负责此行的安全人员 不过从他双眸漆黑 身上冒着黑气来看 这人显然是被恶魔附体了 调查员正下令出动附近人员逮捕对方 就看到监控视频里 那位一拳保护了特蕾莎圣女的面具神父 突然间动了起来 竟然是一跃数十米高后 飞檐走壁一般 踩着大厦的木墙 直接登上了天台 而后几个攀爬跳跃 就从中心广场那 奔到了狙击手所在天台 让正思考 要不要开火的武装直升飞机驾驶员们 都看呆了眼 好 那狙击手张大嘴 发出野兽一样的声音 举起了手中狙击枪 连续扣动扳机 却是枪口刚刚喷出火光 面具神父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并一拳打在这狙击手的面门后 将他重重地击倒在了地上 而后 人们通过无人机视角 得以清楚看到 倒地不起的狙击手身上 冒出了黑气 很快 这黑气里 浮现出了一头又一头 体型和成年狮子差不多大小 通体漆黑色的地狱三头犬 这些地狱三头犬 事实上都是指人一类法器 由苏平亲自动笔绘制了纸皮之后 便得以在凡人眼里栩栩如生 这五头地狱三头犬出来后 便与面具神父这一具傀儡骑士 实打实地站了起来 苏平通过俘虏与戏法弄出来的特效 虽然是假的 这傀儡与指人打斗 却是真打 眨眼间 这处天台 就没有一处完好的人工设施 数秒后 刚刚击飞了两头地狱三头犬的面具神父 突然间被一头地狱三头犬 撞中了胸口 而后大手 抓住了这地狱三头犬中间狗头后 便带着这头地狱犬 一起从天台掉了下去 直接轰一声 落在了一辆大巴车的车顶上 直接将整个大巴车 连车顶带车底一起压扁 乃至炸裂开来 啊呜 其余几头地狱三头犬 也纷纷从数百米高空跃了下来 一头接一头地 没入到了刚刚砸出来的烟尘之中 哄 忽然 一道金光从烟雾里冲了出来 旋即 一头头地狱三头犬 被抛飞去了四面八方 撞破了街道四周的玻璃木墙后 引起了一阵楼里众人的惊呼 其中就有一处健身房里 正在沉迷健身 没去在意城市其他地方 发生什么的男女 队突然撞破了木墙 摔倒在了地上的地狱三头犬 他们先是猛逼 然后眨眼间就一个个汗毛竖起 害怕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 一个个不敢动 也不敢喊叫 就那么盯着地狱三头犬 摇晃着大脑袋爬起来之后 看都不看这些人 从撞破的缺口又扑了下去 看到这怪物完全没隐望 健身房的男女们 这才好似按了播放一样 重新活了过来 健身房的老板 一位浑身好像都是肌肉的健美达人 也连忙找到了手机准备播号 却是刚刚凑到耳边 她再次感觉到地面震动 耳畔传来巨响 这一次 却是一位衣衫破烂的面具神父 砸烂了天花板后 砸在了她的面前 跟着下一秒 不等这位健身房老板 看清楚那位神父具体情况 就见一道黑影冲了下来 然后轰一声 带着那位面具神父 砸烂了健身房的地板之后 没入到了下一层 然后又一层 不过一会儿 这位健身房老板 甚至从地板大洞内 听到了地下二层停车间里 车辆们的呜呜声 与此同时 紧急约案启动 特雷莎圣女被安排 进入了特制房车 而后车队呼啸着 向原维克托神父管理的教堂而去 同时 教堂附近的建筑物 尤其是那些高楼大厦 也被大量人员接管 此时这时候 探员们在一座大厦 却是发现了 双眸漆黑的感染者 他们连忙想要控制住对方 却不想 这人显然和其他被邪恶入侵的不一样 只是一阵怪笑 就让企图抓捕的探员们 纷纷失去平衡 跌倒在地 然后失去了行动力 察觉到不对务 察觉到不对务的调查员 马上加派了武装力量 却是进去一批 就失去一批联系 这其中甚至包括了 全副武装到了牙齿 每个人身上装备价值 超过了八位数的特别小队 他们带着特殊的作战头盔 还注射了代表尖端生物科技的药剂 然而 面对超凡之力这些准备 全部没有什么卵用 这支小队一进去大厦 同样在极短时间就没了联系 甚至所有电子部件都被破坏 而中断信号 最后还是一辆无人车 在坏掉前传出了 明显是对方故意放出来的讯号 在那大厦的第一层接待大厅里 一头身高三米的羊角人身的恶魔 正坐在宽敞沙发上 抚摸着好似宠物狗一样的 一头地狱三头犬 并以低着头 站在其身后的上千普通人 与小队成员为人质 点名了等待着特蕾沙圣女的到来 调查员沉默了下后 终究没敢下令 动用大杀器把那栋大厦给炸了 选择了把难题交给了特蕾沙圣女 车里的特蕾沙得知了此事 虽然有些害怕 那据说已经打败了好几支 特别行动队的恶魔 她回想着天使对自己的保证 还是故作镇定地微微一笑 向旁边的官方人员表示了 无需担心她的安危 也不需要更改路线 既然那恶魔在等着她 那自己就会议会她好了 路上 特蕾沙圣女也有些担心 之前保护她的面具神父 虽然她已经知道 那只是一句来自主教大人炼制而成 然后得到了天使赐福的骑士傀儡 听到对方似乎陷入了苦战 她还是有些心情低落的 车队很快就抵达了恶魔战局的大厦 不远处便是环形社区的教堂 特蕾沙圣女下了车 拒绝了身边人跟随请求后 她咬了咬牙 一个人双手和时小声地祈祷着走了进去 其余神父修女们围在了门口 一起念诵着经文 特蕾沙圣女一进去大厅 就看到了羊角恶魔与地上的好几头地狱三头犬 这几头地狱三头犬对着特蕾沙圣女露出了獠牙 流下了口水 其中一头甚至忍不住扑了过去 却是嗷呜一声被金光炸飞了出去 并冒出火焰化作了飞灰 外面的探员们利用观测设备看到这幕 都神情振奋了起来 大厅里 羊角恶魔对此不屑一顾 她宁笑着起身瞬间就出现在了特蕾沙圣女的面前 大厅的温度也在这瞬间 从二十多度一下子提升到了近四十度 就是站在门口的人们 也能感觉到一股热浪扑了过来 你不怕我 羊角恶魔好奇地打量着特蕾沙圣女 双眸闪烁着血红色的光芒同时 双足冒出了火焰 四周空间似乎也随之扭曲了起来 我是被天使选中之人 我的死亡只会出现在命中注定之时 如果我这时候会死 那也一定是圣主的旨意 哈哈 听到这回答 羊角恶魔这句傀儡 在苏平操控下大笑了起来 有趣 不过你确实是极为重要之人 身上不只是有天使的赐福存在 我确实不好动你 但是 那你打算怎么拯救这些被我操控之人 在你举行驱邪仪式之前 他们随时能被我带入地狱 我会选择自我牺牲 特蕾沙圣女闭上眼 低下头低声开口 说出了她能想到的最好办法 嗯 自我牺牲 羊角恶魔微微一正 旋即 她明白了过来 而后再看到特蕾沙圣女 取出了一把小巧短剑 对准了胸口之后 瞳孔未缩 圣主之城不准许自杀 但是如果是为了拯救他人性命 而牺牲自己 则是圣主之城信徒们的最高美德 在短剑刺破了衣衫 接近了肌肤的瞬间 金色光芒笼罩了大厦 大厅更是亮度飞速提升的同时 嗡嗡嗡作响 停 羊角恶魔后退了一步 同时忌惮地看向了浮现在了特蕾沙圣女身后的天使虚影 事实上 此时不仅仅是特蕾沙圣女背后有天使虚影浮现 便是大厦上空 也有一尊至少千米高的模糊天使虚影出现在了天空 有心人看向这虚影 更是隐隐间想到了圣主之城正在欧罗巴帮助下修建的那尊天使雕像 看起来和那尊天使雕像的设计图颇为相似 就是不知道这是哪一位尊贵的天上之灵下凡之后的化身形象 也好让他们可以提前做好知识存备啊 看起来你的重要性比我们一开始预计的还要高 现在确实不是让你前往地狱的好时候 不过下次见面我们就不会留情了 我们会再下次做好带走你甜美灵魂的准备的 羊角恶魔露出了难堪的笑容 双爪各抓住一头地狱三头犬后 在火焰下带着他们一同消失在了人们眼前 同时间某处地下车库陷入苦战的面具神父 也忽然发现对手在火焰之中消失不见 他在陷入了短暂停滞之后 重新履行保护命令 从车库越了出来后 开始朝着特蕾莎圣女所在方向奔去 那恶魔怎么就这样耸啊 监控室里 调查员看着现场画面有些迷惑 身边一位神秘学家呵呵笑道 因为他发现自己低估了那位特蕾莎圣女的重要性 他没有做好对付特蕾莎圣女守护天使的准备 我猜测他们一开始误判了特蕾莎圣女的守护灵级别 结果发现级别超出他们能对付上线后 选择了放弃原计划 然后便是特蕾莎圣女为了让对方服软 放过那些被控制的无辜之人 选择了以自我牺牲来逼迫守护天使现身 从而令那恶魔服软 等等 怎么听起来没有特蕾莎圣女自我牺牲 天使就不会救人一样 调查员微微一正忽然注意到了盲点 嗯 天使大概率是不会主动帮助世人的 神秘学家听到这 尴尬一笑 却是肯定了调查员的疑惑 调查员闻言一阵 玄机也想明白了 很多时间人们的祈祷 其实只是一厢情愿 超凡有超凡的想法和行为准则 并且从诸多原本神话传说来看 这些超凡 就没有几个真把地上的人当重要之物看的 相比起来 似乎东方的那些修士们 好歹之前也是人类 哪怕超凡之后 多多少少也有一点同理心存在 不过这些头疼之事 很快就不会归自己处理了 马上就有上位者来接替自己的位置了 调查员想到这 也突然间感觉天地开阔 心情舒畅了起来 特雷莎圣女走出了恢复正常的大厦没多久 大厦里的人们便逐渐醒来 而后开始送医接受治疗 特雷莎圣女也感觉到了事情的紧迫性 进入到了教堂之后 他从储物袋里取出了阵器 一抛之下就化作了阵法 随着灵气生出 并被禁锢在了教堂四周 深呼吸了一口灵气 感觉到法力开始波动起来的特雷莎圣女 站在教堂大门口 正式宣布了驱邪仪式的召开 在这之后 这片社区就排起了车水马龙 如其他地方的驱邪仪式一样 教堂里的特雷莎圣女 还有她带来的至少算练气入门 有点了点法力的两名修女 开始脚步粘地的 为了苏平的万血阵而忙了起来 苏平则是停留了一会儿 确认了阵法布置完善 四周没有意外发生之后 对特雷莎圣女的表现 给了一个不差的评价后 身形移动前往了别处 而在新约克市的市区里 作为进水楼台先得月的 安全部门人员 他们是最早一批接受驱邪仪式 算是被接种了 阻止邪恶入侵疫苗的人员 开始在市区里 进行起了善后工作 当初接送了 维克托神父的两位探员 来到了受灾严重的健身房 看着破洞微微摇头 而后 他们从面具神父奔跑的沿路 看到了被撞他的路灯 各种广告牌 以及最多的被破坏的牧墙 这家伙 简直就像是电影里的终结者 智能机器人一样 一个探员记录完受损信息之后 忍不住吐槽出生 这位 好像确实不是人 另外一个探员 看到了终端接收到的信息 苦笑出生 他是圣主之城派来保护 特蕾莎圣女的圣物傀儡 类似教堂门口的石像鬼 只不过有圣灵寄宿在里面 从而让其发挥出了超凡力量 在城市环境里 这样的超凡者 简直是所有人的噩梦 我听说 军方那边 已经开始研制新的大炮了 以前因为现代城市 钢筋混凝土的缘故 军方就已经意识到 火炮口径严重不足的情况 开始把口径调整到148以上了 现在嘛 据说把之前的方案全部废弃了 有将军直接表示 至少也得203 没有203口径的方案 都不用递交过去了 甚至 他们还开始对列车炮也起了兴趣 说不得我们有生之年 又能看到巨炮时代来临了 湖中洞天 苏平再回到了几处钓鱼点 钓完了这次的钓鱼次数之后 回来了湖中洞天冥想修行 伴随着他利用镇法知识 在自己房间布置的巨灵连环镇 成功运转 本就浓郁的灵气浓度又增添了几分 苏平修行中忽然心有所动 他取出了神兵天剑放在了双手之间 随着这把神兵同样吐纳灵气 然后化作法力 反补到了苏平这位主人身上进行大循环 苏平隐隐约约间 感觉到了意识海里 除了贪狼神石外 还多出来了一柄和天剑一模一样的小剑 不过这小剑刚刚诞生 三头贪狼神石就齐齐熬屋出生 旋即小剑消失 贪狼神石额头上浮现出了天剑的印记 苏平感觉自己的神石越发快捷而锐不可当 并在神石帮助下 吸纳灵气运转为法力 以及滋补肉身的速度都得以提升 苏平连忙喝下了进化药剂 让身上的各种后遗症修补完美后 助击中期与后期之间的瓶颈顿时间出现了松动 让苏平看到了快速突破到助击后期的可能 湖中洞天 苏平选择了成圣追击 有进化药剂兜底的他 毫不担心境界突破失败后 可能出现的诸多后遗症 他心念一动 便从储物灵气里 把一根紫玉餐取了出来 这是来自某个 已无法知道名字的助击修饰储物代理的馈赠 本来只是一根不到一百年的紫玉餐 最好用处是拿去炼制 增强助击法力修为的紫玉餐单 苏平使用了丰饶灵水 将它变成了三百年期的紫玉餐 这也是这种灵药的成长极限了 继续成长下去 也无法继续增加 其增长法力修为的效果 苏平直接张嘴 吞下了这一株紫玉餐 刹那间 体内流淌着的液体状法力 几乎增多了一倍不止 咔嚓 苏平感觉到 自己好似破开了某种枷锁 紧接着 一股难以想象的轻松感 席卷了全身 他的身上 爆发出了一股灵气漩涡 整个湖中动天的灵气 疯狂涌入了苏平所在房间 然后被其身体好似黑洞一样 大口大口地吞噬 数个时辰后 朦胧地睁开了双眸 苏平立即察觉到 自己的体内丹田处和意识海里 都出现了法力漩涡 这漩涡里 寄存了海量的法力 这样的法力漩涡 苏平可没从传承功法里看到过 也不知是自己的体质 还是功法 又或者二者相加的原因 不过这样的异常 明显是好的变化 相当于让苏平凭空 多出来了更多的法力上限 苏平大约估计了一下 发现自己这两个法力漩涡 每一处都差不多寄存了 自己满状态下的法力存量 这意味着苏平这助击后期 有别的助击后期 三倍的法力上限 呼 苏平长长地吐出了一口白气 然后她来到了前院 与女武神空等伙伴 进行了一次次实战切磋 来帮助自己 快速掌握新增的力量 特蕾莎圣女 抵达花旗国一周之后 靠着上下一心 加上大量暴力部门 和信徒们的权力配合 驱邪仪式得以覆盖目标区域人群 这之后 特蕾莎圣女带着两位修女 在教堂里 为信徒们进行了一次祈祷后 消失在了人们眼前 与此同时 欧罗巴那边的主教 也同步被召唤到了秘境之中 与特蕾莎圣女 一起看到了 来迎接他们的白鹤童子 收走了他们手中的储物袋 赐下了新的传承知识 并容许了他们 在秘境里休息一段时间后 返回赵月听风格的苏平 神识扫过这些储物袋里的血液 确认了这有十亿人分的血液 远超出了自己 预估所需的下限 有帮手帮着处理 这些繁琐之事就是好啊 要是换我自己待在教堂不断施法 我可是受不了的 苏平取出了阵盘 激活了早就布置好血神阵法 随着阵法启动 苏平四周 化作了血红一片的扭曲空间 脚下也化作了一片血海 这片血海 来自那些屠宰场提供的牲畜 血气生魂 而后随着苏平催动秘书 数十枚血色菱形宝石 从储物袋里飞了出来 随着一连串噼啪声传出 这些宝石在半空破碎开来 释放出了采集来的一万滴血液 血神血界 以血控血 苏平运转起了历代教主 为了控制血神 而不断改进的教主传承秘书 随着这片空间 响起了怪异音节 沸腾的血海里忽然间冒出了一节又一节 似乎是暗红色血液凝固后形成的锁链 这锁链很长很长 直接从血海冒出 直达天空深不见底 并且不只是一根 而是数百上千根锁链 从血海里冒出 并延伸到了天边 望着这血红空间里的锁链网络 苏平低语出声 十亿凡人之血 与念形成的血之锁链 这在血神教的历史里 可是前所未有的的奢侈待遇吧 修仙界很大 比水蓝星还大 总人口自然也是只多不少 只是 血神教位于山多地少的南荒 只能算南荒门派里的中间档次 修仙界不缺人的时候 血神教在南荒被各派打压 南荒之外 有顶级仙门高高在上 制定修行规矩 而等仙门步行了 礼崩越坏的时候 各地区人口也早就折损大半 剩下的也成为了各派争夺的重要资源 血神教别说扩张了 守住原有地盘和人口 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按照苏平得到的记忆来看 哪怕是血神教最强盛的时期 控制的人口也没超过千万 各种祭祀能涉及到的 有十万就是一个大数目了 百万为单位的活动 也已经少之又少 也不是没有教主想过帮助凡人繁衍生息 靠量变来引起质变 只是想法很好 却很难实现 在南荒他们的势力一直在起起落落 刚刚经营好的地盘 说不得明年就给了对手做嫁衣 久而久之 也就没有强者有兴趣 继继续做这些费力不讨好之事了 有这功夫 还不如去对方地盘 抢走他们的修行种子 回来培养成为自家的顶梁柱 有了血之锁链成形 苏平心中大定 布置血神仪式所需材料 也已经足够 接下来 只剩下等待血神破开封印 而出的时刻到来 而这一刻 却是比预计的还要快 这却是苏平 借了弃心中的光 对血神同样也企图的弃心中的宗主 在确认了布置 都准备完整之后 以防夜长梦多 有别的门派 也对血神起了心思 这位宗主请出了宗门神兵 亲自前往了封印血神秘境所在 动用了神兵 削弱了封印强度 而后 在宗主专用的巨型仙舟里 弃心中的宗主 飞回到了仓内后 他看向了盘西在三处方位上的 金丹长老 以及中心位置的那位俘虏 挥了挥衣袖 坐在了蒲团上淡淡道 封印马上就会解开了 血神即将出世 为了我弃心中未来着想 此事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也只能有老夫这把老骨头 最后承担这一重任了 宗主说道 这摇了摇头 这段时间 三位金丹长老 为了得到这一机会 明争暗斗得越发过分 让弃心中乌烟瘴气之余 也让宗主发了真火 最后做出了亲自出手的决定 直接从源头 消除了三位金丹长老的矛盾 宗主扑团下出现了阵图 一道道护体法术 在其身边不断闪过之后 这位宗主才神魂出窍 借着秘法 没入到了俘虏体内 暂时把这灵气化的俘虏 化作了他的一句化身 血神一试 开启 低着头的俘虏 突然间 睁开发出红光的双眸 低鹤出声 四周三位金丹长老纷纷应声 各自启动了阵法 顿时 这艘巨型仙舟 笼罩在了一团红光之中 身形逐渐变得虚幻起来 与此同时 手握教主传承一物 血神珠的苏平 在感觉到封印减落之后 湖中洞天也不进去了 在一处山洞里 布置好了阵法之后 便盘膝在那吃着火锅 喝着灵酒 听着经文解说 等待着时机到来 嗯 来了 苏平心中一动 挥手把火锅酒瓶手机等 收回去了储物灵器里 而后脚踩大地 手握血神宝珠 低鹤了一声 血神大阵 启动 眨眼间 这山洞便同样充斥了红光 血神秘境 一片没有大地 只有血海与暗红色天空 充斥了红光的特殊空间 这是血神叫 耗费大力气开拓而出 然后血神本体 必然会第一时间归来的地方 此时 这空间里浮现出了一艘 巨型仙舟虚影 虚影里有洪亮的经文声音响起 同时 一股奇异香火气散发而出 引起了血海一阵翻滚 没一会儿 血海里 一尊遮天蔽日 几乎撑起了血海与天空的血色身影 浮现了出来 这具身影 完全遮挡住了巨型仙舟内 修士们的视野 让他们根本不能仰望到身影的头部在哪 又是什么模样 这就是血神本体 这已经不是法天向帝神通 可以媲美的程度了吧 这简直就像是一尊真正的神明之躯 难以想象 那血神叫靠着香火一道 竟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难道香火一道 才是突破此界枷锁的大道 三位金丹长老 都有些震撼于血神秘境里的发现 呼地听到了宗主 呵斥了一声 连忙凝神静气辅助激活法阵 让整座巨型仙舟 散发出了更浓郁的香火气 同时 这位宗主附体的俘虏化身 也飞出了巨型仙舟 出现在外面后 运转体内血神叫秘书 证明着自己身份 血色人影一阵抖动 刹那间 已然从体内伸出了一张千米大手 抓向了这具化身 嗡 血色大手并没有握紧 在靠近 这俘虏化身身边 大约一米时候 停止了下来 三位金丹长老 见此心中一喜 刚刚松了口气 却见更多手臂 从那血神身影涌出 眨眼间 就把巨型仙舟 也给覆盖在了一张张手掌心之中 同时 诡异的声音 在仙舟里响起 光线开始扭曲 浓稠的黑暗 开始在四周爬行 压抑的感觉 笼罩在了金丹长老们心头 这让他们不由庆幸 没有把弟子们带过来 不然现在这一环境 那些家伙忙帮不上 还都要变成累赘 忍住 守住本我即可 宗主传话了下来 生怕引起一变 同时他也全力运转 俘虏化身的金丹法力 沟通着血神 沟通还算顺利 血神不仅没有动手捏碎他 还赐予了他神力 只是 这些夹杂了海量污染信息的神力 不是他想要的 他想要 可是成为教主的资格啊 为什么 弃心中的宗主 有些心慌起来 为什么还不回应我的请求 对我进行教主考验 难道我这句话深 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那些剩下的血神叫余孽 假如有的话 最多也就是助基修为 凭什么和我争 速速给老夫考验啊 正激动时候 宗主突然微微一震 感觉到了 手掌心里涌出了万千道神力 竟然开始冲刷起了自身 正以为考验开始的他 却猛的一变 发现 这不是教主认证 而是 血神传承知识 我要的不是什么知识传承 心中很清楚 这种香火一道的传承知识 是最毒之物的 弃心中的宗主 脸色大变 眨眼间 就想要从俘虏化身里逃走 只是 在这片血神秘境之中 一切都在其掌控之下 这位宗主马上发现他根本反抗不了 只能被动地承受着血神传承方面的灌输 不 没有不屈抑制 更没有历代教主和长老们互道之法的宗主发出了震荡四周空间的惨叫 这惨叫听得三位金丹长老心中齐齐颤抖了下 有金丹长老担忧情况有变 另外两位却是赶紧安慰对方 并表示他们准备如此充足 要对宗主有信心 惨叫只是证明了考验已经开始了 他们维持好法阵 做好有力的后勤即可 哄 数十秒后 一道身影赫然撞破了仙州的屋顶 直接落回到了大阵的阵中心位置 三位金丹长老齐齐一阵 神识探去之后 惊讶发现 跌落下来的赫然是那具俘虏化身 只是现如今 这具俘虏化身 竟然和那些到了极限的香火童子 一般无二 居然化作了一堆香泥 这怎么回事 宗主 师尊 三位金丹长老微微色变 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 盘西在蒲团上的宗主本体 只见这位宗主 忽然间睁开了双眸 下一瞬间 他就七孔流血 身上散发出了一箱 我等被骗了 什么教主认证 什么控制血神之术 假的 都是假的 哈哈 老夫成为血神了 老夫就是血神 血神就是老夫 这宗主一开始还语气严肃 可是很快就出现了癫狂状态 开始语无伦次了起来 宗主被反噬了 看到这幕 三位金丹长老赶紧催动仙周阵法 想要顿走 然而 不催动还好 一催动间 血神立即感应到了 这是外敌 而非同类 本就在仙周四周的血色大手 眨眼间齐齐用力 巨型仙周的护盾 好似鸡蛋壳一样 被轻易敲碎 紧跟着 整艘仙周化为了碎片 并纷纷落入了血海之中 三位金丹长老 护着宗主 从血色大手里冲了出来 仓皇逃窜的他们 看起来眨眼间 就远离了血神本体 然而下一瞬间 他们就发现自己 落入到了前方突然出现的血盘 大口之中 并在一阵惊呼下 就被血神本体的大嘴吞下 落入到了血神体内 远方 手握血神珠的苏平 旁观了全过程 并隐约感觉到了 对方的认证失败 和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苏平能感觉到 随着自己出现在了这一处逆境内 血神马上将教主认证 打在了自己身上 血神教自然不会有两个教主 那位没有教主遗物认证 香火 血气准备虽然也有 但是怎么也比不过苏平的宗主 就被当作了血神教高层 被血神当作了呼唤仪式 开始本能地向其灌输传承知识 就如同当初火之骑士爱尔文遇到的一样 只是 这宗主显然没有火之骑士爱尔文的不屈意志 明显出了问题 苏平默默等待了会儿 并不着急马上控制血神 等到血神体内的反抗 已然微不可查 苏平这才飞了过去 举其血神珠运转仪式的同时 四周浓郁红光猛地一闪而过 然后 成百上千的血脂锁链 带着哗啦啦声 从血海里巨像化而出 封锁住了整片密尽空间 血神对此并未激烈反抗 他靠近了苏平 凭空出现的血色大手 同样环抱住了飞在空中的苏平 苏平感受了下保命的传送符咒 咬牙坦然面对 成为教主 控制血神 这是目前只能他亲自上阵 火之骑士爱尔文 不屈意志 自然是最优解 可是记忆幻想 终究只是记忆幻想 就算仪式成功 时间一到消失那一刻 血神又会获得自由 难不成每次使用 还要这样再来一次认证仪式 不说累不累 还会增强血神失控的可能 并且 做好充足准备的苏平 很清楚 这一个显值得一搏 他好歹也是有 仙人之体的天命之子了 还有数量多到 血神教历代教主 不敢想的血气生魂资源 就不幸 还不能通过 被血之锁链 严重削弱之后的血神考验 也现实 也如苏平预测的一样顺利 血神的咆哮 在锁链的哗啦啦声音下 显得平易近人 同时伴随着某种玄妙的沟通 慢慢进行 苏平手中蕴含了 大量血气生魂的血气宝珠 一眉眉飞出 打入到了血神体内后 在懵懵懂懂的血神 表示出了欢愉情绪的同时 一道道印记 也出现在了血神的身上 原本只是连接着 大海与天空的血之锁链 也忽然越来越多 缠绕在了血神庞大身影之上 渐渐的 远远看去 能发现血神整个神区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躯干 缠绕了数不清的 相对而言细小锁链 整片密近空间 渐渐的红光暗淡了下来 苏平也得以不断浮空提升高度后 来到了血神的头部 并手握血神宝珠 将这教主之物 按在了血神的眉心位置 与其完成了教主仪式的最后一步 成为了血神教的新任教主 今日起 我便是新的教主了 虽然我这新血神教 目前只有我一人而已 不过没有关系 这头 血神我一人 来养能更好的将其控制 苏平得到了教主认证之后 却是没有停下血神一事 他心中一动 发动了教主权限 强迫着血神本体 放开了心房 这瞬间 血神里历代教主长老们 混乱的集体意志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让血神神区抖动了起来 想要反抗 血之锁链 锁定 苏平轻贺了一声 缠绕在了血神本体上的血色锁链 纷纷哗啦啦锁紧 让血神巨大的身影 猛的一顿 身上的各种抵抗 也随之消融 任凭苏平的贪狼神石 冲了进去 这是什么 不可以 我乃血神教的第三代教主 不可以杀我 我乃大长老 你等不呢 血神意识海里 混杂的亿万念头 见此沸腾了起来 不少早就疯癫的意识体 表明了身份想要反抗 然而 他们早就不是本体了 只是继承了一些 记忆碎片的杂念集合体 能驱动的力量 来自血神本身 在血神力量 被血之锁链锁定的这一刻 他们就如同离开了 素体的寄生虫一样 被苏平给强行撕碎 而后剥离了出去 血神意识海 这一过程 相当于完全格式化了 血神这台大型电脑 把这千年来产生的种种垃圾 一股脑都清扫了得干干净净 之后 面对失去了灵动 变得更傻了的血神本体 苏平开始灌入自己的神识印记 这一操作 最大的麻烦乃是血神诞生 本身就是众生之念 随着时间发酵 总会有意外发生 苏平对此的方法 就是给予更多的血气 生魂进去 稀释掉血神本体的众生之念 再配合血之锁链 尽可能保证其可控性 这也并非苏平原创 而是某任教主设想的一个思路 只是 这思路历代教主们 想做却没条件去做 只能靠苏平来实现 也算是原了历代血神教的教主们 对血神的某种执念了吧 感觉到所有血气珠 在血神体内分解完毕 融入到了其方方面面 苏平这才完全放下了心神 随即连通了血神本体意识 查看其体内吞噬的气心中几人状态 苏平故意等着那几人没了动静 才出手控制血神 便是存了不打扰血神进食的想法 如今一看 苏平却是微微一震 发现血神体内 除了那巨型仙周碎片外 只有两个金丹长老的尸骸 这两金丹长老 包裹在血水世界之中 看起来肉身不服 事实上 神魂早已消散了 便是这两具肉身 内力也开始慢慢分解融化 逃了两位吗 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 这次弃心中的来人 明显身份不低 有人有保命之物也正常 苏平也不贪心 操控着血神本体 把之前吞噬的两具金丹尸骸 和其他还没消化之物 全部吐了出来 苏平施展神通化出了 数百半透明大手 把有用之物分解了出来 托金丹修士们 都使用了储物灵器 而这东西 因为用料特殊 也以兼顾著称的符 这两位金丹长老的储物灵器 都完好的落入了苏平手里 虽然因为神识封印缘故 苏平还打不开 不过有了充足地打开 无主之物经验的苏平 已经想好再拿几处地方布置阵法 然后借助众生之念 慢慢磨灭掉这些 储物灵器的神识封印了 弃星宗 悬浮于天坑之上的仙宫里 井中框框框响了起来 留守的长老们 纷纷动身 前往仙宫深处 在那深处 灵器浓郁的 一间宽敞洞府内 洞府墙壁上密密麻麻地 贴着辟邪静心之用的 名贵符禄 弃星宗神兵青铜镜 悬浮在半空 镜面射出清光 照耀在盘膝 在葡团上的宗主 宗主身边 是其身为 金丹长老的 清传弟子 守在一旁 在血神秘境之中 惨遭失败 然后众人 被血神本体 吞入了体内后 这位金丹长老 就心中知晓 此行已经落入 最糟糕的结果 他赶紧抓住 癫狂状态的宗主 靠着这位是宗主 更是师尊 事前留下的后手 得以暂时得到了 宗门神兵的控制权 而后借助神兵 大损元器的绝技 加上血神没有信徒加持 全凭本能行事 行动凌乱 这才得以带着这位宗主 顿回到了先宫之中 只是 逃离血神秘境 不代表事情就结束了 因为接受了 海量血神传承知识 而被污染的宗主 已然成为了一枚定时炸弹 看着周身 每一个细胞都在膨胀 也因此熟悉之人 也无法认出的宗主 这位金丹长老 无比担心起 弃心中的未来 其余赶来的长老们 在帮着稳固了洞府结界之后 他们都已经没有了心思 去复盘 此次血神秘境 为什么会失败 是不是有外敌 从中作梗 他们更惶恐 如今的弃心宗 没了宗主这主心骨后 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沿海区域一处山洞 红光一闪之下 苏平身影出现在了洞里 得到了血神控制权之后 苏平更从中知道了 血神教几乎所有的传承知识 这些传承知识里 提及到了一枚血神印 这是开拓血神秘境后 专门炼制的秘宝 获得此印认可 就可以把血神秘境 收入血神印之中 从而随身携带 这就意味着苏平 可以带着这秘境 回去水蓝星 对付深渊挑战 只是 血神印在血神教 第二代教主还在时候 就因为一次被围剿 而被抢夺走 好在抢夺那一方 没有血神秘法 拿着这件特殊秘宝 也没办法使用 只好拿来收藏 聊胜于无 而后千年时光下 这件秘宝 也因为各种意外 落在了不同势力手中 历代教主不是没想过 抢回这件配套秘宝 却是越来越 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为血神教的 最大底牌血神 也随着时间积累 产生了质变 而越来越难以控制 借助血神本体下场作战 成为了两败俱伤之事 哪怕是教主和长老们 也都尽可能地避免着 需要借助血神本体下场的 大战爆发 以免让自己失控 提前为血神教牺牲自己 他们不敢动用血神之力 我却没有这一担忧 大不了快要失控时候 停止使用 然后回去水蓝星 拿出更多的血气生魂 和血之锁链即可 另外 要收回血神印的话 那就最好尽快进行 以免夜长梦多 在血神传承里的记忆来看 南荒恶化速度 比许多人想的都要糟糕 万一南荒彻底陷落 甚至直接沉沦入外界 那就麻烦了 苏平马上以教主身份 呼唤了血神 然后以血神秘术 开始定位血神印所在位置 血神印不出所料的 在南荒某处 苏平回忆了下自己 对南荒的认知 邪气潮爆发之后的南荒 便堪称群摸乱舞 无法无天之地 尤其是现在这两年 南荒各大小宗门 纷纷逃难一样 跑来中运 南荒更是彻底没有了规矩 邪碎 魔道 旁门左道和大大小小的香火神道 混杂在一起 几乎每时每刻 都在为了越来越少的修行资源 或者人口 而爆发着争斗 并且 这还是血神教 举教跑路前的南荒 这段时间 在修饰眼里 或许不长 可是在邪气入侵 加速的这一大背景下 这一段时间 已经足够大环境 再度恶化一个档次了 苏平使用了通讯预检 给了九夜山方市 以及海外诸岛 居住地管市 留下了讯息 便换出了葫芦 坐了上去之后 助击后期法力运转 让这葫芦 好似喷气式飞机一样 嘴巴喷出了一道淡蓝色火焰后 带着苏平化作一道红光 顿入了远方 南荒与中玉之间 有诸多天险之地存在 经验欠缺 就可能迷失在一重迷雾 绝命毒气等等 绝地之中 神魂俱灭 不少地方 还传闻有堪比金丹的 大型邪碎潜伏 对于绝大部分修士来说 唯有乘坐大型仙周结伴型 才能保证 可以大概率安全通过 只不过 随着环境恶化 南荒大一点的宗门 基本跑得差不多了 来往南荒和中玉的仙周 也是越来越少了 并且 危险也在增加 便是大型仙周 也有了在途中遇到灾害 传毁人亡的消息 传了出来 南荒地界 方圆万里的迷雾 从临上空万米处 三艘体长700米到900米的 大型仙周正谨慎地缓缓而行 这三艘大型仙周 都因为匆忙起行 从而准备并不充足 甚至缺少探测 隐藏危险的大型设备 和经验老道的船长 只是 他们也没办法不走 启航的天剑城 遇到了难以抵抗的邪碎爆发 让他们不得不提前启航避难 而后重要的引航仙周 居然混入了邪修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那艘仙周 从高空坠落 随即消失在了城区里 冒出来的滚滚黑雾之中 没能发出半点回音 一艘仙周甲板上 苦着脸的老头 带着身边一对童男玉女 担忧地看向远方 这三人是一对爷孙 来自南荒一处 附庸于天剑宗的小宗门 因为精通练气一道 他们这一门派 平时还算滋润 在天剑宗搬迁时候 也很早就被许诺 会跟着搬迁出南荒 只是这一等 他们就等到了现在 甚至要不是掌门觉得 再等下去 就要灭门了 带着门人自己跑去了 天剑城的仙周港口 然后耗尽家财 买到了船票 怕不是全宗门 就会在城内爆发的 邪碎灾变里 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也真把他们吓住了 哪怕已经过去了两天 却还是不敢待在船舱 只想着站在甲板上 以便遇到事情不妙之后 可以第一时间逃跑 甲板上除了这对爷孙 也不乏 有其他人抱着同样心思 或站或坐 仙周所属南荒商会的落职士 把这些人的反应看在眼里 心中却是觉得 这些人实在是想多了 仙周真要遇到事了 哪还有他们活命的机会 就眼前甲板上这些练器修饰 就算万幸的安全落地 也会紧跟着再下一次危险 到来后遇难 还是没有联系上张执事的船队吗 落执事收回目光 重新看向了驾驶舱里的手下们 一个双手握着青铜正盘的白发老者 苦笑了吓到 从三个时辰前 我们都发出去十多道讯息了 却是一个回信都没有 并且 阵图也不显示他们船队位置了 落执事心中一沉 却是安慰到 可能是遇到迷雾了 张执事那边准备充足 肯定不会有事的 说完这话 落执事环顾了四周 又吩咐了那老者 继续发送讯息 他们这支船队 只有和别的船队一起会合 才有更大机会 成功离开南荒 数十秒之后 正在沉思的落执事 听到了惊呼声 然后他就看到 驾驶舱里的手下们 一个个面如土色 落执事微微一震 很快反应了过来 他发现 四周环境不知何时 变成了朦胧迷雾 怎么会进入迷雾之中的 不知道 这迷雾突然就出现了 御警法器 没有一个市警的 又变了 这些绝境又开始改变了 手握阵图的老者 带着一丝绝望味道 嘶哑着声音高喊着 甲板上的人们 也惊呼了起来 显然他们也发现了 四周异常 尤其是很快的 迷雾里就出现了黑影 一头头有着黑色翅膀 没有四肢和五官 全身上下 就是一颗黑球形状的怪异 从迷雾里冲了出来 这些长翅膀的黑球 不断撞在了仙舟的护盾上 每次碰撞 都能让护盾 绽放出一圈圈波纹 是痴魅怪 他们怎么会来袭击我们 是邪妾 这些绝境里的怪物 也被邪气入侵污染了 一个修士 用法器探测到了 那些黑球身上的异常 浑身都在颤抖 这对于他们来说 无疑是最坏的答案 加速 冲出这片迷雾 落职士果断地做出了决定 也不管会不会因为速度太快 碰到其他怪事了 其余两艘仙舟 似乎也做出了同样决定 三艘仙舟都开始全力运转 加速了起来 迷雾里 痴魅怪物紧追不放 却是渐渐被甩在了仙舟身后 然而 不等仙舟里的修士们 松一口气 三艘仙舟前方 忽然间出现了一头 宛如山月的身影 这身影通过法器 赫然让修士们看到 是一头通体暗紫色的石头巨人 这石头巨人身上 还披着袈裟 手中握着一柄大环刀 是那位雪山御寿宗 供奉为救苦救难 香火神的御师尊者 他 他怎么会在这里 落职士认出了 这巨人的底细 心中拔凉拔凉的 这一位曾经是南荒玉兽一系 在吸取了香火神道秘术精华之后 结合自身能力 花费了大力气培养出来的 具备实体的香火神傀儡 他们以灵兽为傀儡素体 使得他们控制灵兽的各种秘法 得以用在了这上面 使得这头灵兽不断突破境界 最后成为了金丹后期境界的灵兽 使得其后来 更是成为了 那宗门最重要的底蕴之一 却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这头灵兽 只是 御师尊者这香火神傀儡在这里 那么 那宗门其他人去了哪里 并且这头灵兽 现在还能算灵兽吗 先周在执士们犹豫之中开始减速 那巨大身影 却主动靠了过来 然后 哪怕不借助法器 站在甲板上的修士们 也对以看清了身影的模样 确实是体型有千米高的 狮头巨人没错 只是 这狮头巨人浑身上下 早就长满了细小的触须 袈裟里 似乎还有着什么别的东西 在里面蠕动 产生了各种凸起 哪怕是黏不过时的小孩 也能看出来 眼前这巨人 早就化作了某种怪物了 御师尊者堕落失控了 我们完了 落执士看到虚影时候 心中已经想到了这一可能 亲眼看到后 他完全陷入到了绝望之中 几声巨响 传到了他们耳畔 却是同乡的仙舟 首先受到了这 御师尊者的袭击 仙舟被至少有 八百米长的大环刀 一刀就斩破了护盾 而后被批为了两半 无数修士惨叫着 和断裂的仙舟 一起向着下方跌了下去 只是不等这些修士跌落 便有许许多多的 暗紫色触须 从那刀柄身上冒出 准确地刺入到 一个个修士身上 而后将他们 统统吞入了刀身之中 消失不见 落直士所在这艘仙舟 也被那尸头巨人 伸出的大手一下 拍碎了护盾 而后抓住了船头 大刀也重新扔了起来 眼看着就要斩下 让这整艘仙舟的修士们 面临厄运 一道红光 突然间撕破了迷雾 直接撞在了 尸头巨人的后脑勺上 眨眼间 甲板上的修士们 就瑟瑟发抖地发现 那巨人的尸头 整个炸裂开来 而后 伴随着一声声 响彻了整片 迷雾森林天空的 咆哮声响了起来 炸裂了尸头的红光 爆发出了刺目光芒 下意呼吸间 红光里伸出了 比高山 还要宏伟高耸的 血色巨手 抓住了失去脑袋之后 还在移动的 御师尊者 就好似成年大人 抓一具 不超过二十公分的 玩具人偶一样 轻松简单 直接将这 御师尊者的身躯 拨入进去了红光之中 幸存的仙舟里的修士们 看呆了眼 完全没有想到过 会有这样的展开 幸存的仙舟甲板上 此时跪满了修士 没有凡人 现如今的南荒凡人 已经变得和珍稀 保护动物一样稀罕了 落执士他们看到了一道人影 坐在葫芦上飞落了下来 在落执士眼里 这位神秘强者 笼罩在了血光里 看不清具体形象 至于修为 虽然感觉不到 对方释放出来的威压 众修士却也不敢动用 神识前去探测 同时 在那血光庇护之下 苏平也确实不怕 对方探测 落执士等人 还是可以从侧面猜测出 眼前这位救命恩人的修为 御师尊者 至少也是 金丹后期境界的 香火神傀儡 能让这样的存在 被瞬间控制住 然后脱入秘境之中 拥有这等实力的存在 岂不是 原鹰老祖 所以 当苏平驾驭葫芦 停下的时候 仙舟甲板上 修士们 齐齐高呼出声 恭迎老祖 苏平心中一动 血光扫过了 这艘仙舟 确认了 没有携修踪影后 他淡淡道 老夫来自中域 此来南荒 打算清扫一切 香火余孽 可有熟悉其中情报的 苏平代入到了老祖身份 淡淡问了一声 他来南荒 除了寻找 血神印之外 一抵达南荒 就遇到了 失控的香火神道余孽 在依靠血神 大发神威之后 苏平马上发现 血神在吃掉了 对面的香火神之后 本体竟然稍微大了一圈 比得上 血神教当年 数十年的积累 这令苏平眼前一亮 感觉自己找到了 快速让血神本体 变强的洁净 这样的洁净 当然是有后遗症的 血神本体变强的同时 各种杂念和邪气 都会反补到使用者身上 只是那些杂念 能被贪狼神识分吃 大部分邪气 则是会被苏平身上的 辟邪祝福抵消 极少数难以根除的 也可以被净化药剂 给净化掉 香火神 若只是听到这话 心中一动 加上之前看到的 那一幕记忆浮现了出来 他马上意识到 眼前这位元英老祖 大概率也是一位 香火神道的巨头 并且 虽然只是看到了丹臂 这位落执士 还是多少想起了 血神教 这一香火神道教派 只是这怎么可能 那血神教 要是真这么厉害 之前怎么会在 南荒混得那么惨 落执士心中 否决了这一步靠谱猜想 快步爬行到了 甲板最前方后道 老祖明鉴 小子乃是南荒商社的 三十六执士之一 为商社服务了快两百年 跑遍了南荒 大大小小角落 南荒地理人文 想来如今已经没几个 能比小子更加精通 小子也愿意为老祖带落 只是 说到这 落执士顿了顿 十分害怕那位元英老祖 一听自己想要开出条件 就一巴掌将他们 统统拍碎吞噬 好在等了会儿 也没有恐怖威压落下 让落执士心中松了口气后说道 还请老祖愿意下踏本仙洲 让仙洲上下等人都为老祖车前马后 甲板上其他成年修士 听到了落执士这话 无不对落执士 投向了感激神色 他们自己却也清楚 哪怕眼前这位元英老祖 放过了他们 没有其他仙洲结伴 独自前行的他们 恐怕会凶多吉少 既如此 还不如抱住眼前这位大佬的大腿 期盼着这位大佬 横扫了南荒之后 顺路带着他们 离开南荒前往忠狱 现如今的南荒 大部分修士 都还对忠狱 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以为各大宗门都跑去了那边 想来那儿的生活环境 再差 也要比南荒这边好许多才对 也就落执士这些消息灵通 去过许多地方的修士 心里明白 如今的修仙界 已经没有什么净土存在了 颠簸远行 苏平也只是因为不甘心 想要为了多活一段时间罢了 可 苏平微微汗手 在血光包裹下 收了葫芦落了下来 有大型仙舟可以逮捕 还有帮手主动跑来帮忙 苏平自然不会介意 再释放出了一道血光 深入到了迷雾森林之中 把还没被消融的无主之物 捞上来之后 苏平住进了仙舟里 最豪华的贵兵间 大型仙舟也转向之后 在落职市指挥下 全力运转 化作了一道残影 苏平在贵兵间里 查看着落职是送来的 仙舟相关正法知识 时间也因此过得极快 因为苏平身上血光 时不时会闪烁一下 释放出血神气息 使得这片南荒诡异之地 诸多危险 知难而退 仙舟比来时候快得多的时候 离开了这片迷雾森林上空 并很快就来到了一处 化作废墟的城市旁上 空庭了下来 老祖 此地便是暗月教的据点 一年前 暗月教出了大乱 全教覆灭 聚文教内供奉的邪神 异变便是主音 落职市停下仙舟之后 小心翼翼地 来到了苏平所在房间的房门口 低声说道 知道了 苏平低沉着声音 答应了一声 做得不错 旋即苏平鼓励了一声后 飞身离开了房间 在仙舟停下时候 苏平就靠着血神之眼 看到了那废墟里游荡的 好几道香火神虚影 这暗月教派走的路子 有点像苏平 在樱花之国搞出来的黑鸭神 只是 黑鸭神有幽冥鬼体帮着控制 暗月教显然没有这待遇 选择了使用灵器 来控制这些 历代积累下来的香火神 结果邪气朝袭来 天地大变之后 控制香火神难度 急速提升 在遇到有邪修推波助澜 邪气感染之下 这些香火神 也就化作了暗月教的 覆灭源头 苏平飞底上空时候 能看到灰暗色的地面上 那些摇晃着 好似瘦肠鬼影 高约百米的香火神的身上 甚至还有许多冤魂 从其薄雾一样的身上 冒出脑袋或者面庞出来 一个金丹初七 五个住击中后七 苏平看到废墟里 因为自己出现 而清朝出洞的怪物们 一扫就得知了他们的实力 这实力对现在的苏平来说 自然是不够看的 甚至远远比不上之前解决的 那头遇失尊者 不过这实力标准 才是南荒正常的水平 能用金丹底蕴 别管是灵器还是灵兽 还是香火神带来的 只要有金丹 那就算是南荒有点名气的宗门了 毕竟南荒弃心中这样的大宗门 也就太上长老 是实打实的原因老怪 包括宗主和诸多长老在内 也基本上是金丹修为 只是靠着神兵灵宝等底蕴 能够发挥出更高的威力 绝大部分南荒宗门 金丹也就是道顶了 甚至大部分宗门 和这暗月教也差不多 金丹底蕴靠的还是外物 高层修士本身修为 也就止不住击 苏平自觉地忽视了 自己现在也在靠着外里 他换出了血神之力 落在了这片废墟之中 那头金丹鬼影 刚刚冲到了半空 离苏平 还有一两千米距离时候 苏平下方 已然浮现出了一张血盆大口 眨眼间 就一口吞下了瘦长鬼影 而后似乎觉得不足地 对着下方猛的一息 便见废墟还剩下的残垣断壁 全部脱离了地面 飞上了天空 剩余的几头 瘦长鬼影 也光芒一闪 步入了后尘 打住 苏平看到 飞在半空的残垣断壁里 似乎有记录大量蚊子的碑纹 赶紧让血神停止吸气 让其回归秘境之后 苏平闪身到了废墟之中 神石一扫之下 发现了暗月教 用来记录的大量碑纹 再跟着苏平双脚一落地 就正开了地面一处地宫 只是 地宫里早已经空无一物 显然在暗月教出世之后 还是有胆大修士 借助某些办法 避开了地面上的暗月教邪神 得到了教派的密藏 不过 苏平也不算白跑一趟 临时宝物没有了 刻在石壁上的传承知识 却还在那 并没有被有心人破坏 暗月教 作为香火神教理 能培育出 金丹境界香火神的教派 其教内秘书 自然也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苏平感觉自己这样 取香火神教百家之常 或许真能查漏不缺 找出一条香火大道出来 当然 有自知之明的苏平补了一句 同样免不了 借助朦胧幻境之力辅助 暗月教的余念 就那么简单地被扫平了 落职士和许多修士一起 站在甲板看着真目 哪怕不是第一次 看到那位混绕血光的原因 老祖动手了 再次目睹这一刻 却还是令他们口干舌燥 对这番伟丽羡慕不已 苏平记录下了所有 暗月教的传承之后 眨眼间就回到了仙州内 落职士赶紧先是 供应了老祖大胜而归 然后启动仙州 朝着下一个目的地飞去 有仙州代步 在离开暗月教废墟 一天一夜之后 仙州在抵达一座 高耸路云的山峰后 停了下来 这是南荒有名的赤阳峰 是一处三阶上品林脉 所在之处 山上的赤阳城 更是南荒数一数二的 大型方式 只比天剑宗的天剑城 气心宗的仙宫 略微逊色一二 现如今 气心宗的仙宫去了中域 天剑城在不久前 闹了邪碎之灾 赤阳城 什么都没有做 已经成为了南荒 如今最大的方式了 只不过 如今这赤阳城里 却是同样 只剩下小猫两三只 没有了往日的人气鼎沸 和底蕴 赤阳城的城主 也在半年前换了人 前任城主道 不是死了 而是带着一批高手 去了西末 结果这一去 就一去不回 且没有了音讯 新城主这半年来 可谓是如履薄冰 拼了全力 才算勉强 稳住了赤阳城的秩序 只是随着邪修 和魔道的几次袭扰 却还是让赤阳城里 本就不多的高手 又折损了几分 新城主 已经越来越感觉到 自己独臂难知了 在得到了天剑城 覆灭的消息传来后 新城主 和诸多城内世家代表 齐聚一堂 已然是升起了 再也挡不住的退役 南荒不能呆了 城主于果 尽管舍不得 这祖先留下的基业 却还是不得不为了 延续家族 做出了决定 只是这位城主的决定 却受到了城内世家代表们的 坚决抵制 在他们看来 赤阳城在 灵天灵况也就还在 他们就还能补充修士 一旦远离赤阳城 他们又能够去哪 一位世家修士代表 更是直言不讳 现在才想要逃离南荒 已经晚了 并且 这位代表还取出了一枚玉剪 投影出了他们家族 派去各地的赤后拍到的录像 除了通往中域的方向 各种绝境 在变得更加危险外 南荒其他方向 也同样产生异变 尤其是南荒外海 那片似乎在千年前 就变得不正常的绝地 如今 更是变得异常诡异恐怖 站在海岸线看去 就可以发现 天海一线处的天空 已经消失了 展露在眼前的是 浓稠诡异的黑暗 那是使用各种神通 都窥测不了的 无尽黑暗 并且 这浓稠黑暗 明显在移动 在慢慢吞噬着南荒外海 或许要不了多久 这无边无际的黑暗 就会抵达海岸线 然后上岸吧 整个南荒 都给吞噬殆尽 那片黑暗里 到底有什么 城主沙哑了声音 靠着血脉 而非修为担任城主的他 有些控制不住情绪 那是母神的胃力 拿出录像的代表 似乎很满意 四周修饰都看呆了眼 突然嘴角翘起说道 不信仰母神的 都会在黑暗里受苦 并且永生永世 不得超生 母神 你是邪削 几个代表 微微一正之后 反应了过来 只不过这一次 没有人因为邪修 暴露出了身份 就喊打喊杀 他们显然 也被预检投影出来的 事情给吓住了 我可不是那些脑子 坏掉的邪修 我是信仰真神的使徒 我知道你们心有疑虑 也不会就这样 相信我给出的讯息 不过没有关系 你们大可以 现在就派出亲信前去查看 甚至自己动身 也可以 只要站在海岸上看去 你们就能明白 我没有说谎 此事 只有信仰真神 才能在母神的怀抱里 安然无恙 看着眼前的邪修代表 不少修士心中 都起了小心思 要不是邪修一直以来给他们印象 实在是太差了 他们 或许当场就 有人会密语对方表示忠诚 就在这场决定赤阳城命运的会议 处在某种微妙时期的时候 城外的景中响了起来 赤阳城浮现出了淡红色的大阵光芒 又有魔道来袭 城主心中一惊 会议中断 众人连忙出现在了赤阳城高空 旋即 他们看到了天边出现了一艘 散发出血光的大型仙洲 是南荒商社的大型仙洲 不过那雪光气息 怎么有香火神道的感觉 小心戒备 城主下达命令 目光紧紧锁定了越来越近的仙洲 大型仙洲甲板上 苏平轻轻一跃 飞出了仙洲 而后看着不远处 不亚于当年云山方式的赤阳城 苏平轻叹了一声 心中一动 身后浮现出了血神虚影 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有一天 能如同大反派一样 降临在这种大型方式之外 并发出了节节节怪笑后 说出了要求 本座乃血神教新任教主 本座也不是什么坏人 来此只为了遗物 交出血神印 本座马上就走 赤阳城里 城主身边修士 都有些风中凌乱 他们是听过血神教的 只是 血神教什么时候 有那么强的修士了 其身后的虚影 还有这股突然落下的威压 这样的怪物 不应该只存在于 那些大宗门的 太上长老身上吗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 一个不起眼的 血神教身上 还有 血神印是什么东西 苏平借助血神 能清晰看到 城主他们的威表情 于是通勤达理地表示 血神印对你们 是无用之物 记不起来也没关系 让本座进去 可轻易找到取走 让你进来城内 这家伙 是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吗 几个修士代表脸色古怪 这时候 赤阳城附近 却是忽然冒出来一股黑烟 黑烟之上 赫然有十多个魔道修士 骑着灵兽结伴来 为首的魔道修士 黑黑笑着 表态愿意助苏平 这血神教的教主 一臂之力 城主目光 看向那魔道修士 心中大惊 那是之前让赤阳城吃了大亏的魔道修士 乃摩天门的当代门主 手中有魔门历代积累下的底蕴 可以发挥出金丹中期的实力 这位门主怪笑同时 还秘语给了苏平 却是谈起了条件 希望能够在事后 与苏平三七分成 自然了 实力为尊 七成是苏平的 苏平听完秘语 对这位门主露出了笑容 旋即 心中一动之下 血神虚影的双臂 已然已虚化石 然后双手合一啪一声 拍中了那团黑雾 具想之下 除了那魔道门主 施展秘书 顿出了拍打范围 他带来的那些属下 全部化作了粉末 并被吸入了血神体内 对了 在苏平的微操下 血神这次注意了下 吞噬进去的血肉 自然是消融了 那些衣服法器 尤其是储物袋之类 却是为其覆盖了一层血魔 保护了下来 你 那魔道门主 大惊失色地盯着血神下 渺小如灰尘的苏平 不敢置信 一个养出那么大香火神的家伙 会对他们动手 南荒的神教和魔道 虽然算不得盟友 却也时不时会抱团取暖 至少在正道宗门 没被杀光之前 不该这样一言不合就开杀吧 本作说了 我不是坏人 怎么会与你们这些魔道中人 同流合污 苏平心中一动 也不等那魔道门主抱怨下去 天空眨眼间 血红一片后 那魔道门主脸色一变 猛地瞬移躲开了 突然出现的血盆大口之后 却是刚刚瞬移现身 就被天空伸出的巨手一下 抓在了手心里 融入到了血色空间之中 前辈饶命 我圣门愿意以后 为前辈马首示战 魔道门主 被困在了血神本体的手掌 心意空间里 大声求饶 苏平却是没有理会对方 只是心念一动之下 握住了对方的血神手臂 微微弯了一下 而后朝着赤阳城 旁边山峰打了下去 巨手落下瞬间 城外千米高山 在血光微压下 化为粉末 眨眼间 高山化为平地 再化作了深坑 这一击之下 血色大手的手掌心里 也随着冲力 出现在了百倍压力 使得魔道门主的惨叫声 随之哑然而止 整个身子融入了 手心中消失不见 使得苏平可以放心地 把这大手收回去了 布满血光的天空之中 看到血神巨手 大显神威 杀一魔道金丹 如同杀鸡 并且还展现出了 一击之下毁天灭地 破坏地形的伟力 赤阳城的众人 嘴巴越张越大 沉默了一下 城主扭头 看向了身边的亲信 还有那些世家代表们 这些代表之中 好几人都注意到了 城主目光 悄悄密语传讯 确实都倾向于 不要惹怒这位 香火神教的大佬 城主 这老怪物 一看就知道 已经是疯癫了 如此肆意使用 香火神的力量 恐怕神魂 早就被反噬坏掉了 这种怪物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立敌啊 顺他心意 等他满意离开 然后看着他 自我崩坏即可 城主嘴角抽动 心中暗骂 难道自己看不出来 这些情况吗 并且 不要立敌 就对方现在表现出来的破坏力 赤阳城拿什么出来立敌 只是现在 就认输的话 失去大阵 庇护他们不是死得更快 这样想着 他们身子一僵 却是齐刷刷感觉到了 那浑身血光的老祖目光 看了过来 结结结 本座 已经表现了诚意 证明了不是坏人了 你们还不肯放开大阵 正打算 让本座继续浪费体力吗 随着苏平背负双手 呵斥出声 闪烁血光的天空 浮现出了一张 遮天蔽日的大脸 脸上嘴巴微微张开 似乎有红光 在其身处蕴藏 城主他们都仰起头 看到这幕 只觉得自己等人 不对 是整座赤阳城 都是那红光的覆盖范围 城主耳畔 传来了不少城内 大族的族长蜜语 显然面临生死之间的大恐怖 那些一直躲起来的各家族长 也惊慌不安地跳出来表态了 在绝对的暴力面前 赤阳城的修饰势力 展现出了惊人的软弱性 哪怕他们深深怀疑 苏平这个摸头入城之后 也会大开杀戒 面对或许有的生机 他们还是选择了妥协 打开了大阵 大阵一放开 血光就完全照耀在了城里 每一个人的身上 眨眼间就有修士发出了怪叫 并化作一道道顿光 妄图离开赤阳城 那么多邪修 苏平只是习惯性地寻找邪修 没想到这赤阳城 好似对方的老巢一样 竟然一下子发现了那么多 这南荒果然是要挖啊 城主他们也随之发现了 之前还通过预检录像 对他们威逼利诱的修士代表 此时正如同败家之犬一样 在空中乱窜 只是这邪修真正修为 最多也就注击中期 随着一道道血光从天空落下 这修士达表也被血光笼罩 而后不甘心地化作了红光的一部分之后 被吸入到了天空中的巨型大脸的嘴里 城主和其余修士们 在一开始的震惊之后 什么都不敢做 安静地等待着红光 清扫完城内的邪修 这期间 就是最能杠的修士 也没敢出声质疑 那血神教的新任教主 是不是在借机滥杀无辜 毕竟那些被净化的邪修 不乏有各家各族中人 打扫干净了赤阳城之后 苏平这才把天空的血光 也收了回去 随着血光渐渐消退 城内的众人 这才眼神放松 悄悄地松了口气 而后仙周里的落执士 带着一批修士飞了下来 落执士恭敬地 与城主等人行了一礼 之后便按照那位老祖的吩咐 进入到了城主府邸的密库里 找到了堆放在角落里 不起眼的血神印 赤阳城的新城主 在看到了血神印之后 想破了脑袋 还是没有想出来这东西来历 不免有些尴尬 也有些埋怨自己家族的长辈们 为何连如此重要之物 都不留下传承遇见 他却不知道 这血神印 也不是赤阳城自己得到的 而是某任城主取妻之后 妻族一方带来的嫁妆里 不起眼的无名珍藏之一 血神印几经转手之后 早在几百年前 就变成了大家都知道 这东西有点玄妙 但是没人知道怎么用的众多无名仪器之一了 苏平左手一吸 洛执氏手中的血神印 就到了他手中 血神秘书打入了进去 检测到苏平掌握的血神之力后 这没和小孩子拳头大小的印章 爆发出了夺目的金光 四周灵气开始疯狂 被拉扯着 涌入到了印章内 使得血神印里的数千万道纹路 开始一条一条的亮了起来 洛执氏趁着这空隙时间来到了城主面前 赤阳城主并非金丹真人 真正实力只有驻姬中后妻 这样的实力在现如今的南荒显然是没法看的 洛执氏鞠躬行礼 而后悄然发生询问 今时今日 城主可有寻思过离开南荒 离开南荒 赤阳城主神色一动 看了看洛执氏 他是认得这位南荒商社的名人的 赤阳城这几百年里 也没少和商社之人做生意 他看了看天空中的仙舟 低声道 你的意思 是投靠这位老祖 然后离开南荒 老祖并非南荒土著 来自中狱 老祖来南荒达成目的后 是要回去中狱的 洛执氏微微点头 而后道出了一个 苏平还没告知赤阳城一方的重要消息 此话一出 赤阳城主目光一动 已然做出了决定 而其余听到这故意没有遮掩信息的 其余助击修士们 也一个个心动了起来 形势比人强 只要南荒 还能让他们这些城里高层花天酒地 他们对离开南荒是没有什么想法的 靠着赤阳城大镇庇护 这几百年来 也确实如此保护了他们 也因此 南荒各大宗门开始跑路时候 他们没有着急 中小宗门也开始积极抱团跑路时候 赤阳城还借机收容了不少散修和难民 实力壮大了一些 然后 随着环境恶化速度 超出了城内高层们想法 再加上突然遇到了大难 损失了大批高层战力 赤阳城的高层们忽然间发现 他们现在已经失去了逃出南荒的实力了 这老魔 嗨嗨 这位老祖虽然用的是香火神教秘法 有一点协议 但是看起来 为人却是正大光明 充满了豪气 或许值得我等信任 对方真想要恋化我们 大阵放开时候就可以出手了 没必要故意给我们希望啊 毕竟是来自中域的老祖 和我们南荒的那些 肯定是不一样的 天空中 苏平注意到了 落职是在城内的小动作 对此他也不在意 只要不是邪修和魔道 愿意跟随着他的自然来者不拒 不愿意的 他也不强求 不过城内的无主之物 谁也不准和他抢就是了 苏平把注意力放在了血神印里 很快就发现 这赤阳城的灵力浓度 竟然略微不够 并且炼制血神印时候 血神本体也会安耐不住 本能地把杂念 灌入到血神印之中 微微皱眉了下 苏平席卷起一圈红光打了掩护 本体却是带着血神印 进入到了湖中洞天之中 落职是他们 自然是感应到了 上空那老祖的气息 突然间消失 见多识广的落职是 淡淡一笑说道 莫要惊慌 应该是那血神印极为重要 被老祖带去血神秘境了 血神秘境 那传闻里 最接近自成一界的秘境 赤阳城主也听过这一传闻 心中一经开口询问 然后得到了众人点头认可 如果是以前 他们对这传闻 自然是半信半疑的 但是今日看到了 血神的伟利后 他们倾向于相信 寄宿了这等怪物的秘境 有自成一界的资格了 当然说 近乎自成一界 主要还是这秘境 没能脱离修仙界 只不过 有了可移动这一特性 不至于某一地狱 遇到了大变后 秘境也因此受到影响 从而被破坏于修仙界 显露出来 湖中洞天里 苏平马上感觉到 在这洞天之中 自己不仅可以提供海量灵气 让血神印恢复 同时也能靠着 湖中洞天的特性 隔绝血神本体 对自己和血神印的影响 时间便这样 一分一秒地过去 大约过去了两三个时辰 血神印忽然爆发出了 一圈红光 照耀了小半个山峰天空 旋即这枚印章刷一下 没入到了苏平的意识海里 成为了苏平炼制成功的 又一件灵宝 这灵宝炼制出来时候 只有一个作用 就是收纳血神秘境 但是随着苏平得到了其认主 一旦有了一个血神秘境 某种意义上 等于得到了一个 开放程度更高的随身秘境 以前只能遗憾放弃的巨型仙舟 现在也可以带入血神秘境 再带回湖中洞天 或者水蓝星之中去了 当然 这也就是苏平可以这样使用 血神教历史上 只有他能稳稳地控制住 如今的血神本体 让其他东西 进入血神秘境之中后 不会被血神本能地溶解消化 血神秘境有着很好的胃口 不管是法器灵器 还是过碗瓢盆 都能消化 至少苏平在进入血神秘境后 只发现斜碎残骸没能被消化 反而被堆积在某处角落 还被一层层血光封印了起来 显然香火一道神力 也一样 对这些残骸 没有比大金光寺更好的办法 不过拥有了幽名鬼体的苏平 已经为这些历代积累的斜碎残骸 想好了用法 从湖中洞天回到了修仙界 随着血神印出现在了苏平双眸之间 一圈圈波纹在上空出现 而后伴随着天空突然红光一闪 旋即漫天的星空 突然间出现在了天上 并隐隐有种 天空似乎下沉了至少三分之一的距离 那月亮显得好大好诡异 赤阳城的众多修士们仰着头 看着那些星星和月亮 看着那月球表面上的漆黑 一个个荒诞的念头 在这些修士心中冒起 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 南荒不能呆了 一定要跑路的想法 而想要离开南荒 毫无疑问必须靠 也只能靠空中那位老祖了 虚假的星空之下 苏平把已经收纳了血神秘境的血神印 收回了一世海 他能感觉到自己对血神本体的召唤 更加的得心应手了 需要消耗的基础法力 也减少了大半 不过 南荒已经连虚假星空 都开始维持不住了吗 或许要不了多久 南荒真就看不到太阳升起了吧 在收纳血神秘境的时候 苏平就感应到了 附近空间脆弱的不太正常 以至于在收纳血神秘境时候 都没受到什么阻碍 苏平心中一动 已然在远处释放出了女武神空 带入女武神空的空间天赋 苏平感觉到 自己进入到了一个高纬度的视角 得以看到了 南荒此刻正在发生的真相 苏平发现 南荒的四周 除了与中域地面接触处 还算正常外 其他几面边缘 都已经被蠕动着的黑暗漫漫的 却势不可挡的一点一点的吞噬 南荒的空间屏障 也越来越薄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 被来自黑暗之中 孕育的触手给刺破 从而让那些粘稠的黑暗 直接接触到南荒大陆 注意到好几处 原本应该起到 加固空间结界的大阵 似乎都早就被废弃了 苏平心中有所明悟 看来南荒是被修仙界的 各大势力主动放弃的 就如同中域的赤渊仙门 对主峰之外的地盘 主动放弃一样 苏平猜测 恐怕是那些顶级势力们 研究之后 意识到 如果不放弃一些地方收缩防守 他们将没有时间完成某些反击计划吧 苏平驾驭着血光 飞抵了赤阳城 这几个时辰里 赤阳城能说得上话的 都已经达成了共识 顿时城内便有大批修士 跪倒在了地上 恭迎血神老祖 光临他忠诚的赤阳城 血神老祖 苏平脸色古怪 决定等候香火神到大城之后 一定要改个好名字 比如千手万臂大字 再救苦救难就是天尊 听起来就极为不错 苏平在收服了赤阳城之后 也意识到了 南荒在这段特殊时期 似乎一个能打的都没有了 他再召集了包括落职士 和赤阳城主等南荒大修士们 在城内议事厅开会 通过他们的茶楼补缺 和找出来的各种记录资料 算是让苏平 对南荒目前大致情况 有了一定了解 目前整个南荒能确认 还有原音站立的 只有一宗一教 天剑宗 石方教 这两也算是南荒的擎天柱了 是仙门也会有相关记载的 大型宗门 不过 石方教的那位原音 据文有好几十年没有露面了 石方教这段时间 也一直有迁移去西方地狱 而天剑宗明明有原音站立作阵 天剑城 却还是被邪碎毁灭了 以至于大家悚然一惊 怀疑天剑宗的原音老祖 要么出了意外 要么就有可能是不再南荒 苏平听到这 脑海里忽然想起了天剑神兵 他有些怀疑 那位天剑宗老祖搞不好 就因为神兵丢失 这才急急忙忙离开了筑地 不然天剑宗 怎么也该等到吧 宗门弟子 还有那些有价值的附庸势力 统统带走了 才会彻底放弃重要的筑地吧 不过没有原因的话 自己倒是可以去天剑城一趟 那儿好像是天剑宗的精华所在 只是邪碎爆发的话 或许会有大量传承完好的留下来 另外 十方教作为香火神教里 混得最好的大派 他们掌握的神教秘术 也当有可取之处 老虎不在山 猴子称大王 苏平发现自己是那称王的猴子猴 完成了主要目标 收获血神印的他 决定趁机好好当一把山大王 顺便也算是心善 给那些没机会逃离南荒的可怜修士们 一个跟随自己的活命机会 这样一想 苏平忽然觉得自己本质上 果然还是一个大善人 配得上救苦救难 就是天尊之名 毕竟这人啊就怕对比 看看这偌大一个修仙界 除了自己 还有哪个修为高的 对眼前的南荒底层修士们 动了恻隐之心 本座心善 见不得你们救活而不得 虽能力有限 但还是能救多少就多少吧 愿意跟随本座的 可上仙舟 然后一同出发吧 苏平最后总结发言 立即又让众多修士 感激替灵大呼 老祖慈悲 赤阳城里也有几艘大型仙舟存放着 如今的赤阳城 早就没有了凡人 最次也是练其二层的散修 并不用担心 仙舟没有位置 检查完毕后 整个赤阳城的修士 便都登上了仙舟 成为了苏平扫平南荒舰队的一员 舰队浩浩荡荡从赤阳城出发 按照究竟原则 朝着一个又一个门派据点飞去 大部分据点 早已经化作了废墟 寸草不生 只有斜碎游荡 苏平出手扫平斜碎 填平废墟 顺便把对方宗门留下船城 收入了血神秘境之中 然后才前往下一处目的地 这些据点惨状 也让登上仙舟的各方修士们 庆幸不已 在遇到有正常修士 在的山门时候 他们纷纷主动出击 希望能在那位老祖的面前 表现出自己的价值 倒也让苏平省心省力 得以坐享其成 血神老祖 神威盖世 血神老祖 救苦救难 南荒 忽然间出现了这样一艘 画风不太对的仙舟舰队 他们在一位能召唤巨型 血神的老祖带领下 横扫了一处又一处 南荒大大小小的门派 和方式据点 随着院位老祖校 全马之牢的南荒修士 越来越多 许多还有南荒修士坚守的地方 看到这样一支 仙舟队伍过来之后 早就没有了抵抗之意 只想着逃跑的他们 在得知 还有跟随当狗这样的好事 纷纷先以猛虎落地式表了中心 然后献上了所有的传承知识 在仙舟数量 达到了两位数的时候 舰队来到了天剑城势力范围 感知力足够高地修饰 已经可以皱着眉 感觉到天剑城方向 那令人不舒服的邪气了 中心区已经化作邪狱了 这种浓度的邪气下 大部分筑基以下修士 要不了多久 就有被邪碎化的风险 暂且停下吧 苏平还是很照顾这些追随者们的 他也没有看着炮灰们 进行无意义牺牲的恶趣味 老祖威武 看到老祖没让他们继续前进 而是自己携带着滔天红光冲了过去 甲板上的不少大修士们 心中一动 诚心地跟着其他修士高呼出声 苏平进入到了天剑城的上空 辟邪祝福不断地产生着作用 击溃空气里冒出的邪气团 天剑城区包括大半座山脉 都被迷雾遮盖 这些迷雾粘稠感十足 能极大妨碍感知和神识的入侵 苏平能听到 迷雾里时不时还传出人声 只是这些人声 可不是幸存者传来的 而是大大小小的邪碎们所发出 苏平没有进入地上的迷雾之中 而是换出了火之骑士爱尔文 与女武神空两个记忆幻象 火之骑士有不屈意志 能抵抗邪气侵染 女武神空则是有空间天赋 使用空间屏蔽也能挡住邪气 他们进入迷雾之后 便看到了天剑城废墟 玄机发现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天剑城的建筑群落 大体还保留完整 这令苏平心中一喜 赶紧让记忆幻象行动了起来 女武神空瞬间躲开了街道上 滚来滚去的邪碎化大肉球 出现在了一间 看起来像万宝楼的地方 这儿停留的原住民 已经化作了半透明的寿长鬼影 女武神空随手一挥 便送走了他们 让他们得以安息 而后查看这楼房的库房 女武神空缺 发现这些库房里 一切灵物灵药或者法器 都已经失去了灵光 化作了凡物 心中一惊 苏平让女武神空 在感受下迷雾下的空间 立即意识到 这天剑城赫然一点灵气 都没能够感应到 这环境 甚至不会比无灵环境下的 水蓝星要差了 天剑城所在 也是一条三阶下品灵脉来着 竟然会没有灵气 莫非 苏平得知了这一异常之后 他取出了深渊挑战卷 利用这物品的特性 让自己再度进入到了 修仙界的地脉界面 顿时记忆力很好的苏平 将二者界面一对比 就发现 南荒这片区域的地脉 不只是被污染了那么简单 而是直接有约三分之一区域 直接消失了 天剑宗附近的地脉 便是消失了的区域之一 地脉消失了 灵脉也会跟着枯萎消失吗 甚至那些灵物身上灵气 也会被夺走 化作邪气 知道灵药灵气 是剪不了漏了 苏平目标也就放在了城内各大家族的藏书阁和城主府等地 也不管里面是什么知识 苏平胡伦吞早地把这些能带走的带走 能记录的记录下来 天剑城的城主府 火之骑士爱尔文施展出了平坎 直接把没有了法力失去效果的阵法大门 来到了城主的地下室 然后 火之骑士就看到这还算宽敞的地下室里 赫然化作了一处邪修献祭的祭坛 感情天剑城的城主 就是一个邪修 难怪邪碎爆发得那么突然 不过 情况似乎稍微有点不一样 火之骑士身上发出了火光 照亮着地下室 除了看到四周那些邪恶文士 还有圆形祭坛上那些恶心腐臭的 祭品外 一具身穿铠甲 披着红色长袍的高大的骷髅 坐在祭坛后方的座椅上 他看到来者还摇晃了下身子 想要挣扎 只是胸口扎着的一柄长枪 却阻止了他的行动 火之骑士看向了这骷髅怪物 胸口长枪 立即眼前一亮 在那么多灵物都失去灵光的情况下 这把长枪竟然蕴含了灵光 继续发挥着制服作用 火之骑士马上跃了过去 大手抓住了长枪 顿时 一股意念突然间从长枪里涌向了火之骑士脑海 那是一个枯瘦如柴 看起来像人更像怪物的老者虚影 再向火之骑士发出警告 他乃是天剑宗的护法长老 察觉到城主府有意之后 他第一时间赶来 请出了神兵珠摩枪 在那邪神化身即将降临的那一刻 命中了城主打断了仪式 从而 让这次献祭了全城的邪碎之灾范围 局限在了天剑城一城之地 只是护法长老也筋疲力尽到了极限 不得不寄托在了神兵内 快走吧 后生 我感觉得到你天赋异禀 但是只有助击修为的你 是切不可拔出珠摩枪的 这邪修虽然被我打断了一事 没让邪神化身降临 却也让自身完成了邪碎化 他本就有金丹初期修为 如今邪碎化之后更是难缠 你速速离去 告知外界此事 请动某位老祖前来 南皇帝麦已失 其他宗门老祖恐怕是不会来了 听到这 火之骑士忽然开口 道出了刚刚看到的实情 也让长枪里的那位护法长老 神魂俱阵 气势衰减了许多 地脉没了 南皇完了 我天剑宗的千年基业啊 看着陷入痛苦的神魂 火之骑士也不再迟疑 他抓住了长枪 猛地朝着上空一跃 却是带着化作骷髅的城主斜碎 冲出了迷雾 来到了天剑城高空 血光落下 长枪与骷髅城主同时一阵 玄机 没有完什么 拔出长枪 让那城主骷髅得以自由 在哈哈哈哈大笑间 被苏平强势镇压 苏平直接换出了血神巨手 把这两物都抓进入了血神秘境之中 然后苏平只打算 再进入湖中洞天 主场优势环境下 再慢慢解决这两物 也避免了 在修仙界 还是在南荒这样的脆弱空间环境下 引起异变 导致邪神化身降临 那就是得不偿失了 火之骑士 再度回去了迷雾之中 和女武神空 一起探查迷雾内的城市 也算是拖了天剑宗 迁移去中狱的缘故 城里危险区域并不算多 大部分邪碎 都是炼气境界上下 筑基境界的邪碎也极少 对其他修士 最大的邪气 入侵麻烦 刚好被记忆幻象克制 相当快速地搜刮了一遍 储物灵气里 多出来了不少东西之后 苏平化作《血光》 回到了大型仙周的贵宾间内后 仙周舰队再度行动了起来 绕开了天剑城迷雾区域 向着下一个目的地飞去 随着鸣声传开 这期间 甚至有修士开着仙周 主动跑来投靠 只不过 这些跑来的仙周上的修士 不是有邪修 就是有不怀好意的魔道之人在哪 仙周舰队每次壮大的同时 也让《血神秘境》里 多出来了一些零食 苏平这段时间 也接受了不少香火神教的新知识 《血神秘境》里的香火神样本 也渐渐突破到了两位数 收获越是丰厚 苏平越是心情沉重 南荒这些香火神道的 一个比一个不当人子啊 搞出来的香火神本 我意识一个比一个混乱 说是邪神也不为过了 翻阅他们身上的记忆 则是能看到炼制过程里 许多糟糕的画面 好在这些香火神道的家伙们 除了提前撤离南荒的 基本上在这一波邪气 朝下出问题 全军覆没了 其实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这群素成还没磨到底运的香火修士 在如今的大环境下 简直就是邪修们眼里 最好渗透并吃掉的蛋糕 香火神失控 更是预料之中的事 血神教为了寻找圣子 在情况恶化到临界点之前 主动跑去了中狱 说起来 也算是躲过南荒这边的大劫了 甲板上 重新看到了天剑城 落之势颇为感慨 想当年他还小时候 跟着大掌柜第一次起航 就是从天剑城出发 那时候的南荒虽然也挺混乱的 天剑城却是大家公认的人间圣景 不知道多少修士辛辛苦苦 一辈子就为了让子孙后辈们 可以入住到天剑城里 得那一席之地 造化弄人啊 要不是知道 南荒已经不是一常住 或许我这百多年积累 也会化在这天剑城里置业了 落之势感慨出生没多久 忽然被一位随从找到低语 呕了一声之后 听到是和香火神有关之事 这位落之势不敢怠慢 连忙让人把知道情况的 一对爷孙带了过来 一番细细询问之后 落之势得知 这对爷孙是十方教的教民 祖上算起来 还是十方教的高层之一 也因此 他们得以作为信徒 参与一些祭祀活动 问题也是出在这祭祀上 根据这对爷孙所言 十方教的祭祀 在半年前就突然停止了 甚至对他们这些信徒 进行了多次检测 如此也不放心 干脆将他们 牵去了外围区域居住 十方教的前面几波迁移 也没有带走这些信徒 让他们有了一种 被遗忘被放弃的感觉 这对爷孙所在家族 感觉不妙 开始四散族人 外出求生 爷孙也是这个阶段 跟着一些族人跑了出来 在遇到了天灾人祸之后 只剩下他们两位 然后遇到了仙洲舰队 贵宾间里 苏平听了落职士的禀报 又招来了两人问话 心中暗暗猜测 十方教供奉的那尊香火神 大概率也出问题了 不过十方教毕竟底蕴身后 应该是抗住了反噬 甚至重新封印了那尊香火神 只是十方教也因此 下定了决心 开始迁出南荒 这样来看 或许十方教那边 能用一尊强大的香火神 等着自己 并且仓促离开的十方教那边 多多少少也该留下一点可用之物吧 考虑到接下来 或许会有一场恶战 苏平让众人退下之后 让舰队休息检修的同时 进入到了湖中洞天之中 回到了湖中洞天 呼吸着清新的灵气 苏平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稍作修整 恢复满状态之后 苏平换出了血神印 而后进入到了血神秘境之中 血神秘境里 早就对那天建成的骷髅城主 虎视眈眈的血神本体 得到了许可之后 立即运转腹部血光 刷了过去 顿时珠膜长枪 受此外力一阵抖动之后 脱离了那骷髅城主胸口 这骷髅城主失去压制之后 马上回复了一抹神识 只是很快 他就感觉到了 自己在一尊恐怖存在的体内 意识到不妙的他正要求饶 却在眨眼间 就化作了一团血水 融入到了血神本体之中 只剩下铠甲外袍 飞了出去 到了苏平面前 扫了眼这些灵光消失的铠甲外袍 苏平微微摇头 挥手将之投入血海 而后珠膜长枪飞来 被苏平牢牢握住 珠膜长枪里的护法长老神魂 也已经实不存一 最后留下的意念 只剩下让珠膜长枪 回归天剑门 苏平心中一动 拿出了天剑神兵 天剑神兵的气息感染下 珠膜长枪 体内那点护法长老意念 自然而然地放开了抵抗 毕竟天剑门主要功法 就来自天剑 天剑神兵的气息和门主 太上长老的气息 也差不多了 并且在湖中动天之中 邪神也好 天剑门也好 都别想与之产生玄妙联系 珠膜长枪 也随之安静了下来 然后感觉到了新主人的体质 似乎比原主人好得多 也就顺从地接受了苏平的神识印记 这神兵看起来 等级要比天剑差一些 不过也对 这只是一把后天打造而成的神兵 不过这把长枪 对斜碎之力 有一定的封印能力 应该是当年 还有余力的修仙界大能们 为了对付斜碎 专门打造的武器之一 另外 这把珠膜长枪的枪头 存有一个小型空间 能存放毒药或者服录 对敌人进行出其不意的偷袭 苏平把玩了一下珠膜长枪 神势连通之下 什么花招都能轻易施展出来 苏平思考了下 把一瓶进化药剂兑换了出来 放在了珠膜长枪的小型空间之中存放 之后 苏平才再度回到了修仙界 让舰队重新启航 还没抵达十方教的势力范围区域 甲板上的大修士们 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天空和大地都变成了灰白色 寒风凛冽 刮得仙舟护盾掀起了一圈圈波澜 快要越过一片山脉 进入到十方教区域时候 落职士操控着远程观察法器 忽然看到了几道黑影 从一望无际的天边飞了出来 为首的是几个黑袍修士 他们正坐着一架黑色非洲 惊慌逃窜 而在他们身后 有一头身上长满了 浓包的黑色蛟龙 咆哮着追了过来 那是传闻在南荒绝境里 前修的黑龙蛟 他怎么来了这里 还有那非洲上的修士 应该是魔道修士吧 那几个魔道修士 也看到了仙舟 心中刚刚一喜 旋即惊慌了起来 确实都想起了 那血神老祖的名声之下 是邪修和魔道们的 累累血骨 他们想破头也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能控制 那么强大香火神的老祖 画风却那么不对劲 老祖救命啊 我等有识观南荒的大秘密 需要禀报老祖啊 跑路的魔道修士们 牙一咬 还是继续冲向了仙舟舰队 并大声疾呼 企图借此 让那位血神老祖迟疑 从而在关键时刻 让身后那头斜碎化的蛟龙 与对方对上 这些魔道修士争取的 也就是这混乱之机 从而让他们可以借机顿走 不好 想法很好 可惜苏萍一听什么大秘密 就选择了直接动手 血色大手突然出现在了 这几个魔道修士的面前 一下就把他们全部抓在了手心中 而后这大手握成了拳头状 猛地砸向了紧随其后的黑色蛟龙 那黑色蛟龙很大 至少也有一千多米长 只是面对着血神本体挥出的巨手 这蛟龙也就一条小蛇罢了 一拳之下 这头黑色蛟龙倒飞了出去 直接飞出万米之远 在地面上砸出了一小块盆地 眼间的修士们注意到 在那蛟龙落地 碰到了那些灰白色地面上后 灰白色的泥土里 冒出了一缕缕黑气 进入到了这头黑色蛟龙身上 很快 这头黑色蛟龙 因为刚刚那一拳造成的各种创伤 都得到了恢复 紧跟着 这头黑色蛟龙就重新腾空而起 朝着苏平方向冲了过来 苏平盯着这头黑色蛟龙的一举一动 心中知道 这头邪碎怪物 如果是遇到其他大修士 恐怕会是他们的噩梦 皮肩肉厚 有邪气侵扰之力不说 好不容易打伤之后 还能吸取邪气团快速恢复 老祖 若只是有些担心地看向了天空那一道雪光笼罩人影 这头蛟龙仗着地力能快速恢复 不如我们退出这片区域 看看能不能压制住对方的恢复能力 其余大修士们也微微点头 都觉得这样做更加稳重 苏平淡淡一笑 有洪亮声音落下 无妨 不过是一条被邪气感染的小蛟 有天时地利又如何 犹豫在十方教地域的黑色蛟龙 事实上 是十方教千年前就悄悄饲养在南荒绝境里的一头 教内灵兽 十方教不愧是南荒大教 在蛟龙成长起来之后 他们也从雪山宗门那学到了对方 关于把香火神力融入灵兽体内 制造香火神兽的秘术 因为对香火神一道的忌惮 十方教对这些秘术只是研究为主 可是随着大环境越来越恶劣 十方教的一部分长老开始偷偷研究香火神道 并把这头教内饲养的蛟龙当作了试验品 结果 就是这头蛟龙变成了和那御师尊者 类似的邪碎怪物 在反射了主人和提供信仰的信徒们之后 因为吸取了长老和信徒们守护十方教的执念 成为了犹豫在这附近的移动邪碎 这头黑色蛟龙在吸取了足够香火力之后 已经成长为了金丹后期的香火神兽 如今成为邪碎之后 以邪气代替灵力 各方面实力还要比之前更进一步 苏平看着这头面对着血神本体气息 却还是一点都不惊慌 依旧莽撞冲过来的黑色蛟龙 他微微摇头 这样的香火神在主观能动性上 连野兽都不如 至少野兽也知道屈即避凶 苏平直接换出了血神本体的大手 大手一把就抓住了黑色蛟龙的七寸 而后将之提到了万米高空 见黑色蛟龙还在扭动 天空中红光里又出现了一双又一双大手 血色的手掌完全包裹住了黑色蛟龙身躯 然后随着天空血光一闪 血色漩涡出现之后 甲板上的大修士们目睹着那黑色蛟龙 被大手抓着硬生生地塞入了那漩涡之中 而后消失不见 血神秘境 甲板上 落执士看着那血色漩涡低语道 传闻血神教开拓了一处小秘境 将之打造为了血神素体 在那儿 血神之力充斥一切空间 或许能让那头怪物得不到邪气补充 真要如此简单就好了 落执士身边 另外几个大修士微微皱眉 我听闻过祖父提及过 大金光寺曾有高僧开辟了大金光秘境 秘境里充斥金刚伏魔之力 但是他们将邪神化身 拖入那秘境时候 还是没有办法阻断对方的邪力来源 听到这话 落执士悚然一惊 恭敬询问这位大修士祖辈身份 玄机得知 这人祖辈 竟是天剑宗的某任宗主 至于为何祖先是宗主 自己这辈却沦落到此 大家其实也能理解 修先界终究还是资质说话 哪怕祖辈是宗主 如果自己这一分之 挤代不出一个天才 家族地位只能是直线下降了 如果大环境好 还能靠着家族血脉帮衬 混一个衣食无忧 但是现如今这环境 除非三代以内嫡系血脉 分家支脉什么的 也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听闻这事 落执士也看向了天空露出担忧 见多识广的落执士 自然是倾向于 相信那位大修士所言的 毕竟邪碎的难缠在修仙界 可是文明千年了 如果拖入某处秘境 就能解决大型邪碎 那些顶级先门 又哪里会因为邪碎灾难 那么头疼 血神老祖能完全掌握血神本体 就算消灭不了那头黑色蛟龙 将之暂时封印 还是有机会的吧 落执士这样想时候 忽然发现天空血光消失 那位老祖也似乎随着血光一起 没有了踪影 莫要惊慌 老祖应该是也去了 血神秘境驻阵了 落执士赶紧来到了 驾驶舱启动法阵 进行传音 稳住局势同时 仙舟排成了阵列 开启了各种攻击阵法 对准了十方教地域 以备不时之需 血神秘境内 黑色蛟龙被拖入了血海之中 眨眼间捏碎 下一秒 黑色蛟龙便再度浮现在了高空恢复如初 对着血神本体咆哮不已 哪怕是在血神秘境内 在血神本体的神识下可以看到 这秘境里突然间多出来了几条黑线 连接着那头黑色蛟龙 甚至有黑色线条脱离了黑色蛟龙身边 试图连接上血神本体 只不过随着苏平开启湖中洞天 带着血神印进入其中 血神秘境里 黑色线条顿时齐齐断开 本来还不断咆哮 不甘示弱的黑色蛟龙 浑浊的龙眼突然间变化了一下 他体型猛的一顿 而后突然间变得虚弱不堪的 便从高空跌落了下来 血海里忽然沸腾散开 出现了一张宛如岛屿大小的手掌 接住了倒地不起的虚弱蛟龙 杀了我 不管你是哪位仙门真俊 杀了我吧 蛟龙咳嗽着 嘴里吐出了真言 随着没有了黑色线条 提供世界之外的力量 这头蛟龙处在了 随时可能崩溃的状态 他的灵甲大半脱落 血肉模糊处 不断有浓包冒出 却又破裂流出了浓血 他的神魂也斑驳不堪 几乎没有一处不被污染的 苏平闪身到了血神本体身边 借着血神加持 能看得出来 眼前这头蛟龙 除了有香火神的后遗症 还有着成为邪碎的后遗症 这样状态下 能够在脱离控制后 马上恢复一丝自我 也算是这头灵兽天赋 相当不错了 不过 这样的蛟龙 就这样神魂俱灭的话 也太可惜了 就这样神魂俱灭 你甘心吗 本座还缺一二座棋 你若肯臣服于我永不背叛 本座赐予你心生又如何 苏平的神识打入了蛟龙脑海 顿时令蛟龙浑身巨震 露出不敢相信神情 这不可能 我现在这状态 就是仙人降临也难以拯救 你 你凭什么 等等 你能切断邪神与我的联系 你 你也具备了来自世界之外的力量 黑色蛟龙很快意识到了 某些他之前忽略了的事实 求生的渴望重新冒了出来 要我 如何做 放开心神 先成为本座的守护神吧 看到这头蛟龙 有了求生欲 苏平呵斥了一声 却没有着急 让自己去认主 他自己几斤几两 还是有点分寸的 选择了 让血神本体出手 把这蛟龙 变成血神教的守护神 对其有一定控制力之后 再慢慢为其脱胎换骨 血神本体动了起来 眨眼间便落下了一道道血光 照射在了黑色蛟龙身上 没有外力阻挡 蛟龙自己也放开抵抗 血神本体的神力 冲刷掉了蛟龙本身的那些香火神力 完全替代之后 把这黑色蛟龙 化作了血神教所属的守护神 也是在这一瞬间 苏平心中一动 控制血神的血之锁链 哗啦啦巨像画了出来 而后捆在了蛟龙身上 看到血之锁链果然能够 对这头蛟龙起笑 苏平稍稍放下心来 而后把湖中洞天的邀请函 扔了一张给这黑色蛟龙 让其接受 下一秒 期待着自己会出现在那里的黑色蛟龙 忽然间发现自己出现在了风妖塔内 并且一出现 就感觉到自身那点可怜咬力 眨眼间被这一座看不到顶的神秘古塔给吸干 莫要惊慌 不等黑色蛟龙怀疑自己被骗了 正要高呼出声 苏平的声音先开口 传进了古老的风妖塔里 别忘记你体内还有邪碎没有清楚 意识到了 这是在帮助自己 黑色蛟龙安静了下来 苏平开始兑换出了净化药剂 对黑色蛟龙进行使用 这也是苏平第一次发现 一滴净化药剂解决不了的情况出现 不过没关系 只要有效 那就证明了净化药剂还是很牛逼的 先是一瓶净化药剂 灌入了进去 立即让黑色蛟龙痛苦不堪 浑身颤抖着翻滚了起来 好在有风妖塔镇守 她的痛苦反而为镇守法镇 进行了充能 连血之锁链都没有必要使用 而在痛苦之后 发现自己体内邪碎消失大半的黑色蛟龙 也是心中震惊不已 这种净化邪碎之力的手段 黑色蛟龙在十方教上千年了 却是听都没有听过 然后她在稍稍恢复了会儿后 便又被灌入了一瓶净化药剂 这一瓶灌入进去之后 黑色蛟龙体内斜碎被完全净化驱散 蛟龙体型一下子缩水了小半 体型只剩下了七百多米 这头蛟龙的精神却好了许多 感觉到自己状态前所未有轻松的蛟龙 深深地向着苏平方向低头鞠躬 以龙族的身份表示了臣服 也是这一刻 苏平感知到了蛟龙把藏在记忆最深处的真名 也给了出来 那是一串念出来都需要一分多钟的拗口名字 苏平接受了之后 赐给了这家伙新的名字 熬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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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蛟龙不明确立 对新名字没有什么恶感 驱除了邪碎之力后 苏平并没结束对这头蛟龙的进化 苏平找到了正在小黑屋里 修行的贺帽纯一郎 借助起幽冥鬼体作为媒介帮助 把熬裂这头蛟龙体内的神力 也给进化了一番 而后获得新生的熬裂 终于感觉到四周灵气 涌来之后 情不自禁地吐纳了起来 毕竟是荆丹后期的蛟龙 没有了邪气 更连香火神力枷锁都被解开后 随着灵气灌入体内 他的修为开始飞速恢复 也让风妖塔的充能效率紧跟着提升 让苏平做出了决定 这头蛟龙以后 在湖中洞天的老家就定在风妖塔里了 没在外面出力的时候 便在洞天内继续出力 也算是报答自己的救命之恩了 并且苏平也不是没有好东西 给这头蛟龙的 苏平取出了一滴 刘文甲龙鱼的龙血 马上引起了熬力这头蛟龙的震动 他甚至能感应到 浑身的血液都在为那一滴龙血而沸腾 而激动 同时也对眼前这位新主人的来历 而心计不已 老祖宗嘛 自己这头老龙 这是遇到了什么仙怨啊 对方其实是仙界下凡来就是的仙人吗 不仅可以切断邪神连续 还能净化邪碎之力 现在更是拿出来了 无比接近真龙本源之血的血精 真龙啊 不管是哪一种真龙 传闻在世界出现了邪气的时候 就全足迁移离开了 自己的血脉记忆更是明确告知了自己 自己的血脉 已经是这片世界里最高贵的龙血了 却没想到眼前这位神秘主人 却随手拿出了一滴 比自己高贵的多得多的龙血 确认了敖利这头蛟龙的渴望 苏平将这滴龙血给了对方 而后淡淡道 好好做事 本座一贯以来有功必赏 有过必法 做得好 你想要的这种龙血 本座可源源不断攻击你们 老祖放心 敖利生是老祖的龙 死也是老祖的龙 敖利连忙答应了下来 旋即微微一震 听到了门字 错愕之余 他很快就不错愕了 他看到了那位主人 召唤来了一头玄龟和一头大黑鱼 然后拉头大黑鱼的身上 竟然 竟然也有龙血的气息 敖利脑子有些猛逼 差点气炸了肺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一条平时他多看对方一眼 都算自己输了的大黑鱼 竟然 竟然会因为成为新主人的灵宠 就多吸取了比自己多得多的高贵龙血 亵渎真龙 这是亵渎真龙啊 也是在抱殿天物啊 这些高贵龙血 要是给了自己 自己至少也能金丹圆满 甚至有机会化骄为龙 突破到原因境界了吧 等等 那是 只在神话里才出现过的玄规一脉 并且不是混血种 而是真正的纯种玄规 死 这也是 能被收服当灵宠吧 这可是神话里的神兽 不比真龙要差的天地一种啊 如此神话一种 都是主人灵宠 这样一看 自己这条蛟龙好像 大约 也不算屈尊 反而是运气好占了天大便宜了 作为其主人 苏平感觉到敖里的情绪变化 他也对这头蛟龙心宠 少了一些担心 十方教地狱上空 数个时辰之后 就在仙洲舰队里 不少修士 开始泛起了嘀咕之时 天空血光再次出现 包裹在血光的血神老祖 重新现身之后 仙洲舰队内 本来杂乱的人心 重新安静了下来 血神老祖 神功盖世 血神老祖 一桶南荒 发现没有了黑色蛟龙踪影 觉得一定是血神老祖 解决了那头怪物之后 仙洲修士们 更是奇奇欢呼出声 一桶南荒 南荒这地方 恐怕是最先被吞噬的地狱 谁想要就要去吧 苏平心中叹了口气 转而回到了大型仙洲之中 下令继续前行 伴随着仙洲舰队 前行到了半途的时候 十方教地狱内 冒出了不少邪碎 前来拦路 甚至还有邪修藤云驾雾而来 操控着法阵 妄图阻挡这支舰队 继续深入 也是在这个时刻 苏平没有继续出手 而是换出了恢复过来的敖力 前来护法 恢复了身躯 消化了龙血的敖力 此时已经化作了 一跳约莫七八百米长 神俊威严无比的黑龙 腾一之间 就让天空落下了成百上千道火流星 炸的那些邪修四散而逃 毕竟是金丹蛟龙 还恢复了自我 可以施展神力 在此刻的十方教地狱里 堪称无敌 只不过这一幕 放在甲板上的大修士们眼里 只要不瞎 他们都能从这头黑龙的熟悉身姿上 看到之前那头黑色蛟龙的影子 之前表明过 祖辈身份不凡的那位大修士 擦了擦眉头上的冷汗 嘴里本想如动冒出几句 这不可能 面对着大发神威的黑龙 却是终究败在了现实面前 血神老左 深不可测啊 好一会儿 才有大修士诚心诚意地说出了声 并马上得到了四周修士们的认可 是啊 这位老祖 确实是深不可测啊 这样的手段 就是画本小说里 都没这么写的 不仅打败了邪碎化的金丹蛟龙 还把对方收服之后 放出来护法 并且就是他们这些助击修士 都能看出来 如今这头黑龙体型虽然小了一些 但是实际战力 却是更强了一些 这 简直就是更加不可思议了 以至于某些爱脑补的大修士 已然开始 脑补出血神老祖 其实已经被仙人下凡给附体了 所有才会有如此多不可思议的手段 有敖力护法 仙舟舰队得以来到了十方教的总部所在 看到总部的建筑物几乎没有损坏 苏平心中不免一喜 同时也意识到 为什么这一路行来 又是蛟龙 又是邪修邪碎来阻拦自己了 却是在这十方教总部 赫然有邪修团队占据了这里 正借助十方教留下的阵法 沟通着星空外的邪神 希望能够得到邪碎恩赐 在被对方融为一体之后 还可以保留自我意识 而在得到敖力传输来的记忆后 苏平也得以发现 这些邪修之中 赫然不乏有十方教的高层 显然这些高层修士 也因为大环境的恶化 接受了邪修们的蛊惑 选择了深化邪碎 这一条求生之路 哪怕这求生 看起来颇为可怜且荒唐 失去了对抗邪神 心气神的他们 却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为此 他们甚至帮着邪修 献祭了十方教留守的教徒 和医父的家族 那血神老祖 是从哪里跑来了 我对血神教有所了解 他们绝对没有能力 出一个老祖出来 十方教总部祭坛里 得知外敌来袭 紧张的原十方教长老 站起身来 发出怒吼 无能狂怒一番之后 眼看着敌人越来越近 有可能影响到仪式后 这些邪修不得不团结了起来 乘坐一艘漆黑非洲 迎了过去 南荒已经完了 如今只有祈求来自 真神的仁慈 才能让我等个活 那么简单的事情 你们这些家伙 为什么就是不知道呢 黑色非洲上 有邪修老头 张嘴喊出了癫狂的声音 这声音飘荡在 十方教地域上空 隐隐约约之间 在不断地回荡过程里 形成了好几头邪气团 组成的千米蛟龙 吼 面对着这些邪气蛟龙 敖利突然间腾空 到了仙洲舰队上空 仰头咆哮出了龙吼 身上龙血沸腾震荡之下 一抹龙威 从敖利身上散发而出 包括邪气蛟龙在内 那些邪修催动的邪气团 赫然在这龙威之下 震荡了开去 使得仙洲舰队这边 难得得有了那么一块 没有邪气的净土 真龙之威 这孽畜竟然真得到了真龙机缘 黑色非洲上原石方教的 邪修齐齐色变 他们对这条教内饲养的蛟龙 再熟悉不过 敖利邪碎化时候 他们也没少处理 现在发现自己得人的杰作 真的变成了他人之物 且还有那么大机缘 某个前石方教长老 闪过了一抹后悔 不过这一丝后悔 很快就被癫狂覆盖 龙威阻挡了四周邪气入侵的同时 也刺激了这些邪修 那位前石方教的长老叹了口气 他飞上了高空 身后浮现出了自己的金丹神通法香 那是一具有三头六臂 肃穆如金刚天王打扮的巨灵神 苏平第一时间就发现 这神通法香身上 也笼罩了浓郁的香火神力 随着这股神力 吸取了其余邪修身上 释放出的神通法香之力 体型在短短时间 就从一千多米 化作了三千多米高大 这样的巨灵神面前 便是仙舟舰队 在他眼前也如同蝼蚁一样 这就是石方教对香火神力的 真正用法吗 以自身的神通法香 来作为淬炼香火神力的工具 最后以自身法香为神明化身吗 不过就如同香火童子一样 这也就比直接以肉身 承受香火的危险性 稍微小那么一点吧 苏平想到了石方教 和北斗神功的要求一样 都对特殊体制极未重视 苏平心中明了 想要以神通法香 吸取香火神力 淬炼为神明化身 恐怕前提之一 就是需要石方菌灭体 这样的特殊体制吧 苏平也换出了血神本体 伸出了血色大手 在了空中拦住了对方 那巨灵神张嘴喷出的灰色气息 血神本体 乃原因境界实力 与对方碰触之间 却反而有了被压制的感觉 这让苏平得到血神本体之后 还是第一次遇到 几番交手之后 苏平便发现了那些 躲在了巨灵神体内的黑色非洲里 隐隐有好几件 协议领宝的光芒在闪烁 也是靠着这些在邪气环境下 也能使用的灵宝帮助 这巨灵神的金丹气息 被强行提升到了原因境界 一举一动间 都带着某种恐怖波动 仙洲舰队这边 得到命令的敖利 再次发出了 龙威震荡空间的同时 卷起仙洲 舰队顺移出去了数十里远 仙洲甲板上 一边感谢敖利救下了他们 避免了被战斗余波波及 一边这些大修士们 看着远方 那他们从来没见过的大战 他们纷纷倒吸一口冷气之余 望着同样反派 画风十足的血神本体 却是前所未有的希望着 这反派能够继续赢下去 那些邪修是在争取时间 你看 他们好几次占据优势 却又退了回去 在那片十方教总部内 肯定还有邪碎一事在运转 血神老祖神功盖世 对方那神通法相如此古怪 一定持久不了多久 不过 万一一事成功 邪神化身降临的话 甲板上修士们担心的话语 通过敖利传递到了苏平耳畔 苏平自然也发现了 这些邪修们以手为主 自己好几次 为了避免打坏十方教总部 而故意视若后撤 都没引起对方追击 无奈之下 苏平也只好放弃了 完整拿下十方教总部的想法 得知我信尸之我命 罢了 只能出绝招了 苏平举起右手 轻轻地打了一个响指 他身后血光越发浓郁 甚至到了刺目的程度 血光漩涡下 血神本体的脑袋和双臂 都从血光漩涡里 完全冒了出来 而随着血神本体脑袋 完全从天空露出大脑袋 并俯视下方 十方教总部 四面八方都充斥了血光 甚至隐隐间感觉到了 有血海覆盖了上来 遮蔽了整个上空 不要惊慌 十方教前长老大吼一声 聚灵神六臂 齐齐膨胀 化作了巨大的盾牌 完全挡住了十方教总部上空 我等有真神恩赐 保证神力源源不绝 只要维持神区不灭 我等完全可以 坚持到仪式完成 等到真神降临 这些蝼蚁必死无疑 苏平心中一动 高悬于天空的血海 如瀑布一样 从四面八方直落 砸向了敦防状态的巨灵神 同时 血神大嘴也在血海簇拥之下 直接化作了 可以一口吞下整个总部的大小后 一口咬了下去 哄 对方的防御确实够硬 大地震动 四周山川崩塌 刹那间沧海桑田之下 十方教总部上空的巨灵神 却是窥然不动 只是 那些邪修们 还没把高兴表情挂在脸上 苏平投出了珠魔长枪 在血神大手的挥动加速下 也已经刺了过去 珠魔长枪刺在了对方体表上 宛如一根毛刺 挂在了一具三米多高的石雕上 然而随着珠魔长枪 喷出了净化药水 释放出了神通法相主体的那位 邪修长老 马上脸色大变 露出了极为痛苦的表情 换出神通法相的长老一出问题 强压之下 这些邪修的种种布置顿时瓦解 再然后 血海灌入了十方教总部之中 把一切都化作了血光之中 在地宫里 维持着邪神降临仪式的几个邪修 甚至来不及 问一声怎么回事 就被血海涌了进来 沉入了无边无际的血海深处 没了声息 同样沉入血海的邪神祭坛上 作为祭坛主体 同时也是那些邪修口中 奔刺之物 是一根约莫一米多长 通体苍白的小手指 如今这一根小手指 在血海里突然间动了动 而后第一节手指出出现了一颗 散发着苍白光芒的毒眼 这个已经注定沦为实物的世界 怎么会出现 驱除五等神力的力量 这是龙威 不对 并非真龙之威 只是某种有蜕变为真龙可能的龙重吗 有趣 这个世界居然还有这样的一种存在 如此一种 不可放过 苍白手指上的毒眼 释放出了难以察觉的信息波动 然后 在南荒虚假星空之外 某个和鞋神尼尔一样的存在 把目光投放了过来 在轻易 就穿透了南荒头顶那一层空间薄膜之后 这尊鞋神 看到了敖利这头黑龙 然后追根溯源之下 企图找到敖利体内 那一滴龙血来源的他 下一瞬间 却是马上停止了这股溯源冲动 飞快地把目光收回来不说 甚至连祭坛上自己的分身 也强行斩断了一切联系 祭坛上的苍白手指 马上察觉到了这一异常 然后 他浑身一阵扭曲 化作了一节斜碎残骸 很快 苏平就找到了这一节斜碎残骸 这也是苏平见过的 最大的斜碎残骸了 别的大型斜碎 都只是一小堆灰烬 这斜碎残骸 却保留了一小节骨骼手指状态 很难不被苏平给第一时间注意到 随着血神本体 消化了一部分斜修的神魂 读取到了各种记忆片段 苏平得知十方教的巨变 和一节斜神的小手指有关 那是十方教的教主 在百多年前 从一处上古遗迹里 带出来的物品 十方教以高人大胆 没把这斜神手指 交给大金光寺等专业 处理斜神的先门 而是藏起来偷偷研究 然后 十方教的高层们 通过这枚斜神手指为媒介 听到了来自世界之外的斜神低语 从而提前知道了 修仙界的真相 这样恐怖而绝望的真相 令十方教高层 渐渐分裂为了两派 一派教主为首 选择了迁移出南荒 然后权力和顶级先门 合作寻找救世之徒 另一派 则是由那位召唤了 神通法乡的长老领导 尽可能与邪神沟通 期望能找到一条 共存妥协的道路 这也是为何十方教总部 能够完善保留下来 甚至不少阵法都完好原因 苏平心中暗暗怀疑 十方教的分裂 其实是做给外人看的 目的嘛 自然是希望两头下注 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 不管哪一方赢了 十方教的传承 依旧可以不被断绝 只是 这样的做法 其实压根就没有意义 一旦修仙界被毁灭了 所有邪修都会被邪神吞噬 成为他们的身躯一部分 虚假的自我意志 看起来再好 也终究是虚假的 甚至化作邪碎 成为炮灰 去入侵其他世界 这样状态之下 哪里还有什么传承 可以传下去 苏平把邪碎残骸 都收入了湖中洞天之中封印 十方教总部的邪气浓度 顿时减弱了许多 再加上血神本体 出力释放出血光 不断驱除邪气 十方教总部 虽然已经因为大战余波 而破破烂烂 却至少有了以前的模样 苏平进入到了 这十方教总部身处 找到了传承洞府之后 苏平想了想 之后把一枚上品灵石 安放在了阵法上 当即 十方教身处地宫 某处画壁 突然散发出了光芒 露出了一条通道 苏平收回了血神本体 又把血神印握住在了手心中后 苏平步入进了画壁之中 与此同时 仙周甲板上的修士们 并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突然间坚不可摧的敌人 就被血神老祖给摧毁了 不过不懂没关系 只要知道 血神老祖神功盖世 天下无敌即可 落职士等修士 已然在心目中 暗暗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当好血神老祖的狗 并隐约觉得 这一条路在未来 或许会成为整个修仙界 无数大老仙女 求而不得的机会 同一时间 西末之地 黄沙漫天的大哥壁上 绵延超过十公里的 仙周舰队上 刚刚结束修行的十方教的教主 忽然间错愕了下 有外人进入到了 我叫传承圣地 不是邪神化身 是南荒或者其他地域的强者 阿土叶他们看来是失败了 十方教的教主 眼神闪动了下 神石穿过了舰队 看向了黄沙漫天下方 一处废弃方式 那是一座大型方式 鼎盛时候 每天都能卖出 数千名妖化的奴隶 但是现在 掌握那方式的商社 已经分崩离析 而那方式 受到了某种恐怖的诅咒 只要进入方式的生命 都会不知不觉化作黄沙 而这诅咒并非邪碎 乃是镇守西墨的秘传仙门 为了封印下面的邪神化身 而不得不拿出来的 秘宝的作用 只是 这种上古遗留的秘宝 在强大 终究也有极限 随着封印的邪神化身 数量越来越多 谁都知道 西墨的炸弹 也是越来越大 一旦秘宝失控 或许不用等地脉消失 黑暗来袭 破风而出的邪神化身们 就足够毁灭整个西墨了 罢了 外人也好 谁都好 能学多少学多少吧 石方教的教主收回了神石 突然间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 以教主身份 选择了为外来人大开方便之门 石方教画壁之中 苏平发现自己 进入到了一个小型秘境世界 这地方不大 占地不超过一个大型体育场 四周看起来 是某处山体内的天然溶洞 溶洞内的石壁 散发着淡淡白光 映照出了一个个金色鲜纹 只是看第一眼 苏平就感觉到这些新闻来历不凡 很可能是大佬们 还没跑路之前留下的真迹 理解不了的苏平 第一时间想的 是把这些石壁都迁移回去湖中洞天 等自己变成绝世天才了 再来理解 结果刚刚动手 就感觉到了石壁上的排斥之力 苏平敏锐地意识到 这是洞天觉得自己的天赋不够 以自己目前的体质 只有最下方的一处石壁 散发白光 有容许观看之意 那石壁先闻苏平看了一眼 隐隐感觉 应该是石方教的镇教神功 石方巨灭功 沉默了下 苏平换出了火之骑士 爱尔文和女武神空 这两人一登场 这处洞天秘境 突然间大发光彩 所有的石壁先闻都活跃了起来 似乎在斟酌上 要被自己这两个记忆幻想看到 则 稀有评价 还真是了不起啊 苏平心中吐槽不已 却也明白 这两位伙伴 按照背景来看 都是有成真神可能的存在 放在修仙界里 那就是天灵根以上的先灵根 说一声人先下凡 好像也不算错 苏平吐槽的时候 石方教的教主 却是忽然间瞪大眼 把口中喝下的热茶 全喷了出去 好歹是这一代石方教的教主 虽然说一代不如一代 他多少还是能感应到 自家传承洞府里的变化 莫非外来人竟然具备 石方巨灭铁 我神教苦苦寻找千年的圣铁 竟然在这个时候才出现 这位教主心中冒出了我大神教命运 何等荒唐这一念头 为什么会在教派底蕴实不存一的时候 才有石方巨灭体出现 不过这位教主很快就又察觉到不对劲 对方不只是让石方巨灭宫出现了反应 而是让石壁里那些上古传承 全部出现了反应 另前来探讨未来何去何从的几位 石方教长老 也纷纷露出迷惑表情 南荒出现一变了 石方教的教主缓缓放下了茶碗 也不擦嘴便开口说出声 其余长老对此并不觉得意外 南荒嘛 要是没有意外 他们干嘛跑路 有外人进入我教传承秘境了 并且 这位教主顿了顿 白手阻止其他长老问话后 深呼吸了口气说道 那位外人 激活了 我教传承秘境里所有的传承 船舱里 石方教的众人陷入到了死一样的沉默 好一会 才有一位长老试探着 开始喝茶 并悄悄发声询问教主 是不是在说笑 活跃一下气氛 在目睹教主认真神色之后 确认了教主说的都是真话之后 他们呵呵了一下 玄机目光炯炯地看向了教主 传承秘境里 石方拒灭功还好说 几千年来 还是有几位天赋义禀者能获得传承认可的 其余传承 根据我教内记载 自从邪祟有在世界内出现 邪气出现 灵气衰减 仙人消失 就再也没有人能得到其中传承了吧 如今传承再度被激活 不是天人降临 就是仙人回归 我等或许还有其他生路 石方教高层们越是深究 双眸越是明亮 仿佛在黑暗里看到了代表亮光的余火 看到了生的希望与通往未来的可能 出发 离开西末 去中狱 很快 石方教的教主拍板做出了决定 让绵延十多公里的仙洲舰队开始转向 至于为何去中狱 则是因为南荒地脉已失 快要被吞噬了 在他们看来 得到了石方教传承秘境认可的那神秘外人 离开石方教总部之后 最好办法也是尽快离开南荒 前往目前唯一还和南荒有连接通道的中狱 他们甚至大胆地猜测 那位外人是仙界派来回收 有价值传承和奇物的特使 跟着对方 甚至协助对方 或许是他们成功离开这个修仙界的 唯一一条出路了 敖利做了一个梦 从他作为一头蛟龙 有了神志之后 他就已经很少做梦了 毕竟对于一头超凡生物来说 梦本身就和神魂与神石息息相关 神魂神石越强大 梦也就会越少 并且 一旦这时候还真的做起梦 要么是潜意识市井 要么就是受到了某些存在的召唤 敖利记得自己上一次做梦 还是成为了金丹灵兽的时候 只是那次的梦境记忆很糟糕 敖利记得当时 自己进入到了一处天空洒落金光 每轮每样的云海里 有许多真龙腾云驾物的某处圣地 敖利只是得以在梦里看了那圣地眼 就突然被赶了去 并被呵斥了一声邪魔孽畜 也安赶来此 梦醒之后 敖利的脑子疼了整整一个月 敖利承认 那时候的自己为了突破金丹 确实用了一点点速成之法 也被十方教的妖人蛊惑 尝试了神力入体 但是天可怜见 这都不是敖利这头可怜蛟龙的错啊 生在十方教里 他 敖利 哪里又有得选自己的道路 这一夜 敖利再次进入了梦境 他记得自己之前 还盘旋在主人所在仙洲的上空 为那些仙洲修士保驾护航 现在很明显 是遇到某些存在的召唤了 能在梦境里召唤自己 又是那些自命不凡的真龙祖先吗 敖利心中多少有了一些猜测 随着眼前金光闪闪的薄雾逐渐散开 敖利再次看到了 那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云雾山海 并且 这次他不仅没被排斥出去 还随着呼唤 进入到了云海深处 看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奢侈宫殿之中 在那儿 看到了一尊正在享用一张巨大的长条桌上 各色山珍海味的青色神龙 这头青色神龙 不紧不慢 张嘴吸光了几十叠美味 慢慢品尝 吞咽入度后 这头青色神龙 看向了滚在了店内的敖利 敖利只是看了对方一眼 就赶紧低下了头 血脉记忆让他深深地明白 眼前这位是真龙里的真龙 是他这辈子都不能得罪的存在 没多久 敖利听到了他已经有所猜测之事 果然和自己获得的龙血后 浑身血脉开始质变有关 吴记得你 血脉斑驳 又走错了道路的小蛟龙 青色神龙双眸发出绿色神光 不断扫视眼前的黑色蛟龙 说吧 你到底得到了什么奇遇 面对着青色神龙的问话 敖利却是忽然猛了下 对方在问自己怎么回事 奇怪 高高在上的真龙 对他们这些劣等血脉 不是具备绝对的统治权柄的吗 真龙一族尚未龙族掌握的 独鼠神通神龙入梦之术 能让这些真龙 借助血脉联系 轻而易举地将低等龙族 拉入真实与虚幻并存的梦境之中 他们在看到自己的时候 应该就知道 自己身上与龙族有关的 前因后果了才对 难道说 我体内的龙血 与对方互不同数 想到这可能 敖利的心跳 都一下子加快了 那位主人展露的种种 堪称神迹手段 也在他记忆里一一闪过 见到敖利久久不回话 青色神龙眯起了眼 咧嘴冷笑 果然是猎龙 得了一点奇遇 就以为自己 可以违背真龙的旨意了 你不说 我只好亲自来看了 青色神龙低吼出声 双眸运转起了 洞悉天地法则的大神通 他虽然说得轻松 事实上心中同样充满了疑惑 不属于真龙界的龙族 这还是他这样的存在 第一次遇到 不然 他也不会对某头蛟龙产生兴趣 乃至产生了警惕之心 得罪了 心中默念了一声告罪 青色神龙开始追溯 敖利的血脉根底 然后 他发现自己 怎么都洞悉不掉 那一层妨碍他的薄膜 就在这头神龙不肯服输 开始加大了力度 甚至伸出了前爪 取出了一枚翠绿色的龙珠 全力之下 青色神龙忽然发现 眼前景物有了变化 心中刚刚一喜 他就看到了一根造型别致的权杖 紧跟着 看到了一抹出现在了浩瀚宇宙星空里 就把星空也给遮蔽了的一脚背影 咔嚓 敖利听到了梦境的碎裂声 他目瞪口呆地 看到眼前那威严不可附加的青色神龙 在保持着僵硬且双眸露出惊恐的表情状态下 整个神区随着梦境的宫殿 一起一寸寸的碎裂 并在一个呼吸间后 一下子粉碎得干干净净 这瞬间 敖利也脱离了梦境 回到了现实之中 并看到了出现在自己头顶 手握记忆法杖 敲了敲自己脑袋的主人 醒了 苏萍看了看敖利询问出声 多谢主人救我 敖利连忙点头 然后想到了什么 连忙道 主人 小龙敖利一直对主人赤胆忠心 梦境里绝无半点泄密 苏萍微微汗手 表示知道了 敖利作为血神本体之下的守护神 也被苏萍的血之锁链所控制 因此 敖利被真龙呼唤入梦的时候 苏萍就立即察觉到 留下了两道记忆幻想 把那些愿意配合的传承秘境里的石壁 放入储物灵器之中同时 苏萍飞回到了石方教总部的上空 开始换出血神本体 加持自身后 检查敖利状态 随着神魂联系 隐隐感觉到敖利遇到了什么的苏萍 想到了传承知识里 也是有关于对付这些特殊秘书 或者神通的办法的 除了设置相关特殊阵法外 就是取出一些高规格的物品 来影响对方施法了 比如那些旁门左道里散修 也能使用的施魂法 世家子弟 只要有一件寻常法器护体 就能完美避开 苏萍找了找自己身上的东西 发现其实还是不少的 不管是天剑神兵 还是珠魔长枪 又或者最近搜刮到的 无主之物里的多件灵器 看起来都可以拿来一用 不过苏萍想了想 还是把记忆权杖拿了出来 从火之骑士和女武神空的表现来看 能被评价为稀有的道具 明显比自己目前手中之物更加不凡 更不要说记忆权杖 也算是自己手中升级最多次的稀有物品了 要论品质 这就是苏萍手里最高的那一件 而目前来看 效果确实不错 拿起记忆权杖 敲了敲眼前这头傻龙 对方马上就醒了过来 并对自己的崇拜之情 怎么看也像是要满意出来了 听完了敖利 对梦境记忆的诉说 苏萍想到了 在十方教总部 那查看到的传承记载 结合那些长老们的记忆碎片 苏萍猜测 那些真龙跑路去的地方 应该不是依附于修仙界的洞天伏地 而是这个修仙界外 如传说记载里的仙界魔界 那样的某处大世界 跑都跑了 居然还有留意到 一条蛟龙的突变吗 是一直有关注这个 被邪气入侵 快要被消化掉的修仙界 还是我那甲龙雪的特异之处 引起了大佬们的重视 又或者二者皆有 苏萍猜不出 对方到底是什么情况 也就干脆不去想 转而把注意力 重新放在了收获十方教总部的遗留上 仙舟舰队在十方教总部上空 停留了一天后 再感觉到后方的天地之间 越发虚幻诡异的可怕 苏萍心中也起了一丝急迫感 在传承全数到手后 转移去了湖中洞天之中 确保了不会有什么异变之后 苏萍有意识地缩短了接下来的行程 不过也让敖利出力使用了传讯法阵 把自己的路线传给了整个南荒 让南荒之中还打算拼一波离开南荒的 各残存势力前往某处地点集合 当然了 谢绝邪修加入 半途改信的也不行 敖利的卖力传讯 令大半的南荒 还有余力的残存势力 都得知了这一情报 再思量再三 当然 最最关键的还是 现在的南荒一变 已经明显地不能再明显了 太阳和月亮 都已经不再出现在星空之中 哪怕是炼器修饰 只要仰头看向星空 都可以明显感觉到 来自星空之外的恶意 刺得他们浑身毛骨悚然 不少幸运的没被斜碎 或者魔道入侵的住基家族 在老祖们拼了的得决定之后 所有修饰都做上了非洲 或者其他代步工具 朝着撤离地点奔去 而在这场大撤离行动开始的时候 黑暗侵吞南荒地界的速度 也在加快 失去了地脉的南荒 斜气含量第一次超过了灵气 浓稠如有生命的黑暗 彻底侵蚀了南荒外海 登上了海岸 海岸上的大地一遇到黑暗 马上化作了一大片一大片的乌黑沼泽 一处靠近海岸线的大型方式 宗祠里 仅存的几个枯兽老修士 盘膝在里面 感受到了大恐怖的他们 蠕动着嘴角 咬破了舌尖 这才让他们没有尖叫出声 他们是自愿留下求死的 当地家族老修士 已经快要老死的他们 实在是不想继续奔逃 然后与小辈争夺宝贵的修行资源了 哄 黑暗刹那间 就覆盖了这座方式 转眼间 一切都陷入到了黑暗之中 被分解 被消化 然后被黑暗里的亿万生命 争夺吸收 时间到了 出发吧 苏平再又帮忙打扫了几处门派 遗留废墟 抵达了约定好的撤离点三天后 苏平扫失了自己 越来越壮大的仙舟舰队 缓缓开口 顿时 黑色蛟龙扬天长吼 释放出了笼罩舰队的龙威 血神老祖有令 启航 启航 为了保证撤离速度 来到这里的南荒修士 都被分到了各艘仙舟之中 目前的仙舟舰队加起来 已经有三十艘大型仙舟和一百多艘中小型仙舟 负责仙舟阵法 同时为血神老祖负责的筑基修士达到了七十多人 余下的则是大约三千多炼器修士 至于金丹修士则是一个都没有 不过这情况很正常 金丹修士要么跟着宗门跑路去其他地狱了 要么就是原地当了邪修 企图寻找另外一条活路 而邪修是不可能跑来送死的 所以 某种意义上 苏平如今统领的几十个筑基 几千个炼器 便已经是如今南荒仅存的精华了 至于说凡人 除非一早就迁移离开南荒 南荒的凡人已然死绝 伴随着南荒一变 连接忠誉的通路 也变得越来越凶险恐怖 好在苏平擅长 以利破巧 面对着迷雾遮戮 那就换出血神本体 踏平着迷雾便是 遇到痴妹王两来袭 更是简单 继续换出血海 把这些东西 全部冲刷进入血神秘境之中 充当血神的灵石 这期间 敖利也是格外卖力 表现出了他的赤胆忠心 倒是让整个撤离行动 有惊无险地 越过了绵绵山脉 抵达了中域地狱 苏平打开深渊挑战卷 看了看 微微皱眉后 让舰队继续保持高速前进 虽然按照地图来看 他们已经抵达中域 但是按照地脉影响范围来看 却是还需要前进一段距离 才算进入中域地脉区 也因此 在发现沿途 还有零零散散的方式 和家族驻地 存在于这些中间带时候 苏平好心地提醒了他们 让他们尽快离开 不过也就是提醒了 听语不听 苏平却是管不着了 直到进入到了中域地脉影响范围 明显地感觉到了 邪气浓郁度的下降 苏平松了口气 出现在了大型仙舟的上空 看向了中域和南荒的交界处 没有过去多久 南荒方向的天空 忽然间闪了一闪 然后 伴随着黑暗 占据了那片空域 苏平的脑海里 浮现出了一个可怕 而古怪的画面 修仙界就好似一个被开水煮熟了的鸡蛋 此时这鸡蛋外壳 已经随着裂纹越来越多 而脱落了大半 露出了只剩下一层薄膜的熟鸡蛋 然后 此时此刻 这枚熟鸡蛋的蛋尖 好似被贪吃的小孩子 咬了一口一般 蛋尖一下子消失了 熟鸡蛋露出了残月状的断口 这断口此时此刻就出现在了苏平眼前 也出现在了整个修仙界智慧生命眼前 不过这恐怖断口只出现了数秒钟 修仙界仅存的地脉纷纷发光 断口眨眼间被光芒覆盖 旋即 正常的星空覆盖了断口景象 甚至在苏平这边看去 原本被吃掉的南荒与中玉 中间带的那片山川大地 也随着光芒散去而重新出现 只是苏平知道 眼前这些和星空一样 都只是虚假的伪装 是修仙界在做自己最后的努力 保护着这个世界最后的生命 不被外界的邪神力量快速影响 刚刚那是什么 幻觉 那么大范围的幻觉 不是幻觉 是南荒 是我等几十代人生活的南荒 它没有了呀 我 许多修士背从心来 跪在了甲板上 或者在船舱里发泄情绪 故乡 只有在失去时候 才会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在乎 更不要说 失去的还有这段艰难时期里 死去了不知道多少的亲朋好友了 嗯 苏平忽然看到 在不远处 出现了弃心中的仙舟 对方明显也察觉到了这边异常 但是在看到了仙舟规模 和盘踞在上空的敖里 这头黑色蛟龙之后 对方明显谨慎地保持了距离 而后礼貌地传讯了过来 得知了是从南荒组队逃离而来之后 他们先是大吃一惊 然后佩服不已 最后 在一番友好交谈之后 得知这支舰队 没打算去内陆地区 抢占那些有灵脉区域后 弃心中的仙舟 表露出了善意 并送上了不少礼物 看起来似乎没问题 但是事实上 对方心态如何 苏平却已经不是太害怕了 血神本体 已经吸取完了 对方倒霉长老的记忆片段 知道了现在的弃心中的虚实 并且从之前那位宗主 企图控制血神本体不成 反而被反噬的过程来看 对方的高层战力 现在估计都没回复过来 如果不算阵法和领导加持 苏平都怀疑对方全东门加起来 够不够自家的敖里打的 苏平带着舰队回到了海外诸岛 那一天 正在海外各处大岛 安居乐业的数十万凡人们 第一次看到了遮天蔽日的仙舟 覆盖了天空的阳光 朝着他们的居所投下了恐怖的阴影 稍有见识的海岛管理直视们 则是在看到了 从舰队上空月下的黑色蛟龙后 不等对方释放出龙威 他们这些顶多练气初期的修士 便齐刷刷地跪下了 仙舟舰队 金丹蛟龙 以及可以脚踩蛟龙头顶 而居高临下 俯视他们的包裹在血影下的神秘高人 别说他们这些海外岛屿上的 都是一群凡人了 就算是那些修行宗门 也没几家能抗住这样的阵仗吧 几乎所有人在看到此地的真正拥有者 白鹤真人率众龟顺之后 没有人去怀疑这是在演戏 反而觉得这才是正常的 合理的 合乎逻辑的行为 毕竟区区一个助击 哪怕斗法能力稍微强一点 面对如此阵仗 又能有什么用 理所当然 一般顺利的自己 接收了自己的基业 苏平让跟随自己的南荒舰队 暂且在这片还算安全的地域进行修整 这儿虽然灵气稀薄 却盛在还算安全 也没有斜碎出没 修士们靠着灵石和丹药 可以抓紧时间 回复这段时间产出的各种暗伤 而苏平则是把心思 放在了血神秘境的打造上 很清楚 修仙界没有净土的他 开始尝试着 利用血神秘境的可携带特性 企图将之打造成自己的随身基地 也方便其他外人进出 苏平把山峰一点点搬迁进去了 血神秘境之中 仿造云来仙境 在血海之上 制造出了一座座浮空山峰 而后通过山峰之间的阵法 形成了一道大型结界 从而保证了 在结界里充满灵气候 不至于快速外泄 至于血神秘境里的神力 则是可以靠着控制血神本体 主动地不去侵扰这片净土 这是一项大工程 好在不需要苏平一个人忙活 在告知了下面人 自己这个后备计划后 经历了南荒一世的众人 纷纷大力支持 绝大部分注击 和有阵法式经验的炼气修士 都被征召进去了血神秘境里 对那些搬迁进去的山峰 进行繁琐而庞大的改造工程 有了打工人 为自己卖力工作 苏平也得以有了空闲 于是 赶紧跑去了各处钓鱼点 开始清空积累满的钓鱼次数起来 或许是因为这一次南荒之行 苏平也对修仙界对抗邪神入侵 稍微出了点力 从而得到了某种说不清楚的 气韵馈赠赠的缘故 在修仙界的两处钓鱼点 苏平这波堪称收获颇丰 清灵鱼得到了四条不说 领月钓鱼点更是一下 贡献了两条赤血红利 这使得苏平的仙体进度一下子从6%提升到了8% 看起来只是个位数增加 提升却是包括神魂神石在内的全方位增强 并且 苏平能感觉到7%到8%似乎是某种跨越 在那搬迁到了湖中洞天的传承石壁里 自己除了十方俱灭功外 又获得了好几块石壁的认可 苏平也稍微花了一点时间去看了看 估摸了以目前的悟性 学会这些神功的时间 需要用百年来作为技术单位之后 他就暂且放下了学习神功这一念头 这也并非他悟性真的很差 仙体提升同时 悟性也是有提升的 只不过 这些堪称大宗门乃至仙门振派神功的传承抵运 本就奥妙无穷 便是正常仙门天骄 那也是需要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才能把某一神功大成 苏平能百年入门 然后小成 各方面已经算一流的天骄水准了 而在玄规岛的钓鱼点 虽然没能钓出幼年玄规 却也连续出了两条刘文金龙鱼 这样的珍稀余货 苏平将它们养在了灵光鱼池之中 等着钓鱼硬币和经验书足够之后 培养伙伴进行突破时候使用 从玄规岛钓鱼点收起了鱼竿 苏平悄悄来到了沿海港口附近 在那儿 苏平看到原来人烟鼎盛的港口区 如今早就人去楼空 废墟上 大批上岸的海怪正在那儿互相厮杀 大量的血肉拦在了地上后 又很快化作了淤泥 融入地底深处 隐约间 让苏平感觉到这些海怪 似乎在这附近进行什么陷阱 本着只要对邪神不利 就是对自己有利的想法 苏平悄悄悄唤出了血神本体降临 从地底渗透进去力量 把不知道死去了多少海怪 才形成的厚厚淤泥 都通通吸走进去了血神秘境的血海之中 然后苏平就发现 这些淤泥相当于加强版的血气生魂 对血神本体堪称大补之物 唯一麻烦的就是 吃多了会有大量邪念冒出 不过有赫帽纯一郎 这个幽冥鬼体存在 完全可以把这些副作用 全部塞给对方 然后给他喝下净化药剂之后 即可完美解决这一难题 做完这一切之后 苏平悄然离开 寻了一处隐蔽地点后 这才回去了水蓝星继续钓鱼 弃星宗 先攻 在发动了大量人脉 动用了大量物力之后 弃星宗的长老们 终于是知道了 那位血神老祖 在南荒搞出的种种事迹 然后 他们暗暗星际之余 也庆幸之前大局为重 没有与对方交恶 尽管 在得知血神老祖 能召唤出血神本体之后 那位宗主高徒 就马上意识到了 他们弃星宗万全 准备下被截胡的原因 大概率就是因为对方 可看看对方 对血神本体 如此完美的操控 以及在南荒横扫路河的风采 他们就暗暗 把对方看作了 某位成名已久的老祖 什么血神老祖 不过是对方 这次出事之后 披上的马甲罢了 南荒被邪神一口吞下 直接形成了世界断口 修仙界被侵蚀速度明显 再加快了 如此局势之下 一些躲在洞天伏地里的老怪物们 忍不住想要出示求生路 显然也是合情合理的 不过 对方怎么会如此胆大 竟然搬空了十方教总部传承 十方教那边可有什么表示 宗主高徒还是有些不甘 血神老祖这样的威名 本来有可能是他的 一位弃心宗长老沉默了下 有些古怪道 我们已经发消息给十方教的教主了 只不过 对方似乎并不怎么生气 反而委托我们 向对方问好 并送上礼物 他们恐怕比我们知道的多一些什么 说到这 几位长老们都眼神闪烁了起来 一些长老心中 已经回忆起 自己家族里的漂亮女修 或者资质不错之辈 有哪些了 听说对方正在招募人手 修缮秘境 或许可以让一部分人 过去投靠对方 虽然对方画风看起来很不对劲 可是和未来生路比起来 这点冒险也是值得的 水蓝星 雪山钓鱼点 故乡的前面 两处钓鱼点没有出货 苏平还以为 这是因为 自己没能得到水蓝星的气运馈赠 在这新找到的钓鱼点 总算把此地的稀有鱼货钓出来了 钓鱼经验加一 获得雪龙鱼加一 钓鱼次数已耗尽 请下次再继续吧 目前钓鱼等级 5级 26105000 苏平在风雪下 轻轻地垂下了眼帘 放下鱼杆后 喝了一口零酒 然后才忍住了心中激动 看向了这特殊鱼货的能力 雪龙鱼 品质 稀有 零度以上将融化为水 可食用 可做雪龙鱼汤煮材料 食用后 一定时间内 惊奇神小幅度提升 可使用获得一个雪龙鱼牌 钓鱼点密封袋 钓鱼点密封袋 苏平看到提升 只是一定时间 而非永久 便扫过了这信息 看到最后 然后微微一震 旋即心中一阵狂喜 他一直郁闷于 钓鱼点之间的距离和安全性 难以保证 尤其是修仙界那边 玄规岛钓鱼点 眼看着是越来越危险了 偏偏他没有什么办法 他也想过 直接连岛屿一起搬走 却又害怕 因此破坏了钓鱼点 现在好了 有了这个雪龙鱼牌 钓鱼点密封袋 他可以对钓鱼点使用 然后把钓鱼点 直接搬迁去湖中洞天之中 可惜 雪龙鱼是稀有级特殊鱼货 能钓到一条 就已经是运气好了 还做不到把钓鱼点 全搬迁回去湖中洞天 这一美好梦想 鱼儿都已经钓好了 接下来 也该好好利用故乡的力量 完成珠邪万剑阵 然后大量获取钓鱼硬币 和经验书了 毕竟 修仙界那边 是越来越危险重重了 苏平在南荒的时候 从那些大门派 遗迹里的无主之物里 也是得到了一些生仙会所 需相关法器的 并且 十方教总部的那些传承石壁 也是很好的 进一步发现资质的奇物 当然 一开始 还不需要搞得那么大 苏平把目标 放在了已经摸清楚了底细的 道门佛门 还有旁门等在 名面上挂了号的各派之上 由周璇出面 表示云来仙门 为了能让凡人也有自保之力 于是决定在他们之中 选拔一批人担任诸邪剑使之后 已经通过周璇下山 见证到了超凡之力 真实不虚的现实后 道门和旁门的各门派 都在经历了一番龙争虎斗之后 派出了自己最优秀的弟子们 前往了青木观接受选拔 至于佛门 则是派出弟子 前往了大慈大悲寺 等待考核 就如上世下世之分 哪怕水蓝星没有灵气 使得修行艰难 且无影响现实之神通 在修行上天赋异禀之人 在初次听闻修行时候 都会产生浓厚兴趣 然后机缘巧合之下 一部分步入这一条路 并成为这其中的佼佼者 至于那些对修行之道兴趣不大 甚至嗤之以鼻的 则是多半属于下世一道 本就在修行方面 天赋不佳 也因此 当青木观的观主 召集各门派 已经删选了一次的 入选的道童们 盘系在了前方空地上打坐 开始吐纳 大约三分之二的入选道童 都至少有下品灵根 这对于目前的苏平来说 能炼气入体 然后学会珠邪剑决 第一剑决就够了 至于驱动剑阵法力方面 苏平如今有了许多后备方案 不仅有早在准备的 黑鸭神为主的黑鸭鬼族 血神本体和熬力 也可以深花万千 提供一点小小帮助 伴随着明媚阳光 照在了青木罐的屋檐 老罐主缓缓睁开了眼 和周璇一起并列 站在关门口 看向了门前 盘系的数百道人 这些前来参选的道人 小的只有十二三岁 大的则是有四五十岁 每一个看起来都道心坚定 并且熟读经典 明白许多大道理 在他们看来 欠缺的只有一个机会 而现在 此刻的选拔 便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机缘 周璇扫过这些闭目吐纳的同道 他也希望能够为 珠邪万剑挣出一把力 不过师尊拒绝了周璇的提议 并给了他一个定心丸 珠邪剑矢只是权衣之计 这些剑矢 别说外门弟子了 连杂役都算不上 而周璇作为一名炼丹师 只要继续好好炼丹 外门弟子的地位 就是稳稳的 并且 他炼丹起的作用 也要比去当一个剑矢 要重要得多 剑矢很多人都可以当 炼丹师却还是需要 天赋心性以及运气的 可以了 周璇一如当初的苏平 在生仙会上操控那样 在一开始就默默运转法器 观测了这些道人们的资质 为了避免失误 第一次做这样事情的周璇 反复确认了三遍 这才故作威严地淡淡开口 而后念出了 让下方道人们 紧张又害怕地通过名单 在这其中 有被念到名字的喜极而弃 并连忙鞠躬行礼后 进入道观 也有等了又等 却还是没有听到自己 名字被念叨 觉得这不可能 自己分明是修道种子的 难以接受 一度情绪失控 好在外面有道门之人 维持着秩序 见到这一幕发生 都不需要周璇这边表示什么 立即有师门长辈 动手把这些不甘心地 拖了出去 周璇默默数了数 通过资质法器确认有资格 进入道观学习 建决的数量多达四百多人 倒是比师尊提出的 不少于三百之数 要高一些 看来而今 道门里真正修行的种子 还是不少的 只可惜天地大变 这些人也只能靠着 先门网开一面 才得以有超凡之计 周璇和灌主也回到了灌内 并挥手关闭了木门 然后 随着周璇通过法器 联系上了正在娱乐室 修炼心境的苏平 告知了进程 苏平心中一动 便启动了在青木灌内的阵法 顿时 进入到了青木灌的四百多人 纷纷陷入到了某种幻觉之中 在幻觉里 他们进入到了一处黑暗的山洞里 在黑暗山洞里 艰难爬行了一段距离之后 这些人看到了洞内深处的亮光 而后随着靠近 他们看到了 那亮光是一枚枚金光闪闪的纤纹 这些纤纹如同跳舞的人偶 不断散发出一道道 炫目的金光 在这些道人脑海里 留下深刻的印象 诸邪万剑阵的第一见诀 一字见诀 对天赋要求并不高 并且 设计之出求的 就是数量取胜 走量便引起质变的道路 云山之战时候 苏平这些助击也是现学现用 当然了 如果有见到天赋好的修士 进行主持见证 那威力自然是要比一般人来主持要好一些的 周旋没有进入幻觉 他早在来之前 回到湖中洞天时候 就被师尊开了小灶 然后成功地学会了第一见诀 不过天赋方面 只能说平平无奇 让得知了真相的周旋 算是死了自己那一剑开天的剑仙梦 嗯 剑道之音 人剑何一 忽然 周旋眼前一亮 看到了不远处 一位青袍道人的身上 浮现出了剑名声 他错愕了下 旋即露出一丝喜色 未同道中人里 出了一个有力剑道种子而欣喜 毕竟从目前已知的情报来看 未来将迎来一场大争之事 他们水蓝星一脉 能多出一些天才 显然还是多出一些天才为好的 领悟剑决这一过程 总体来说还算顺利 四百多接受剑决传承的道人 只有二十多人 实在是悟性不够遗憾地被踢了出来 不过这些人 好歹也是有下瓶以上灵根 道也没有完全断了机缘 被容许了 继续留在青木罐里修行 并帮着周旋打一些下手 处理一些辅料之类 而在付出这些努力之下 他们也和那些领悟了剑决的道人们一起 得到了来自周旋 亲自炼制的聚气丹和气血丹 进行修行 那位在幻觉下 领悟人见何一之境的道人 则是得到了优待 直接获得天外的一道金光浮露 得以进入云来仙境 对此 其余数百道人 自然是无不露出 羡慕极度恨等神色 而在道观外 敏锐察觉到 这一异常的人员们 也以最快的速度 调查出来了那位 天赋异禀道士的来历 是天师道门的修道种子 张求真张道种 今年刚马二十 已修道十二年 一早就被寄托了厚望 姓张 难道是那位天师的 嗨嗨 这倒不是 不过出身也不差 也确实有些渊源 无论如何 赶紧交好吧 湖中洞天 张求真发现 自己出现在了一座 浮空山峰的山顶上 举目四股 四周除了云海 还是云海 深深呼吸了口气 张求真马上动容 只觉得 刚刚那一口呼吸 就让自己精神一震 四肢百孩 不知道通畅了多少倍 他赶紧盘膝在了山顶上 入定运转起了弓法 数分钟后 一声轻笑 让张求真醒了过来 看到先锋倒鼓的苏平 踩着一头黑色龙鱼而来 他赶紧起身 鞠躬行礼 你原先那些弓法 都因为缺乏灵气 而改了许多 你在此地运转那些弓法 是在浪费此地机缘 苏平招了招手 一滴鲜血 就从张求真 眉心飞出落在了血脉石板上 下一秒 血脉石板浮现光滑 先天锐金剑体 难怪能出现剑鸣 你是个懂剑绝的 看到血脉显示 苏平眼前闪过一丝喜色 看向张求真目光 也热切了许多 剑修本就是修仙界里 杀伐第一等的存在 从天剑宗那边的传承来看 拥有剑道相关灵体的剑修 更是诸邪万剑阵里 最佳的主阵操控者 能对整个万剑阵的威能和属性 进行全面地格外加持 天剑宗原先掌握了 天剑神兵的那位太上长老 就是一位有剑道灵体的存在 只不过 对方拥有的剑道灵体 比起眼前这位 却是差了不少 先天锐金剑体 先天五行剑体之一 在剑体里 仅次于五行具备的绝世天骄 已然是见到宗门里 千年难得一遇的天才了 你天赋不错 接下来的诸邪之事 你得能者多劳了 微微汗手 认可了张求真的天赋之后 苏宾挥手带起一股柔和力量 就让对方坐在了大黑的背上 而后 大黑带着两人来了一番云海翻滚 让从来没有遇到过 那么刺激旅行的张求真 头昏眼花 双脚酸软地出现在了一处地下地宫之中 并在地宫里 看到了诸邪万剑阵里的更多剑决 也算是对天才的优待 除了扔对方 进入地宫领悟剑决外 苏宾还为对方提供了一瓶丹药 并开启了法阵进行守护 而后在等待这些种子发芽的过程里 苏宾把奥利召唤回来了古老的风妖塔 进行充能 并为了表扬这头黑色蛟龙的赤胆中心 苏宾把刘文甲龙鱼的龙血 分配了两条的分量给了熬力 得到了更多甲龙血的熬力 自然是激动的感激涕零 对于自己在这古怪宝塔内 似乎再当充电宝的事情 也再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当充电宝就能得到如此容易转化为自身实力 提升自我血脉的上位龙血 它就是当一辈子的充电宝 又何妨 周璇完成了师尊交代的任务之后没多久 便再度接收到了召唤 不消片刻功夫 周璇便来到了湖中洞天之中 看到了温和看着自己的师尊 在被勉励了几句之后 周璇愕然得知 他的师尊拜托了某人之后 已经得到了同意 可以送周璇过去 好好学习炼丹之术 在点头答应了下来的眨眼间 周璇只觉得天地间一阵旋转 他赫然出现在了一片天空 覆盖了血光 下面是无穷无尽血海的诡异世界 而在这世界里有一处几十座大小山峰 环绕连接而成的浮空之山城 这座山城外围 撑着一座巨大的阵法 阵法内的灵气浓度 只比湖中洞天稍微差一些 也让刚刚惊鸿一别 看到血海之后 头皮发麻的周璇 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冷静了下来 周璇是被血光 直接送入了一处特制的炼丹房之中 在这里 他可以看到 另外几处丹房里那些炼丹师们的 所有操作细节 周璇自己 也需要在炼丹房里使用里面的材料 进行实际操作 有不懂的 可以通过法器 询问任意一个炼丹师 这些炼丹师 最差都有助机修为 炼丹经验之丰富 比苏平当初找到的几位 强到了不知道哪里去了 那些提前被打过招呼的炼丹师 必然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因为 在这些助机炼丹师们眼里 这位对炼丹术有兴趣的神秘学徒 能有如此优待 那一定是背景足够深厚特殊的存在 对这些炼丹师而言 他们只是可惜 接触对方机会不多 甚至无法知道对方是男是女 爱好又是什么 想要以后去讨好都做不到 把周旋安插进去了 血神秘境里的炼丹基地 算是历练 也算是奖励之后 苏平重新把目光投回了水蓝星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深渊挑战早已刷新完毕 商店里的普通挑战书 也买到手中了 在进行高端挑战之前 就先开启普通挑战 来练手一下吧 苏平的目光 落向了已经重重不防 三部一港五部一哨的 樱花山防线 虽然因为上次的大战 山体已经崩塌了一部分 仅存的山体 依旧是一座数千米高的高山 山上还因为下雪了 覆盖上了一层洁白 贺茂淳一郎 在经历了痛苦与快乐的 小黑屋修行之后 是被湖面乌女 直接赶了出来的 只不过 随着贺茂淳一郎被赶出来 他也被告知了 樱花山那边 马上又有怪物出现的消息 嗯 除了这个坏消息外 那位巫女还是给了贺茂淳一郎 好消息的 那就是 这次出现的怪物强度 不会比上次要强 贺茂淳一郎把消息带了回去 立即引起了水蓝星各大势力的重视 也不得不重视 比起欧罗巴和白象国那边 樱花之国这边 他们显然投入了更多的力量 无论是最新式的武器 还是各种或许有或许没有用的装备 他们都期待着 可以在实战里进行验证 从而在不断的探索里找到 他们这些凡人抵抗超凡的道路 并且他们也不蠢 樱花山这处战场 很明显就是那些超凡势力 故意留下来给他们专门准备的 会议室里 更是不乏由指挥官们 发出一个比一个响亮的战争豪言 可不要让那些不知道哪里来的超凡者们 看清了我们啊 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吧 让那些神仙妖怪们 也好好看看 我们这些凡人的力量吧 随着樱花山这边戒备提升 自然而然的越来越多人猜到了 这里又有大事发生 只不过这一次 可不是突发事件 除了极少官方特批的媒体人员 其余人等这次是基本上没机会 靠近范围就被抓住 或者驱除出去了 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 大约是下午三四点的样子 樱花山上空 一道深渊时空裂系 出现在了半空之中 裂系里的大眼睛浮现了出来 正好奇地张望着 眼前这个奇怪的世界 虽然大部分深渊裂系 都有眼珠子会出现 苏平在看得多了却 也能发现这些眼珠子的主人 目前来看 还没一个重样的 不过这也正常 这些深渊裂系里的眼珠子主人 大概率是那些太强大 而过不来的深渊领主 自己的时空裂系 估计就是开在了不同 深渊领主的领地里 这才吸引了那么多怪物入侵 深渊领主的具体树木 宛如横河泥沙 想要发现同一个 深渊领主的眼珠子 反倒是一件极为罕见的巧合 哇 天空忽然一暗 随着阴森森的狂风 吹过四周冰凉凉的堡垒 先是成百上千的 有着蝙蝠翅膀 红色皮肤 两米多高的独角恶魔 欢快地飞了出来 玄机地面上出现了 蓝皮肤或者绿皮肤 大约五六米高的 食人魔大军 看到这次出现的怪物 苏平就知道 这一波普通挑战 大概率不用自己出手了 水蓝星的科技文明 遇到那些玩鹰的可能还不行 遇到这些有实体的玩肌肉力量的 却是专业对口了 果不其然 第一波防线全部由无人装备构成 那些独角恶魔的精神污染影响 在这些无人机器面前显得毫无作用 不过这也只是污染等级太低的缘故 好比邪气入侵之下 修仙界的山川草木 都有可能化作邪碎 强大的精神污染力量下 哪怕是冰冷的机器 也是可以被转化为怪异魔物的 开火 弹幕打击 不要吝啬弹药 在怪物出现后没多久 不知在更远处的炮击阵点 就开始炮火齐名了起来 不仅有各种大口径的火炮在发怒 这其中 还有一些实验性质的武器 爆发出一道道璀璨的光芒 电磁炮的威力 在穿甲能力和单体破坏能力上 得到了验证 哪怕是看起来像是BOSS的双头食人魔 直面几百公斤重的电磁炮弹之后 身上的护盾在接触的刹那间 就如泡沫一样破碎 而后肥大的身躯被冻穿 然后被后续威能振卫了万千岁末 普通的食人魔也好 独角恶魔也好 也一样扛不住大口径火炮的轰击 比起发威的火炮 导弹反而变成了点缀 而这其实才是正常的战场表现 像这种预定好的高强度战场之下 火炮才是火力之王 几万几十万发炮弹的火力 要是换成导弹 那得投放多少才有同样的力度 并且导弹能用的特殊弹药 炮弹同样可以使用 还可以用的更多 嗯 那是等离子炮 苏平在高空吃着零食 观察着战场 忽然看到了一道高温光球飞了出来 而后落入到了战场之中 这种纯能量攻击 已经非常接近修仙界里 先舟上那些阵法加持下 发出的光束攻击了 就是看起来 作为武器还不成熟 才射击了几次 阵地那边似乎就出了问题 再次压火 算算时间 从制造出这等离子体技术 突破到现在 也不过二十年 可以那么快 武器化 恐怕和自己编造的谎言危机 脱不了关系 嗯 我这也算是为故乡的军工 加速提供了一点点小小的帮助了吗 在深渊时空列系 开启了大约几分钟之后 便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随着天空暗了又暗 坑坑洼洼的地面 忽然间蠕动了起来 再跟着 伴随着天地间 传出了一阵怪异的低吼声 樱花山的山脚下 一头完全由蠕动的立石和泥土组成的 好似史莱姆一样的怪物 从地底冒了出来 并且 体型随着不断让四周泥土 滚动在自己身上 而不断地变大着 与此同时 哪怕是在第二第三道防线的军方人员 也在遥望到那个恐怖身形之后 开始感觉到了恶心 头晕眼花等等负面影响 将军们没有让这些受影响的人员撤离 转而开始使用各种药剂或者办法 同一时间 至少有50种不同的抵抗污染的办法 开始了现场实验 火力打击也在稍稍停歇了那么一两呼吸间之后 就再度响了起来 第二阶段的怪物 已经化作了小山一样可移动的庞然大物 在炮火覆盖下 虽然看起来阻挡住了对方的移动脚步 但是很快的将军们就发现 那些炮弹或者导弹炸开的泥土砂石 很快就又覆盖回去了对方身体 反倒是炮弹导弹等碎片加入其中 使得其体表渐渐覆盖上了一层金属反光 贺茂纯一郎 换出了黑鸭神坐镇在第二道防线上 目光炯炯有神地盯着远处 那小山一样身影怪物的他 按压下了像湖面巫女求援的念头 他很清楚 这是对凡人的考验 也是对自己这些本土超凡的考验 如何判断出怪物的弱点 或者用自己的超凡力量找出对方的破绽 然后引导凡人的力量帮着摧毁地方 就是自己现在应该去做的事 他在深吸了口气之后 主动换出了黑鸭神出击 很快 贺茂纯一郎就渐渐发现 这家伙虽然气息比自己强 却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并且庞大身躯之所以不怕炮火 全是因为他能不断控制四周各种物质覆盖在身上 从而为自己构筑一圈圈厚实铠甲 通过黑鸭神的近距离神力探测 贺茂纯一郎已经能够确定 他的本体是躲在山体深处的无形黑影 在将这情报告知了军方后 几十枚穿地导弹 便一个接一个地投射了过去 企图通过精准打击 一层层破开对方的防御 然而 随着被连续好几枚穿地导弹命中 打出了一个山体上的深深坑洞 这怪物突然间整个身子一圈圈抖动了起来 刚刚被打穿的地方飞速去了别处 并随着泥土砂石填充而飞速恢复 同时 似乎也是被这次的攻击给激怒了 山体大小怪物冒出了一根根泥土形成的大型处须 好似章鱼一样拍打在了前方的阵地上 砸的山崩地裂同时 也引爆了地上的地雷和炸弹 望着这能不断恢复的大型怪物 使用核弹这一提议不出意外的就被提了出来 将军们不介意使用核弹这一大杀器 但是核弹炸山这种事 其实效果一直堪忧 一枚核弹落下去 山崩地裂 那是影视剧里的特效 面对这些生命力怎么看都飞人的怪物 将军们最怕的就是核爆之后 反而让对方意识到了自己一方的底牌 从而更加地谨慎难缠 使用核弹吧 赫帽纯一郎的声音忽然间在指挥部响起 我想 我是有办法带着核弹 消灭这头怪物的 赫帽纯一郎给出了肯定的回复之后 没多久 便有一架特制的运输机 悄悄地飞到了第二道防线处 给赫帽纯一郎送上了一枚一人高的核弹头 赫帽纯一郎打量着这枚代表了凡人最强杀伤力的武器 稍稍失神了会儿后 赫帽纯一郎运转起了自身的幽冥鬼体 眨眼间 黑鸭绳便化作了一团黑影 包裹住了这枚核弹头 而后这核弹头因为黑鸭绳的神力覆盖 而出现了某种虚幻感 之后 赫帽纯一郎让黑鸭绳包裹着核弹头飞了出去 在大量无人机 导弹和炮弹的掩护下 包裹核弹头的这团黑影 轻易地躲开了毫无目的挥动的泥土触手 然后撞在了山体上后 却是诡异地直接穿了过去 数秒后 躲在山体最深处的黑影怪物 发现它的眼前出现了某种同类 只不过这位同类除了气息更难闻之外 还带来了一件礼物 怪物意识到不对劲 打算转移自己的位置 然而 一切都来得太快 并且对方也是某种精神力生物 突袭之下 几乎和它纠缠在了一起 赫帽纯一郎一直关注着 等着这一刻 见抵达目标后 马上按动了按钮 顿时 被带入山体里的那枚核弹头被引爆了 整个阵地都随之听到了一声沉闷巨响 超近距离下 或者说几乎就是身体里发生的核爆 顿时就把这第二阶段的深渊怪物 给直接从这个世界抹掉 从而让苏平接收到了挑战成功的消息 这算是开发出了 幽冥鬼道之河爆兵法吗 河爆下 那具神体也同样没能逃掉 直接泯灭了 换成其他旁门左道 这一下 自己也得被反噬的走火入魔了吧 苏平看向了赫帽纯一郎 赫帽纯一郎 此时脸色苍白的可怕 不过他意识依旧清晰 并且在他的肩膀上 浮现出了一个人偶大小的黑鸭神 那是一个种子 正在不断吞噬赫帽纯一郎体内的 幽冥鬼体转化出来的神力 有相关灵体就是好啊 大家看起来并不大 甚至等以后多来几次熟悉了 完全可以控制好 从而变成某种秘书 苏平赞叹了一声 随即心中移动之下 湖面巫女不声不响 出现在了赫帽纯一郎的身边 赞扬了对方一声不差之后 奖励了赫帽纯一郎一瓶丹药 喝一剑传承御剑 那是血神教理 炼气漆可以使用的 关于香火神的各种秘书 比如让黑鸭神短时间 画出七八个分身 再用这些分身去当消耗品 深渊普通挑战结束 虽然第二阶段时候 遇到了一点麻烦 第一道防线基本上全灰了 各大势力相关人士们 还是为他们取得的这一胜利 而欢呼甚至举办宴会庆祝 毕竟至少在明面上 这次抵抗深渊入侵的胜利作战里 并没借助那些强大外来超凡者的力量 至于赫帽纯一郎 他自然是被算作了本土超凡 属于他们自己这一方 这一战之后 应该也能积累起 少许对抗深渊的勇气了吧 希望不会被我真正要挑战的深渊给吓住了 困难难度的深渊挑战 应该就是第三阶的强度 对应的便是修仙界的金丹境界了吧 而极难则是四阶强度 对应了修仙界的原因境界 深渊怪物一般都比同境界的要强大一些 在底牌还不多之前 先挑战困难的难度就好 从普通道困难 这对我而言 已经是在跨越式赚取好处了 心中想好了 接下来的深渊难度选择后 苏平开始等待诸邪万剑镇 和各方准备的齐全 同时 因为有了血神秘境的缘故 苏平也开始通过蜀道人这一身份 以黄总等既明弟子为中介渠道 采购了大批大批的商品 运到了血神秘境之中 从而让在秘境里默默工作的修士们 别的不说 至少吃糖方面实现了自由 而除了甜食外 快乐水和咖啡也被不少修士喜欢 这些提神的物品 让这些修士们可以更精神地 每天工作至少18个小时 此外 在一些练器助击主持的工坊里 大口径火炮 重机枪 导弹等物品也被运到了这里 供给这些专业人士进行改进研究 当然 这些修士们研究的方向 不是改变炸药配比 而是寻思着 怎么把这些东西制作成为法器 从而在保留其特性下 发挥出更玄妙的力量 樱花山一战几天之后 张求真结束了闭关走了出来 虽然只是练器初期 双眸之中 却是蕴含出了一道 先天锐金剑器 苏平看到这一道先天剑器之后 就知道自己的珠邪万剑爵 有这家伙主持 至少也能入门了 入门的珠邪万剑阵 加上自己的血神本体加持 和同样在慢慢积累 变强的天罡护道神兵 对了 还能加上那条 金丹后期的黑色蛟龙 苏平觉得 自己这次首开困难挑战本 怎么看也应该是稳了才对 又是安宁的一天到来了 一大早 落执氏就从自家院子里走了出来 看了看自己这边山峰上 已经出具规模的亭台楼阁 这位走南闯北百多年的落执氏庆幸 又感慨地叹了一声 然后他取出了一颗放在水蓝星 足以让人觉得甜得要死的糖果 放入了嘴里 慢慢品尝 出门没多久 落执氏便与不少同样一大早 就起身的道友们问好 这些来问好的道友 最差的也有炼气后期 其中一位落执氏印象深刻的 乃是一个助击出气的炼丹师 这位炼丹师 出身一个南荒的小家族 曾经服务于一个大宗门 本来早就功成身退 回归家族 已养天年 却不想大便之下 为了儿孙与家族传承 这位垂垂老矣的炼丹师 不得不重操旧业 再次开炉炼丹的同时 也响应了血神老祖的号召 摒弃了门户之鉴 在炼丹之余 也教导起了十多个炼丹学徒 落执氏注意到 这位炼丹老修士 和自己喜欢上了同样的甜食 不由觉得双方更加的投缘 落执氏进入了库房 开始发挥自己的本事 把各种物资一一分门别类 然后按需分配 他做得颇受各方好评 也因此越发得到 某位甩手掌柜的信任 一些来自水蓝星的物资 也是直接堆放在了仓库后 交由对方安排 而对于这些 来自水蓝星的物资 虽然没有包装等物标识 落执氏等经验老道的修士 其实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这些应该不是 修仙借主世界之物 不过他们对此也没有过于惊讶 反而有种果然如此的释然 不就是其他大型秘境 洞天里凡人们的产物吗 在猜测出 血神老祖 大概率只是成名已久 老祖的马甲之后 他们就相信 血神老祖 肯定不只是掌握了 血神秘境这一个秘境 现在这些物资 不过是佐证了 这个猜测罢了 大型秘境虽然罕见 可是在修仙界的漫长历史里 哪一个自称仙门的每几个大型秘境旁生 血神老祖 疑似隐士仙门老祖 掌握一二大型秘境也不意外 并且 在一些出了问题 灵气稀薄的大型秘境里 被仙门用于圈养凡人的小世界什么的 各种传说或者画本里 其实也是早已有之 而从这些物资 几乎没有半点灵气痕迹来看 罗执是心中也是更加倾向于 这是一处灵气稀薄 被仙门拿来圈养凡人的大型秘境出产物 唉 这些在大型秘境里的凡人 可是要比在修仙界的凡人 要幸福得多啊 罗执是想到了南荒各处的惨状 微微摇头之后 调整好心态忙碌了起来 一直忙碌到了中午 罗执是为自己倒了一杯热茶 准备稍稍休息一刻钟 然后就继续忙碌的时候 他忽然间发现山峰外结界 突然间绽放出了一阵刺目血光 正觉得这只是血神老祖 在召唤血神本体带来的秘境变化 突然间 一股让人遍体生寒的的冷意 席卷了全身 血神秘境里的几十位柱鸡 都纷纷一阵 停下了手中活迹 出现在了最高的山顶大阵上 以上万一 罗执是也出现在了山顶 和其他柱鸡一起仰望着血色天空下 渗透入了这个秘境世界的某种诡异 而邪恶的力量 那是一艘被带入秘境里的大铁船 带来的力污染量 一股暗红色污染 被血光逼出了那艘铁船之后 便盘踞在了天空中 在血神秘境力量压制下 这股暗红色力量 变换为了一颗胖乎乎的肉球虚影 落质是见过邪碎 隐隐觉得这种力量和那些邪碎有些相似 却又似乎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而从神魂只是看到就发出的直觉来看 这力量和邪碎一样 对他们这些修饰来说极为的危险 血神老祖到底是和什么敌人对上了 这是什么力量 如此的冰冷和黑暗 血神本体乃原因境界的香火神 居然一时半会只能压制 却不能分解掉这股入侵的力量 落质是他们看着天空的一变 又一次感觉到了 自己等人的脆弱与渺小以及无知 就在这股诡异力量和血光纠缠在天空 以至于影响到了血神秘境建设工程的时候 忽然随着天地间 响起了一阵哗啦啦的锁链声 落质是他们注意到 那股力量突然间消失了 似乎是被带离开了血神秘境 应当是血神老祖转移了那股诡异力量 除了老祖应该没有其他可能啦 不过血神本体都难以清除的诡异力量 老祖却敢直接转移 果然老祖是比血神本体强得多的顶级强者啊 水蓝星白象国附近海域的一处无人岛 说是无人岛 事实上上面还是有人工建筑的 不仅有木屋和花园 屋顶还有着太阳能电池板 院子旁也停有沙滩车和一些工具 只不过随着这处无人岛所在海域 被确认为了深渊猎袭出现区域 这岛屿不愿意现身的原主人 立马发表了放弃这岛屿所有权的声明 附近的花旗国军方也赶紧出动了军队 对这处海上据点进行了一番快速布置 尤其是把最新最好的一批观察设备 安放在了岛屿上 伴随着苏平觉得自己做好了准备 通知了下水蓝星的各大势力 自己要开大了 然后等了一会儿 选择了挑战困难难度的深渊后 无人岛外 做完最后布置的花旗国官兵 感觉到了天空开始变得暗红一片 知道情况的他们脸色微变了下后 赶紧让驾驶员把船速提升到了最大 伴随着这艘补给船迅速开溜 远离无人岛 站在船舱过道上的船长 和负责此事的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都对事儿笑得悄悄松了口气 按照他们之前得到的数据来看 这个距离就算深渊怪物出现 也应该影响不了他们这艘补给船了 至于敌人会不会追来 他们还是对那些神秘超凡很有信心的 既然这次深渊事件 对方没有要求他们参战 只是让他们撤离 那么他们只需要看戏即可 这样想着 胆子大的那位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一个两米高的灰发中年汉子 甚至叼着了一根 添加有振分药剂的棒棒糖之后 戴上了特制头盔后 使用远视功能看了过去 无人岛上空 并没有出现预料之中的深渊烈袭 而是在突然间方风平浪静 整个天地间 如同一张静止画像的时候 突然间 这静止画像 一下子从最中间出现了裂纹 化作了一张蜘蛛网之后 下一秒 出现裂纹的空间 好似被砸碎了一样 散开消失 旋即露出了一座 好像强行挤进来这个世界的城市 那是一座闪耀着 不祥暗红光芒的古老无人石城 这座石城 由三千多座 大大小小的石头建筑 构筑而成 在完全进入到了这片大海 城池基地接触到了海水后 整座石城 仿佛忽然间活了过来一样 每一座石头房子 从缝隙上 开始长出了血肉 而后很快 这些血肉 就开始覆盖整座楼房 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能看到那些不亚于高楼大厦高度的石头房子 正在逐渐化作一个个血肉巨人 正头皮发麻地看着 这不可思议一幕的队长 很快就又发现了 不只是那古老的石城 便是那座无人岛 不管是无人岛上原本有的建筑 植物还是他们带上去的各种机械 竟然也开始滋生出了血肉 而后随着血肉包裹大部分躯体后 也跟着活了过来 散发出诡异邪恶的气息 这是什么怪物 特别行动队长在察觉到 自己亲手安置的观测仪器 居然变成一个独眼怪物 并好似察觉到了自己的窥视 跳起来看向自己后 胆子再大 这队长也不由心中一惊 后退了一大步 背靠在了栏杆上后 才喘着气 赶紧取下了头盔 而后 这位队长发现 刚刚还和自己谈笑风声的船长 正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 你 这位特别行动队长 正要问一声怎么了 忽然间发现自己 怎么突然间需要仰望对方了 自己两米高的大个子 可是比这个小孩子 船长高多了呀 很快 他就意识到为什么了 他的整个下半身 居然不知何时 已经化作了一个软乎乎的血肉团 甚至双手 都变成了章鱼一样的肉质触须 特别行动队长绝望地闭上了眼 他本以为 很快自己就会被惊慌失措的同僚 打光子弹杀死 只是 这艘补给船上 并没有发生打斗声 没有亲眼看到 血肉之城降临的船员们 也只是迟了几秒发生变异 甚至因为影子的出现 整艘补给船 所有人都失去了行动力 出现了不同部位的异变 更远处的花旗国军事基地里 脸色铁青的将军们 一方面惊恐 这次的深渊怪物 污染波及范围之大 超乎寻常 一方面也十分担心 他们和前线补给船的联系 会让他们这些人 也遭受污染 此外 他们还得知了一个 让他们牙酸的消息 不知在了无人岛那试探用的核弹头 也失去了联系 疑似也变成了怪物 神啊 将军们 请务必看这个情报 或者 你们走出房间仰望天空 也能看到这一幕 这 实在是太可怕了 还没消化完武器弹药 也被一变的消息 将军们就又得知了 另外一个冲击力 极大的震撼情况 在那片出现了 明显是深渊造物的海域上空 一尊巨大的虚影 正在快速成形 短短的数秒之后 小半个水蓝星的人类 只要抬头 就都可以看到 天空中那有些虚幻模糊 却能看得分明的 巨大肉球怪物 那是一个 在专家测量后发现 至少有月球大小的暗红色 肉球投影 他睁大着身上的 成千上万双血红色的眼睛 贴在大气层上 好奇地看着水蓝星里 生活的人类 这家伙 苏平开启挑战后 就发现 困难挑战深渊的登场模式 有了改变 困难模式下 没有一二阶段 只要击退或者摧毁深渊 入侵物即可 同时 他脑海里随之多出来了不少消息 提前知道了 眼前这些深渊怪物的来历 那是血肉之城 深渊里的尚未怪物 而头顶上的投影 则是血肉之城 这样的尚未深渊怪物 在成功进入新世界之后 几乎都会尝试的对新世界的污染与童话 他召唤出来的那投影 应该就是深渊七君主之一的血肉之主投影了 如果这不深渊挑战 而是因为意外 使得对方来临的话 就这血肉之主投影出现的那么几秒钟 就足以把一个世界彻底污染为血肉世界 然后慢慢地将其拖入深渊之中了吧 而不是现在这样 真正污染区域只涉及那片挑战区域 区域之外 也就下下人的特效画面差不多 并且 包括这些涉及神通天赋的力量 都被压制在了第三阶 也就是金丹境界 苏平正准备出手 似乎是被头顶的血肉之主投影 吓到了 最近的几处各大势力的军事基地 把导弹倾巢而出 射向了那座血肉之城 显然他们也意识到 重点是那座古怪可怕的城市 只是 这些没有超凡抗性的武器装备 甚至还没能靠近 那座血肉之城千米范围 身上就长出了血肉 而后熄火化作了一头头张牙舞爪的怪物后 扑通扑通跌落入了海水之中 白象国内 此时也是全民震惊状态 一处靠近海岸的镇法布置地 青木棍的冠主和张求真 最先反应了过来 琪琪呵斥出声 这声音 惊醒了其他被选中前来的箭矢们 好歹都有炼气入体 再加上随着深渊挑战开始 这地方的箭阵 也开始运转了起来 这四百多道门之人 琪琪醒悟了过来 开始按照预定好的那样 各自站好了位置 而后他们施展剑爵 阵法里的黑鸭鬼族 或者指人道兵担任法力电池 一道道珠邪万剑阵的珠邪剑影 开始在阵法上空缓缓成形 随着珠邪万剑阵 爆发出了一圈圈剑气波纹 那些施展剑爵的剑士们 心中也渐渐涌起了 斩妖除摩天地间的勇气 还遇上 苏平没有继续引身看戏 毕竟这玩意 某种意义上也是那种越打越强的类型 以防生变 还是早打早解决为好 苏平展露出了云来仙人的形象 并唤出了黑色蛟龙凹里 出现在了天空 顿时 正因为天空中血肉之主 虚影惶恐不安的白象国沿海居民 还有游客们 就张大嘴巴看到了 让他们一辈子忘记不了的景象 他们竟然亲眼看到了一头体长近千米的黑色神龙 出现在了天空之上 并随着一声龙鸣发出 而让无数人身子一麻之鱼 脸上却没有浮现出恐惧表情 反而是兴奋与激动交杂其间 神龙 那一定就是神龙吧 我就知道 神龙一定是真实存在的 远远看去 这些游客和本地居民根本分不清蛟龙和神龙区别 不过这不妨碍他们对敖里的敬仰之情 对于神龙这种涉及大海的龙神的崇拜和神话故事 虽然到了现代社会看起来比不了主流 在这些沿海地区传播 却是依旧广泛且深入人心 苏平踩在了敖里的脑袋上 而后在无数人的注视下 欲聋而行 眨眼间就已经靠近了那片无人岛海域 并在经过了那艘倒霉补给船的时候 苏平神石一扫后 轻叹了一声慈悲之后 雪光一扫 就把这艘大船给卷入到了血神秘境之中 只等着大战之后 那些人污染驱除后 便扔回给对方 当然了 船和装备什么的 自然是不会还了 血肉之城 察觉到了苏平的来袭 尤其是敖里这头黑色蛟龙的气息 更是让他嗅到到了强敌的气味 伴随着古怪的低语声 在海面上响起 海面上出现了成千上万根血肉 处须纠缠而出的尖刺 齐齐刺向了天空 形成了一道尖刺外壳 远远看去 好似一头黑色长蛇 在企图冲向一头 长满了尖刺的刺猬 奥 敖里同样运转起了自身的神通 得到了甲龙血之后 他对大海的亲和度 也跟着提升到了近乎真龙的程度 至少千米高的海啸平地起 在加持了敖里的力量 散发着幽光 好似一道铜墙铁壁一样 在敖里的催动下 撞向了血肉尖刺城墙 海之墙与尖刺外壳撞击在了一起 眨眼间 海啸就完全崩塌破碎 而尖刺外壳看起来只是斑驳掉落了少许外皮 并且掉落的血肉也很快就有新的处须爬上来 企图补充 敖里眼里闪过一抹惊讶 眼前的怪物他从未见过 明明怎么看 气息比自己还要差一点点 却让他生出了遇到生死大敌的危机感 以至于面对这种怪物的敌意 他被召唤出来之后 就不得不全身贯注地盯着对方 甚至不敢放开一部分心神 去看看这处陌生的世界 一击不成一 敖里并不气馁 心念移动之下 海啸接二连三的形成 刹那间就一波接一波的撞击 在了对方尖刺外壳身上 每一次撞击形成的空爆与四散的水墓 高空看去都不会亚于影视距离 对氢弹爆炸的特效刻画 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海啸撞击后 在敖里神力几乎枯竭的同时 尖刺外壳的那些尖刺也终于事不存一 并似乎也被彻底激怒 血肉之城没再维持那一层外壳 转而整个身子开始拼接 化作了一张蠕虫形状头部 并张开了大嘴后 明明还隔着万米距离 敖里看到对方张开的大嘴 马上扶制心灵传训给了苏平 主人救我 不过敖里是多虑了 他刚刚传训 苏平已经换出了血神本体 直接让身后空间破开了大洞 而后伸出了血神大手 一下子用绝对的实力 破开了血肉蠕动身上的护体光芒 捏爆了对方伸出来的整个上半身 哄 挑战海域上空 随着血神本体 那伸出来横跨天空的血色大手 捏爆了血肉之城形成的蠕虫头部 血肉之城整个身躯都开始崩溃 哗啦啦没入到了海水之中 一击奏效 只是黑色蛟龙敖里 却是瞪大眼看到了在那伸出去的巨大血手上 组成血手的血液里 忽然间出现了一股股粗大的血管 而后血管上浮现出了血肉 这些血肉滋生得极快 并且无视了血神本体 高一个大境界的血光压制 这显然是来自血肉之城的血肉污染 哪怕是血神本体出手 只要是伤害到对方 那就会被对方的乌深渊力量所污染 而这 也是尚未深渊怪物们几乎都会拥有的 某种阵营天赋 就在敖里忌惮这种诡异的 如同耍赖一样的污染力量时候 哗啦啦 敖里发现自己身上 以及血神本体巨手身上 都浮现出了血之锁链 随着这些锁链一圈一圈地锁住了巨手 血神巨手体内污染力量被转移到了苏平身上 并在同时间受到了净化药剂的净化 这场战争还未结束 喝下了一整瓶净化药剂 彻底地净化了转移来的深渊力量之后 苏平看向海面缓缓出声 随着他的低雨 深厚的血光里浮现了一双又一双地缠绕着血之锁链的巨手 海面上随着之前那一击 血肉之城已经消失不见 不过这点伎俩自然瞒不过如今的苏平 敖里得到了吩咐 运转起了龙族神通再度咆哮出声 顿时大海开始朝着两边分开 直接露出了一条长度超过20公里 宽度约3公里的海底通道 分海一出 虽然说只是在前海区 并且规模也没神话故事那么玄乎 直接出现在了这颗星球上后 也还是让那些通过卫星 直观地看到这幕的专家们沉默了 他们难以理解 如果靠蛮力来实现这一过程 那得需要何等庞大的能量 将军们则是望着转播来的画面 一个个倒吸一口冷气 随着大海被分开 人们可以通过高空视角清楚地看到 那裸露出来的海底上 不知何时已经铺满了一层厚实的血肉均毯 一座座分离开的血肉高楼 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那儿 似乎组成了一座稍微稀疏一些的海底城市 苏平再度把一瓶净化药剂 兑换了出来 放在了嘴里 随着他开始全力动手 在他身后 已经出现了有八臂的血神巨手 琪琪握紧为了拳头后 扯动着身上的血脂锁链 伴随着哗啦啦的巨响后 如同天降陨石一样 眨眼间就琪琪砸落了下去 巨拳之下 血肉之城不是没有抵抗 那些血肉高楼 有的变成尖刺 有的化作了尖牙利爪 还有的裂开为了成百上千的血肉怪物 更有的几十座血肉高楼组成了一个圆形法阵 而后射出一道暗红光芒 只是 血神天降拳之下 众生平等 这些抵抗全部都被一一粉碎 而后连带着海底血肉均毯 给一起砸的身陷入了更深的地底 与此同时 张求真耳畔听到了命令 立即举起了手中的上瓶法剑 指向了大海方向 朱邪万剑 起剑 朱邪 伴随着作为主阵的张求真动了起来 其他剑阵也纷纷跟随而动 眨眼间 一道道剑影飞了出去 而后跟随着张求真的金色剑气 一起化作一道金光 盾取了苏平所在 在那儿 苏平已经取出了神兵天剑 作为朱邪万剑阵的实体载体 这对神兵天剑来说 也算是轻车熟路了 历代神兵天剑的主人 都有用它作为载体 施展这一朱邪万剑阵 它本身的灵性 已经足以完美地吸收这股力量 而后用于杀敌 这次的朱邪万剑阵力量 其实算是天剑神兵遇到过的那么多次里 最差的一次 但是先天锐金剑气的质量 却能在天剑神兵的经验里 排上前三 刷 神兵天剑忽然间化作了一道无坚不摧 锐不可当的金色光芒 这一道金光随着血神巨手的第二次骑气轰击 一起没入到了海底之中 并在血神巨手先一步摧毁了那抬起手的瞬间 再度顽强冒出头来的血肉造物后 这金光直接没入到了海底百米深处 刺中了血肉之城 被多次击败后却拼命保护好的一小块血肉 那是最多不超过指甲片大小的血肉 很轻 很薄 却是血肉之城 这尚未深渊怪物的真正核心所在 并且是在不将相关血肉造物全部摧毁 就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核心 随着金光命中了这片血肉 锐利地将之撕裂 而后产生某种空间割裂 将之分解到了肉眼已然无法看到的状态 苏平通过完成了任务 露出了实体的神兵天剑之间的联系 听到了来自血肉之城的不甘哀嚎与恶毒的诅咒 同时 大量杂乱的记忆也随之涌了过来 却是被苏平直接转移给了血神本体 然后做好了血神本体 把污染力量分离出来之后 再转给自己净化处理的准备 只是 随着血肉之城的意识消失在了挑战区域 困难挑战判定为了成功之后 深渊力量便被彻底驱除出去了整个水蓝星 随着黑色蛟龙 熬力挥了灰龙尾巴 让大海恢复正常 世界再度恢复了和平与安宁 之前的一切仿佛没有发生一样 只是 这一场在专家们 将军们看来 涉及到了真正超凡力量的大战 对他们造成的心理阴影 却可能是一辈子都难以消除了 一些原本还对科技的力量抱有某种信心的人 也在得知了详细的数据指标之后 陷入到了彷徨之中 面对着那些可以把核弹变成血肉怪物的古怪玩意面前 他们除了依靠那些超凡大人物外 还能够依靠什么 或许 全力辅助配合那些超凡势力的安排 才是人类文明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正确道路 湖中洞天 苏平盘西在了赵岳听风阁前院 坐在亭子里喝着灵茶 恢复着这一次大战下自己消耗的精气神 同时 他看向了这次困难挑战成功之后的奖励 五万钓鱼硬币和五百本大经验书 此外 还多出来了一张珍稀伙伴邀请函 比起普通难度 困难挑战的奖励 直接翻了十倍 让苏平心中涌起了 下次选择极度困难挑战的冲动 只是回想这一战的种种细节 苏平又赶紧深呼吸了口气 微微摇头 让这冲动缓缓消散 困难难度下 已经让深渊一部分地域出现在了水蓝星上 甚至深渊尚未贵族都直接出现了 然后这家伙一出现 就想要直接污染整个世界 这要是极度困难 苏平怀疑 会不会是被压制了境界的深渊领主 化身带着深渊领域降临 境界高低 虽然是判断战力的重要指标 却也并非代表一切 超凡力量千千万 总有奇奇怪怪的力量 能够强行缩短境界之间的战力差距 苏平可不想翻车之后 把自己的大后方给毁了 珍稀伙伴邀请函吗 苏平取出了困难奖励 送来的黑色卡片 在这里看到了可邀请的珍稀等级伙伴幻影 这其中有可爱的猫女仆 土耳小护士 坚耳大姐姐 现在单纯招一个新伙伴 对我帮助不大 毕竟见习职业很多技能 可是都无法学习的 这次就还是专精一个 让湖面乌女鹰继续晋级吧 苏平使用了珍稀伙伴邀请函 再度邀请了湖面乌女鹰 顿时 正在房间里吃着临时看小说的资深巫女 湖面乌女鹰 突然间发现自己又晋级了 从资深巫女成为了主技 只要再晋级一次 就可以成为巫女这一行的顶点代公主大人了 至于公主大人 那是只有湖神嫡系才能担任的职务 湖面乌女鹰在晋级为了主技之后 也随之新增了一个能力 祭祀 同时 苏平这儿也因为湖面乌女鹰成为主技后 多出来了一张设计图 湖神宫设计图 消耗1000吨矿石 1000棵樱花树 1000钓鱼壁之后 可生成特殊建筑 湖神宫 配合伙伴达到一定职业品级之后的特殊建筑吗 看来自身之后的品级是一个质变啊 可惜西游等级太难得到了 也就珍惜的 还有机会慢慢积累构次数 苏平如今收获颇丰 钓鱼硬币突破到了五位数 自然大手一挥 就决定完成这一特殊建筑 矿石和樱花树 去一趟水蓝星 便能轻松解决 以湖面乌女鹰的形象出现 说一声 为了修建湖神宫 所需这一句真话 便有樱花之国的大人物们 赶着跑来吧 一切都解决完毕 而在这些都解决之后 支付了1000钓鱼硬币之后 苏平手中设计图消失 取而代之的便是一座 占地约莫1000多平方米 建立在高百米石头山上的 类神社一样布局和装饰的 湖神宫 湖神宫 特殊建筑 品质 稀有 湖中洞天专用 布置可略微增加洞天灵气产出 苏平想了想 把湖神宫布置在了附近 也算方便湖面乌女鹰跑过来串门 顺便给赐服 随着湖神宫平第二起 美轮美秧地出现在了 这座山峰上之后 湖面乌女鹰马上有所感应 赶紧跑了出来 而后沿着插满樱花树的上山小道 登上了湖神宫之后 苏平收到了传讯 却是想要完美地使用好湖神宫的话 还需要12个信仰湖神的乌女帮忙 而在配齐了乌女 又有了湖面乌女鹰这一位主祭之后 湖神宫将发挥出真正的潜力 大幅度提升湖面乌女鹰的技能效果 同时消耗100钓鱼硬币 可以得到一个湖神护符 这个护符有一定辟邪和守护能力 还能三个为一组 形成守护结件 而每一个月的月季 可以通过祭祀十张紫光湖咒 和消耗1000钓鱼硬币 从而获得一张湖神符露 湖神符露可以召唤出 湖神殿下的一道虚影 降临约十分钟 符露和护符的实力 则是和主祭有关 主祭越强 这些东西的效果也就越强 看完这一特殊建筑说明之后 苏平看了看湖面乌女鹰 决定把一部分资源 倾斜给这位主祭大人 从而尽可能把这特殊建筑效果 给最大化 也是把目前实力增长方面 给最大化 毕竟湖面乌女鹰只是稀有 不管是升级 还是突破消耗斗逼稀有伙伴少得多 五百本大经验书 砸给火之骑士或者女武神空 可能也就到二阶后期 给湖面乌女鹰的话 只要不卡突破材料 抵达第三阶 也就是金丹境界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了 咦 我又变强了 湖面乌女鹰有点猛逼 刚刚坐在了湖神宫的大殿 看着湖神大人的紫色雕像 感觉无比心安的她 忽然间又发现自己等级 开始刷刷刷地提升了起来 很快就达到了二阶圆满 然后在苏平看了看 发现突破材料 果然是青铃鱼家刘文金龙鱼后 灵光鱼池里游荡的鱃鱼 突然间化作了白光 玄桀 一道紫光 从湖神宫上空 直冲云霄 至此 湖面乌女鹰 湖神宫的主祭大人 成为了苏平伙伴里 第一位金丹强者 同时 湖神宫里出现了湖神虚影 似乎也在为自己的主祭 突破到了第三阶 而表示了认可 古老的风妖塔里 继续当充电宝的黑色蛟龙 突然间身子动了动 她感觉到了一位 心境金丹在不远处诞生 可惜她只能被动接受 那四散开来的波动 本身神石无法突破着 古老高塔区域 不然她还是很好奇 这位心经丹来历的 主人坐下的弟子 又或者是和自己 一样的心灵宠 正这样想着 黑色蛟龙突然身子一紧 感受到了一股 大恐怖的波动 袭了过来 让她本能地想要逃跑 好在这微压眨眼间就消失了 只是 黑色蛟龙傲里 却是依旧陷入到了那种 被震撼恐惧的状态之中 难以自拔 刚刚那股微压感 那到底是什么存在 散发出来的 就算是当年的老教主 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威压 化神 乃至化神之上的大恐怖存在 我这新主人 到底是什么来历 莫非真的是 仙人 湖中洞天 湖神宫内 湖神虚影出现之时 苏平便也第一时间有所察觉 在看到那半空中 占据小半个山峰上空的 湖神虚影那瞬间 苏平便通过脑海里浮现的信息 发现了眼前这 湖神虚影的等级 达到了第七界 四界原因 五界化神 六界反虚 七界合体 七界啊 放在修仙界里 那就是合体期的大能了吧 现如今的修仙界里 化神已经是顶点了 有化神实力抵运的门派 就敢自称先门了 别说合体期 就是反虚 好像也只存在于 神话传说之中了吧 另外 按照古籍来看 化神之上便是人先之别 反虚 合体 大成便是一步步化人为先的过程 每一个境界之间的战力差距 也是越来越大 眼前这湖神虚影 要是可以出现在修仙界 修仙界里的修行门派加起来 恐怕都不够对方塞牙缝的 苏平也感觉到了 这湖神宫的隐藏好处 在进行大行祭祀或者胡神 心情好的时候 他会降下虚影 赐下祝福 这祝福持续约莫一个小时 在这一小时里进行冥想 能大幅度提升自我感悟 从而明悟前路 一小时后 苏平体会完了这一好处之后 看了看仓库里的海量钓鱼硬币 他开始为提升自己的根本修为 而忙碌了起来 有了足够的钓鱼硬币之后 丰饶灵水管购置下 各种有价无事的顶级灵药 完全可以通过自己培养来解决 解决了最关键的灵药 单方法是不缺的 不管是十方酵 还是原本的血神酵 都不乏涉及筑基 精丹乃至原因的单方 加上有进化药剂消除副作用 哪怕不是上品丹 对苏平来说也无所谓 苏平觉得 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看到自己一粒金丹 吞入腹那一天了 水蓝星 樱花之国 樱都 贺帽纯一郎身穿阴阳师服装 盘膝在一处古朴神社的大殿里 周身环绕着阴森森的鬼气 手握团扇 轻轻摇摆着 同时目光扫向了 跪坐在了地板上的那些巫女们 三天前 湖面巫女鹰出现在了樱都 并展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威压 虽然只是辅助 金丹境界却是实打实的 只需要释放出气势 就可以对外界形成等级压制 那一瞬间 整个阴都的时间 都仿佛停滞了那么一瞬间 并让上千万人的脑海里 浮现出了湖面 巫女鹰的面具虚影 并想起了她的低语 语速不快 语言明显不同 然而 听到的人们 却是都第一时间就理解到了 脑海里湖面所说之话的意思 那就是胡神公新设立了一间分社 她 新任主机鹰 现在来挑选一批 听话懂事资质好的巫女了 觉得自己能够胜任的 都可以过来贺茂家参与选拔 这操作 让贺茂纯一郎麻溜的跪倒在地同时 暗暗猜测觉得 这才是湖面巫女鹰大人的真正实力同时 也让大人物们 妄图垄断消息占据先手 从而把巫女都安排为自己人的计划 还没开始 就胎死腹中 樱花之国的人们 虽然还是第一次听说胡神公 却不影响他们意识到 这是一次对个人而言极大的机缘 尤其是各大神社的那些职业 或者兼职的巫女们 更是无比激动的第一时间 就找到了老板 要求请假 让得樱花之国各大神社 一时间竟然连一个巫女都看不到踪影 而不得不暂时地 让部分男性工作人员 进行短暂的兼职来处理杂物 贺茂纯一郎 被任命为了临时招聘人员 福迪也被临时转用为了招聘现场 他当天就谢绝了所有人的拜访 并关掉个人的所有通信设备 而后立下了规矩 开始了全心全意的招聘工作 有编制 年薪千万 五险二金 保险金额一个亿 除了只有过年假外 简直就是完美的职业啊 工作内容也简单 除了祭祀的胡神真会显灵 好像和以前兼职的 神社巫女工作 差不了太多 等等 好像没有网络 那就是说 摸鱼 嗨嗨休息时间会很无聊了 不对不对 那么好的待遇 忍一两年 可就什么都有了 大不了多下 再点小说电视剧什么的 慢慢看好了 大殿里 身穿洁白巫女服的 神乐百灵 跪坐在地上低着头 虽然场合不对 他却忍不住胡思乱想了起来 虽然还只是一个大学生 神乐百灵 却因为家学渊源的优势 很早就接触到了 神社等神秘学知识 从而在小学开始 他就已经熟练地通过水晶占卜 赚同班同学的零花钱了 初中开始 除了去神社 魔法结社 动漫场所等地方兼职外 他还承接了驱魔业务 并成功帮助好几对父母 解决了他们小孩 不肯上学的精神问题 也因此 神乐百灵在决定了 要参加这次招聘之后 就没有想过 自己会落选这一可能 而现实也确实如他所料的那样 从报名 还选再到初选 神乐百灵 都水到渠成一样地通过 并最终 进入到了这座大殿 看到了如今 整个樱花之国神秘人士 都羡慕极度恨的 贺茂淳一郎大人 那个家伙 直接无视了我放出的气息吗 贺茂淳一郎身上的黑鸭神 此时正飘荡在天花板上 俯视着下方的候选者们 并看到了神乐百灵的异常 在黑鸭神的视觉里 神乐百灵 安静得好似一块石头 似乎很正常 可是在其他候选者 都因为黑鸭神的气息 而瑟瑟发抖时候 这种正常 也就变成了最大的不正常 身上气息很干净 应该没接触过别的超凡势力 这家伙名字 贺茂淳一郎身上 愤出了一个小号的黑鸭神分身 开始在柜子里翻找花名册 很快 他就看到了对方的名字和简介 并有些恍然 神乐百灵 神乐家的分家血脉吗 嗯 看来神乐家和我们贺茂一族一样 也是古老时代超凡者留下的血脉吗 以后或许可以提点一下 族人和对方多多交流 心中有了想法 贺茂淳一郎却没有表露出来 对待神乐百灵的态度 也是一视同仁 招聘继续 随着贺茂淳一郎 拿出了十方教初步检测弟子的法器 对这些候选者进行一一查验 本来还集中了数百人的大殿 最终只剩下了五十人 离去的人也都被给予了丰厚的路费 并记录在案 毕竟能通过海选本身 就证明了他们都是有灵根的 放在修仙界里 至少可以通过生仙会的方式 成为一名光荣的先门外门弟子 然后又过了一会儿 这五十位年龄在十六到二十五之间的候选巫女们 看到了一位湖面巫女 忽然间出现在了主位上 那就是那位湖神公的主机大人吗 看到湖面巫女英出现 神乐百灵也不用眼前一亮 双眸闪过了一丝羡慕神色 虽然他一直以来比起修行更喜欢赚钱 那不也是因为 从来没有见过神灵大人显灵吗 现在有了接触 能真正显灵的神灵大人的机会 神乐百灵突然间觉得 或许好好修行也很不错 苏平操控着湖面巫女 扫过了这些巫女 不得不说 靠着足够多的人口基数 总能找到合用的各类型打工人 因为有轮换 预防意外情况等考虑 虽然湖身宫需要的巫女只需要12人 苏平却是打算招多一倍人手 反正通过阵法 他们出不去湖身宫 也看不到外界警务 然后有湖面巫女英帮忙管理一二 这些巫女们除了完成重要的祭祀活动外 空闲时候 也可以组织这些巫女们 学一学修行四义 说不定就有能发现几个这方面 天赋一禀的打工人出现 首先是血脉石板检测 苏平也有注意到那位神乐百灵巫女 只是血脉检测后却并没有发现对方拥有灵体 不过在苏平主导的进一步资质检测下 苏平发现这位神乐百灵 拥有相当于上品灵根的幻灵根 幻灵根 涉及精神与虚空方面 天生具备超高精神抗性 这也让他们通过修炼 可以更快更好承受来自高位存在的注视 乃至传承 放去奇幻小说里 就是那种天生抵抗污染的圣骑士或者神之子 在修仙界则是绝好的 可持续消耗的香火童子 心中一动 苏平把神乐百灵的名字记在了心中 然后选择了包括神乐百灵在内资质最好的24人后 对贺茂淳一郎微微汗手 示意对方善后之后 苏平带走了这24个巫女 消失在了大殿里 贺茂淳一郎保持弯腰姿势 持续到消失之后三秒才重新抬起头 看向了失望的失败者们一眼后 淡淡说道 你们虽然没有被选中 能带到现在还是证明了你们的优秀 你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选择一 你们可以离开了 离开前每个人都可以得到100万路费 选择二 来我的神社救治巫女 狐神宫内 随着神乐百灵他们的加入 多了几分人气的同时 也满足了条件 使得第一次祭祀在两天后成功举办 让苏平的手里多出来了一张紫色的符路 这符路约莫三寸长 正面画着一串鬼画符 背面则是一头九尾糊涂纹 这符路能让苏平召唤出来自狐神的虚影来助阵 这一道虚影自然不可能有之前展露出的那一道那么强大 毕竟狐面巫女鹰的实力也就金丹境界 不过苏平想来 金丹境界的狐神虚影至少金丹气内无敌吧 便是高了一个境界的原因 或许也有大概率能斗一斗 配合血神本体 以及同样提升了的湖面巫女鹰的刺服与紫光弧昼 苏平觉得自己在遇到遭遇战的时候 说不定可以把一二元鹰敌人永远地留下来 在得到了又一保命底牌之后 苏平感觉到了血神秘境里的异动 却是血神本体已经消化完毕了之前困难挑战的血肉之城 死亡瞬间传来的信息 这些信息包含了血肉之城的一部分记忆 以及一部分深渊知识 这些东西并没有精神污染 而是尚未深渊怪物的阳谋 深渊的力量也是力量 只要知道了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影子 所以死亡前的信息传递 算是他们的某种颇为有效的蛊惑手段了 英雄也有暮年时处在被背叛 被更强者取代 或者干脆就是即将老死的时候 可以改变这一切的深渊知识 只要知道了 又能有几人可以忍住不去使用 忍得了一时 又如何忍得了一事 而只要使用了深渊的知识 尚未深渊怪物 曾经失败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苏平没去查看深渊知识 而是看向了血肉之城的记忆片段 在那段记忆里 苏平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那是被某种神秘力量 分为精卫分明两半的世界 一半永远是白天 一半永远是深夜 两个世界里都居住着大量智慧生灵 并建立起了强大的温明 甚至存在着浮空城这样的庞然大物 血肉之城便是原本处在 白天世界里的一座繁华浮空古城 有着数十万人居住在其中 过着安宁而祥和的日子 然而 突然有一天 血肉之主降临到了这个世界 白色的天空被长满了眼睛的肉球所遮蔽 在那些眼睛的注视下 不管是白天的世界 还是深夜的世界都产生了一变 所有的浮空城都如雨点一样 坠落在了大地上 而地面上滋生的血肉 如同潮水一样淹没了一切 数十万人和城市在陨落的时候 就已经融为了一体 然后成为了一头活过来的血肉之城 漂浮在血肉之海上 像那天空的伟大存在不断膜拜 那是哪怕在深渊 也无比强大的存在 深渊的领主 如同恒河之杀鼠之不敬 能称得上君主的 却只有七个 而血肉之主 便是其中之一 记忆到此结束 苏平微微皱眉之余 也明白对方 故意传送这段记忆的原因 自然是为了 展现出血肉之主的强大印象 从而蛊惑接触到深渊之时的人 更可能地主动投靠 只是出现的瞬间 就同化一个 明显有超凡力量的世界 这是多少等级的力量 七阶 还是七阶之上 深渊的水又有多深 比起修仙界遇到的邪神又如何 苏平揉了揉额头 却没有摧毁这段记忆 而是扶制心灵地复制了几份 存在了预见之中 同时 心中闪过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可以把被污染的地脉给净化 哪怕只是暂时净化的办法的话 或许在修仙界 再度要被咬一口的时候 自己可以通过深渊挑战卷的力量 给对面送上一份大礼 修仙界 海外猪岛 一些消息灵通 嗅觉敏锐的修行家族 在发现这个 从南荒突然间冒出来的 血神老祖带着的队伍 居然安安稳稳地住了下来 而弃心宗这大宗门 对他们居然没有半点的小动作之后 他们就派出了一部分族人 以各种理由 跑来投靠这位老祖 以分担风险 同时 为讨老祖欢心 对于这个新势力发布的收购任务 他们也是尽可能地寻找 然后送上门去 大海上 一艘楼船正行驶向血神老祖 坐下最大的一处海岛 楼船上 小木真人化作了一个普通住基老修士 心中历历不安 他这次是借机逃出来的 作为弃心宗的内门精英 小木真人 已然越发觉得 宗门正在变得不太正常 一直以来 让他得以保命的直觉 更是不断提醒着他 危险正在来临 再纠结了几天 而后偶然得知了 一位好友 居然让他最看重的孙女 也去了血神老祖的地盘 小木真人 忽然间豁然开朗 有了一种跑路一念起 刹那天地宽的感觉 小木真人 详细了解了这位血神老祖的作风 和许多住基一样 他马上意识到了 这位是冒牌货 真货估计是某位 隐世先门的老祖 而在被友谊传出的老祖 掌握了一个存在大量凡人的大型秘境 并且正在开发血神秘境 秘境里很缺住基修士入职的消息传出来后 小木真人立即找准了出去办事的时间段 带齐了重要身家 尤其带了家族传承下来 似乎很受那位老祖重视的稀有灵药种子之后 小木真人使用秘术和特殊宝物 假死脱身 伪装为了从别处逃难来的住基 企图就此改换门庭成为血神老祖座下的门下走狗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内门弟子 应该不会有问题才对 并且此地某种意义也算那位老祖地盘了 为了我这一个弟子 不至于撕破脸吧 小木真人这样想着 却忽然间心中警铃大作 小心戒备 楼船高处突然间有羞士发现了什么 高呼出声之余 哄 不远处的海域突然间炸开了大片水墓 而后 一头数十米长的 好似海蛇形状的大型海怪 从水墓里冲了出来 扑向了楼船 小木真人这一刻偏体声寒 他的直觉敏锐地告诉他 这怪物的目标分明是自己 不敢再隐藏什么身手了 小木真人拿出了灵气 便砸了过去 只是刚毅交手 小木真人就心中一惊 意识到这海怪 分明是宗门里某位长老的神通手段所控制 果然 自家宗门大有问题 小木真人的攻击一触即溃 他的心也凉了半截 眼看着那头海怪 就要靠近自己本体 正绝望时候 小木真人忽然发现 楼船爆发了一抹药木的蓝光 同时 远处不可见的海岛区域 也爆发出了一道道幽蓝色的光柱 然后 一道幽蓝色的幻影 眨眼间出现在了楼船前方 展露出了一头金丹蛟龙的幻影 这是黑色蛟龙敖里 留在大阵的一道化身 在阵法之力加持下 虽然比不了本体一城的实力 却还是有金丹战力 与那虽然身后也有金丹长老操控 但是本体终究只是驻击后期的海怪一对上 一触击溃的便换成了海怪 这是至少三阶的大阵 那位老祖居然在海岛上布置了如此大阵 并以楼船先周围可移动节点 从而得以用阵法辐射这片海域 对阵法多少也有一些了解的小木真人 在看到海怪被击杀后 稍稍松了口气 并分析出了刚刚发生那一切的原因 他不免有些迷惑 很是不理解那位老祖在做什么 那片海岛 据问绝大部分都是凡人 练气修士都极少 本身更是灵气稀薄 对修士来说几乎没有价值 设置这样的大阵来保护他们 这位老祖对待那些凡人们 未免太好一些了吧 没了海怪这一小插曲 小木真人得以成功 随着楼船来到了一处大型海岛的港口 港口上的木制起重机吸引了小木真人注意 只不过这些凡人们的奇音巧技 小木真人也就看一眼 便没有了兴趣 他一开始还以为遇到海怪一事 会引起上面重视 落地就会被盘问 结果过了一天 他才被从血神秘境里出来的 落直士召见进行详细询问 落直士作为大型商社的老牌直士 察言观色至少也是大师级 加上小木真人越想也不对劲 犹豫再三后 干脆牙一咬 朝着落直士托盘而出 并把家族传承之物送了上来 算是当作了自己的投名状 落直士经历了南荒种种怪事 对此也是心中一惊 下意识把此事列为了头等大事 小木真人送来的那些珍稀种子 落直士看了看 发现不少都是老祖重点提醒过之物 也不由多看了小木真人几眼 也不让他继续回去等待了 趁着老祖今天回到了岛上 便带着小木真人前去拜见 苏平没想到 几个月前还和自己谈笑风生 以主人自居的小木真人 现在却变成了丧家之犬 前来寻找自己收留 感慨造化弄人之余 苏平雪光包裹全身 遮蔽身形气息后 照见了对方 在听完了落直是条理清晰的转述之后 苏平眼中一动 牧师向了坐在会客厅 下位椅子上 唯唯诺诺的小木真人 小木真人看起来憔悴了许多 甚至隐隐约约 气血有亏 等等 筑机修饰 也会那么容易气血有亏 我记得 最近一段时间 弃心中地狱 没有爆发什么大战吧 便是十万大山那边 自从南荒被吞噬之后 那些妖兽 似乎也出现了内乱 暂停了 对镇守先程的攻势 心中存疑 苏平借用血神本体力量 却发现自己 还是看不出小木真人身上问题 想了想 苏平取出了来自狐神宫 价值一百钓鱼硬币的 狐神护符 这护符 也就一寸长短 用紫木制成 一面绘制了九尾天赋的 狐狸形状图文 一面绘制了人形的 九尾狐娘图文 苏平把这护符 扔到了小木真人的眼前 并令其贴在身上 小木真人微微一震 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连忙小心翼翼地握住了 这奇怪的护符 哪怕是以小木真人的 见多识广 也猜测不出 这护符上 那神秘图文的来历 不过随着小木真人 把护符贴在了脖子上后 伴随着紫色光芒 忽然间从护符上冒出 辐射了小木真人全身 呲吱吱的奇异响动声 从小木真人身上冒了出来 让一旁的落执式吓了一跳 赶紧站起了身 一双眼睛更是死死盯住了 小木真人 已经在南荒受购了 诡异事件的落执式 心中也本能地涌起了 赶紧跑的冲动 也就是血神老祖 还安静地端坐在主位 算是给了落执式定心丸作用 令他压抑下了心中本能 小木真人也忍住心中恐惧 扶下身看向自己腹部 那一响来源 数秒后 小木真人看到一颗鸡蛋大小 暗白色的虫卵 从自己的腹部 缓缓地被逼出来后 他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并有些明白 为何自己在弃心中的时候 那么的心神不宁了 想不到他如此谨慎 却还是在不声不响状态下 被寄生成功 啪 虫卵完全暴露在外之后 便掉落在了地上 裂开化作了一团灰白雾气 眼看着这雾气里 一道金光一闪而逝 似乎就要顿走 听那血光闪现 血神之力早已封锁了这片空间 拦截住了那道金光后 直接吞入了血海之中消化 多谢老祖救命之安 在血光出现的第一时间 小木真人便施展出了猛虎落地式 头重重地砰一声磕在了地上 并用尽了力气地大声 把话喊了出来 小子无以为报 愿为老祖孝全马之劳 苏平垂下眼帘 没去看这位 他已经颇为熟悉的小木真人 只是微微汗手说道 你身上的东西 应该是某种邪术所为 看来七星宗 确实如你所说 大有问题啊 你下去准备一下后 下一批便随着落植士 去秘境做事吧 吩咐完这些后 苏平拿走了落植士送上来的 装满了珍稀种子的盒子后 便消失在了房间之中 落植士等了会儿 确认血神老祖应该是真的走了 便上来安慰了小木真人 这个未来的同事 放心吧 老祖虽然看起来危言了点神秘了点 却是一个赏罚分明之主 以后好好做事 必有值得的回报 并且老祖神功深不可测 你身上这事虽然协议了点 既然老祖没有别的表示 那说明一切 就都在老祖掌控之中 落植士话语一间 充满了对血神老祖的盲目信任 乃至崇拜 小木真人听在心里 也越发心安了一些 然后他摸向了脖子 忽然发现 之前老祖赐予自己的护福 已然消失不见 他不由有些失落 原来刚刚那护福 只是借用给自己的吗 湖中洞天 知道弃心中有问题的苏平 却不打算马上出发去一探究竟 他只是发出了讯息 以血神老祖之名将情况 告知了天剑宗 镇守仙城等大势力 然后继续和有自然灵体的 特蕾沙圣女一起 把一颗颗珍稀种子 变成了修仙界 以有价无事的灵药 血神秘境里的那位筑基炼丹师 也第一次炼如此富裕的丹 把古方里的一种种 因为缺少材料 早已不出的灵丹 再次炼制了出来 因为许多都是初次炼制关系 这些灵丹里 一枚上品都没有出现 这让那筑基炼丹师 颇为的历历不安 哪怕没受到怪罪 反而得到了不少奖赏 对苏平来说 中品丹也是完全可以吃的 甚至废丹也不是不能接受 最怕的是 肺丹都不是就一堆药渣 完全没有药力 好在各大势力手中 丹方本就经受过长期经验考验 并没有意外情况出现 赵粤听风格内 苏平先生吃了一根500年份的月灵莲 让自己体内法力 瞬间充实到了身体极限 而后一边取出了 打算作为本命正气的正途 悬浮在了眼前 一边释放出了自身的神通千手万臂 大自在原神法箱 赵粤听风格的上空 顿时浮现出了这尊 金灿灿的百米高法箱虚影 然后伴随着苏平 吞服了炼丹师炼制的一枚 助击突破金丹所用最好的灵丹 混元仪器丹 刷 金色的神通虚影 开始不断变大 再变大 同时身上的纹路变得越发清晰 且有了某种实体感 金丹神通法箱 是虚幻走向真实的第一步 也是凝聚本我法箱的第一步 而我的本我法箱 自当是 就是天尊相 当初被狐神虚影注视之时 苏平就已经明目了自己的前路 掌握了血神秘法 和血神本体的他 已经完全可以在突破金丹的时候 就让自身神通法箱 跟着突破 走向一条前途远大的大道了 且这法箱凝聚之时 除了突破时候 本身助力 随着苏平放出了血神印 血神本体 虚空降临 伴随着天空 出现了一条条血之锁链 正在凝聚的大字 在法箱的数百手臂上 也握住了一条条血之锁链 从而得到了 来自血神秘境 源源不断的助力 湖神宫内 湖面巫女英 顺移到了山顶天空 看着苏平方向的她 轻轻一笑之后 施展了刺服 落在了苏平身上 令苏平的气息猛地 再度拔高了一大截 与此同时 苏平再度吞下了一枚灵丹 吃下了一根500年份的 月灵莲后 敦敦敦喝下了一瓶 净化药剂 生命药剂和法力药剂 更是随时补上一瓶 让自己的精气神 不断拔高 同时一直维持在了顶峰 没有掉落半分 白手 千手 在法箱出现了 千手虚影的同时 高度也达到了千米同时 形象也逐渐出现了变化 头上出现了冠冕 身上长袍 浮现了四项浮雕图纹 虽然脸部模糊不清 许多细节也缺乏 却已经初步具备了 玄妙的威严感 而如果主风的某些长老 看到这具神通法箱 则是必然会大吃一惊地感觉到 这法箱和那冥冥之中的伟大存在 那么一丝灵运暗和 同时 随着神通法箱成形 身上更是有了一丝灵动 这却是十方教的秘书 以神通法箱继承香火神力的手段 苏平不怕香火神力反噬自身 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增强实力的手段 某种意义上 他的这具神通法箱 也成为了链接血神本体的心生神灵 在苏平明悟的道路里 等到自己的这一法箱成长了起来 自己也达到了原因境界时候 便可以通过密法反克为主 炼化血神本体为分身 把血神秘境化作自己的就是秘境 一天后 再服下了第三枚灵丹 喝下了第三瓶进化药剂之后 苏平突然浑身一震 一直爆发在外的法力 突然间全部收敛了回去 便是那已经完全成形 有千米身高的牵手 大自在原神天尊法箱 也眨眼间收回到了苏平体内 然后 苏平的丹田处 浮现出了一枚璀璨丹 丹丹身上完美无缺 在修仙界里 不管哪一个角度来看 都可称之上品 也正是为了这样的上品丹丹 苏平才再多次感觉到 丹丹可承 却有一丝遗憾时候 强行压下承丹冲动 选择继续等待 反正 他这次准备充分 有的是钓鱼硬币 可以维持这种巅峰状态 今天且 我也称得上一声金丹大能了 苏平睁开双眸 感受着体内变化的他 心中一喜之鱼 没着急离开 而是取出了 随着自己突破 同样得到不少好处的阵图 这阵图 蕴含了大量 自己在水蓝星得到的天才地宝 品级早就是灵宝 正适合金丹期间使用 随着阵图 晋级为了本命灵宝 血神印 得以轻易没入到了阵图之中 眨眼间 阵图上除了雪山大海 还出现了日月星辰 并且 随着阵图好似拔高了视角一样 日月星辰占据了足够大的区域 雪山大海 已经只占据一个角落 之前的名字 已经配不上 我这件灵宝了 虽然还只是开始 但是我 相信有一天 我这阵图里 必有更多的星辰 出现在里面闪耀光芒 所以 在成为群星闪耀之图前 就暂时称作 日月星辰图吧 苏平收好了本命灵宝 这才感觉满意地站起身来 决定先大吃一顿美食 舒缓心情 修仙界 弃星宗仙宫之中 哪怕是只在外围区域活动 不曾进入过宫殿内的 普通内门弟子 也后知后觉地感觉到了 气氛的不太对劲 最近几天 似乎仙宫内 一直是只进不出 并且不知为何 这些弟子 都感觉身体有点虚 哪怕吃了补药 也选择了休息为主的土纳法 却都不凑笑不说 这几天 更是噩梦连连 他们可都是修行者 能在仙宫职守的 怎么也得练其后期 做噩梦这种事 实在是不正常 并且随着几个领头的 悄悄联络众人 这些弟子们 很快就察觉到了 他们竟然有相同的症状 于是 在看向仙宫的目光里 他们或多或少 都有了一些恐慌不安 大师兄 跑吧 仙宫外围建筑的偏殿里 几个年轻的师弟师妹 围住了他们的领队 同时也是 助击初期 修为的大师兄 大师兄是 气心中少有的建修 按照惯例 他这个大师兄 在当几年 也就该外派出去 当某地方的职士了 但是现在不仅 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还很可能一不小心 便夭折在了此处 辟邪俘虏也好 法器也好 都没有反应 但是我们身上的异常 却都是实打实的 大家想象 我没有多久 没讲过宗主大人啊 是啊 跑吧 大师兄 我总觉得 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大师兄沉默了会儿 取出了身上的木牌 放在了桌面上 我会独自去找师尊 问清楚情况 你们 要走就快走吧 假如是虚惊一场 我会为你们求情的 大师兄说道 这也叹了口气 对这些明显在进行 背叛师们行为的 师弟师妹们 他实在是恨不起来 只是 他对培养了自己 让只是一个起儿的自己 一步登天的宗门和师尊 又实在是放不下 他决定冒险一次 回去看看 或许能帮上师尊的忙呢 多谢大师兄 看到木牌 师弟师妹们脸色一喜 纷纷鞠躬感谢 大师兄目送师弟师妹们离开后 他也转身 从偏门进入到了仙宫内部 一进入仙宫没多久 这位大师兄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原本层层布置在仙宫内的阵法 竟然没有一道起效 阻止他的深入 大师兄有些迟疑 却忽然从通讯预检里 收到了师尊的讯息 他不由心中一喜 连忙赶了过去 他的师尊是弃心中最年轻的长老 虽然不是精丹 却也有筑基圆满修为 并成功掌握了一件灵宝 且精通练丹和俘虏之术 师尊 大师兄来到了一处房间的门口 只是在过道的他 已经感觉到了四周的温度 降低到了一个让人不适的程度 大师兄看了看手中握紧的辟邪俘虏 并没有反应 同时 门内再度传来了师尊的声音 让他进去 他不由深吸了口气 推开了房门后 大师兄看到了 正盘膝在房间的距离阵里 脸色苍白紧闭双目 似乎在疗伤的师尊 他扫了眼四周 发现一切如常 不由暗暗松了口气 赶紧关上门进入房间 并连忙伸出手 按在了师尊的背上 希望能够帮到师尊 师尊 先公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这几天 一点消息 都没有传出宫外 是哪里出了问题 大师兄脑子里充满了疑问 都希望从眼前 这位他敬仰的师尊口中 得到答案 然而 在沉默了几个呼吸间之后 大师兄却忽然看到 他那位师尊 脑袋忽然扭了180度 看向自己后 并且睁开了 已经没有眼珠子的双眸 刹那间 本打算暴退的大师兄 却忽然身子一僵 整个人变得和他的师尊 越来越像 弃星宗 仙宫外围 十多个弃星宗弟子 刚刚结伴飞出了 仙宫所在那天坑范围 来不及松一口气 他们便惊呼一声 被一道清光射住了身形 而后下一瞬间 他们已经出现在了 高空一艘大型仙舟的甲板上 这大型仙舟 来自天剑宗 布置了极高明的隐蔽法阵 遮蔽了身形 甲板上 除了天剑宗的几位长老外 还有着好几位 身穿不同颜色道袍的老者 这其中 除了来自其他宗门的外援 还有两位弃星宗的客亲长老 这两位都是心机敏锐之辈 察觉到不对劲 就和那小木真人一样 马上找借口 跑去了外面 落在甲板之后 恍惚了一下的那些弃星宗弟子们 看到周边景物之后 纷纷脸色大喜的跪倒一片 随即在一位温和女修的询问声下 把最近仙宫异常一一说明 辟邪服录和法器 都没有反应 嗯 莫非并非邪碎作怪 而是别的痴美亡两之术 天剑宗全权负责此事的长老 双眸闪过一丝异色 低语出声 不过 什么邪术能在弃星宗那么多高手 和领宝的守护下 做到这一切 这不应该啊 除非 出手的是弃星宗的高层本身 不是邪碎就好 诸位一起走一趟 看看这弃星宗 到底是在做什么吧 虽然心中惊讶 这些长老们在通过各种手段 多番确认了这事和邪碎无关后 不由心中多了几分镇定 他们天剑宗在斗法上 可是南荒顶尖层次 仙宗外围天空忽然间金光大作 随即一搜搜大型仙舟解除了隐蔽状态从高空下降 一道道澎湃的神石从仙舟里释放了出来 强行地扫向了仙宗 这一扫之下 他们立即发现整座仙宗赫然连最基础的阵法都已经关闭 他们神石之下 仙宗除了最深处几处洞府外 其他地方一览无余 陵园里的珍稀灵药和特殊灵兽 库房里储存的海量珍贵材料乃至各种法器 灵器半成品 其中珍贵之物 便是金丹长老也不免心动不已 毕竟这可是一个大型宗门千年积累下的底蕴所在 又怎么可能没有好东西 而这些东西 也是他们那么积极跑来帮忙的重要原因之一 果然有古怪 天剑宗长老拔出了一把金光闪闪的宽刃大剑 身上气势也随之一边锐利了起来 还请诸位与我一同出手 破开那洞符 以探查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些各方长老们 也不管远程出手 会不会破坏这座重要建筑 一个个老奸巨华的他们 是打死都不会跑去仙宫内部探查的 刹那间 那些大型仙舟上 无不爆发出了一道道绚丽的光芒 而后打向了仙宫 哼 巨响之下 整座仙宫都因为爆炸余波 而微微震动 出手的天剑宗长老 却是猛地冷哼了一声 飞出了仙舟 并举起了大剑 名笑出声 我就知道有问题 却不想 竟然是 你们这群魔崽子还捣乱 仙宫大门处 三道黑袍人影 突然出现在了那 抛出了一面黑色宝塔 挡住了刚刚的攻击 也是这一出手 黑袍人的魔心宗身份 也随之暴露无遗 为首黑袍人黑黑一笑 看着空中的大型仙舟淡淡道 我们也是被邀请而来 想要知道答案的话 不如你我在这等一会儿 只要再过一会儿 差不多也就该出结果了 哼 休想靠几句胡言乱语 乱我等心神 别管七心宗发生了什么 诸位 我等现在留下他们总是不会错的 天剑宗长老大剑一挥 担任了主攻守卫制 其余长老也纷纷跟随动手 而大型仙舟里的助击们也没闲着 操控着阵法提供助力 外面大战连连的时候 仙宫最深处 原本宗主所在洞府 此刻却已经被布置 成为了祭坛 熏香的味道充斥了整个洞府每一处空间 因为血神异事而精神崩溃 封掉的宗主 正和其他长老以及执事们一起 盘膝围着祭坛坐着 他们都紧闭着双眼 苍白的皮肤内隐约有物体在蠕动离开 嘻嘻嘻嘻声在地面上出现 却是有一头头蚂蚁大小的怪虫 在快速爬动着 呵呵呵 终于凑够了 可嗨嗨 祭坛上 原本是宗主真传弟子的气心宗 金丹长老 此时却是弯着腰站在祭坛上 露出怪异的笑容 他的背上鼓起了一个惊人的大包 大包内正有东西在里面鼓动着 师尊 你看 你之前没做到的事 我现在就要为你完成了 我会创造出一尊不亚于那血神的存在 而有了那样存在的气心宗 一定会在接下来的大便下延续下去的 所以 为此而牺牲的话 师尊你一定也是愿意的吧 也会为我的尊师重道 而欣慰不已的吧 这位真传弟子 看着气心宗的宗主 边咳嗽边怪笑 然后 随着他从储物灵器 取出了三根檀香 对着四方各拜了一拜 然后插在了祭坛上之后 盘西坐在四周的道人们 纷纷睁开了 已经没有眼珠子双眸 而后 嘴巴张开 吐出了一颗颗苍白虫卵 这些虫卵缓慢地落地之后 便趴击一声裂开 爬出了一头头 有些虚幻的蠕虫 这些蠕虫一出现 作为宿主的道人 便马上化作了一具干尸 而后软倒在地 苍白蠕虫们 齐齐爬上了祭坛 然后咬破了那真传弟子的赤脚后 便钻入了进去 没有一头蠕虫进去 这位真传弟子的气息 就强上一分 他的气息 开始飞速膨胀 金丹后期 金丹圆满 然后突然间双眸消失的同时 这位真传弟子 却是咧嘴狂笑了起来 伴随着宗主师尊的蠕虫 也进入体内 这位真传弟子的气息 一下子踏入到了原因之境 他的头顶 浮现出了一个婴儿大小的虚幻身影 只是这原因刚刚浮现了出来 破 真传弟子背后大包 突然间张开了一张大嘴 并伸出了苍白舌头 把这原因卷入了进去 伴随着一阵咀嚼声传出 这真传弟子身子一僵 而后七孔流血 一下子也倒在了地上 动 动 数十秒之后 洞府里响起了诡异的声音 这声音很快就穿透了洞府 穿透了仙宫 让外面正在交手的双方都得以听到 然后 刚刚因为这心跳声 而心中一惊的天剑宗长老 突然间发现 正在帮忙的两位客亲长老 突然间惨叫了一声 而后整个人化作了一句干尸后 从空中跌落 天剑宗长老 能依稀看到这两长老掉下来的时候 身上似乎有东西出现 并突然间没入到了仙宫之中 死 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两位客亲长老 我记得 都是动用了密法以牺牲道徒为代价 具备了有金丹初七 实力的伪金丹 怎么会突然间就中招了 大型仙舟甲板上 那些逃出来的气心中弟子们 一个个脸色大变 心中生出了惊恐 只是不等这些弟子 还想要做一些什么 伴随着又一声心跳声传来 让他们听到 这些鼓起勇气 逃出来的气心中弟子们 便一个个惨叫着 化作了干尸 不过也因为他们修为低的缘故 他们培养的虫卵里的 蠕虫等级也同样低 破卵而出之后 却是被大型仙舟上的天剑宗筑机 第一时间开启的阵法所阻挡 只是这些蠕虫一受到阻碍 竟是瞬间自爆 眨眼间 这艘大型仙舟甲板上 就好是被十多枚重磅炸弹 同样命中一样 绽放出了十多朵巨大火团 好在这大型仙舟是长老坐驾 哪怕是在内部爆开 也只是甲板处稍微受损 苍白如虫 天剑宗长老遇此变故 急退回到了仙舟上 同时耳中想起了心腹弟子的秘语 这是魔心宗的秘法 魔心一重 不过此法施展条件极为苛刻 且宿主也会化作成虫傀儡 其间更有诸多风险 一不小心就会功亏一篑 身死盗销 怎么会有修士肯施展这一秘书 这分明就是得不偿失啊 弃心宗投摩心宗的那位 难不成是疯了不成 隐约间 这位天剑宗长老猜测到了事情真相 弃心宗高层可不止疯了一个 事实上 那位宗主和他的真传弟子 在离开血神秘境之后 他们都已经疯了 只不过 一个是从内到外的疯子 一个则是维持住了外向的冷静疯子 动 仙宫礼句想再次传出 而后翼便突起 却是一具高约千米的苍白色 如虫虚影 突然间出现在了仙宫之上 这如虫虚影脸上 只有好似黑洞的两个眼睛 与一个嘴巴 长条形的身上 长着一双双人形大手不断挥动 它在出现之后没多久 身上就开始从虚幻变成了真实 只是在这一过程里 仙宫内也好 还是外面的干尸也好 竟然有一根根丝线 牵动着这些尸体 使得它们身上的神魂 被扯了出来 而后涌入到了苍白人影之中 显然 这布置之下 不仅肉身不放过 就是神魂也不会被放过 随着神魂没入到了体内 苍白这虫影 仿佛有了尸体一样 也因此 胸前和肩膀的皮肤上 出现了一张张成为素体 然后被吞噬了神魂的人脸 而在苍白虫子眉心处 气心中真传弟子的人脸浮现了出来 带着怪笑 自我感觉颇为良好的它 甚至抬起了虫子脑袋 看向了天空 诸位道友 可是前来恭贺本宗护法神诞生 可惜此地的长老和弟子 都为本宗护法神的诞生而牺牲了 只能怠慢诸位了 咦 诸位为何这就要走了 还请留下来一起用膳吧 巨大的苍白虫虫 在人脸开口说话之前 就已经行动了起来 他虽然才刚刚出生 行动间却已经搅乱了四周的灵气 让在场的众人都有了一种 肩膀上有重石落下的感觉 几个其他宗门长老 当机立断地就下达了 先转进休整的决定 只是 先周还没来得及转向 对方就后发先制地出现在了他们身后 同时 不知何时 他们四周空域已经布满了白色丝线 以及漂浮在四面八方的重乱 远处 三位黑袍人影早有准备 在停手瞬间 就动用了一张珍稀符路 转移到了这边观察战况 嘖嘖嘖 想不到魔心异虫成长起来 竟然有这样的威能 不愧是我上古圣门留下的底蕴 只是 我们做这事 好像对我们魔心宗没什么好处 呵 什么好处 比得上能看上如此一处好戏 这片地狱越乱越好 最好那家伙 吃光这片地狱的高阶修饰 然后去镇守仙城那边大闹一番 真如此 那就是对我等宗门最大的好处啊 说到这 他们继续看向了远方 苍白如虫 展现出了不亚于 原因初期修饰的战力 并且 他还具备种种诡异手段 和可怕的恢复力 天剑宗的长老 凭着受伤动用了秘术 加强了功法之力 一剑 把苍白如虫的脑袋 披萎了两半 然而 这样的伤势不到三秒 就被对方复原 而天剑宗长老的身上 却已经被虫卵入侵 身上出现了数百小包 精气神正飞快地被吞噬 怎么会如此难缠 一个普通宗门的长老 脸色大变 出手几次后 斗志丧尸 竟然抛弃了自家仙舟 想要独自逃跑 却是刚刚飞出千米 身上就被无数丝线缠住 而后惨叫着 被拖到了苍白如虫面前后 被对方黑洞一样的嘴巴 一口吞下 数分钟后 三位黑袍人 轻轻地摇了摇头 为守者淡淡道 天剑宗底牌进出 无意能克制成虫 胜负已分 接下来便是垂死挣扎罢了 刚刚说完这话 打算离开 以免被那虫子给惦记上了 黑袍人突然移了一声 神色有些紧张地 看向了身后 其余两位黑袍人 也是见此赶紧转身 然后 他们三人都脸色大变地看到了 出现在他们头顶上空的血红身影 那身影包裹在血光之中 看不清面貌 可是那股血色微压 以及血光 却让这三位奇奇想到了那个 从南荒带着一群人杀出来的血神老祖 是血神老祖 此人不可立敌 走 黑袍人也是果断 立即化作三道黑影 企图缤纷三路 争大逃生机会 只是已经是金丹的苏平 对血神之力 也掌握得更加圆润自如 再加上阵图辅助加成 日月星辰图一张开之下 三位模型中的黑袍人 就都发现 他们被卷入到了阵法之中 雪山 大海 以及血色的天空 和更加血红的太阳 注视太阳的瞬间 三位黑袍人便脸色大变 意识到了不妙 哄哄哄 没有什么前奏和准备时间 随着苏平心中一动 血神本体的大手 便从血色天空伸出 抓向了那些黑袍人 在阵图加持下 这些血手动作更快了一些 而陷入其中的黑袍人 则是直接感受到了 寒冰重水的力量 法力运转变慢 行动迟缓了一成不止 此消彼掌之下 只是一个回合 苏平就看到 三位魔心中的金丹 被镇压在了血手之中 而后被扔进去了 代表了血海的天空之中 苏平收好了阵图 目光看向了 弃心宗仙宫方向 看着那苍白如虫的模样 苏平回忆起了 血神教的记载里 对此一笔带过的内容 倒不是不想详细记录 毕竟在南荒血神教 同样不代见 魔心宗这样的魔道 而是魔心宗 对此保密得极好 以至于某种意义上 就是现在的魔心宗高层 也对这些东西 真正作用和细节 并不了解 所以 便是鼎盛时期的血神教 对魔心宗的底蕴 最多也就知道一个名字 和某些不知真假的留言 只能靠着结果 反推猜出一些情况 魔心一重 传闻乃上古时期遗留之物 也确实挺符合 魔道速成的特点 只是看起来 那位使用此法的素体状态 也不太对 这算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 苏平观察了下 觉得问题不大之后 最主要是对付这苍白 如虫的诡异能力 自己似乎正好有克制之力后 他闪身在了更高空 旋即火力全开于高空 召唤血神本体降临 天剑宗的大型仙舟 已经冒出滚滚烟雾 开始坠落 不少弟子看到了 败下阵来的自家长老 脸上纷纷浮现出了绝望之色 然后 就在那苍白如虫 张嘴想要吞下 那重伤之下 开始从高空跌落下来的 天剑宗长老时候 处在下落状态的天剑宗长老 忽然发现在冲向自己的 苍白如虫身后 浮现出了一个更加巨大的身影 碰 保持冲锋姿态 和高速的苍白如虫 下冲驱势突然间猛的一顿 竟然硬生生地停滞在了半空 赫然是他的尾巴 被一张血色大手给紧紧握住 而后这大手提着他 升到了万米高空之上 虫子脑袋得以和血神的大脑袋 互相对视在了一起 然后苏平给出了评价 都丑得一逼 十足的反派画风 是你 虫子眉心的人脸 突然间尖叫了起来 是你抢走了师尊的机缘 抢走了我的未来 为了宗门未来 吃了你 必须吃了你 废话真多 苏平微微皱眉 顿时有血神大手伸出 一把捏爆了 这苍白如虫头部 顿时 这万米高空之上的战场 便安静了许多 这就是原因之危啊 可嗨嗨 天剑宗落在了地上 还冒着火的大型仙舟上 天剑宗长老 在身边几个心腹弟子的扶持之下 仰着头 一脸羡慕地望着天空中 血神老祖与苍白如虫的大战 自从邪气入侵了修仙界 修仙界的灵药便越来越难以培育 且同样又被污染 以至于对于大宗门天才而言 非上品单不可服用 这便导致了修仙界的修士们 进阶越高 修为提升便越是艰难 高手无论是总术还是质量 也是一代不如一代 像这位天剑宗长老 乃极品灵根 并有着不亚于灵根的剑道天赋 如果是上古时代 这样的天赋原因几乎没有问题 机缘好的话 或许有生之年 还可以尝试着晋升化神 可是在如今这个时代 为了晋升金丹后期 就耗尽了他这辈子的潜力 让他感悟天地时候 不时会有一股石不带我的悲伤袭来 哼 高空处再度传出了巨响 却是苏平的血神 捏爆了苍白蠕虫头部后 这蠕虫的脑袋 竟然是中间位置凸起长了出来 然后这刚刚冒出的虫子 脑袋上 那真传弟子的人脸 才露出五官 半句脏话都还没来得及喊出 已然又被血神巨手直接捏爆 并且随着这一次出手 苍白蠕虫一下断成了两截 只是这样的损伤 对这头苍白蠕虫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断开两半的身子 都飞速在断口处长出来了新的脑袋 从一头化作了两头苍白蠕虫 与此同时 苏平也察觉到 四周空域出现了许多虫卵 这些虫卵大的有苍蝇大小 小的肉眼几乎不能看见 并且会有意识地飞向苏平 只是苏平身上 佩戴了整整十二张狐神护符 直接突出了一个亮大 紫光一闪之下 靠近苏平十米范围的虫卵 就被一下清空 而后心念移动之下 血神巨手抓住了两条苍白蠕虫 将它们强行塞进去了 从天空缓缓浮现出来的巨大嘴巴之中 碰 把苍白蠕虫直接吞进去了体内后 苍白蠕虫们还在挣扎 被血神融化分解的身体组织 眨眼间又会恢复如初 突然一张张狐神护符 被苏平抛入到了体内 结阵笼罩了这苍白蠕虫身躯 打破了这攻防平衡 这苍白蠕虫在阵法下 虽然还是可以快速恢复 却明显越来越慢 眼看着身形越发地变小了起来 有意思啊 苏平正操控着血神本体 全力消化苍白如虫 忽然 仙宫下方 那被封印在地脉里的 邪神化身的声音 忽然间出现在了四周空域 令那些人人带伤的宗门长老和弟子们 一个个脸色大变 生怕这时候 又有邪神化身来一个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苏平扫了眼 却是明白地脉封印还是很稳固的 这邪神尼尔能开口 靠的其实是它那真正本体 没在此处 而是那座小岛秘境地底灵木空间 借助传音的节点 也是仙宫里某个同样被吸成了人干的隐藏 邪修尸骸 你竟然可以限制住一头虚空生物的恢复力 你掌握或者借助的力量 看起来是与无等样的高等存在啊 邪神尼尔继续开口 可惜这头虚空魔虫了 虽然因为食物品质太低了 成长得有些营养不良 如果没有你这意外的话 它应该可以极大加快这个世界的崩溃才对 不过这也无所谓了 对我等而言 漫上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并没有什么区别 说到这邪神巴尔顿了顿 似乎想要等苏平回话 只是等了会儿 发现苏平就是不回话 反倒是被他称为虚空魔虫的苍白如虫眼 看着身体又没了一小半 邪神巴尔不得不再次率先开口 等等 做一个交易如何 把那虚空魔虫给吴 吴满足你一个愿望如何 愿望 苏平微微一正 看了看已经只剩下原先大小十分之一的苍白如虫 从邪神的口中 苏平知道了 这家伙似乎是某种虚空生物 这也就解释了 这家伙凭空恢复那么多身体的能量 到底来自哪里了 虚空几乎无处不在 同时也是连接不同世界 必须经过之地 记载里化神之上的修士 想要更进一步 了解虚空 然后掌控虚空一部分能力 都是必须的过程 可惜如今的修仙界 对这东西的了解 也就止步于此了 或许只有得到先门的传承 才会更多地了解这些神秘知识 愿望的话 放过这个世界如何 你是在说笑吗 这可是已经被母神吞噬了的世界 如果说有什么还能离开母神体内 那也只剩下难以消化的世界残渣了吧 我可以答应你 给你一个成为母神仆从的机会 你既然接触了这层次的力量 应该明白这个机会的珍贵 邪神巴尔说到这 自信满满地等待着对方答应 然而 仆从什么的 苏平对此并不了解 最多按照之前了解的知识 推测出成为邪神仆从的话 各方面应该比被对方吸收 然后给予一定主观能动性这样的事 要靠谱一些 只不过 哪怕推测出了这一真相 苏平也对这一机会并无兴趣 邪神仆从什么的 哪有成真仙逍遥自载来的舒服 并且 这虚空魔虫 说实话在意识到 对方和虚空有关 可以连接虚空 仿佛凭空获取能量之后 苏平便也对其颇感兴趣 所以 苏平一个不小心 让血神本体舒展了下手臂 一张大手从天降 拍在了仙宫上空 当即 某邪修干尸化为粉末 邪神巴尔再疑了一声后 便一下子没了声音 地下陵墓内 地底空间之中 邪神巴尔再度咆哮出声 并在心中 把那包裹在血光里的家伙 和某个白发 以及红发的家伙 都记在了心里 并暗暗觉得自己 是否流年不利 这段时间 怎么老是遇到这些 如同世界之子 可以抗拒自己精神污染 和蛊惑的家伙 邪神之语 信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中招了 另外无需担心封印 封印没有问题 对方只是借了一句邪修 才玩出了刚刚那小伎俩 苏平扫过下方 那些惊魂不定的宗门修士 温和开口 随即又挥出 胡神护符组成的阵法 笼罩了这些修士后 随着紫光 笼罩在了这些修士身上 这些修士们惊讶地发现 他们施展了各种神通手段 都只能做到延缓 而无法跟出的身上笼包 赫然全部破裂开来 而后露出了一个个虫卵 随着这些露出来的虫卵 破裂消散 虽然看起来狼狈了许多 这些修士们 却都可以感觉到 身子好了许多 那些伤势看起来吓人 但以他们的修为和药物 都不算什么大问题 以天剑宗长老为首 各大宗门修士 纷纷拱手弯腰 朝着苏平方向鞠躬行礼 多谢老祖救命之恩 老祖此恩 我等莫尺难忘 在场修士之中 大半都是诚心诚意之语 在看到了血神老祖的神威 以及对待邪神化身的态度后 天剑宗暂且还有一点犹豫 其他宗门长老和弟子们 却是眼前一亮 只觉得看到了一条 闪闪发光的金大腿 就在眼前 至于血神本体画风邪恶什么的 自然不是什么重要细节了 天剑宗长老也是下定决心 回去之后 就要说服宗主 交好这位老祖 这血神老祖 肯定不只是寻常原鹰老祖 看他使唤血神本体 如同自身肢体 并且全过程里 没有出现半点的不适和反适 就看得出来 其底蕴之身后 远超之前顾忌 毕竟当年的血神教的教主 怎么动用血神本体力量的他们 还历历在目 对方怎么可能比 血神教的教主 还懂 怎么施展血神本体之力 肯定是本身 底蕴远超血神本体 以力破巧之下 才会如此肆意动用 这种容易出问题的香火神力 和这位天剑宗长老 所想的一样的 还有更远处的一支黑袍人队伍 这是石方教的教主 亲自带领的石方教 进入此片地狱的先锋 在得知弃心宗可能出事后 这位教主便打算先赶来看看 却没想到 会遇到一场原鹰境界的大战 并看到了虚空魔虫 被血神吞噬镇压的场景 石方教同样精通香火神道 对香火神的控制和反噬 体会颇深 这位教主看了看手中的灵盘 低声道 这位老祖深不可测啊 除了血神之外 他施展了某种 没有在石方阵盘里 记录过的力量 也是这力量起了作用 才让那虚空魔虫 那么容易地 就被对方困住 陷入了败局 果然是世界之外的力量吗 石方教的教主 心中低语了最后一句后 却是没有就此过去 拜见那位老祖 而是打算 回去准备一番后 再去对方地盘 进行正式拜见 先攻上空 一段时间过去后 苏平看到血神本体 终于消化了 那苍白如虫的躯体 将它打为了圆形 化作了一枚 小指头大小的苍白虫卵 化作虫卵之后 苏平能感觉到 想要继续消化掉 这不起眼的虫卵 就不是一时半会 可以做到的了 这东西 如同斜碎残骸 只能慢慢磨灭 没有金刚浮摩阵那样 靠众人之念的取巧办法的话 至少也得以年来计算 苍白如虫化作虫卵同时 四周的那股猿鹰力量 也随之消失 苏平也随之 得以让血神本体 回归血神秘境 然后飞落到了仙宫之中 神石扫过了仙宫里的 众多无主之物 再看看那些一个个 恭敬低着头的修士们 苏平垂下眼帘 感慨了一声之后 身上阵途飞出 直接把整座仙宫 都给卷了进去 打包带走 这仙宫里的大量法器 灵气材料还好 那灵源里的大量灵药 可是令苏平掩热不已 这些灵药 只要浇灌风饶灵水 那就是 可以大幅度 加快修行的好东西 这些提升修为的好东西 苏平那是从不嫌少的 收了仙宫之后 苏平咳嗽了一声 对着这些也算是被自己救下之人 宣传了一番 自家秘境正在招人 待遇优厚之后 便化作一道谢光 消失在了天际 目送老祖离开 笋兵折将的这些修士 这才默默收拾东西 勉强修好能动的仙周之后 各自散去 在他们离开之后不久 镇守仙城的金丹镇守女修 却是忽然心中一惊 感觉到了有大能前来后 连忙身形一动 便消失在了镇守府邸 出现在了仙城之外 看向了快速出现在眼前的血光 血神老祖 对这位新邻居 女修并不陌生 镇守仙城 也不是消息闭塞之地 南荒之势 更是举世皆知 天空中 淡蓝色的星辰光芒 开始浮现 镇守大震之下 金丹镇守女修 稍稍有了一些底气 刷 感觉到镇法变化 苏平停在了对方万米之外 而后仙招牌式的杰杰杰 一阵怪笑 先生夺人 并故意放出了血神本体突破空间后 释放出的压迫感 就在整座镇守仙城都悄悄戒备了起来 做好了最坏打算之后 他们看到 这位血神老祖突然扔出了一个墓盒 却是对方看中了镇守仙城里的千奇万法阁拍卖会 希望对方举办一场拍卖会 帮他售卖藏品 以好换取零食 老祖放心 此事本镇守愿意 以性命担保 必定不会出错 没有迟疑 镇守女修编答应了此事 并在传话给了千奇万法阁的负责人之后 表示愿意提前支付一笔巨额的预付款 给苏平这位血神老祖 对此提议苏平自然不会拒绝 拿到了装满了临时的储物袋子之后 便大笑一声告辞离开 千奇万法阁的阁主 很快就看到了 如同仙女下凡的镇守女修 赶紧行礼之后 却听到那镇守女修提出了 会亲自坐镇拍卖会的要求 微微一震 同意之余 这位阁主诅咒发誓 他们绝对没有奸华之徒 同时 千奇万法阁的镇法防护乃大师制作 绝对安全 看看盒子里的东西再说吧 随后这位阁主 就听到了女修悠悠的声音 意识到有些情况 可能超出预料的阁主 渗入了神石 进入墓盒 而后他瞳孔刷一下就蒸大了 墓盒里除了一些助击修饰 也可以使用的法器 符禄 丹药之外 还有这不少百年以上灵药 怎么可能还有两百年以上的银月花 还有这一百五十年的通幽草 我记得当年大金光寺曾高僧 寻了整个修仙界 都只能找到三四十年份的瓷草吧 那位老祖的秘境是如何做到 让瓷草度过五十年 百年两次大劫的 这位阁主满脑子的迷惑 却也明白了有如此多重要灵药出事后 会带来的轰动与安全隐患 他赶紧表示会通知总部 请求支援 同时 他们也一致认可了 血神老祖深不可测 不能得罪的这一大前提 开始全力操办这起拍卖会起来 随着镇守仙城动用了通讯镇法 修仙界三十六座仙城 便都得知了这一拍卖会的召开时间 千奇万法格更是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 把灵药消息告知了那些身价不菲的豪客 希望他们准备好零食 前来参与这场拍卖会 弃星宗发生的事情 也在这段时间流传了出来 不少知道一些内情的修士们 在感慨血神老祖果然厉害之余 也对拍卖会的那些东西来源 有了一些猜测 弃星宗 好歹曾经是大型宗门 如此大宗门的积累 有好东西很正常 而从血神老祖对这些东西 选择了拿来拍卖 看来这位血神老祖 是真打算修招募大量人手 来见那血神秘境 并且 对方看来绝非什么邪道修士 不然对方明明可以用抢的 威逼整个金字玉的修士 为其免费效力 又何须来换什么零食 到了原因这个境界后 零食再多 好像也用处不大了吧 这些修士们却是不知道 随着手中零食越用反而越多 苏平的操作也越来越奢侈大胆了起来 在水澜星 黄总他们修建了布设了巨灵阵法 使用了零食制造零器的现代化养殖场大楼 这些养殖场出品的牲畜 宰杀之后的血气生魂质量无疑更高 同时 这些灵气滋养过的肉制品质量 无疑完爆同类产品 往往从饲养开始 这些牲畜或者家禽的肉制品 就已经被预定了 同样操作的 还有植物园和试验田 水澜星没有灵气 更没有灵气复苏 但是只要临时够 办法总是比困难多的 并且 随着这些措施的逐步铺开 以及容许了一部分成品给予科研机构 进行科学研究和二次用途探索 别的不说 至少一些折磨病人的慢性病 就看到了完全治愈的希望 可惜 水澜星同样没有什么人道 不然苏平觉得自己 怎么也算造福亿万人 功德无量了 另外 除了普通人 可以从这些地方多多少少获利外 对于苏平来说 随着数量铺开 总有一种会在其中出现 而这些一种会被找出来 然后送去距灵等级更高的地方 特别培养 至于后续是用来契约 有了更进一步的机缘 还是被拿来配种 或者直接宰杀使用 就看这些一种的价值来决定了 苏平从镇守仙城离开后 便直接回到了海岛 而后便得知了 十方教竟然派人前来拜访 并送上了一份重礼 除了自己点名收购的珍稀灵药种子外 还有一件达到了上品灵气品质的无面神像 这是一件适合施展香火神道秘书的辅助灵气 对于专业对口的香火神教修士来说 实用性还要超过一些领保 不过最让苏平意外的还是 这次前来拜访的领头者 赫然是十方教的教主 亲自前来 十方教是历史悠久 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大型宗门 传闻里 十方教曾经也是上古先门之一 只是后来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落了 这才去了南荒偏安一方 苏平曾经拜访过十方教总部 甚至还把他们的传承之地 也给打包回去了湖中洞天 也因此对于这传闻 苏平个人觉得自己 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在他看来 那些石壁上的传承 似乎证明了十方教的底蕴 确实极为深厚 可能是先门法脉 十方教的教主 也是修仙界成名已久的原因老祖了 在整个修仙界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名声 因此 在得知这样的大人物来拜见 苏平想了想之后 没有亲身去会面对方 而是举起了记忆权杖 换出了火之骑士艾尔文 而后血神之印 飞出没入到没有抵抗的火之骑士身上 刹那间 血光包裹住了火之骑士全身 化作了血神老祖平时现身时候的虚影 苏平看了看 又拿出了三张狐神护符 贴在了对方身上 这才操控着火之骑士 以血神老祖身份 会见了十方教的教主 普普通通的会客厅里 苏平通过火之骑士视角 看到了十方教的教主 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 这教主脱下了黑袍 露出了一身黑白相间的寻常长袍 他看起来像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年大叔 第一眼看去在修仙界里 只能算不难看 却越看越有某种充满魅力的韵味 然后引人注意的就是他的眼睛 极为的明亮 让别人或许不会记得他的相貌 却一定记得这双眼睛 苏平观察对方时候 这位十方教的教主 也在暗暗观察眼前这位血神老祖 出于谨慎和礼貌 他自然不会直接放出神石 穿透那层雪光 然后发现对方真面目 只不过靠着感受雪光外的波动变化 这位教主也已经察觉到了许多东西 这其中原音境界的血神之力 他其实不太在意 但是夹杂的别的力量 却是让他心中一动 暗叹此行不虚 作为同样了解到了 修仙界真相的修士高层 这位教主更倾向于相信 只有世界之外的力量 才能同样对抗那些 来自世界之外的入侵 尽管心中不愿意承认 但是从这千年的种种遭遇来看 他们这个世界的力量层次 面对这些世界之外的力量时候 明显是处在被克制 甚至被碾压的位置 来之前 这位教主也是不断更新着 这位血神老祖的资料 甚至了解到了 这位老祖背后有大型秘境 圈养了不少凡人 再加上海岛这边的凡人们 过得也还算不差 甚至有专门的规矩 约束了修士对凡人的打骂 教主不会对凡人们有什么共情 却深知 这代表了那位老祖 以及其背后势力的态度上 至少也是偏向于正道 或者说维护秩序的 一番简单的客套之后 苏平了解到了 这位十方教的教主 姓东方 明道天 原本是忠誉出身之人 后来机缘巧合去了南荒 然后 被当时的十方教的教主看中 成为了其清传弟子 后来 因为比他资格老的 天赋好的 全都在一次涉及到了 邪神化身的灾害里死完了 带到老教主也撑不住了之后 这位东方教主 便成为了十方教的第十二任教主 肩膀上担负起了整个宗门 生死存亡的重任 这位东方教主 在介绍了自己之后 开门见山 道友应该已经知道了 修仙界的星空 其实是虚假的了吧 苏平文言眼中一动 而后操控火之骑士 微微汗手 这自然是早已知晓 并且随着南荒被吞噬 断面出现那样的奇景 恐怕如今的修仙界 稍有头脑和实力的势力 都多少猜到一些了吧 东方教主 文言苦笑了下 是啊 仙门一直妄图淡化的事 却是瞒不住了 以前那些金丹之下的势力 知道邪气入侵 知道灵药有毒 却多是以为 这是两个不同世界的 碰撞和对抗 现在他们可能已经明白过来了 我们的世界 根本没有对抗的能力 一开始就被对面吞下去了 所以 道友 东方教主忽然起身 拱手朝向了眼前的血神老祖 诚恳问道 在下斗胆想要问一句 道友经行动 可是因为有了在大劫之下 避难的办法 避难的办法 苏平听到这话 也算明白 为何对方如此身份 会亲自跑来密会了 只不过这家伙 居然如此看得起自己 应该不会是因为 尹氏仙门什么的 他这层次的大人物 应该清楚 尹氏仙门在这种事上 也是自身难保 不错 本作确实有在大劫之下 避难的办法 苏平同样诚实回答 身为一名正道之光 他一般不会说假话 有 那就确实有 但是具体细节 自然是保密的 这办法 真的可行 东方教主睁大着他明亮的眼睛 盯着血神老祖血色身影 带着一丝颤音询问道 呵呵 本作知道 你在担心什么 大劫本作没把握阻挡 但是带一部分人避难 还是有十足把握的 道友可是能带着他们 脱离这个世界束缚 东方教主是聪明人 立即猜到了最大的可能 然后他欣喜地看到了那一道 人影点了点头 承认了他的猜测 他不由心跳加快 思维更加活络 同时 在亲眼确认了 对方身上 确实有世界之外力量之后 对于对方既然能来 自然更大可能可以离开这一点 虽然不敢百分百地相信 却也至少相信了一个七八成 于是 在接下来的交谈里 在苏平大手一挥 表示了自己最喜欢的 就是合作共赢之后 这位十方教的东方教主 赫然取出了一枚黑铁戒指 放在了血神老祖面前 并表示了 十方教也愿意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也愿意为血神老祖效力 至于回报 东方教主知趣的 没有分享避难办法 秘密之类要求 而是只希望 血神老祖能在大劫降临之下 避难时候 可以带走他们十方教的传承种子 而那些作为种子的十方教之人 也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以散修或者小宗门身份前来投奔 至于东方教主本人 和教内的那些老人 除了一个传宫长老会 跟着种子们一起离开外 其他教内高手 都会与东方教主一起 前往大金光寺 帮助那位圣僧 进行最后的计划 按照东方教主离开前自嘲 他好歹生于丝长于丝 如果一点抵抗都不做的话 一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目送东方教主告辞离开 苏平拿起了对方送来的黑铁戒指 然后发现这东西 是和血神之印差不多的奇物 内部蕴含了一个小型秘境 只不过比起血神秘境 这小型秘境更像是一片世外桃源 里面是群山环绕的一处盆地 盆地里还有一片小湖泊 湖泊内藏着一条一阶下品的灵脉 品级虽然低 却保障了整个小型秘境里充斥了灵气 是知道我在血神秘境里大兴土木 所以特地送来一个这种可移动秘境给我吗 感觉到戒指里留存讯息 苏平摩擦了几下这枚戒指之后 眨眼间这戒指便进入到了血神秘境之中 伴随着戒指里的空间印记 被苏平操控解开 这小型秘境与血神秘境融合在了一起 使得血神秘境体积大了一圈 而这片桃源之地 也融入到了苏平修建的那片浮空山峰之间 令得正在工作的修士们都嘖嘖称奇 他们不少修士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奇迹一样景象出现 苏平倒也不是不想另外掌握一个小型秘境 而是苏平发现 哪怕是这被大能施法 依托在了戒指内的这小型秘境 也已然有被邪气入侵痕迹 在邪气入侵之下 这秘境和其他的上古遗迹 远古秘境没有多大区别 都有空间渐渐不稳的迹象 比起不断修修补补 然后被不断侵蚀 还不如直接扔给血神秘境 壮大血神秘境同时 也免除了这秘境内之物 被侵蚀破灭的可能 看到秘境融合十分顺利 苏平安下心来后 拿出了那位东方教主给的传承预检 想了想 吻一手的苏平 还是决定回去湖中洞天之后 再进行读取 这样有麻烦出现 也不至于无法收拾 湖中洞天 赵月听风格里 苏平读取着传承预检的信息 发现这里面记录的乃是十方教 对如今修仙界局势的情报分析 以及一些价值不菲的隐秘消息 也是从这来自顶层视角的情报 苏平得知了如今的修仙界 除了被吞噬的南荒之外 其余个狱也是异状平平 别说民不聊生了 很多地方直接就是千里无鸡名了 终于别看一会儿血灾 一会儿邪神肆虐 一会儿有魔道出没 最起码这里事情闹大了 还有顶级高手出场兜底 其他地域可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仅剩下的高手们 比起处理那些层出不穷的异变 更倾向于保存实力 以便在接下来的 涉及整个修仙界未来的大事出力 另外 即便是十方教 对于赤渊仙门主风 到底发生了也是知之甚少 只知道 这修仙界当之无愧的天下 第一仙门的金丹弟子 如今全部集中在了主风 有传言赤渊仙人已然入魔 他的清传弟子们 正集合全仙门之力进行封印 也有传言是 赤渊仙人在进行一场 绝不可出错的惊天谋划 所以才会封锁山门 不准任何中高层下山 对此十方教的评价 只剩下观望一词 倒是大金光寺的计划 十方教作为香火神道的佼佼者 也是对方选中的盟友之一 不仅知道不少 还为了完善其中细节而出了大力 当然了 给苏平看的这份预见里 没有计划的详细细节 只是透露了 大金光寺打算创造出一尊在世佛尊 然后依靠这佛尊的伟力 对抗邪神的入侵 按照东方教主所言 如果佛尊的力量 也做不到带走一部分人 离开这处世界 那也可以趁着佛尊力量 还在时候清剿修仙界各处 被封印的邪神化身 从而为修仙界争取更多时间 反常不到最后一刻 修仙界高层们 还是不会放弃求生希望的 最后 预见里有一段东方教主 临时加进去的讯息 那是一张穆自欲的地图 穆自欲苏平其实去过 在对方因为邪神化身降临 化为了邪碎之地后 苏平当时主要是靠着火之骑士 不怕邪气侵袭 于是跑去捡漏 并给那些无主之物 一个温暖的家 地图显示 穆自欲里 有一处最近才出现的 上古秘境 那是十方教 上古时期留下的秘境 根据记载 那里除了有各种传承记载 灵药灵雾外 最关键的是 里面至少存有一到两个一闪 类似黑铁戒指那样的 秘境灵宝 看到这苏平恍然了下 暗暗猜测 那位东方教主 可能因为自己 在血神秘境的大兴土木 而误会了什么 认为自己避难的成功率 和带走人数多寡 是秘境的大小和强度 来决定的吗 所以 给了自己这个 能收集类似秘宝 然后把血神秘境 做大做强的机缘 另外 这一机缘 或许也是十方教 对自己的一个考验吧 毕竟要是自己这位老祖 连一处位于邪域的 上古秘境 都突破不了 那么什么大劫之下 避难的成功率 恐怕就要 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毕竟世界之外的力量 在真实 也是需要证明 其强度的可靠性 才能说服 足够多的人认可的 苏平没打算 急急忙忙 就去那片上古秘境 对现在的他来说 先把弃心宗的底蕴 消化好 更加重要一些 这次出手 除了救下一群人 让那些宗门 欠了自己一个人情外 弃心宗的先功 成为了苏平的所有物 这先功是弃心中的顶级灵宝 甚至有了朝着法宝演变的进程 整座先功堪比一座超大型仙舟 本身也是可以高速移动上天入海的 且先功内各个区域阵法互相配合 往往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内部空间更是比外面看起来要大许多 还可以在里面 自己自足培育灵药种植灵米 以及制气生产 只是这件顶级灵宝 处在损坏状态 只具备浮空特性 其余攻防聚灵等作用 却是都已经失效 而想要修复这样的庞然大物 苏平目前的部下 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 弃心宗的炼气功法倒是齐全 甚至还有灵宝之上法宝的传承 只是 苏平看了看其中几篇之后 就知道 炼气一道 自己想要有所发展 还是只能靠着灵光朦胧鱼的帮助才行 不然 以目前的悟性药学 其实还是可以学会的 只是十年内可以制作法器 百年后才能尝试制作灵器 苏平摇了摇头 吞服了一根来自气心宗 然后用丰饶灵水 增加了几百年份的灵药 感受到体内法力快速提升 金丹欢快地发着微光 苏平舒服地吐出了口气 按道 这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修行法呀 而后苏平看了看自己仓库里的钓鱼硬币 这段时间培养了不少灵药 钓鱼硬币也终于跌回到了四位数 只剩下了九千多 不过库房里 因此还剩下没有使用的五百年份以上 可生吃的灵药还足够服用十二次 百年份的灵药更是多达二十多种 可以用来炼制提升金丹修士 修为的灵丹七八十炉 感觉灵药存量差不多了 苏平专门跑去了胡神宫那边祭拜了一下 又洗了洗脸和手 这才再度开始了九维的十连抽 第一波十连抽 并没有因为苏平化身豚豚鼠之后 运气就变好了 除了传送符咒 剩下全是普通装饰品 苏平择了一声 干脆闭上掩来了十次十连抽 睁开眼后 苏平看到了十二个紫色光芒 环绕着一道金光 先打开紫光 苏平顿时多出来了两个灵光鱼池 以及一些类似石狮子的特殊建筑 此外还有一个珍稀级的 类似白鹤童子的猫耳厨师人偶 和偏向于打杂的白鹤童子不同 猫耳厨师擅长做饭 只要提供食材和菜谱 就能制作出原汁原味的饭菜出来 做饭人偶吗 还算实用 这波不溃 苏平嘟噜了一声 把目光看向金光 然后苏平眼前一亮 发现这金光竟然是女武神空 这使得苏平的女武神空 直接成为了正式女武神 品质也随之从稀有化为了爵士 使得苏平第一次拥有了爵士品质的伙伴 女武神空的天赋技能 也多出来了一个空之女王 化身空之女王的女武神空天赋能力 将大幅度提升 并掌握召唤虚空生物助阵的能力 注意 召唤虚空生物的等级 与女武神空实力和媒介息息相关 注意 虚空生物持续时间越久 对女武神空造成的损害越大 并会产生各种难以恢复副作用 虚空生物 苏平错愕了下 想到了已经是自己战利品 被邪神称呼为了虚空魔虫的虫乱 用那东西当媒介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把虚空魔虫成年体给召唤出来 至于副作用什么的 不说净化药剂了 只是记忆幻象的他们还怕这个 看完介绍 苏平也不抽卡了 直接去了旅行商店 卖光了里面的经验书 又把仓库里剩下的经验书也拿了出来 全部砸给了女武神空 把女武神空的等级直接拉到了二阶后期 等下次旅行 商铺经验书又刷新了 女武神空就有了突破的可能 水兰星 尼尔博 加德市工业区的一间经理办公室 此时 办公室里正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 黄经理 你这是看不起谁呢 就这点牛肉 说出去 别人还以为我董某吃不起肉呢 好歹也得来上一百来斤 身穿黑西装的黄经理 对此一脸苦笑 他虽然因为是黄董的心腹 而得到了这一肥差 在涉及那些灵气滋养过的商品分配权力上 却是真没有多大 并且 黄经理很清楚 自己这位置 不知道多少人盯着 哪怕眼前这位大嗓门的董某 也算自己的老客户了 却是万万不可坏了规矩 毕竟来时候 黄董就说过了 和他一样的弟子身份 可是有好几个 并且 这次涉及灵气之物 便是他们那位深不可测的师尊 也只是这布局下的一个小节点罢了 要是因为私事坏了大局 不由那位师尊出手 他自己就会动手废了自己 知足吧 要不是把你安排到了你那个市的经销商 就现在这些肉你也别想买到 黄经理苦笑了下后 想了想 忽然想到了什么开始给对方出起了注意 对了 你可以去这几个大城市等等看 或许会有销售活动 在这些大城市召开 安排人抢购 说不得能买到一些 黄经理出了注意 提供了一些小道消息后 这才送走了对方 而后正打算下班的黄经理 忽然接到了电话 再听到声音 瞬间立即精神一震 连忙点头应事后 再度忙碌了起来 位于工厂区附近的饲养区里 黄总放下了电话 随即目光炯炯有神地 看向了一处房间 他位于的饲养区大楼 共有16层 每一层都是一处全现代化的大型饲养区 只需要很少人手 就可以饲养大量的牲畜 或者家禽 虽然因为时间短 大部分细节都是摸索 一些章程什么的 还是先搞了出来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饲养区里 牲畜家禽的等级划分 然后按照品质来进行不同标准的饲养 在饲养区里 最上品的牲畜家禽们 吃的饲料 甚至本身就来自灵气滋养过的古物 乃至蔬菜水果 而这些东西放在外面 那可是连大富豪们都做不到吃喝自由的 不过在最上品之外 还有一种在这之上的一种 一种一出 就必须通知当时在场的负责人到场 然后记录下一切数据后 由负责人亲自带走另行安排 这之前 便是饲养员也不被容许靠近一种所在房间 黄总今天急匆匆跑来了这栋大楼 便是因为他们这些记名弟子 负责的这栋饲养大楼 今天出了一头一种 算是狠狠地出了口恶气 为他们买骨的争了光 这几次前往买骨地听讯 他可是都有听属道人念到了好几次 欧罗巴那边的养鸡场里出了一头鸡中霸王 那头一种是一头公鸡 得到了足够营养和灵气滋养后 身高超过了一米 体重接近三四十公斤 目前最大的作用是用来进行配种 据说由此产生的鸡蛋 不仅滋味更美 营养价值也更高 还具备大补元气的功效 鸡蛋里的上品蛋 如今更是不再流通 全被收集上供给了超凡势力 让欧罗巴那边据闻因此得到了支持 多修建了好几处饲养地点 黄总作为负责人 在全程记录下打开了房门 看到了被安排在单独房间里的一头小白猪 这是一头幼年小猪 按照记录是在饲养厂里出生 父亲是四里八乡里 公认价格最贵的一头大公猪 有兄弟姐妹五个 这头小猪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异常 直到一周后 突然有一天饲养员发现 这头小猪出现了异常 每次抢食什么的都没其他猪敢抢夺 这让饲养员注意到了对方 在心中默默提高了关注度 之后 这头小白猪越发神异 甚至在不久前入睡后 身上冒出了淡淡红光 这红光下 它四周的同类全部安静了下来 并让饲养员下场查看时候 也会因为肉眼接触到红光 而突然间产生某种畏惧感 能当饲养员的 全都经过专业的培训 立即意识到了 这小白猪的不一般后 珍惜这份高薪工作的饲养员 赶紧选择了上报 做得很好 这小白猪确实是一头一种 黄总看到这小白猪后 已经练气初期的它心中马上一跳 明明对方只是一头出生没多久的小家伙 竟然让自己 有一种遇到了上古猛兽的错觉 这就是师尊提及的动物之中的一种吗 相当于人类里的灵体 唉 可恨我老黄家人丁不忘 亲朋好友里也没一个有灵体的 黄总想着深吸了口气 刚刚抱住了小白猪在怀里呢 他忽然感觉身后多了一道身影 黄总连忙回头 然后马上露出了谦卑笑脸 师尊 你怎么过来了 坐鼠道人打扮的苏平微微点头印了下 目光看向了对方怀里的小白猪 自然是因为感应到了你怀里的一种 大规模培育牲畜家禽果然大有可为 数量上去了 出现一种的可能也随之增加 并且或许是无灵环境太久缘故 受到刺激后产生的变化也要更强烈一些 苏平伸手接过了黄总手里的小白猪 身为金丹的她 轻轻一点对方眉心后 竟然就抽出了小白猪的神魂 而在黄总和身后那饲养员眼里 无疑就是披着一身黑袍的鼠道人 节节节一笑 大手一抓 就把那小白猪的灵魂 硬生生地从身体里抽了出来 能抽小白猪的 自然就能抽取人类的 甚至有可能抽取人类灵魂 才是对方这一招的正确用法 看着那小白猪神魂虚影 那一脸惊慌扭曲的表情 黄总和饲养员都默默地吞了吞口水 眼里既有恐惧 也有兴奋和期望 苏平也不在意 这些人的心理活动 她观察这头小白猪的神魂 脑海里回忆了 修仙界的诸多预售资料之后 大致判断出了 这头小白猪 相当于什么品界的灵兽 和上次出现的鸡中霸王差不多 也算是上品灵兽苗子了 好好培养 以后完全可以当种猪 让此事的猪肉质量提高一个档次 另外 以这小白猪的特殊体质和品级 或许自己可以去收购一二腰丹 在接触到了十方教之后 得到了更多情报资料的苏平 得知了十万大山的特产 腰丹 那些筑基圆满 乃至金丹妖兽才能出产的腰丹 是他们的力量来源之一 也是十万大山一直以来最好的战利品之一 在知道腰丹的作用后 从古至今就不乏有修士想要利用起来 目前最常见的就是以腰兽腰丹 来代替修士金丹 从而让筑基修士也有 发挥出金丹实力的可能 只是这样做的成功率很低 并且侥幸成功也会因为排斥反噬等原因 不仅道徒全毁 寿命也会因此缩短 给灵兽使用也是一条路子 只是非特殊体质同样容易暴体而亡 且后遗症严重 自己拿到手之后 再帮助这些小家伙融合 再用净化药剂解决副作用和严重的后遗症 或许又能增添一二速成战力 不管是修仙剑还是水蓝星 高阶战力多一些的话 总是能省不少事的 所以 去探索木字域那片秘境之前 或许可以再去镇守先城逛一逛 顺便收购一些腰单 这样想了会儿 苏平把小白猪的神魂重新塞了回去 并顺便把血脂锁链 也植入了七体内 让它变成了和黑色蛟龙 敖里一样的守护神兽 它我带走了 另外 可以新增十二个饲养点了 地区就还是在东方吧 至于具体位置 你们几个商量后报给我即可 苏平说完后 满意地抱着小白猪 消失在了房间里 黄总微微一阵之后 当即心中狂喜了一阵 十二处饲养点啊 在灵气滋养计划 出了成果的现在 黄总很确信 那些当地投资人们 只怕是恨不得原地修建起 比如经十六层之高不低的饲养大楼 黄总兴冲冲地小跑着回去的办公室 然后他召开了视频会议 把消息告知了其他几人 黄总某种意义上已经算是领头的 自然多了几个选择位置的权利 在瓜分了任务后 黄总忽然想起了张平安 这个师尊的小徒弟 尽管对方只顾着修行 不喜欢参与这些商务之事 黄总还是打去了电话 并表示了他们这些师兄 都很重视师弟的意见 而另一位师妹吗 黄总也是想要联络感情的 只是那位巫师孙女 除了探亲时候出现过外 似乎都在埋谷山里 修行俘虏一道 虽然师尊不说 他们这些记名弟子 却是早已经明白 和自己等人不同 人家才是这儿八经的修行种子 联系不上 黄总还是大笔一挥 把一部分灵气滋养物资 送去了那位老巫师的手中 也算是结一个善缘 东方古国 张平安有些后悔 跑回家来看望父母了 听说了他回来后 张平安一下飞机 就享受到了当地的贵宾待遇 体会到了一把 什么叫一锦回乡 陪同的人员们 大半都能和张平安家里 扯上某种关系 只是有的张平安认识 更多的张平安 却是只闻其名过 也亏他修行有成之后 记忆力大增 不然这些人 在张平安眼里 大概率都是陌生人 然后 张平安猛逼发现 为了欢迎他回来 居然有什么商会组织 然后给他来了一个 规模颇大的流水席 然后又是明星 又是知名歌舞团表演 别说家乡了 怕不是大半的 东方古国什么的 都知道此时此刻 他 张平安 衣锦还乡了 而在好似木头人一样 体会了一把顶级贵宾的待遇之后 深夜 在终于是熟悉环境的家里 张平安和父母 还有家里长辈一起 见到了当地的大人物 以及商会代表们 张平安也明白了过来 这些人心中的小九九 却是希望他 这位黄总等人的小师弟 可以帮一帮家乡人 让这儿也能修建一处饲养点 张平安一开始有些猛逼 他并不关心这些 所以有些不明白 为啥要那么大阵仗 那么重视 在仔细了解一番之后 张平安也不是蠢货 很快明白了过来 并暗暗吃惊 没有想到这段时间 这些饲养点的重要性 竟然远超了他的想象 他本以为 不就是饲养点牲畜家禽 做点试验吗 这些东西 比起师尊提供的品质差远了 对他的修为提升 更是聊胜于无 却忽略了这些东西再差 那也是滋养过灵气的 是吃了之后 能对普通人有好处的非凡之物 虽然效果真说起来 其实没有网络上传的那么玄乎 很多易吃救灵的患者 自我暗示自我催眠的作用 占了大半 但是绝对有正面效果 已然是薄杀了那些什么 大约可能或许五六成概率 起作用的药品与保健品了 传闻 好几个相关巨头 已经开始研究新产品里 加入相关原料的方案了 他们唯一的障碍 就是弄不到稳定货源 好不容易弄到的那一点量 还不够他们高层自己分配的 可以说 就如今的产量 市场一直处在严重的 供不应求状态之中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这样的饲养点一旦建立起来 说是修了一座印钞机 都不为过了 哪怕利润会被带走大部分 也可以提高当地知名度 带动经济发展 并且根据之前修建的 相关产业规矩 饲养点所在城市 会得到一部分货源销售份额 就这一点 就足够把一座城市 变成旅游城市了 另外 周边的配套产业什么的 自然是优先照顾当地就业 这也是为何会如此重视了 张平安思索了下 再了解了全部是时候 知道不管设置在哪 其实都差不多 饲养点的关键 不是当地环境 而是布置 镇法的超凡者 和相关超凡材料后 张平安打了电话给黄总 为家乡帮了一手 而后 张平安留下了礼物后 在父母入睡之后 便悄悄离开 结束了这短暂 新奇的探亲之旅 某处张家亲戚的屋子里 一个老太太 一脸神秘地 端着煲汤的大锅 放在了桌上 而后打开了锅盖的她 满脸陶醉地 吸了口锅里的香气 怎么大晚上的熬汤 身穿睡衣的老头 走出了房门 皱了皱眉 你懂什么 这里面是我那乖孙 带来的排骨 你闻闻这香味 嘖嘖嘖 就是不一样啊 什么乖孙 哦 你那个二哥家里的 我听小李说了 那排场可不得了啊 老头嘟嘟了一声 看到了老太太喝起了汤 也有些异动 她也是一个好吃的 这股香气 对她也颇有诱惑力 于是她在等了会儿 发现老伴 只顾着自己喝汤后 忍不住冷哼了一声 拿了碗筷 也加入了战场 死 这汤好鲜 这肉入口之后 怎么有种全身 都舒服地起了鸡皮疙瘩 老头吃着这些排骨 猛然想起了 最近和老友们 下棋喝茶时候 听说的一些八卦 只不过 他以前一直觉得 是那些商人们 抬价的营销手段 一直不屑 现在吃到这排骨之后 他忽然意识到了 那些消息 可能是真的 而在心里 有这样猜测时候 突然间 咚咚咚 大半夜的 竟然有人敲门 他们住的是老小区 治安一直良好 周边都有监控 老头站起身过去 看了看猫眼 发现是一个 表情和蔼的西装男 西装男身后 还跟着两个人 一个看起来像保镖 另外一位 却是小区里的 物业经理 看到有熟人 老头迟疑了下 还是开了门 然后就看到了 西装男的名片 竟然是当地 最大企业的 助理总经理 再然后 西装男突然 嗅到了一股香气 脸色变了变 老大爷 你们把收到的东西煮了 收到的东西 哦 是啊 就一斤排骨 都煮了 说到这 这位老头 看了看桌面上的骨头道 不知不觉 好像就吃完了 只剩下一些汤了 说到这 门口的他们 看到了老太太 已经抬起大锅 蹲蹲蹲地 喝完了最后一口排骨汤 顿时 锅底只剩下 作为配料的 绿豆莲藕等物了 西装男垂下了眼帘 只是思索了一秒钟 就再次看向了老头 没关系 吃了也不要紧 老大爷 你们家的那些 不吃的骨头 还有汤底 能卖给我们吗 请放心 我们是有良心的企业 肯定会出一个好价钱的 西装男来的目标很明显 就是为了张平安回家后 留下的一些土特产 这些东西 就有灵气滋养后的肉制品 还有蔬菜水果什么的 张平安父母做不到一人独享的事 在宴席结束后 就分了一些给亲朋好友 然后 自然就有人惦记上了这些东西 当然了 抢肯定是不会抢的 谁知道会不会因此 给自己惹上大麻烦 但是出钱买 给其他利益进行交换 等你亲我愿的事情 总是可以做的吧 他们也是如此悄悄行动的 甚至为了避免恶性竞争 互相划分了区域 却不想这一家的老太太回来之后 不知道怎么想到了 这是县家排骨 有仙气 放久了 仙气可能就散了 于是连夜煲汤喝进了肚里 黑西装男站在门口 随着开口说出了请求之后 他掏出了一叠 比砖头还厚实的现金 如此一叠厚厚的现金 一下就让房间里的老头 老太太两人张大嘴 目光死盯着那一叠红色 沉默了好几秒后 老太太双手接住了现金 并点了点头 黑西装男 于是马上带着高大哥 进入到了房间 并用一张看起来 有点奇异的黑色打包袋 带走了他们吃剩下的所有东西 乃至老太太吃肉时候 不小心掉落在地上的骨头 也被小心翼翼剪了起来 而后做完这一切后 才留下一声感谢之后 转身离开 并主动帮着关上了房门 碰 房门关上之后 老头老太太才如梦初醒 而后一起数起了 那一叠后世现价 只是数着数着 老太太最先回了神过来 在回想了刷过的短视频 看过的小说之后 他突然又觉得 这一叠现金 好像也没多少 自己之前 是不是可以要更多才行 随即他埋怨起了老头 老家伙 你不是见多识广吗 退休期不是经常 和那些大老板打交道吗 怎么和我一样 一叠现金就挣住了 也不提醒我一声 那些老板不差钱 明明可以要更多的 说到这 老太太忽然想起了自家的儿女们 还有孙子孙女们 也都到了找工作的年龄了 她忽然压低了声音 询问其老头 涉及那什么特别合作项目起来 尽管这项目 其实八字都还没一撇 上面也只是刚刚通过张平安的关系 才敲定了合作项目落地位置 但是风声其实早就刮起来了 尤其是这些自认为有关系的地区 越是中下层 越是比上面还有星星 老头知道的情报更多一些 这也是喜欢看新闻多的优势 他笑了笑道 放心吧 到时候项目开了 他们肯定会去试一试的 要不是我年龄大了 我也打算抽出时间去试试的 据说那地方有阵法可以凝聚灵气 牲畜在里面长大 能得到好处 人在里面自然也可以获利一二 更不要说薪酬丰厚 和连带着带来的社会地位提升了 老太太在追问了一些细节 尤其是了解到 在大城市提前开办的合作店待遇 和后续影响后 她忽然开口表示 要回一趟老家 看看能不能靠着张家那边关系 把自己塞进去 哪怕没有编制 当一个扫地收垃圾的工作人员 也是很好的呀 老头对老伴的异想天开 嘴角抽了抽 不过一直以来的习惯 让她不敢反驳对方 只能不断点头应答 好好好 三天后 靠近市郊屠宰场的一片老旧工厂 在这三天里 被快速拆迁一空 露出了大片空地 为了保证建筑材料能及时到位 除了一路绿灯的重型卡车外 甚至请动了重型运输机 空运了部分物资 数千人不敢工努力之下 总算赶在了预定时间里 完成了对面的列表里所有要求 让当地长官和商会的成员们 都松了口气 暗叹总算没有出什么篓子 这次开工典礼 据说会有超凡降临 也不知道是哪一位过来 庆典上 坐在空出的守卫旁边的一位 从更上面专门赶来的大人物 看了看晴朗的天空 心中寻色起来 如果是那位蜀道人的话 或许能和对方说一些话 多交流交流 时钟缓缓地走到了 早上九点的位置时候 苏平隐身出现在了庆典上空 看到了已经布置好的会场 以及清理好的现场 这次人不少啊 围观群众 至少也有五位数了吧 不过开工典礼吗 现在的我 已经可以帮忙 极大减少建造时间了 那些施工队 只需要做好装修 和机器安装即可 这次开工 也算是让后续的类似项目 有一个参考了吧 苏平取出了记忆权杖 很快 一位留着白色长发 和明亮红桐的绝美少女 突兀间就出现在了会场上空 并在出现那一刻 就引起了下方的躁动和注视 女武神空扫了演会场下方的众生百态 转头看向了空地 下一秒 女武神空进入到了空之女王状态 刹那间 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间换成了 不满璀璨群星光芒的夜空 四周刮起了大风 大风下 女武神空浑身覆盖上了一片雪白的铠甲 并有六片闪耀白光的虚幻羽翼 在她身后出现 并如同披风一样舞动着 白色的光运在夜空星光下互相映照着 给人一种褶褶生辉 神圣与堕落并存的错觉 空之女王伸出了右手 轻轻地举起了修长光洁的食指 向前一滑 预悬好的空地猛地向下凹了下去 露出了一个深深的地基 而后 会场里的上万人 目瞪口呆地看到了 他们堆放在附近的建材 刷刷刷地飞了起来 尤其是那些本就是为了快速修建 而制造出来的建设模块 在百米高空之中 这些如同拼图的模块 就已经随着互相拼接 而初步成型 然后一落地之后 大型合作大楼的第一层 便修筑完成 紧跟着一层一层地 被放了上去 让人们不由想到了 快放的修楼纪录片 只是 这不是快方 而是现实 并且 全过程震撼得多 与此同时 会场里跟上了 时代搞直播的本地直播间 也随着消息发酵 瞬间涌来了海量的流量 卧槽 卧槽啊 这就是神仙修房子的方法吗 这要是能普及 多少施工队要失业了 不可思议 这得微操得多好 才能再快拿块放下 不至于出现错漏 哭了 后悔没早起去现场看了 大家快1123 去某某直播间啊 那儿的 有那位仙子的侧面 仙岩视角 刷 全程不过三分钟 大风忽然间停了下来 群星闪耀的夜空 也迅速消失 露出了晴朗的碧蓝色天空 天空中的女仙人 也放下了右手 不带半点情感色彩的冰冷女声 随之响彻了会场 此件事了 你等可以继续了 然后 在余音未了之时 空中便已然没有了仙宗 让会场许多人 多少都有些失望 不过也算情理之中了 那位女仙人一看 就不像容易打招呼的样子 只是 会场上的人们 看向了已经耸立在了眼前的大楼 这是高达22层 占地面积远超寻常体育馆的超大型建筑物 哪怕交给经验丰富的施工队 给族人立物理支持 那也是需要数月甚至大半年 才有可能完工的大型工程 可是现在 只是三分钟 这大楼就已经修建完成了 并且 随着专家们慢放进行分析 他们还发现 那些泥土石块也没浪费 都用在了加固整体结构上去 同时 不管是地下 还是墙壁的阵法凹槽 也都提前打好了基础 留给他们的 真就只剩下了装修 和各种设备的安装调试 几十个施工团队一起入场之下 这些工程量 虽然同样很大 却是完全能靠砸钱 快速推动进度 空之女王状态 不只是空间天赋 提升那么简单 战斗意识 思维速度 微操能力以及感知能力 也都大幅度提升 趁着记忆幻想 还没到时间 倒是可以试试召唤虚空生物 在现实世界会怎么样 远离会场的深山老林之中 苏平看着回到身边的女武神空 颇有些好奇 女武神空的虚空 召唤她在湖中动天测试过 却是只能召唤相对弱小的虚空生物 稍微强大一些的 似乎都不能出现在 湖中动天之中 所以 借此机会 那就看看空之女王的极限好了 哼 随着女武神空 摊开了双手 引动了虚空波纹 天空凭空出现了一道惊雷 然后 伴随着一声悠长的鸣叫声 随着一道时空裂缝出现 一头青蓝色的巨晶虚影 出现在了天空之中 这是一头体型远超水蓝星 最大生物蓝晶的巨晶 体长只是粗略估算 至少也有两三千米 称得上庞然大物 黑色蛟龙在它面前 如同一条三寸小蛇 这巨晶看不清五官和细节 看似生物实体更像是投影 远远看去 有种不真实感 只是随着它的游动 却产生了极强的风场 并且 这东西速度极快 眨眼间 巨晶虚幻的身影 就从深山老林上空 出现在了百里之外的城市上空 而后不等城市里的防空警报 刺耳地响起了 巨晶就在苏平的要求下 委屈地再度飞快离开了城市 出现在了一片大海之上 来到无人海域之后 虚空巨晶 总算不再被强行限制 它欢快地发出了鸣叫声 而后猛地从高空 没入到了深海之后 眨眼间 大海就出现了 直径超过十公里的大型漩涡 同时 漩涡四周海量的海水 涌入了进去 灌入到了虚空巨晶的身体里后 便直接消失不见 伴随着不知道多少万吨的海水 被虚空巨晶吞噬 这头虚空巨晶 颜色变得越发幽蓝色同时 竟是越发有了实感 而在苏平眼里 这虚空巨晶一开始出现 还只是和女武神空一样的 驻击后期生物 现在却是靠着吸收大量物质 自发晋级为了精丹初期 甚至要不是女武神空的 控制力达到极限 苏平感觉 这头虚空巨晶 还能继续提升修为 再配合其虚空生物的 天赋神通 以及体型加持 使得她真正战力 远超同境界修士 该说不愧是 爵士评价伙伴的大招吗 还真是全方位 不留死角的强大 与此相比 其他主攻守伙伴 价值全都大跌 反倒是湖面巫女 这样的辅助 不仅没有跌 反而欲强更强了 苏平看到虚空巨晶达到了极限 无法继续吞噬海水 提升修为后 便让她开始运转自身力量 帮忙填土造岛 而目标也是 一早就有选好的几处 超小型海岛 顿时 一处小型海岛上 因为面积是在太小 整座岛都被笼罩在了 一栋建筑物之中 而建筑物里 常年有着一对官兵 坚守在这艰苦环境里 守护着祖国的海域 大早上的 官兵们正在天台上 照顾着蔬菜田 没错 哪怕深处大海之上 他们也没有忘记种菜 最近带队的军官还打了报告 希望能够修一个棚子 拿来养鸡 他们刚刚在天台上忙完活 打算下去的时候 就感觉到地面一阵轻微摇晃 附近海域地震了 一个圆脸士兵 略带诧异的低呼出声 然后不等军官安抚大家 他们就看到自己 所在岛屿的四面八方 竟然同时出现了滔天的巨浪 天空也眨眼间 变得昏暗了起来 军官马上拿出了卫星设备 却发现设备里除了滋滋滋作响外 再无其他杂印 他当即想到了许多 从外星人到神仙妖怪 一一在他脑海里闪过 而后 随着巨浪靠近 这军官高呼了一声快走 便要带着大家躲进去建筑物里 位于地底的安全屋 只是 脚步刚刚迈出到了一半 很快 天台上的他们 就看到了那些滔天巨浪 居然极为不科学地 越靠近陆地 反而越来越小 带到铺在墙面的时候 浪头已经和暴风雨时候的 差不了太多了 虽然在常人看来还是很大 却已经在这建筑物修建时候 就考虑在内的程度 这事 随着浪潮缓缓退去 圆脸战士 也不顾因为巨浪而出现的海水 化作大雨淋湿了衣衫 盯着那些突然间多出来的泥土 一脸都不可思议 我没有眼花吧 我们脚下倒雨 是不是大了一圈 卧槽 怎么可能眼花 是土地啊 我们至少多出 好几倍大的土地出来了 圆脸战士身边 一个皮肤有点黑的 也忍不住惊呼了出声 军官也吞了吞口水 并揉了揉眼睛 看清了如今情况 随着海浪退走 露出了大片大片地 裸露出来海水上的泥土 就好似岛屿下方那些 原本在海水下的地面 突然间被大量泥巨石 给填充长高 所以 刚刚那些不科学的巨浪 是在搬运海底泥土巨石 来帮忙我们填海造田 军官喃喃自语了一声 忽然注意到滔天的巨浪 居然再度从远方冒了出来 一波又一波浪头扑了过来 每一次都让这座小岛的 岛屿面积不断扩大 等到十多分钟之后 远处再没有了巨浪出现 天台上有些恍惚的官兵们 才算是意识到了 这次神迹一样的填海造田行动 算是告一段落 然后不等军官尝试着报告上方 上面的电话先打了过来 军官接通之后 张了张嘴 组织了好几次语言 这才把刚刚看到的神迹 事无巨细地报告了上去 本来只是因为通讯突然中断 而联系的将军 一开始还以为对方 因为环境恶劣出现异症了 只不过 他忽然接到了加急报告 心中一栋打开之后 马上微微张嘴 陷入了数秒的呆滞状态之中 他没有想到 就刚刚过去那十多分钟 祖国的岛屿陆地面积 便多出来了好几百平方公里 许多原本只能天台种菜的地方 现在可以种田了 可以养鸡养猪 自给自足了 而在把情况赶紧上报后 没有多久 随着接到了蜀道人消息的 黄总那边派人前来联系 正议论此事的人们 随之得知了 这是那位仙女的手段 至于原因嘛 则是选中了一片海域 希望能在那海域的海岛上 修建合作共赢的 以海产品为重点的合作项目 那位仙女觉得 预选中的海岛太小了一些 所以出手扩大了 其海上陆地面积 至于其余岛屿 则是因为已经施法了 便顺手而为 一并扩大好了 顺 顺手而为 就扩大了岛屿 可用陆地面积 这在古代 怎么也能算一山倒海了吧 这些超凡强者 到底是还有多少 不可思议的神奇之处啊 面对着这些天 涌出的一件 比一件惊奇之事 各大势力 对此事又喜又忧 而苏平 在目睹完了 虚空俱精的伟丽之后 却是听到了 贺茂纯一郎那边的传讯 使用了邀请功能 在湖中洞天的小黑屋里 再度面见了对方 却是贺茂纯一郎 在收购世界真奇之物 或重的时候 在历经了无数傻子 和骗子的考验之后 终于给贺茂纯一郎 收到了一头白兔 这是一头和那击中霸王 还有小白猪一样的一种 水蓝星虽然没有灵气 天赋异禀的动植物 却依旧会冒出 并且展露出 常人眼里的奇异 只是碍于环境 这些奇异 往往不能体现在神通武力上 便是由武力超标 智慧超群的大攻击 最终也会在猎枪下 含和耳中 然后还会被吃了的人 骂一声 这肉真柴 当然 也不是有奇异表现 便是一种 毕竟林子一大 什么鸟都有 更不要说 总有人想方设法地通过训练 来让聪明一点的动物 主动模仿了 是不是一种 最终还是要靠 正法灵气刺激 以及法气检测 等多重手段 共同判断才行 当然 这只是 针对那些练气修饰 对已经精淡的苏平来说 是不是一种一眼看去 就差不多了 鸡 兔 猪都有一种了 龙的话也有熬力了 嗯 试试看假龙鞋 给小白小灰 还有大黄他们 再一同 进入到守护神体系 老鼠和狗也就有了 算了算 手中的一种灵兽 苏平忽然发现 自己搞到妖丹之后 足够多的话 或许可以搞出一个 十二生肖 守护神出来 不要钱也愿意 那还是不行 在你之前 不仅不要钱 甚至还有愿意贴钱做事的 三大姑八大一世 合作项目的主管 不行 还是不行 别说主管了 就是黄总的亲戚 也必须体检和考试合格了 才有路子走 体检不合格 考试不及格 那是真的没有关系走啊 行了 老弟你快点准备一下去体检吧 希望能和你共事 饲养点的各处大楼 开始装修的时候 招聘和培训相关员工的任务 也在同步进行着 然后不出意料的 随着灵气滋养过的食品效果 被吹得越来越神乎其神 聪明人从来不去的结果 就是大量人员 别管是不是待业的 都跑了过来报名 以期望赶上这次注定会起飞的行业 而后一飞冲天 卖出去了 排骨残渣的老太太 也带着自家儿女 还有孙子孙女 跑了过来报名 看到年龄现在了35岁之后 她还颇有一些抱怨 这些人不懂老人的可靠 然后她又看到在招聘列表里 赫然提及了实修悠闲 然后是有修行 考核优秀以上证书的 有加分 考试内容则是比较清明 主要是小学生的内容 和一些简单的脑筋急转弯 关键还是在体检 怎么说 也是在有灵气之地工作 可以的话 自然是尽可能让天赋好一点的 充当工作人员 如此以后 有需要掌握更多法力的工作时候 也可以让这些人能顺利跟上 抽血 深呼吸 做俯卧撑和跑步 然后考完试之后 便可以回去等待通知 每处招聘点 都有当地派出志愿者进行帮忙 所以 哪怕有地区 遇到的人流稍微多一点 也还算应付得过来 数天下来 灵体不曾发现 有灵根者着实不少 那些居家实修里 也有不少灵根 至少在中品以上的 要是在修仙界 二三十年下来 至少也能混一个 外门直视做作 而在水兰心各地的发展 都在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 修仙界 镇守仙城之中 皇家的庄园里 腰单 我皇家在仙城扎根千年 这东西自然有一些的 但是你也知道 这东西平时用不着 却也是保命时候的底牌啊 皇家老祖盘西在茶室里 看着前来 当说客的千奇万法阁的 副阁主 对于这位副阁主提出的请求 皇家老祖是有些不乐意的 要不是对方抬出了那位 此刻风头极大的血神老祖 他现在就打算下逐克令了 腰单虽然有诸多的不好和副作用 却有着关键时刻为家族增添一个 金丹战力的重要用途 配合他们这些仙城大族千年底蕴 一个金丹战力能发挥出的能力 可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 毕竟许多灵宝或者特殊秘宝 阵法那都是需要金丹修为 才能发挥出实诚威力的 再加上他们这些仙城大族 如今局势十分微妙 家族里金丹以上长辈 无不是被召唤去了主风久久不归 妖单这种东西 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这我自然是懂的 只是此物那位老祖是诚心求购 还请贵方可以割爱依二 说到这千奇万法阁的 副阁主顿了顿 从衣袖里取出了一个盒子 放在了茶桌上 盒子由古朴的紫色木制作成 咔哒打开之后 顿时有一股好闻的清香传了出来 让皇家老祖眼神微动 看清楚盒子里的东西后 皇家老祖忍不住开口道 静心养神茶叶 这叶片五百年份以上茶树所产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邪七入侵之下 修仙界已经没有五百年以上老茶树了 哼 是不是真的 泡一壶不就知道了 副阁主提出了建议 然后不急不躁地看着对方 拿出了一套极为名贵的灵器级茶具 而后使用这套茶具 取出了一片指甲片大小的碧绿色茶叶 放入了进去 很快 便炮或者更准确的是 煮出了一壶热茶 最高端的茶叶 是不会拿去炒制的 一壶清茶入肚 皇家老祖就脸色大变 看着笑呵呵的千奇万法阁副阁主 他深吸了口气后 缓缓道 比我家珍藏的老茶叶 还要好上许多 对我等筑基圆满修士 未来突破金丹 更是大有必义 不过 就这物换取妖丹 恐怕不够吧 看到这不可思议的礼物 皇家老祖的语气 也渐渐地软了起来 这些自然是不够的 事实上 那位老祖还愿意提供其他奇物 来换取妖丹 不过 在下看来 这些奇物 都不如得到那位老祖的一个承诺 承诺 皇家老祖微微一震 双眸一下 瞇了起来 盯着对方 副阁主笑了笑继续道 你不会真觉得 一个原英老祖 就能让千奇万法阁如此重视 全阁上上下下 都为其奔波吧 你 你是说 皇家老祖 目光再度看向了木盒里的茶叶 心中杂念丛生 你应该知道 老祖寄卖之物吧 事实上除了宣传的外 还有一些因为太过敏感 只在几小圈子流通 说到这 副阁主取出了一枚玉检 呼 皇家老祖也不犹豫 直接伸手放在了玉检上 玉检看到了里面的拍卖品介绍 并死死盯着介绍里的年份预估 这 怎么会 怎么可能 哪怕那位老祖背后的灵直秘境再悠久 又怎么可能 侥幸庇护 一而不被侵染 还能理解 那么多 只有一个可能 对方真有抵抗 邪气侵染之法 而这 是赤冤仙门都做不到的 皇家老祖低语出生 心中清楚 仙门如果能有秘境例外 他们的老祖宗们 不可能修行那么艰难 每年也分不到几枚可用的灵丹 愿意割舍妖丹的 老祖都会记在心里 千奇万法阁的副阁主 在这时候 补上了致命一击 于是 在双方都有了成交意愿之后 随着一番利益计算 唇枪舌剑 副阁主从皇家这里 得到了两枚妖丹 虽然皇家肯定不止这点存货 毕竟镇守仙城 虽然最近一百年比较惨 处在首室 前面一千多年 却是一直把十万大山 当狩猎场在圈养啊 而算得上修行世家大族的 哪一家不是出过 仙门金丹弟子 甚至元英长老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妖丹这东西 谁家还能没四五个 只是在有利可图 终究还是要留下一些 当作底牌使用的 而在镇守仙城其他地方 也有千奇万法阁的其他负责人 去了别的家族庄园那 达成了交易 换取到了数量不等的妖丹 带到苏平化作血神老祖 携带着红光 再度来到了镇守仙城的时候 便立即从千奇万法阁的手中 得到了二十枚妖丹 并且这些妖丹 全都是金丹妖兽所留 也只有金丹妖兽的妖丹 会因为能当底牌而被保留 收了妖丹 苏平感觉到了 有势力帮忙的好处 他谢过了千奇万法阁 然后接受邀请 参与了宴会 宴会里 不少修士看到 血神老祖端坐主位 都颇为惊奇 这可是千奇万法阁啊 虽然阁主不在 副阁主作为主人 哪一次不是坐在主位 他们惊讶不止于此 很快发现 镇守仙城的那些世家大族 几乎每一位家里老祖 都前来与会 并送上了丰厚的礼物 然后 十方教 仙爵楼 乃至大金光寺 和赤渊仙门 在仙城里 一直前修的代表 也前来祝贺 甚至送出了礼物 苏平也在暗暗观察 这些镇守仙城的大人物 发现这里面大部分人 其实只是 驻姬中后七修为 有金丹修为的屈职可数 并且也都算是熟人了 包括那位 驱使群鬼的镇守女修 大汉体型 疑似少见体修家 金甲傀儡驾驶员的 仙城巡察使 然后便是千奇万法阁的 副阁主 以及两位平时 只在镇法身处的仙城 供奉长老了 一座镇守仙城五个金丹修饰 也不算少了 至于真正原因修饰 那是一个都没有 这也是如今修仙界的常态了 很多宗门金丹就是巅峰 甚至如仙城大族那样 金丹突然离开后 无力培养出新的金丹 导致家族战力出现断带缺口 那才是常态 这也是苏平能稍微放下一点心的原因 掌握了血神本体 有了原因站立之后 周边地区的武力增长速度 明显不可能因此跟着提升 原本的危险区 现如今也算是它的正常区 乃至安全区了 当然 净化药剂 还是肯定藏在牙齿里 以防万一的 传说符咒 也是在衣袖里 等着随时发动 血神印章 浮现在脑海之中 同样随时可以发动 宴会结束之后 苏平等来了千奇万法阁 为首修士们的拜访 对此 他也有所准备 露出一丝笑意之后 却是取出了血神印章 放出了漩涡 你等疑惑 为何不亲自 进入我这秘境之中看看 千奇万法阁的副阁主 一脸笑意地率先拱手 然后进入了漩涡 拍卖会可是还没正式召开的 副阁主不觉得 对方会在关键时刻坑自己 并且 作为千奇万法阁的高层 了解的越多 他就越希望自己的猜测是真的 眼前这位老祖 真是他们的求活希望 其余人等 也纷纷咬牙 跟着进入漩涡 顿时 他们发现 和预料之中的滔天血海世界不一样 随着血神印与阵图融合 又有了十方教的秘境 加持了进去 在血神秘境里 已然有了一小片桃源秘境 出现在了一座环境优美 桃花浮空山峰上的众人 仰头看去的时候 天空清空万里 阳光明媚而不刺目 清风徐来 来自湖中洞天的灵气 让山峰上的修士们眼神一动 身子齐齐一震 灵气浓度 因为是吸取 然后通过阵法缓缓释放关系 自然比不上在湖中洞天本体 却也有三阶下品灵脉的程度 关键还是灵气质量上 不仅质量之高 可比三阶灵脉的修行动腐 更关键的是 这些老修士们拼命呼吸吐纳 拿出了各种灵气 甚至灵宝来进行检测 他们得出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结果 这片秘境里的灵气 没有被邪气污染 然而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作为修仙界的高层人士 哪怕修为低纳也是 最靠近核心圈的他们 很早就知道了 整个修仙界的地脉 都已经被邪气多多少少污染了 地脉被污染情况下 灵脉自然也跟着出问题 且根本解决不了 哪怕曾经有高僧看出了问题关键 耗费了大力气 净化了一处地脉 被净化的地脉 却是不到数日功夫 就又被重新污染 以至于 除了帮助修仙界的大能们 意识到了 出问题的 很可能不只是地脉 而是整个修仙界 这一个绝望的事实外 一无所获 可现在 他们却发现修仙界 居然还能有没被污染的灵气 这怎么可能 千奇万法阁的副阁主 揉了揉眉心 刚刚太过兴奋 加大了神识探查 却是有点头疼 另外几位大家族的组长 也是满脸红光 之前交易出妖丹的不安 也一下子消失无踪 这次过来的金丹 除了副阁主 还有那位镇守女修也过来了 她身形一动 却是隐身 前往了最近的方式 在那看到了 在秘境里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修饰 对方神通一出 数百鬼影飞出消失 很快 她的耳畔就听到了数百道声音 一眼看清秘境的人生百态 副阁主笑了笑去了一处炼器阁 那些炼器师虽然认不得对方 却是感觉得到对方的高深修为 纷纷拱手行礼 然后看到这位大人物 竟是熟练地动用了炼器设备 然后使用自带材料 锻造出了一件件造型各异的法器零件 其他前来的修士 在最初的震撼之后 也纷纷施展各种手段进行测试 数十分钟后 就见一个老修士跪倒在地 一脸哭泣 低乎师尊死的真冤枉 有人迷惑 身边有知道的修士 为其解惑 那是新神门的县门主 他们新神门的功法 修行越发艰难 甚至后来被怀疑 是先祖伪造了功法 以至于到了这百来年 新神门主修的 早已经不是原本的功法了 前任门主坚信功法正确 在修行了几种秘术都成功之后 开始主修门内神功 结果自然是走火入魔 生死道消不说 还坐实了功法伪造一事 不过现在看来 新神门功法 恐怕和灵气纯度有关 感慨之余 这位修士摸了摸自己下巴 三寸短须 低声道 这位老祖的背后势力 深不可测啊 做到了赤冤仙门都做不到的事 或许 真是另一条活路 待到参观时间结束 一群修士 重新返回到了镇守仙城 双方气氛更加活络 甚至不乏有世家老祖 表示愿意为老祖当说客 去找其他仙城的家族好友 求狗妖丹 苏平自然是微笑答应 妖丹她是不嫌少的 修仙界的一种 要么在十万大山当妖王 要么在仙门里成为护道灵兽 自己却能从水蓝星 源源不断地得到一种 并在他们开治之前 就进去契约 强行化作护法神 再多妖丹 也可以物尽其用 甚至比起如今的修仙界 苏平觉得自己才能最大化 发挥出腰单的作用 千奇万法格的副格主 朝着苏平提了请求 希望能够在那秘境里 也修建一栋千奇万法格 作为回报 他们愿意提供 最好的一批练棋师入住其中 并每年免费为老祖锻造 一定份额的器物 苏平对此 却是直接表示 无需什么免费份额 做生意 还是合作共赢 才能一起做大做强 只是苏平在得知炼气后 希望千奇万法格 可以优先为他修复仙宫 听到仙宫二字 这位副格主 马上想起了 弃心中的那座仙宫 心中马上猜到了 两者估计是同一座 不过如此灵悟 有缘之人得知 如今看来 这位老祖显然就是有缘人 对修复请求 副格主自然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处理了这些琐事 也得到了想要知悟 苏平原本打算就此离开 却是忽然见到那位副格主 和镇守女修雀儿后反 却是告知了苏平一个 他们也是刚刚得知的消息 十万大山爆发了短暂的内乱 因为男皇被吞噬一事 妖兽群体里最守旧的那一批老姨被妖王 意识到了 继续这样下去 妖兽一族 怕不是一个都跑不掉 他们纷纷出山召集了救部 并开始发声希望妖兽可以和外界人族停战 在他们看来 他们这些老姨被妖王都起心了 十万大山不说 马上就和敌人合作了 至少暂时停战缓和关系 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 结果却是受到了青壮派的坚决反对 在他们看来 几千年的血海深仇下 哪有可能和人族合作的可能 哪怕十万大山成为下一个南荒 人族也必须死绝才行 并且 青壮派的妖王里也有得到了邪神蛊惑 甚至不分力量 从而化作了大妖魔的妖王 他们展露出了成为打不死的妖魔之后 却还保留着自我意识的强大姿态 一下就获得了大量强者为尊心态妖兽们的支持 哪怕老一派立即敏锐地察觉不对劲 指出了这种妖魔形态的种种弊端和长远危害 却是反而激起了对面的强烈反对 别人选择了以礼服人 用牙齿和利爪直接暴杀了老一辈的妖王吗 镇守仙城能知道这些 便是因为由老妖王拼死逃了出来 躲进去了一座镇守仙城之中 将十万大山最近发生的变故托盘而出 老祖 十万大山如此变动 新妖王为了立威 肯定会发动大规模袭击 我等仙城如被选为主攻方向 恐怕有威了 苏平听到镇守女修请求 立即明白他们的请求 似乎察觉到苏平在迟疑 镇守女修身边那位副阁主低头传出秘语 却是 如果苏平愿意关键时刻前来助阵 仙城必有不下于价值二十枚妖丹的珍藏送上 并且不只是仙城本地势力 更有大金光寺愿意为守城出力者提供大量功德 听到大量功德 回忆起功德榜单里的好东西 目光闪动了下 苏平大意凛然道 本座平生最常杀的就是妖兽了 如今 这些孽畜与邪祟合蒙更是该杀 你等放心 不说拍卖再急 不容有失 就是本座的良心 也不会容许本座见死不救的 镇守仙城 苏平答应了必要时候前来助阵 拿了镇守女修送上的通讯信物之后 也顺手契约了一头千奇万法阁送来的金毛白玉鼠 给了对方邀请函之后 把她当作了一头传送点 吩咐了千奇万法阁的副阁主好生照顾 而后 苏平便转身离开了镇守仙城 再去了领月湖钓鱼之后 打开了湖中洞天 进入其中开始了灵兽养成计划 玄规岛的钓鱼点 已经搬迁到了湖中洞天之中 苏平于是得以一边在湖中洞天里钓鱼 一边把妖丹取了出来 除了黑色蛟龙敖利 本就是金丹后期的灵兽 吃这些妖丹 也就是增加一二气血法力抵御 其他灵兽小伙伴们 却还是都很需要的 苏平首先换出了少年玄规 只是一枚妖丹还没吞入腹 就被少年玄规一口咬碎 然后被化作一股精纯能量 充斥全身 眨眼间 少年玄规气息就提高了一截 只是比起记载的 直接提升到金丹境界 还是差了太多太多 虽然一枚妖丹堪比万吨铸鸡 妖兽肉了 却还是浪费了妖丹真正用处 你这贪吃龟龟 还是等着吃妖兽肉好了 苏平叹了口气 把神石放在了其他灵兽身上 除了那些一种外 苏平没忘记 跟随自己最久的小白小灰 两头灵鼠 这两灵鼠 其实也算是天赋一柄了 探查方面天赋极佳 苏平先使用了甲龙血 全面提升他们的素质 然后各取出了一枚妖丹 喂养给了他们 小白小灰自然咬不动妖丹 让这妖丹入住了体内 而后血肉相连成为一体 动 小白小灰奇奇一阵 浑身毛发突然竖起 各自冒出一道虚意 小白身上乃是一头巨蛇 小灰身上则是一头大蜘蛛 显然是妖丹原本素体的模样 这也是炼化妖丹的凶险之一 修士想要炼化 必须多方准备 且最好有护道者配合 但是在苏平这儿 只见四周空间血光一落 呼啦啦声音响起 血脂锁链出现在了 这些虚影身上 直接锁住了它们后 强行压回去了小白小灰体内 而后一瓶净化药剂出现 分成了两部分后 没入到了凉鼠的口中 血脂锁链死死地控制住了 妖丹虚影 净化药剂随之起了作用 使得小白小灰身上 冒出了凄惨的叫声 数个呼吸间之后 惨叫声消失 随即带着大量血气 生魂能量的血光 从四面八方涌入了进去 小白小灰扶制心灵 赶紧动用体内妖丹 飞速炼化这股力量 妖丹也在炼化过程之中 逐渐与宿主融为一体 不分彼此 哄 数分钟后 小白小灰双眸闪过红光 旋即身上浮现 千米长的巨鼠护法神虚影 这虚影散发出红光 张牙舞爪 宛如霍乱天下的大妖怪 已然在短短时间里 步入到了金丹灵兽之列 虽然说 这样强行提拔上来的金丹灵兽 空有实力没有技巧 天赋神通都没能熟悉 却至少解决了有无问题 缺少的 总能靠着后续学习 慢慢地恶补回来 苏平看向小白小灰 相信他们还是会好好学习 不枉自己给他们 这天大机缘的 而在培养了最早跟着自己 感情最深的小白小灰之后 苏平目光一动 看向了同样召唤过来的一种 除了鸡 土 猪外 苏平还把周璇下山遇到的白虎 也召了过来 这头白虎 也是一头天赋异禀的猛兽 不是一种 放在修士身上 却也算是极品灵根拥有者了 乃妖王之姿 苏平妖丹有多 便依依封为了护法神 用血之锁链 进行了双重保险之后 帮助他们炼制了妖丹 顿时 湖中洞天之中 短短小半天功夫不到 就多出来了六个金丹灵兽 加上苏平自己 和黑色蛟龙敖脸 可以说 哪怕不算血神本体 苏平如今的高端战力 就足以碾压一座镇守先程了 并且 这远远不是极限 随着以后发现的一种 或者上瓶以上灵兽越来越多 自己麾下的金丹灵兽 也会越来越多 这样下去 或许自己除了血神老祖外 还可以当一个万兽老祖 嗯 怎么感觉都是反派画风啊 苏平摸了摸鼻子 看向四周炼化妖丹之后 体型大了一圈 身上冒出的虚影 宛如大妖魔的灵兽们 叹了口气 想到了适合金丹妖兽 修行的画形之法 这种秘法血神教 自然是没有的 好在十方教 有使用灵兽做护法神 也就有了这方面的研究和传承 妖兽化形为人后 实力反而会减弱一些 不过真遇到麻烦的事情 还是可以随意恢复本体的 而比起如今凶神恶煞的模样 化形为人 无疑能帅气许多 做一些事情 也能方便许多 再说 护法神将没有人形态 总会让苏平觉得 缺一点什么 苏平拿出了和灵兽有关的修行法 和各种秘书传承预检 而后令敖利担任教导 监督这些萌新金丹灵兽 好好学习 灵兽有了进步空间 苏平也没忘记周玄 张平安等打工人 黄总这些记名弟子 天赋太差 培养起来性价比太低 暂且只是给点气血丹药 让其成为武道大宗师 周玄 张平安还有贺茂纯一郎等 天赋异禀的打工人 已经金丹的苏平 也逐渐提高了给予他们单要的频率和质量 使得他们在湖中动天修炼时候 修炼速度与往日相比 再度得到了质的提高 另外 随着功夫收集的足够多 尤其是传承石壁到手 苏平也不介意让他们得到其中机缘 都给了他们进入其中的机会 可惜 除了周玄得了其中一份功法机缘外 其他打工人也就是稍稍历练了心境 做完这一切 带到钓完鱼后 苏平便再次恢复了往日的日常 十天后 镇守仙城 拍卖会里热闹朝天 来自各地的宗门和世家子弟 在这激烈竞争着一件件珍贵之物 这些物品三分之二来自那位血神老祖 却每一件都能拍出天价 千奇万法阁的副阁主 带到中场休息时候 也忍不住擦了擦并不存在的汗珠 只觉得这一波拍卖或许是他生平能遇到的最能聚集零食的一次了 聚集如此多的零食 果然是在为了离开修仙界做准备吧 副阁主心中暗暗猜测 脑海里想到了自己的家族子弟 他自认为 以他的身份 带上家人和嫡系子弟 前往那处逃命逆境 问题不大 可是家族之脉 显然是不可能照顾到位了 不过终究是自家的血脉 副阁主还是悄悄留下了暗示 让各自分家的家主 带着最优秀的子弟 前往海外 投奔血神老祖的势力 剩下的 副阁主也就只能期望 他们能够自己打拼出一条活路了 毕竟 在副阁主他们这些高层眼里 哪怕那位老祖再怎么神秘莫测 想来也是不可能把所有中下层都带走的 那片建设之中的秘境里的房屋房间数 或许就是最后可以撤离走的人数 这也是他们自认为合理的分析 拍卖会休息了一个时辰之后 便再度继续 镇守仙城 地下空间深处 大镇核心节点内 镇守女修从拍卖会现场离开 直接出现在了这里 与两位供奉长老一起操控大镇 观察着十万大山方向异动 三十六座镇守仙城 布置下了天罗帝王大镇 靠着这当年赤渊仙人布置的大镇 这才得以在此刻 依旧牢牢地控制住了十万大山 不让这些妖兽 得以大规模出现在外界 情况如何了 恐怕会是最坏的结果 对十万大山那面的镇法 几乎全部检测到了金丹妖兽的踪影 从气息来判断 至少有石头金丹妖兽 在靠近我们这座镇守仙城 供奉长老表情严肃 看向了镇守女修 这位代理镇守 是主封某位元婴长老的嫡系一脉子弟 因为天生体制的缘故 从小就送去了北地的大宗门修行 却也是因此 这位修到有成的女修 得以避免了被召去主封 得以镇守仙城 只是金丹妖王的话 配合大镇应该可以继续将他们抵御门外 等等 镇守女修话还没有说完 就通过镇法核心的波动 察觉到了异常 随着供奉长老扔出了一道法力 进入阵地 一幕投影浮现了出来 那是十万大山的外围区域 山林外 甚至修筑了一座堡垒 在以前 这处堡垒是修士们狩猎妖兽的前哨基地 在现在 这处堡垒已经被废弃 也就前段时间 趁着妖兽攻势停滞 巡查使带人去了这处 布置了一些俘虏和陷阱 然后留下了几个木傀儡 当作了哨兵 现如今 光木视角便来自那些木傀儡所见 只见在堡垒前方的山林 正有一股暗黄色雾气 铺天盖地的袭来 山林里那些三四个人抱不住的大树 在黄雾下快速枯萎 最后化作了一滩滩的黑色泥土 同时随着黄雾靠近 众人隐约可以看到 雾气里有一头小山一样大小的庞然巨雾 正在缓缓移动 并随着那雾气里一双幽蓝色的双眸看了过来 对视的木傀儡竟是刹那间便遭遇腐蚀 化作了黑泥 光木消失 三位金丹修士都陷入了沉默 从未见过这样的怪物 这或许就是老妖王提及的 吸取了邪碎之力后的大妖魔 不要紧张 镇守女修察觉到 两位供奉状态不对 连忙安慰 真到了危机时刻 血神老祖会来助阵 我也会安排关键时刻放弃外城 以内城区配合一位老祖 自保应当是足够的 镇守女修说到这 两位供奉长老才点了点头 不过也和镇守女修提前说好了 他们操控阵法没有问题 却是绝对不会去和妖兽斗法的 玉石俱焚什么的 就更不要提了 而这也是请动他们过来帮忙时候 就说好了的 不然他们这些金丹 去哪里不是养老 何必来趟这浑水 镇守女修对此 也只能苦笑表示理解 她回到了城中 扫了眼还在拍卖的拍卖会 没去打扰那边的兴致 转而调兵遣将 开始安排起外城的防御阵的起来 随着拍卖会圆满结束 千奇万法阁的富阁主 很快就发现了一些异常 不少来自其他仙城的贵宾 谢绝了宴会邀请 急匆匆地离开 仙城制作贩卖俘虏的老伙计 也没有跑来找自己喝茶厅去 富阁主摸了摸胡须 心中多多少少明白了一些 想到那位血神老祖 这位富阁主本可以办完事后 一走了之 却是决定了留下来 于是第二天一早 知道富阁主没有走的镇守女修 便主动找上门来 让富阁主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千奇万法阁 会助仙城一臂之力 我还会请求阁主拨一批 守城物资过来 我不擅长斗法 不过帮助操控一些傀儡 和俘虏还是可以的 虽然已经知道了 镇守仙城 又成为了妖兽的目标 并且这一次妖兽里 出现了吸收了斜碎之力的妖魔 没到要撑不住时候 仙城高层 对于不去寻求血神老祖 帮助这一点 还是有共识的 毕竟老祖的恩赐 可不是给别人随便使用的 那是拿来救命的 能自己抗助 留下这一道救命恩赐 自然是自己抗助为好 在仙城的天罗地网大阵帮助下 十万大山的妖兽们 只要一离开十万大山一定范围 就完全落入到了大阵的探测视野之中 时不时 天空便有金色的闪电落下 打在这些成群结队的妖兽身上 每次雷霆轰出 都有抵抗不住的妖兽 化作交叹 倒地不起 不过这点损失 对于妖兽大军的绝对数量而言 实在是掀不起多少浪花 而雷霆一旦密集了起来 便会有妖王腾空而起 掀起阵阵妖物 抵挡雷霆 靠近仙城百里处 一片荒漠小城废墟上 一头比大卡车还要大一圈的三眼牛魔 正人力而起 净化出的双手握着一柄 不知名白骨制作而成的大锤 一锤下去 便打散开了天空落下的雷霆 就在他咆哮一声 再度高高跃起 打碎雷霆之后 得势不饶人 连乌云都吹散的时候 突然间 四周空间出现了金色雷霆形成的巨网 一下子包裹住了这牛魔妖王 不过只是一瞬间 这巨网就被一道红光破开 旋即 一大团黄雾 化作了乌云覆盖了天空 遮蔽了天空 对妖兽大军的打击 也是这黄雾 完全进入到了大阵范围的时候 镇守仙城 突然冒出了光柱 直冲云霄 随即 黄雾 四周空间 浮现出了一道道 身高万米的神尊须翼 这些神尊造型各异 共有十二尊之多 每一尊都是曾经镇守过 仙城的元英老祖 留下的一道分身 这些分身 早已经成为了大阵的一部分 在阵法师操控下 吸取了大量法力之后 显化了出来 组成了一座阵中之阵 与黄雾里的大妖魔 一下子僵持在了空中 黄雾一下难以移动 独眼牛魔妖王想要救援 却被雾气里的妖魔喝止 这妖王不得不转带队 继续冲向仙城 同时 黄雾里的妖魔 在抵抗着神尊虚影的压力下 发出了节节节的笑声 却是一缕缕黄色雾气 不断溢出 而后没入地面消失不见 监控着妖魔的镇守女 修正迷惑对方 这是在做什么时候 很快脸色微变 连忙抛出了一面铜镜 悬于天空 照向了地底 却见镇守扶底不远处街区里 突然间 有一酒楼里有客人 仓皇逃窜而出 伴随着哭喊与咆哮声 一头黑色的巨型蜘蛛怪物 撞破了酒楼大门和墙壁 冲到了街上 口中喷出黄光一扫而过 便有好几人 化作了一滩黄水 孽障 岂敢如此 镇守女修还未出手 已有一个老者 急急忙忙赶来 抛出了一枚精英 那精英欲风而长 化作一栋小山大小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砸向了那头巨型蜘蛛 那巨型蜘蛛 本能地想要逃走 身体却是被一股无形力量 死死地拖在了原地 哄 下一瞬间 精英落下 把巨型蜘蛛砸成了肉泥 只是巨型蜘蛛一死 竟然爆发出一大团 肉眼可见的邪气 开始散开 令四周赶来高手 都微微色变 身为修士 谁不是遇邪气而后怕的 巨 老者同样犹豫了下 还是咬牙施法 令那精英动了动 闪烁了一道金光 而后把巨型蜘蛛死掉 产生的邪气 全部吞入了精英之中 看到邪气被吸取 其余高手心中松了口气 还来不及查探现场 便听到远处街区也出现了异常 甚至不一会儿 便有一座库房轰然倒塌 还有邪碎妖魔 混入了城区 快 速速镇压这些混进来的妖魔 不可让他们扰乱了军心 惊呼之下 回神过来的众人 纷纷行动了起来 镇守女修身边 千奇万法阁的副阁主飞了过来 镇守 以前 以前从没有发生这种事 镇守女修知道对方想要问什么 神情严肃 天罗地网大阵之下 妖王难以靠近外城区 就会被困住 并且 对方妖王越多 我方能动用的大阵能量 也就越多 所以 一直以来外城守卫 一般需要面对的 只是部分 助击和练气器的妖兽 再由我等对付对方助击阶段 天赋异禀者 可是现在 那些成为妖魔的妖王 在被大阵困住的时候 竟然可以分出一个个妖魔化身 以我们无法知晓的手段 直接入侵到了我等腹部区域 这种手段 我已上报先门 相信要不了多久 必能补救成功 现在坚持几日即可 后面几句话 镇守女修故意放大了音量 让四周高手都能听清楚 这也算是安抚人心的手段 只是副阁主心中 却是隐隐猜到了 这或许和地脉被污染了有关 气心中的地脉里 封印的那头邪神化身之势 可还没有过去多久呢 看来 随着邪气入侵加剧 达到了某个临界点 地脉反而成为了这些妖魔邪碎们的 入侵助力 偏偏 各大宗门 谁也下不了大决心 摧毁地脉 毕竟地脉意味着灵脉 而灵脉一失 修士们就成为了无根之木 轻叹了一声 副阁主飞到了千奇万法阁 所在街区 挥手间便有数千张 符露飞出 贴在了一栋栋房屋的大门 窗户上 伴随着这数千符露贴上 发出了一抹金光 这街区一处小屋内 一对正在睡觉的金童玉女床边 刚刚有一头猴子模样怪物冒了出来 只感觉四周亮了一下 这头妖魔就眨眼间 化作了一缕黑雾 而后这黑雾 也很快被四面八方产生的犀利 吸走而消失 就仿佛压根没有出现过一样 只是贴在街区的几千符露 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道细细的黑色划痕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普度众生 另外一处街区 一位高僧从庙宇里走出 盘膝坐在了街道正中心 随着佛号念出 一圈金光从这高僧的身上冒出 包裹住了大半个街区 然后伴随着一声声惨叫 金圈里的妖魔纷纷消散 高僧的身上 却是出现了一丝丝细小黑气 怎么也无法被佛光排斥出去 结结结 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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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座得真神恩赐 神力源源不绝 我那些分身杀之不尽 而你们又能抵抗侵蚀到极时 什么镇守先程 什么天罗地网大阵 就慢慢被本座侵蚀一空嘛 皇屋里的大妖魔 感应着自己派出去的分身死伤惨重 却是不怒返效 作为曾经的正常妖王 他是知道这天罗地网大阵的难缠的 三十六座镇守先程 看似各成一体 却又同气连之 在赤渊先人的布置下 一旦某处先程 遇到太多妖王 甚至妖皇围攻 就可借用那些 没被围攻先程的力量 来围困多出来的妖王妖皇 若非如此 十万大山聚集大部队的话 早就把镇守先程各个击破了 不至于等待到这个时候 所以 这妖魔在发现邪碎化的他 可以让低阶的分身绕过大阵 投放出去后 便想要了釜底抽新 用邪气污染大阵 在城内的各处节点的想法 如果不小心直接物理破坏了大阵节点 那自然是邪转 镇守先程内部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外城区也遇到了第一批冲来的妖兽 守卫在这里的修士们 对此并不慌乱 最近几十年 他们遇到的妖兽工程 也不是一两次了 熟能生巧之下 如何施法能最快借助城墙上的法力 然后炸飞那些冲来的妖兽 在外城阵法下 对面的炼气和助击妖兽灵活性 将会大减 并不时遭受精神攻击 打断他们的行动 而守城一方则能借助大阵一部分法力 施法威力不仅更大 消耗还更小 嗯? 一队守城队伍的队长 刚刚施法放出了五枚火球 引起了连环爆炸 随即发现这些妖兽出奇的弱小 正常来说 这次来袭的妖兽 有上万头之多 助击妖兽 至少该有七八十头才对 现在看起来 却基本都是炼气漆 并且 他们一个个好似营养不良一样 让队长觉得 哪怕没有阵法加持 他们也可以轻松守住这段防区 数小时后 随着攻城妖兽 全军覆没 几个带队的助击修士 忍不住飞到了外城的地上 查看了一番之后 几个助击修士 脸色都有些难看 他们对视一眼后 纷纷决定上报这次异常 却不想刚刚准备离开 死去的妖兽污染的大地 却是突然间沼泽化 让这几个修士 一下子小半个身子陷入了进去 而后哪怕是有助击修为 他们竟然也无法挣脱出 这片泥沼地 与此同时 他们身上精气神在飞速地 被这片泥沼地吸取 吞噬 碰 突然间 有一个助击修士双眸一闪 脑袋竟然脱离了脖子 飞了起来 然后除了这位飞头修士外 其余助击修士 已然化作了干尸 然后又从干尸化作了黑泥 溶于了泥沼之中 血神秘境之中 一处亭台楼阁 一点也不比皇家园林 要差得山峰腰间 苏平化作白鹤真人 正与小木真人 一起喝茶听取 一来叙旧 一来苏平 也想从小木真人口中 听听他们这些人 在秘境的感受 小木真人对白鹤真人的到来 并不觉得意外 从弃心宗跑路来了 这处秘境没多久 小木真人就已经知道了 自己曾经的好友 这片海外岛屿的前主人 那位散修筑基 成功的白鹤真人 比自己早得多的 就败入那位血神老祖麾下了 对这位同道的遭遇 小木真人十分理解 甚至觉得 这小子是一个有福运在身的 明明是一个散修 要背景没背景 要资源没资源 却什么危险都没去冒 便一路顺水顺风地 加入到了血神老祖阵营 甚至进入了秘境之中 小木真人已经寻思好了 以后做决定的时候 都要来找这个福运深厚的参考参考 小兄弟啊 我跟你说 你是知道我的 我从不骗清静之人 你可一定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呀 这地方 以我小木真人 大半辈子的经验来看 别看现在人不多 能住的地方也在扩大 以后啊 肯定人满为患 到时候 竞争必然会无比激烈 我等天赋一般的修士 不靠现在积累的资历 以后恐怕就不好混了 镇守先程之外 各种与往常不一样的意向 自然引起了高层们的重视 镇守女修 亲自坐镇在了大镇核心处 借助镇法之下 向外头放出了一尊化身 借助这尊化身 她得以快速出现在各处战场 看到了一处处怪异的意向 十万大山的那些妖王们疯了吗 那些炼气妖兽竟然全部被种下了邪碎 一旦中伤或者死亡 体内邪碎就会爆发出来 形成各种可怕异常 能让邪碎入体 还自以为可以与邪碎共存的那些妖王 可不就是疯了吗 镇守女修身边 听到这话的副阁主 听到这话 眉头微挑了下 有些担忧 可要请求血神老祖前来助阵 听到这询问 镇守女修迟疑了下 摇了摇头 暂时还没到那个时候 天罗地网大镇 依旧能控制住那些领头的妖王 只靠着这些小手段 还是有办法的 如今关键在那投放分身扰乱城内 秩序的大妖魔 那大妖魔我等 也已经确定了方位地点 还请副阁主助我一臂之力 哈哈 镇守放心 在下一步容辞 副阁主也盘膝坐在了镇守女修下位 运转法力不久 便同样借助大镇辅助 凝聚出了一具化身 跟上了镇守女修的化身 而后 两位金丹化身 齐齐出现在了 困住了那团黄雾的十二神尊虚影身边 看着眼前的大团黄雾 两位金丹化身 都露出凝重表情 镇畜 还不速速退走 真以为我等不敢动用天雷轰杀你吗 镇守女修大声呵斥 声如雷鸣 震动四周 结结结 黄雾里 怪物发出了不屑笑声 镇守天雷用在我身上 我可是求之不得 就是不知道你们短时间还能施展几发天雷 哎 本以为稍稍示弱 能吸引你们仙城金丹清朝而出 以雷霆之势剿灭于我 这才过了几百年 你们居然只来了两具化身 这样的化身吃了还不够打牙剂的 实在是可惜 镇畜 修得大化 镇守女修心神不安 呵斥同时 已然动用镇守权柄 使得困住黄雾的十二神尊虚影 闪烁起了一道道紫色雷霆 这些雷霆从神尊虚影身上飞出 钻入到了黄雾身上 眨眼间 便让这黄雾里 庞然大雾的气势为之依弱 副阁主也神色一动 化身捏出一道金光 化作了一道刀芒 带着雷霆斩了过去 这刀芒飞出化身 便化作了白米刀光 刀光之下 黄雾竟是难以抵抗 一触即溃 也是这瞬间 两位金丹化身 看清了黄雾里那巨雾的真身 赫然是一头 浑身包裹灰白岩石的千米巨蛇 这巨蛇张嘴喷出黄光 直接击碎了刀芒 而后随着四周雷霆强度加剧 他再度闷哼一声 浑身都抽动了一下 够了 取巧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快快现身强攻吧 巨蛇低着头突然出声 顿十一 十万大山方向 一道宛如陨石的青光飞落而下 直接原地砸出了一处大坑 而后露出了一头身高七八米 浑身冒着青光 有着两个狮子头的半兽人 地面突然凹出大坑 随着一声威慑力十足的咆哮 一个身高超过了十五米 浑身披甲人立而起的熊头巨人 提着两把鹰气深深的开山斧 从地底爬出 镇守女修瞳孔微缩 脑海里想起了得自其他镇守先程的消息 如今的十万大山 青壮一派里引邪碎入体的妖王里 有三大妖王最是恐怖可怕 他们分别是雄山军 青光大王 以及黄雾山神 熊山军本体是一头黑熊 青光大王是一头青毛狮子 黄雾山神则是一头罕见的岩蛇 他们三大妖王都是天生一种 不然也不会在青壮期 就成为妖王里的佼佼者 镇守女修没有想到 才得到提醒没多久 她就会一口气看到这三大妖王齐聚 天罗地网大阵察觉到了新的妖王出现 本能地调动了大阵力量 顿时有新的天罗地网落下 有神尊虚影浮现 只是原本能围困住妖王 让其挣脱不得的大阵 却明显扛不住 这三大妖王的权力爆发 想要压制其中一个 就需要十二尊神尊虚影才行 短时间里 这处镇守仙城 显然调动不了那么多 天空中的神尊虚影总量 在达到了二十四尊之后 就达到了极限 于是在承受了第一波压制后 青光大王身上浮现出一头 千米双头青毛狮子神通法香 这法香除了正常狮子形态外 背上还多出来了数十条触须 这些触须凝聚的邪气 全部融于了青毛狮子嘴中光球后 喷出了一道青中带黑的光束 一击之下 就有一尊神尊虚影爆裂破碎 副阁主见此 闪过一丝巨色 与镇守女修对视一眼后 双方心有灵犀地达成了转进仙城的决定 只是他们刚刚想要逃走 马上心中涌起了莫大的危机感 眨眼间 他们就发现四周空间出现浓稠邪气组成的邪欲 使得他们的顿数一下失灵 随后 那被尊称为了熊山君的熊头巨人 已然劈开了两尊神尊虚影后 注意到了这两金丹化身 哈哈哈哈大笑冲了过来 神术之妙用 远超你们这些人族仙法 千年大仇 得报就在眼前了 受死吧 熊山君冲入了邪欲之中 肉身无视了两位金丹化身的灵力反击 竟是一个呼吸间就劈开了金丹化身 而后直接大嘴一张 吞噬了这两句化身入腹 啊 镇守仙城深处 镇守女修和副阁主齐齐一阵 口中吐出了热血 化身被毁得渣都不剩 哪怕是金丹修士 也被反噬而受伤不清 三大妖王齐倦 十万大山 是要把我们这处 列为主攻目标 镇守女修服下了一枚灵丹 又喝下了一杯养神热茶 这才定了定神 说出了这一次发现 而后 就在她发出了讯息 向其他镇守仙城求援的时候 随着两位供奉长老 齐齐惊呼 镇守女修心中一动 打开了镇法光幕 旋即从数十处光幕里 看到了十万大山的妖兽大军 好似疯了一样冲了出来 那些低阶妖兽如潮水一样 不断涌向了外界 而后在镇法的狂轰滥炸之下 大量妖兽倒在了路上 身上冒出了一丝丝黑气 污染着大的雨天空 随着妖兽们死得越来越多 被污染的区域 镇守女修和供奉长老都敏锐发现 那片区域的天罗地网阵 竟然开始失效 同时 不知在地底 寄托了老祖力量化身的神尊雕像 纷纷光芒暗淡了下去 显然短时间里 再难以催动这些雕像 投影出神尊虚影 帮忙镇压妖王 动用天雷 至少阻止那几头妖王 投放分身 镇守女修咬牙做出了决定 顿时 之前金丹化身所在区域 突然间乌云滚滚 莫大的天威 落在了居中的三大妖王身上 并让他们身下的那些妖兽大军 也纷纷心有所感 带着一丝发自灵魂深处 畏惧地看向天空 那就是赤渊县人当年留下来 作为大阵底派的天雷吗 传闻这些天雷 来自一柄雷金木制成的木剑 那是赤渊县人 成为金丹钱的配剑 赤渊县人啊 雄山君说到这 也不由语气里 带上了一丝佩服之意 他没讲过赤渊仙人出手 却从师尊 还有其他老妖王 乃至妖皇的身上伤痕 窥见了对方一二惊天实力 这让他幼小的时候 就有了一种 哪怕再努力修行 也不可能战胜那个仙人的恐惧执念 这也是 他在接触到了邪神化身之后 见证了其真正玄妙之力后 放开了心灵 选择了投靠邪神化身 以期望得到可以战胜对方的力量 妖兽与真神之力的融合 才是此事最正确的道路 哪怕是那位赤渊仙人的力量遗留 也是比不过这条大道之力的 雄山君收了双手的开山斧 咆哮一声 吼恢复本体 化作了一头三千多米长 数百米高的黑熊 这头如山月一样的黑熊 浑身长满了宛如铠甲的黑色鳞片 双眸血红同时 眉心处更是浮现出一张 模糊扭曲的鬼脸 那是与雄山君融合的一道邪神分身 眉目间 有些像海外诸导的邪神尼尔 却又有许多不同 显然是另外一尊邪神化身的产物 黑熊腾空而起 迎面冲向了高空乌云 然后 轰的一声 众多妖兽只感觉天空 突然间亮地刺目了一下 而后随着一声巨响炸开 一道宛如金色神龙的闪电 撞在了黑熊身上后 硬生生将这山月一样的黑熊 砸入了地面 而后雷光余波横扫之下 方圆十里之地的妖兽 全部化作了飞灰 雷霆光芒持续了好几秒 待到雷光消失后 原本如山月大小的熊山君 赫然只剩下了一颗血红心脏 孤零零地在大坑里 缓缓跳动着 其余两大妖王看到这幕 都暗暗心悸 天雷之下 若非那枚心脏 与真神分身融合为了一体 具备了某种不死不灭特性 便是他们这样的巅峰妖王 怕不是也会一击之下 身死盗消 难怪以前的老妖王 还有妖皇们 对这些镇守仙称如此忌惮 不过 这些都是过去式了 有了世界之外力量加持的 十万大山 必能横推修仙界 然后将这整个世界 作为战利品 让妖兽一族 在新的平台上 能有一席之地